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35集 上 秦润天一马当仙 怒吼一声 抬起利爪撕裂一切 身躯之中流动着滔天的魔威 八大圣兽怒吼冲出 化作了一恐怖巨大的漩涡 吞灭一切的存在 猪妖褪比 全部卷入其中 炼狱身躯燃烧 周身犹如真正的炼狱 吐出炼狱之火 之前奶生奶气的稚嫩小妖 此刻犹如金色妖王 不可一世 他一吼吞天 万腰匍匐 金色的王之利爪 朝着前方扣杀之时 那片空间疯狂的都被扣住 里面的一切都朝着他卷了过来 要被他吞噬掉了 那里的妖兽颤抖不停 吞天兽 由大妖双眸射出可怕的锋芒 吞天兽乃是超级圣兽 极为罕见 哪怕是在蛮荒十万大山之中 都极其的稀少 他们的血脉很少 因为数量原因 无法成为一个强族 之前有一头吞天兽妖地存在 将这小家伙带在身边 但猪人从没有想过 那头身躯雪白的小妖 竟然会是吞天兽 而且这是变异的吞天兽吗 为何只有一颗头颅 他们都没有认出来 然而从那气势和造成的震撼效果看来 这分明是吞天兽的天赋神通 吞噬天地 能吞噬一方天 那些庞大无比的妖兽 仿佛在变小 随即被卷入漩涡 吞入他的口中 蛮荒传说中 成年的吞天兽 能够顺利成长为妖帝 拥有吞噬天地日月星辰之能 而在传说中 吞天兽的极限 是能够吞噬一方天 吞噬日月星辰 乃是最可怕的超级圣兽一类 三大不起眼的妖兽 突然间爆起发出攻击 瞬间扫荡一片 看到这样的一幕 朱强者怎会错过机会 也疯狂地冲了过去 准备一起突围杀出 除了秦问天他们之外 还有几尊非常厉害的大妖 和他们在同一水平位置 粉碎一切阻挡在前面的妖兽防御 嗡的一声 一道可怕的攻击之光 落在猪妖的身上 包括秦问天他们 只是一刹那间 秦问天等强者进阶石化 甚至这石化朝着他们身体的 每一个部位而去 镇守在妖神宫前 有一尊性感如人形的女妖出现 她美眸妖异无双 只一眼石化一气 美杜莎之谋 朱强者心中一颤 这里竟然还镇守着一头传说中的大妖 美杜莎 这一族的天赋神通 石化一切 然而朱强何等厉害 境界相当的情况下 即便被石化天赋神通击中 依旧能够挣脱出来 碰碰的声响不断传出 但那些被击溃的妖兽再次围了过来 刚才开辟而出的一条道路 又一次遭到了妖兽的围剿 各种攻击朝着朱强攻击而来 滚开 秦问天发出锐笑 莫威淘天 要让朱妖沉浮 恐怖的意志力量 犹如众生之王 这一刻 他哪里像是一头寻常的大鹏咬 而像是无冕之王 他才是真正的大鹏族的王者 甚至天地之王 所有人和妖 皆都要沉浮 美杜莎身体都在颤抖 小混蛋瞬间吞向美杜莎 一股可怕的漩涡出现 美杜莎眼睛 再次望来 实话小混蛋的嘴巴 两者僵持不下 天赋神通都可怕到极致 没多少时间了 秦问天心中暗骂 这美杜莎太难缠了 这神山矗立于此 然而尽头的妖神功 竟然如此难踏入 压制修为静静 所有强者条件一样 想要突破防御 入神山之巅 难度何等的大 想要突围 必须解决美杜莎 只见这时 一尊烛龙大妖冲上前来 顿时天地变暗 诸人心头一颤 天地暗了 美杜莎之谋将失去效果 小混蛋怎么会错过这次机会 吞噬力量暴涨 当对方的烛龙大妖 将黑夜点亮之时 美杜莎已经被吞噬掉了 解决了大难题 撑 朱强心中生出了一个念头 没时间了 那魔神殿的墙壁之上 妖神虚影再次若隐若现 随时可能走出来 走 秦问天的身体犹如真正的大朋友 在虚空中划过了一道绚丽的光芒 神之手再次催发八大妖法 扫荡前方之路 小混蛋和炼狱同时出击 三妖开刀 所向披靡 哪怕是圣兽王族大妖 也务必要让开 轰隆隆的剧烈碰撞之声不断 三头大妖联手破开一切防御 直接冲入了前方的妖神宫中 后方的强者这一刻 毫无任何保留地释放自己的威能 血脉天赋神童惊天 杀向前方 朱强都知道 时间不多了 那些从妖神宫若隐若现的大妖身影 已经饮食 碰碰的几声 一道道璀璨佛光亮起 只见江子化佛光遍及全身 脚踏大地 他直接横穿距离 途中遭遇到一次剧烈的攻击 都没有改变方向 直接冲入了妖神殿内 一尊鹏黄和精致大鹏 怎么会错过这等的时机 天鹏急速 横跨虚空 斩断一切 他们冲入里面 一头金色巨龙 庞大无比 无视任何攻击 撕碎挡在面前的妖兽 庞大的身躯 冲入到了里面 各大强者绽放最强之数 一道道身影 步入了妖神殿内 只是一刹那 诸多身影鱼贯而入 因为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道路来 便显得简单一些 他们怎么会错过 这绝佳之机会 眨眼之间 没入了很多强大存在 都是最顶尖的大妖和人类 接着墙壁之上 走出的妖兽凝食 直接挡在了诸强者面前 杀了过来 一时间日月无光 天地暗然 有强者被直接击飞出去 随后 各强者陆续往后退 被封挡住了去路 机会稍纵即逝 似乎已经错过了 许多大妖凝视着前方被挡住的去路 竟然是那头大鹏鸟率先开道 那三尊猥琐懦弱的妖兽 忽然间爆发出超强的实力 开辟出了道路 第一个跨进了妖神殿 这简直不可思议 那是人类的神通手段 我感受到了不同属性的力量 即便是变异的大鹏 也没有这样的属性力量 裴卿开口说道 他最后时刻被挡住了 拦在了外面 只差一步 他虽然不那么在意 这蛮荒之地的神山 然而依旧想要证明下自己 但就在刚才那瞬间 北冥幽黄进去 他没有被挡在外面 我也感觉 他不是妖兽 一头大腰的 你为低切先王如何一路走到现在的 他一直隐藏着自己 若是从之前他就显露出人类的身份 而且不那样低调的话 他低切先王修为 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裴卿冷漠说道 好阴险的家伙 朱强者点头 确实只有这最后一段路 才被压制修为 若在之前他不那么低调的话 很可能连这机会都没有 他是谁 朱多强者心中暗道 不过很快他们就没去想了 目光凝视前方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36集 看着前方走来的军妖 朱强者知道现在的机会更加渺茫了 因为他们人数更少了 一些顶级的人物突围成功 进入宫殿 在外面他们是盟友 但如今盟友已经进入妖神殿中 他们要再想进去 难如登天 秦问天 小混蛋以及炼狱 率先步入妖神宫殿之中 他们看着前方 神山矗立在那儿 光辉闪耀 而他们已经在神山之巅了 这座宫殿 是在神山之内 宫殿里面 有着极为古老的神山石壁 石壁上刻着万千图案 由各类圣兽烙印其中 仿佛是活着一样 秦问天甚至看到里面的圣兽动了 使得他心头猛地跳了下 不过下一刻 他发现这里不像外面 这些圣兽不会走出来 这里是邀界所有圣兽王族吗 秦问天惊叹道 接着陆续有强者踏入里面 都被这神山石壁的画面深深地吸引 秦问天往前而行 走向那通达天穷的神山 神山之上仿佛雕刻着一座耕骨的身影 太古妖神身影 他的身躯处立在那儿 神山之巅仿佛是他身体的化身 只看一眼 便感觉到无上的威严存在 邀神又是什么种族的药 秦问天心中暗道 往前迈步而出 少主 身后有冷漠的声音传出 秦问天脚步一致 只见一股强横的气息 笼罩于身躯之上 他回过头 便看到一尊极为强大的彭皇族存在 目光盯着他 冷冰冰地倒 站住 你是人 不是妖 没资格踏上妖神之地 秦问天此刻依旧是大彭化身 他看到诸多近来的强者都看向他 包括人类午休 凝视着他的身影 这些能够踏入此地的人 皆都非凡 显然已经知道 他是人类午休 而非是伪装的摇手 男皇女帝也进来了 他的毛子中带着一缕微笑 这家伙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了 难怪长青大帝会那般的看好他 长青他自己 都没有走到这一步来 但他却做到 当然 这也和修行的能力有些关系 这是为妖兽设下的考验 妖兽的优势更大 肉身强大之人 比肉身弱的人优势大 是你 北民幽黄盯着秦问天 他之前就已经猜到秦问天是谁 小混蛋这头妖兽太明显了 当他们两人联手的时候 北民幽黄就想起了当年在古地之城的事情 他旁边是那头金色妖兽 正是抢了他传承的妖兽 秦问天 双眸闪烁出一道锋利之光 随即 他的身影 幻化为本尊 化作秦问天的身影 妖神山 乃是神圣之地 既然我都已经走到了这里 就意味着 我有资格得到这里的一切 他眸子 凝视那尊 彭皇族强者 淡淡地开口 随即看向北民幽黄道 幽黄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 我们的缘分似乎命中注定 你 北民幽黄身上弥漫着冷意 这混账东西每次都调戏他 简直岂有此理 女帝露出一抹有趣的神色 笑着道 你这小子胆子好大 北民大帝宠爱的幽黄公主 你都敢这般调戏 北民幽黄听到女帝的话 脸上有些尴尬 但女帝身份非凡 她也不好说什么 秦问天对着女帝恭声道 秦问天拜见男皇女帝 不必客气 男皇女帝笑着点头 长青和千变都那般看中你 果然有非凡之处 你这家伙处处招惹是非 芸汐那丫头恐怕是忘不了你 又敢招惹幽黄公主 女帝 我和幽黄公主确实是旧事 而且极有缘分 有比较深的缘缘 甚至可以说不可分割 秦问天无耻地说道 北民幽黄身上的气息更冷了 北民之气隐隐释放 有嘴滑舌 北民幽黄冷冰冰地开口 幽黄 你对我的误会我理解 当初我也是迫不得已 不许说 北民幽黄见秦问天 要说出皇宫发生的事情 立即打断道 好 我不说 只是我想告诉你 你没必要仇视我 秦问天耸了耸肩道 真有险情逆致 一尊强大的妖帝冷笑一声 他神色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南皇女帝和秦问天认识 想要动这些人类 也似乎不现实 不过 这是他们妖神山之巅 妖神的传承之地 这些人类 终究什么也不会得到 周围神山宫殿的山壁之上 刻着他们各大妖族的传承 深情一闪 诸多超强大妖 朝着那座雕像走去 神山上的雕像 不断有璀璨的光辉 垂落而下 透着神秘不可测的气息 他们想要看看 那究竟是什么 小家伙 你们也去吧 女帝对着秦问天他们说道 多谢女帝 秦问天对着南皇女帝欠身 还好 女帝也来到了这里 否则这些妖兽依旧不见得会罢休 他们并不想看到人类踏入妖族的神圣之地 本宝宝去也 小家伙身体朝着那妖神般的身影闪烁而去 走到了神山之下 刹那间 神山身影的光辉洒落而下 沐浴在小混蛋的身躯之上 那垂落而下的光辉 仿佛是妖神的光辉 透着无尽的神秘大道光辉 渗入小家伙的体内 很快 小家伙闭上了眼睛 似乎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不仅是她 秦问天那些 走到了神山身影之下的猪强者 都闭上了眼睛 去感受那垂落而下的光辉 他们体内 血脉隐隐发出咆哮之音 妖气席卷而出 似要凶猛地扑出来 练狱 你也去吧 秦问天道 嗯 练狱点头 一声长鸣 随即降临那边 秦问天笑了笑 抬起脚步 朝着神山身影下方走去 沐浴于妖神光辉之下 光辉中 似蕴藏无比神奇的力量 隐隐沟通她体内的血脉之力 秦问天躯体之内 又哗啦啦的声响传出 妖血仿佛渐渐地沸腾了起来 她闭上眼眸 安静地感受这股力量的涌动 这一刻 她仿佛能够将自己的血脉 看得更清晰 哗啦啦的声响 越发地强烈了 血脉一点点地被激发而出 在体内开始咆哮 犹如汪洋海啸 惊涛拍案 不断冲击着她的骨骼躯体 无尽的光辉甚至渗透到 秦问天的体内 进入秦问天的血脉之中 让秦问天感觉 这种力量 隐隐能够让 妖兽的血脉 进化般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37集 男皇女帝并未上前 她站在那安静地看着 绝美的身影 随意站在那 像是沐浴神皇 绝世之姿 身为男皇室女帝 任何事情 都不足以让她动摇了 因此哪怕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 她依旧能够让自己的情绪 无比地平静 只是静静地看着 去感受那神山之上 洒落的光辉 她一点点地走上前 伸出手来 去感受那股神奇的力量 抬起头 庄严肃穆的美丽面容 凝视着上空 她露出了一抹笑颜 美到惊心动魄 恐怕这天下 很少有人能够看到 男皇女帝露出这样的笑颜 难欣赏到女帝的绝美之容颜 这是 奇迹 女帝含笑清淡 来此地 所谓的妖神传承 她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念想 虽然拥有凤凰血脉 但她终究是人类午休 她更多的是想要看看 蛮荒第一传说的妖神山上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存在 而此刻 她的想法得到了印证 男皇女帝美眸壁上 静静地站在那 安静地感受着神迹之光辉 她没有去关心有大妖蜕变 有超强圣兽血脉再度觉醒 有绝世大妖再次进化 此刻关心的 唯有着神迹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踏入这里面的人类午休 感受这股力量 或在山壁前驻足观望 山壁中的大妖传承之术 偶尔会见到 那沐浴神山光辉的大妖蜕变 身上妖气变得更加强大 血脉更强盛了 他们知道 走到这一步 沐浴神迹光辉的大妖 将会得到终极蜕变 他们将觉醒那一族的各种潜在的天赋能力 将变得更加可怕 潜力也将更大 炼狱再蜕变 他身上的炼狱之火变得更加的赤手 他的身躯更加的金银透体 比之当初又多了几分特质 小混蛋也在蜕变 他浑身流转着最为璀璨的金色光辉 由王者气息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那金色的王者光辉似乎能够燃烧 情问天也在变 他的血脉仿佛燃烧了起来 浑身流转着多目无比的神话 如火焰 又如鲜血般鲜艳 一尊仿佛来自太古的王者虚盈 若赢若现 就是秦问天他自己 这虚盈仿佛在燃烧 又像是守护神灵 护卫着秦问天的身躯 他渐渐地与那股曾经不受掌控的血脉 诞生融为一体的感觉 他的气息疯狂地攀升着 然而 他的血脉却无法进化 仿佛这神迹的力量 都根本不足以让他的血脉进化 只是激发了他的血脉力量 原来 之前我一直摸索的那些能力 都是从我的血脉天赋神通中演化而生 秦问天心中暗道 他睁开双眸 似有一道强烈无比的血色光滑 从瞳孔中绽放而出 他依旧站在那 从未动过 然而他的气质仿佛变了些许 更显得非凡 犹如天生之王 血脉天赋神通 焚变 秦问天心中暗道 这并非是他自己取的名字 而是血脉告诉他的名字 许多超强的圣兽大妖 皆有血脉天赋神通 甚至有的大妖不止一种 能够随着变强而依次觉醒 进行蜕变 如今 秦问天发现体内流淌着超强 腰支血脉的他 也拥有血脉天赋神通 焚变 血脉天赋 将血脉中的力量点燃激发 肉身强度强化 攻击变强 最低双倍程度 以如今秦问天 他自己的感受来看 弱势焚变 绝对不止双倍的力量 其次 防御变强 可演化出强大的血脉守护 这血脉守护 以自己为心态 却可以千变万化 化作一切妖族 若他发出妖族神通手段 威力惊人 超越本身焚变 带来的增幅力量 更加可怕 知道了血脉赋予自己的力量 秦问天便明白 以前他激发的那些力量 都只是雏形 血脉天赋神通 未成形的阶段 秦问天诞生血脉天赋神通 却并未急着离去 他看了一眼周围诸强者 强大的人类五修变化 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那些大妖 却是真实的得到了蜕变 变得更加可怕了 身为妖族的强者 这些大妖 沐浴于神山光辉之下 必然能够进化到一个极强的地步 将来 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妖 将成为蛮荒之王的竞争者 在传说中 妖神山是妖神出世的征兆 和天道圣愿 象征古之大地时代的意义相似 无论是仙玉还是蛮荒之地 皆都迎来一个超凡的时代 炼狱和小混蛋也在蛻变 看到他们的变化 秦问天笑了 尤其是小混蛋变化更为明显 那头通体血白的小家伙 此刻浑身金色 王者之金 浑身弥漫着王者之计 那身躯并不如许多妖兽那般的庞大 却给人一种完美的感觉 她的身体中 弥漫出一缕缕惊人的吞天之意 她看到不远处有一道绝美的身影 沐浴妖神光辉 犹如九天神雨 圣洁无双 不容窃度 那是女帝 男皇女帝 哪怕尊贵强大如她 也在感受这妖神的光辉 细细体悟 到了男皇女帝这一境界 她追求的 大概便是那虚无缥缈的神迹了吧 她本身已经站在了仙玉之巅 秦问天闭上眼眸 继续感受这妖神光辉 渗入躯体血脉之中的感觉 可惜 这股力量 似乎依旧无法让她真正掌控另一种血脉 那种血脉 依旧显得虚无缥缈 虽比之当初 她能够借助几分 但这犹如烛火般的 极致纯净之血脉 依旧透着她的神秘 妖血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觉醒掌控之后 再加上妖神光辉的渗透 秦问天 以血脉开始 重新淬炼她的肉身筋骨 她体内的骨骼 都仿佛拥有了光辉 犹如浮古般 蕴藏奇妙强大的力量 她的血脉 身体 经过一次次的洗练 变得更加的强大 以至于她对规则力量的领悟 都更加深了 在这神山脚下 任何力量不再受到压制 她能够更好的去体悟 去感受 诸多强者也都在感悟 沉浸于奇妙的状态之中 转眼间 自妖神山开辟 已过去一年的时光 这一年来 开辟的妖神山大地 拥有了更多的蛮荒大妖 和人类午休降临 整个蛮荒和人类 都彻底暴动了 但即便如此 后面依旧只有寥寥数强者 进入了神山的宫殿之中 显然 想要走到这里 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蛮荒大地震 仙玉也随之地震 所有人都隐隐有些担忧 这次神山之内 无尽大妖进化蜕变 蛮荒必然变得更加的强盛可怕 若是进攻仙玉 将会是灾难 以往对于蛮荒十万大山 仙玉的人印象不深 只知道在仙玉极北之地 有浩瀚无尽的蛮荒区域 那里是妖兽的天堂 但这一年来 关于蛮荒十万大山的种种传闻 传入了仙玉 那些超强的大妖种族 被仙玉之人知晓 有许多声音称 蛮荒的力量超越仙境 蛮荒那些超强的妖族 蛮荒的王族 比仙玉顶级势力 还要强大可怕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38集 又过树叶 秦问天眉心之处 第三只眼眸忽然间睁开 射出一道可怕的妖异光芒 刹那间 一股毁灭的可怕领域出现 在那毁灭领域之中 充斥着毁灭之光 每一道毁灭之光 都犹如利剑般锋利 这眼眸合拢 随即消散 秦问天双眸睁开来 光芒闪耀 邪神族的天赋神通 我果然也能消息 借助血脉力量 竟然诞生出了第二规则领域 第一规则领域 为神之手领域 第二规则领域 为邪谋领域 秦问天心中暗道一声 他还能够继续完善 这邪谋领域力量 使之更强 成为他的超凡攻击手段 你身上流淌着 大妖的血脉 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 却格外的清脆 秦问天看到了一张 极美的面孔 笑道 是的 否则我为何来到此地 幽黄 你来此又是为何 邪神山虽然是 邪兽的神帝 然而依旧有可取之处 这山壁之上的诸多大妖 虚影有如获者的般 甚至能够传承出 妖兽神通绝学之术 哪怕是人类 也能从中得到不少领悟 北民幽黄平静地说道 从他的态度看来 他似乎对秦问天 不那么有意见了 或许是被秦问天 多次调喜之后 也就慢慢习惯了 嗯 就连女帝前辈 都在尽心感悟 可见此地非凡 我们虽远不如女帝 但也该好好珍惜 这难得的机遇 秦问天点头道 幽黄 你我之间的些许误会 就不要再计较了 虽然你算是我前辈 但因北民仙山之机缘 却让我感觉到 我们之间的亲近 就无需只晚辈之礼了 你趁我问天便可 无耻 北民幽黄冷冷地 看着秦问天道 幽黄 你如此美貌 若是笑起来 必然人间失色 何必一直冷着脸呢 秦问天感叹一声 北民幽黄 彻底被这家伙的 无耻给打败了 只见这时候 小混蛋也清醒了过来 眼睛一扎一扎地 看着秦问天和北民幽黄 这两个家伙 有情况啊 你是不是喜欢这美女呀 只见小混蛋 悠哉悠哉地走了出来 呃 秦问天瞪了小混蛋一眼 道 你这小混蛋懂什么 我和幽黄渊源很深的 又岂是你能理解 小混蛋的眼睛不断地打转 显然是不幸的 北民幽黄看着小混蛋 眉眸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看什么 虽然你长得漂亮 但我可不会被你诱惑到 我知道你想要我身上的传承 但要我给你的话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混蛋开口道 他和北民幽黄都知道对方身上 有凡天大地的传承 什么条件 北民幽黄问道 我家问天天赋异禀 又跟着本王一起修行 将来必一桶鲜玉 成就无上尊贵之位 你嫁给问天为妾 我将传承赠你如何 小混蛋昂着头说道 轰的一声 一股寒意瞬间笼罩这片空间 秦问天打了个冷颤 暗骂这混蛋 这都敢说 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 这次惨了 北民幽黄眼神寒冷无比 盯着小混蛋 他北民大帝之女 北民先朝的公主人物 北民先朝历史第一年轻的先帝人物 光环何等的耀眼 且不说他还有惊世之美貌 这混蛋妖兽 竟然让他嫁给秦问天为妾 小混蛋哆嗦了下 躲在了秦问天的后面 低声道 好冷啊 美女你不答应也不要生气啊 本宝宝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 不是本王呢 北民幽黄声音寒冷至极 开玩笑的呢 是不是 小家伙身体变成了雪白的小妖兽 探出个脑袋来 非常可爱 让人不忍对他下手 对 小混蛋比较调皮 幽黄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秦问天颤颤的说道 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 这玩笑都敢开 他也只是隐晦的调戏下北民幽黄 这混蛋倒好竟然说要北民幽黄嫁给他为妾 这要是被北民大帝给听到了 非得直接宰了他 就是 美女 我这就将传承给你 也不用你答应我什么条件了 只要你记得本宝宝的好就行 至于你和问天的事情 做妻也好 做妾也好 本宝宝就不管了 小混蛋奶声奶气地说道 使得北民幽黄美眸闪烁 你说的是真的 我娶你传承 你承受得了 你太小看本宝宝了吧 小混蛋身体一闪 跳入北民幽黄的身上 北民幽黄将他接住 只见小家伙朝着他的怀中拱了拱 懒洋洋地躺在那 像是格外的享受般 还对着秦问天扎了扎眼 让秦问天一阵目瞪口呆 畜生啊 本宝宝这才知道 梵天大帝和我同族 而且 本宝宝可是这一族的王 他梵天大帝的传承 如今我可以直接觉醒 哪里还稀罕他的 而且 我可以主动传给你 不会对我造成伤害 小混蛋直高气昂地说道 姐姐 你长得真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呀 秦问天一脸的黑线 彻底被打败了 他发现 此刻没他什么事了 抬起脚步 秦问天朝着神山山壁方向走去 身后传来一道 略变得柔和的声音 北明幽黄 幽黄姐姐 小混蛋奶声奶气地喊着 秦问天脚步有些不稳 这混蛋 比以前更猥琐了 看来 这是要长大呀 吞天兽 乃是最为罕见的妖族圣兽之一 非常稀少 哪怕是蛮荒之地都一样 没想到 梵天大帝竟是吞天兽 吞天兽的王族 更是没有过记载 这小家伙 他是吞天兽之王 看来 你运气不错 只是 没想到吞天兽的王族 竟然如此可爱 男皇女帝的声音传来 秦问天看向女帝的 女帝前辈 这小家伙从小就调皮 喜欢说大话 谁知道是不是王族 应该是真的 妖族的一些高血统种族 越是到后期 越表现得可怕 进阶高的时候 才觉醒血脉 以及神通能力 这家伙这么晚才觉醒 想必血统极为高贵 将来 这有可能如传说中那样 吞日月星辰 女帝的声音 使得秦问天 感觉有些不真实 看向北民幽黄怀中的 小家伙 这可爱猥琐的小混蛋 怎么看都不像是 那种传说中的 超级可怕打腰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 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 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39集 当然 若小混蛋真的是吞天兽的王族 秦问天自然为他高兴 此次觉醒之后 小混蛋出去 必然是更加的强大可怕 女帝前辈 我去山壁看看 秦问天的 男皇女帝容颜无双 气质超凡 然而 他自不可能 去和北民幽黄那样随意 去吧 你既能够觉醒血脉 必然能够在这里 有不少收获 女帝含笑点头 秦问天微微寒手 走向山壁之处 看那些超强的大妖圣兽 龙族诸多大妖 古凤 朱雀 玄武 麒麟 白虎 饕贴 混沌 等等诸多圣兽 尽皆存在于山壁之上 还有一些极罕见的圣兽 秦问天走到金翅大鹏鸟图向前 目光凝视其中 随后 他的意识渐渐沉入到其内 他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一副惊人的画面 那里有一尊金翅大鹏鸟 他拥有大鹏急速 穿梭于天地之间 横跨空间距离 不受任何控制 他羽翼如同世间最锋利的利剑 能够斩断一切存在 所过之处 天地都仿佛被劈开成两段 那利剑无坚不摧 无所不迫 他眼眸凝视前方 双翼挥动 能够铸造可怕的空间风暴 绞杀一切 他拥有诸多不可一世的神通之术 拥有强大无比的天赋神通绝学 仿佛进阶能够在此感悟的 秦问天安静感受 如今血脉已经初步决心 他能够修行 邪神族的力量 也就意味着也可以修行其他大妖种族的神通力量 若是属性契合 甚至可以修行血脉绝学 大鹏的天赋绝学 他或许无法修行 但他一直修有大鹏身法 在此领悟 能够让他感悟更深 虽没有办法能够和金翅大鹏鸟比肩 直接穿梭虚空 横跨距离进行顺移 但身法修行强大 依旧对自己是有大的帮助的 如此机会 他自不能错过 秦问天沉静其中 许久之后 方从其中脱离 随后 他继续看向其他的圣兽大妖 寻找是否能有适合 他修行的神通手段 这是向妖吗 秦问天找到了一尊 强大可怕的圣兽 是向妖一族 不过 此相犹如神相般 乃是相族之王 他身躯无比庞大 犹如一座远古的巨山 他浑身犹如金属铸镜 秦问天意识沉入其中 这神相他发出了一声相鸣 天地接铲 他四体踩在了大地之上 顿时秦问天生出了一种感觉 一方天地都被镇压笼罩 犹如有无上之力量降临一般 沉重无边 随即神相继续踏步 天崩地裂 一切进阶要被镇压摧毁 灰飞烟灭 好强大的神通 一方天地都仿佛被镇压了 还有超强的重力 若有对手在其中 会被镇到无法动弹 被击毁杀死 秦问天心头一颤 他擅长励之规则 镇压规则 又擅长霸道魔道规则 攻击由剑之规则 毁灭规则辅助 若能够以神相的天赋神通 铸就规则领域 必然能有惊人威力 即便无法完全震杀对手 在辅佐邪谋规则领域 以及神之手规则领域 威力也会更加可怕 想到此处 秦问天开始认真修行 感悟 又一次沉浸于修行之中 无法自拔 这一修行 又是很长的时间 到了先王境界 想要通过血脉之力 再借自己修行的规则之力 模拟大妖的血脉天赋神通 铸就规则领域 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自然要长时间的领悟 而且随着对规则领域的领悟探索 秦问天对规则力量的运用 以及对规则力量本身的认识 也越发的深刻 许久 秦问天铸就第三规则领域力量 以血脉力量辅助 能够将这规则领域发挥到最强地步 他称之为神像规则领域 如今 秦问天领悟的规则领域已有三种 神之手规则领域 邪谋规则领域 神像规则领域 各具不同威力 在先王这一境界上 越走越稳 他继续修行 感悟各类大妖超强智能 不仅是他 那些人类超凡五命修饰 也在此感悟 不肯离去 皆都有所收获 秦问天 他看到了一些罕见大妖的能力 譬如 他见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妖兽 梦默妖兽 此妖能够吞人梦境 让人的梦重现 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这种天赋神童无比奇妙 虽然不是具体攻击手段 但其威力依旧惊人 然而这种天赋能力 秦问天却无法修得 无处着手 他只能继续感知其他各类神童力量 时间过得极快 不知不觉中 距离神山开辟已有三年时光 秦问天他们一直在这神山中修行 没有离去 只见此时的秦问天 坐在神山神像身影之下 静静体悟这些日来得到的 感知到的各种天赋力量 以及妖界神童之术 凭借万法路 以及当年在天道圣院中修得的禁墓之术 他坐在那里 就能够自行演化神通力量 在秦问天的意识当中 他正在演练一种剑法 剑目悬浮于空 他的身影手持利剑 剑中由一股奇妙的气息弥漫而出 犹如梦幻 又有极为霸道的魔威 秦问天身体动了 他身影犹如一尊大鹏 身法快若闪电 一剑出 犹如梦幻般 像是虚幻之剑 梦魔之剑 让人感觉不真实 但剑光展落之下 却由可怕的音爆之音传出 隐隐有金翅大鹏力爪 扣杀天地之士 快若闪电 霸道绝伦 然而剑法瞬间变换 仿佛一击不中 第二剑瞬间击出 这一剑风格陡变 不再是斩 而是直刺而出 依旧如梦似幻 会令人生出错觉 但不变的是 剑势之快 以及霸道 还有震杀一切的音爆 好似一尊神像的攻击 威力无穷 剑未停止 第三剑 一往无前 犹如真龙出世 摧毁一切 破开天地 三剑之后 秦问天身影停下 三剑连贯 剑法每次都变 要融会贯通 果然并不容易 不过此剑术若成 威力必然惊人 若再以神之手的力量催发 攻击之强 必然罕见 秦问天心中暗道 这剑法乃是 他以这些日来的领悟 自创而生 威力霸道绝伦 每一招剑法 都像是大妖神通 再斧之以剑 非常可怕 而且 这剑的灵魂 乃是由梦默大妖的 天赋神通 演化感悟而来 拥有梦默之力 剑法基出之时 对方会生出梦默 陷入不真实的感觉 若是规则力量 以及意志不够强大的人 一剑足以击伤 此剑法 他命名为梦默剑法 和大妖梦默同音 还未完善 他继续休息 将诸多大妖之能 全部融入到剑术之中 随后不断使之 蜕变完善 成为连贯 随心所欲的剑招 能够配合自己 强大的身法 随心所欲的绽放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人类舞修比妖兽的天赋 就在于悟性 自然要好好利用领悟之力 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秦问天还修行完善 自己的刀法以及击法 相互印证不断进步 若是停滞不前了 他便起身观物神山山壁 继续感悟一番 如此反复 他的修为不断进步 能力一点点的增强 对规则的运用越来越强 规则本身的进步 也是惊人的快 当然 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 没有人知道 他进步了多少 他领悟了什么 一切都是在脑海中 自行推演而生 但这里的大妖 以及人类 都进步很大 一些大妖 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觉醒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 神山的开启 早已传遍了蛮荒 以及仙雨 对于神山诸人 从震撼转为瓶颈 虽然依旧有些忐忑 但神山之中修行的大妖 都还沉浸于其中 他们知道应该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大妖才会完成这次蜕变出山 而不是一时半刻 这些年来将传承给了北明幽黄的小混蛋 他和北明幽黄的关系极好 时不时的蹦入北明幽黄的怀中玩耍 还会躺在北明幽黄的胸前休息 简直让秦问天目瞪口呆 对这家伙是无比的崇拜 有些妖天生就会迷惑女人 哪怕是那些祸国殃民级别的美女 也逃不过她的腰中 更让秦问天气愤郁闷的是 这妖她无耻泡妞的时候 修行竟然丝毫不落下 进步神速 这种妖族与生俱来的天赋 简直让人嫉妒 当然秦问天本身的进步也是极大 这一日 坐在神山神像身影之下的他 正沐浴着神山的光辉 神山之巅 天穷之上 还有可怕的规则力量 随光辉一起落下 进入他的身体之中 一股强大的规则气息 从他的身体之上弥漫而出 这一刻 北明幽黄目光居然间一闪 朝着秦问天望了过去 随后 他看到秦问天俊逸的容颜上 勾勒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在神山光辉之下的面容 仿佛有着一股魔力般 非常吸引人 但北明幽黄 倒没有在意他的容颜吸引人 因为 在秦问天的身上 他竟然感知到了 破入中阶先王的气息 这修行速度 北明幽黄有些心惨 这家伙 是上次在北明先朝的规则 仙山中 踏入先王境界的 这才多少年 竟然一路破境 到了中阶先王 这固然有神山的作用 以及他的血脉复苏有关 但依旧让北明幽黄 感到一阵心惊 他上次说自己修行 不足两百年吧 这样修行下去 他岂不是要三百年内称帝 秦问天修为 的确踏入了中阶先王 只不过 只是刚刚踏入这个层子 腰神山七年时间 这七年来 他经历了血脉的初步觉醒 能够真正意义上 掌控那血脉力量 沐浴神山光辉 再加上他领悟的规则领域 创造神通力量 种种进步 皆都需要借助对修行 规则力量的感悟 进步极大 可谓一日千里 远比在其他地方 修行要快许多 因此 他仅仅只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踏入了中阶先王层子 堪称一个奇迹 这是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 他继续修行 感悟规则力量 安心领悟 稳固自己的境界 凡是踏入这座神山宫殿的人 没有一人离开 他们都知道 这是何等难遇的机遇 除非神山自己消失 否则 他们断然不可能放弃 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地境强者都舍不得走 强如女帝都在感悟神迹 更何况是王静强者 甚至 他们各自修行自己的 尽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强 甚至极少有相互间的交流碰撞 抓住机会强大自身才是王的 神山开启的机会 不会有第二次 宫殿之外 神山古路之上 不知有多少强者 他们依旧在尝试着闯神山古路 想要走到尽头 过到神山其他地方寻找机缘 蛮黄妖兽当然不会离开的 越聚越多 哪怕是人类午休 都比当初更多了 先遇来了很多强大人物 妖神山僵士的第十年 这一日 神山震动 天穷之上 仿佛有一变 无数人抬头看向虚空 随即 他们就看到来自天穷的光辉 渐渐暗淡了下去 瞬间 一切发生了连锁反应 这天穷的光辉 乃是神山之光辉 光辉暗淡 神山也渐渐暗淡 一路往下 渐渐的传递到了宫殿之中 神山之巅的宫殿突然间变暗 里面的人进阶震撼的抬头 随后 他们看到那神像身影 也暗淡无光 犹如最为普通的雕像 再然后 宫殿山壁的雕像 暗了下去 不再有灵气 也不再传承着强大的妖族伐术 变成了石雕 普普通通的妖兽雕像 没有了奇异之处 神山 那些蛮荒大妖 内心震荡着 他们的圣地神山 就要这样消失了吗 光辉不在 神山化作了一座普通的高山 虽然极高 但不再是奇迹之山 宫殿外 石墙之上 不再有妖兽出来 在外疯狂咆哮战斗的妖兽 忽然间全部石化了 化作了一尊尊妖兽雕像 让那些战斗的珠墙都愣住了 一切是如此的突然 这还没有结束 这股力量一路朝着古路下方蔓延而出 速度极快 古路之上的一切奇迹都消失了 妖兽石化 古道不再有光泽 传承的古树枯萎 古路不再有神话 随后是整片辽阔无尽的神山大地 犹如被黑暗侵蚀了般 一切的奇迹都消失不见 那些能够让大妖进化的草木 全部枯萎 十年 神山消失了 化作了普通的高耸山脉 无数妖兽抬头看向天穷 目视着神圣之地的离去 他们怅然若失 甚至有诸多妖兽匍匐在地 发出乌烟的哭泣之声 这是妖神山呢 他们蛮荒十万大山的传说 蛮荒的奇迹就这么逝去了吗 神山终于消失了 无尽辽阔的地狱 诸多人类竟然松了口气 这十年来 四处都说 蛮荒大妖崛起 进化蜕变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却无能为力 也无法进行蜕变 每一次 蛮荒的实力都在变强 他们有强大的危机感 好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神山消失 一切将归于平静 希望这蛮荒的大妖 都能够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不会进攻仙域 当然 或许这只是一个奢望 哪怕蛮荒大山的诸多大妖 不进攻仙域 但他们已经暴露在仙域面前 诸多强大的王族 已经走了出来 想要让他们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神山之巅的宫殿中 女帝安静地看着 这一切的发生 她依旧风华绝代 容颜轻视 犹如九天神女 她站在那儿 只是轻轻地一探 果然是神迹 如今 神迹消失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41集 可惜了 本爸爸还没有修行够呢 小混蛋有些郁闷地说道 情问天翻了翻白眼 瞪了小混蛋一眼 这混蛋家伙 在神山消失的数月之前 再次进化 成为了一尊中阶险王 画了一个境界 收获比他还要大 竟然说还没有修行够 更要命的是 这家伙真的努力修行了吗 他纯粹是在靠自我进化吧 大多数醒来的时间 都看到这混蛋 赖在了北明幽黄的身上 不过小混蛋进步这么大 情问天也能理解 毕竟这家伙的血脉 真正意义上 是在此次觉醒了 沐浴于神山光辉 他发生了蜕变 成为了真正的吞天兽 身为超凡圣兽大妖的他 得到的好处自然远胜人类 情问天虽然拥有强大的大妖血脉 但实则得到的好处并不算太多 只是血脉真正能够掌控了而已 没有能够进化 也许这神迹都根本无法让他的血脉进化 哪怕是此刻 情问天都依旧不知道 他体内流淌着的血脉 是哪一种族的大妖血脉 焚变天赋 似乎能够让他修行任何大妖种族的妖术神通 极为不凡 秦大哥 只见炼狱朝着这边而来 他化身为人形 那身材火辣 身穿火红色衣衫的妖魅炼狱 再次出现了 如今已入王进的他 气质自然也更加不凡 身上的魅力更大了 浑身上下无不充斥着妖女的魅惑力量 炼狱 你的修为也稳固在出街王进后期了 很不错 情问天微笑着点头 还是没有秦大哥修行快 炼狱娇媚一笑 极为动人 他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魅力有多大 小炼狱 我们之间还是有差距啊 小混蛋昂着脑袋道 情问天直接给了这家伙脑袋一下 滚蛋 滚就滚 哼 小混蛋奶声奶气地说了声 随即跳入了北民幽黄的怀中 躺在那软绵绵的胶躯之上 用示威的眼神看着秦问天 对自己的妖兽伙伴威风什么 北民幽黄冷冷地看了秦问天一眼 他轻柔地抚摸着小混蛋的身体 呃 秦问天一阵愕然满脸黑线 他看到了小混蛋伸出小爪子 在向他示威 我们出去吧 一道令人如沐春风的声音传来 女帝走到这边 对秦问天他们微微点头 嗯 秦问天应了声 随即朝着外面走去 诸人感叹神迹不在 也没再继续地留恋此地 纷纷走向外面 走出宫殿 外面有不少人 如今他们的仙念已经不再受阻 自然看到了里面的情形 也感受到了神山的变化 都露出了失望之色 神山的奇迹彻底消失不见了 古路下方 还有人闪烁而来 还未到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结局 但依然想要亲眼看看 这未曾走到过的神山之殿 游皇 北明大帝走了过来 女帝 南皇室的强者到了 问天 长青大帝 以及白无牙他们到了这边 小家伙 妖帝吞天兽到来 还有各大强者纷纷走来 甚至有一些仙域超强人物 尤其是那些走入了宫殿中的超凡天骄们的长辈 非常欣慰 受主 奇遇等数位斗战圣族的强者也走了过来 请问天 冷漠的声音传来 有天兰先国至尊剑派的强者到来 看到秦问天从神山之巅的宫殿中走出 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格外的难看 这其中就有至尊剑派的超凡天骄人物上官剑衣 他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秦问天做到了 你怎么在里面 裴青看到秦问天神色遗憾 怎么会 他一直没有离开 不断尝试着突破踏入宫殿中 但他绝没有看到秦问天进去过 他是那头大鹏鸟 有声音说道 顿时一道道目光朝着秦问天射来 这家伙就是那头大鹏鸟吗 什么大鹏鸟 他是仙玉东部迁遍仙门的秦问天 长青大帝的女婿 这家伙初阶先王静界 幻化为一头鹏鸟 和两头妖兽联手闯入了里面 简直猥琐卑鄙至极 秦问天笑看着诸人 丝毫没有在乎诸人的言语 如今知道了又如何 神山之巅的宫殿 他已经进去了 修为进步 静界踏入了中阶先王 铸就了两大规则领域 领悟强大的神通力量 他化身大鹏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岂会在乎这些人如何看他 力量才是他所追求的 你就是那头畜生 只见一位太阳圣教的中阶先王存在 神色铁青 身上有太阳之火若隐若现 那大鹏鸟瞒天过海 还曾讽刺过他废物 他还在压制境界的时候杀了你那同辈之人 一尊大妖冷淡地说了声 那太阳圣教强者太阳之火 疯狂地燃烧了起来 你杀了我师兄 太阳圣教甚至被诛杀了 咽得下这口气吗 天兰歇国强者怂恿道 秦问天 几道恐怖的笑声传来 只见一尊尊庞大的白虎大妖冲来了这里 盯着秦问天道 就是你在天道声援中以白虎肉为食 秦问天的目光扫了周围诛强者一眼 没想到神迹消散 刚从神山宫殿中走出 便有如此多人想要找自己的麻烦 太阳圣教强者 白虎族之人 以及一直寻他麻烦的天兰仙国 以及至尊剑派等诸多强者 滚 秦问天目光冷视白虎族一眼 白虎族强者怒吼 煞气滔天 然而这时候 秦问天身边出现了不少强者 白乌鸦的气势微微释放而出 长青大地安静地站在那 双方的实力都强得惊人 谁敢乱动 秦问天又扫向了太阳圣教之人 眸子中杀意强烈 正是此太阳圣教之人 诛杀了那头老鹏王 秦问天扫向对方 含义释放 好天被他诛杀了 只见一尊强大的太阳圣教人物降临 地微恐怖 太阳之火仿佛要坟灭天地 咆哮于这片空间 之前那位杀到后面的太阳圣教人物 乃是太阳圣教圣子 天赋极为杰出 竟然被人诛杀了 嗯 诛杀老鹏王之人点头 你敢杀我叫圣子 太阳圣教先帝往前迈步而出 手掌朝着前方一抓 一轮烈日出现 朝着秦问天笼罩过去 你找死 长青大帝往前迈步 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激荡而出 烈日焚碎 长青大帝的地微席卷 长袍飘动 嗨 大家好 我是韩寒 在剧中饰演凡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42集 长青 那先帝看向长青大帝 他杀我叫圣子 你要保他 好威风的太阳圣教 秦问天眼神冷漠 你们圣子要杀我 被我诛杀 先帝人物竟还有脸如此冠冕堂皇地对我出手 语气还这般强势 什么狗屁圣教 废教 就凭你 若非是用了卑劣手段杀得了我教圣子 先帝扫了秦问天一眼 对那陨落的太阳圣教圣子似乎极为自信 秦问天大笑了起来 之前此人也是如此强横霸道 当我面杀我朋友 自以为是仿佛天下无敌 至尊剑派天蓝仙国的人也都如此 一个个嚣张跋扈都像是无双人物 简直可笑至极 既然你们这般嚣张自认为无敌 就当着仙玉珠强的面一一挑战 同境界 谁要杀我我全都奉陪 被我诛杀 就闭嘴 滚 你找死 诛杀大鹏的太阳圣教强者吐出声音 刚踏入中阶先王境界吗 竟敢如此嚣张跋扈 那好 我就来将你诛灭 其余之人能确保不出手吗 哪怕是你已入中阶先王后起层次 然而杀你这种废物 也需要他人出声 秦问天傲然开口 深情一闪 身体腾空而起 冰冷地扫向至尊剑派和天蓝仙国的人 你们也不用挑拨是非 有胆自己滚出来战 不然就滚回去 丢人现眼 自取其辱 还不滚上来一战 秦问天朝着那太阳圣教强者冷喝一声 那太阳圣教强者狂笑 身体腾空而起 笑声狂妄至极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狂妄自大 不知死活之人 如此无知之人 竟然还能在仙玉东部有不小名声 简直可笑之至 我就来夺你贱命 说话之时 他身上烈焰滚滚 身后出现了一轮轮恐怖的太阳光束 如今神山没有了任何力量的压制 他中阶后期巅峰的气息爆发 何等的恐怖 那太阳之光笼罩天地 仿佛虚空都要直接在这股力量之下燃烧起来 领域外放 秦问天在这力量的正中心 领域力量释放至强太阳光 融化世间万物 分灭一切的威力 朝着秦问天身躯而去 虚空中呈现一幅极为可怕的画面 整片天地的温度都变得无比炽热 下方诸多强者释放气息 使用防御力量才能不受影响 看着那股可怕的画面 感受到其毁灭力之强大 哪怕是寻常的中阶先王后期人物 在这种毁灭威力之下 也要直接被焚杀吧 秦问天他刚踏入中阶先王层次 是哪来的勇气 敢挑战同镜之人 虽说是同镜 但他刚踏入中阶先王 怎么能够和那些沉浸在这一境界 已有多年的强者相提并论呢 轰的一声 秦问天身上的规则力量席卷而出 隐隐有一头恐怖的玄武身躯出现 妖气至强 浮光闪耀 笼罩着他的身体 那可怕的太阳规则降临 轻蚀防御力量 竟隐隐要将玄武防御 坟灭融化掉来 秦问天催发神之手之力 身上激荡出无穷的符纹 一道道光滑 冲天而起 不断融入玄武防御之上 刹那间 那玄武身躯变得肩不可摧 轻蚀而来的太阳生火 都无法继续 被隔绝阻挡在外 哪怕是中阶巅峰的先王人物 想要仅仅依靠规则领域 就毁灭秦问天 根本不可能 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嘛 看来你在神山宫殿中 进步不朽啊 太阳圣教强者 冷笑一声 然而 依旧带着极强的自信 他的境界 何止比秦问天高一筹 上 只见他手掌一握 顿时那太阳规则领域之中 射出无尽赤红的太阳利剑 穿透一切 痴痴的声响传出 撕裂了玄武防御 同时他自己踏步而出 手掌举起 一柄璀璨无边贯穿天地的太阳剑 出现在了手中 每一缕光滑都刺人眼眸 直接朝着秦问天挥动 斩杀而下 顾此一声 一剑路 铺开了空间 贯穿了玄武神规 直接以霸道的姿态切开了 要夺秦问天的性命 将它斩为两半 好强的剑 此剑是神兵 乃是由太阳圣教的秘法 以太阳之力积累而成 完美的契合他们的能力 而且 这剑的品阶 和它修为境界相当 这样并不属于接力 诸人看到此剑 有人隐隐感觉 秦问天已经无法接住此剑了 但就在这一刻 剑影 妖剑朱 似有龙笑 又有凤鸣 又如大鹏之力笑 在太阳 剑光展落而下之时 秦问天 竟直接刺出了一剑 这一剑无比的霸道 妖气恐怖 莫威滔天 能够镇压一切力量 天地都仿佛颤动了下 那太阳 剑光 生生的 被震碎掉来 东的一声 秦问天 眉心之处 仿佛出现了第三只眼眸 刹那间 恐怖的毁灭之光出现 化作毁灭漩涡 直接错乱空间 将太阳圣教强者 卷入其中 对方神色一宁 太阳利剑连续挥斩而出 祸开漩涡 几乎在同时 秦问天继续踏步往前 虚空震荡 一股沉重无比的威压 降临于这片空间 他每踏出一步 那股力量就变得更加强 上 秦问天 吐出一道声 顿时沉重无比的 规则领域之内 隐隐有一尊 恐怖无边的巨大神像 踏天而行 将这片天地镇压 悠悠无尽毁灭魔剑 从天而降 震杀而下 诸向太阳圣教的强者 好强的规则领域力量 诸人一阵心惊 这强大的规则领域结合 竟然将太阳圣教的强者 困在其中 那人身上 爆发更为赤圣的太阳光 却在这时 秦问天 犹如一尊大鹏鸟般 凌空而至 一箭刺出 看着那一箭 太阳圣教强者 只感觉生出了一种错觉 天地变幻 犹如梦境 沉入他自己的梦中 然而 他却真真切切地知道 他在战斗 一声大鹤 他从梦境中挣脱出来 剑一致 毁灭之威 疯狂吞噬而来 他本能地斩出一道利剑 和秦问天的杀来的剑 碰撞在了一起 哼的一声 秦问天 剑如龙 龙笑震天 摩威浩荡 两柄剑疯狂碰撞 太阳圣教强者 一声大鹤 太阳之火从口中喷吐而出 秦问天 浑身磨微滚滚 互助身躯 无尽规则流转身躯 妖意无比 邪眸卷动 使得对方沦陷其中 身体一点点地扭曲 被毁灭的剑威 不断地穿透身躯 发出了惨叫之声 只见太阳圣教强者 浑身燃烧起更强大的火焰 仿佛是在垂死挣扎 坟灭周围一切力量的侵蚀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43集 肺 一道冰冷的讽刺声音传出 伴随着声音落下 邪谋更加可怕 杀戮剑气化作了一道道细小的光点 疯狂地穿透对方的身躯 一点点的撕裂为虚无 彻底的诛杀掉了 轰得一声巨响 太阳之火燃烧 化作了无尽火焰 洒落于天地之间 诸人抬头看向虚空的勤问天 内心极为震撼 出入中阶先王境界 他的攻击力 怎么能强大到这等的地步 那种威力太惊人了 甚至是规则领域之力量 都是极为害人 太阳圣教的先帝强者 目视虚空 杀念可怕 败了 中阶先王巅峰的太阳圣教强者 不仅败了 而且殒灭 当场被秦问天驻杀 这简直是打他太阳圣教的脸面 这 也是用手段阴谋杀你太阳圣教的强者吗 秦问天眼神朝着他望去 毫不客气地说道 究竟是谁自以为是 哪怕是先帝人物 依旧蜀目寸光 认为自身无敌 可笑之至 你 那先帝身上太阳之火扶摇而上 却见一道淡漠的声音传出 还不嫌丢脸吗 太阳圣教强者看向说话之人 一绝美的身影 赫然乃是南皇室女帝 秦问天已经说了 要同境战 奉陪 你们可以随意派人出战 若是实力不如人被人诛杀 你们不顾脸面出手报仇 也没什么 只是 我奉陪便是 南皇女帝平静的声音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轰在那些想要诛杀秦问天的人 耳膜之中 南皇女帝的声音 这应该能代表 整个南皇室的态度吧 南皇女帝的声音 使得虚空寂静 哪怕是天蓝仙国 和至尊剑派的强者 都心头震荡 脸色极不好看 这是女帝的声音 南皇女帝何等人物 先遇南部南皇室的领袖人物 之前他们对付 长青仙国之时 虽然南皇室也有出手过 但那时候出手的 不过是南皇孤红 一位守护圣女 即便是先帝强者 但依旧不能说代表了南皇室 这就如同 白虎族曾派遣出先帝 去先遇东部 擎拿诛杀秦问天 最终失败 便没有了后续动作 显然 其决心不够强烈 因为那不是整个 白虎族的意志 南皇孤红他们 守护秦问天 也是如此 虽然有南皇室的 一丝态度在里面 但却无法说 是整个南皇室的意志 然而 此刻女帝表态 意义非凡 她一人 就能够代表 南皇室之意志 太阳圣教的强者 更是愤怒无比 南皇女帝 强势插手其中 想要强杀秦问天 几乎不可能做到 身为南皇室的领袖人物 南皇女帝顶级贤帝 名正先遇已有多年 如今实力 不知会有多强大 她既然已经表态 如何能杀秦问天呢 两位太阳圣教的天教人物 被诛杀 尤其是之前一人 更是太阳圣教圣子人物 这笔仇恨 若是就此放过秦问天 她又如何能够甘心 好 既然女帝开口 我太阳圣教便给南皇室面子 然而 既然她说要挑战 同镜珠强 各位如此多强大势力都在 天骄如云 莫非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太阳圣教先帝目光一闪 望向在场的诸多顶级势力强者 白狐族 天兰仙国 至尊剑派 都要杀秦问天 如今 她太阳圣教 败北 有天骄被诛杀 这些人 难道不该表态站出来 那样的话 他们自己也没面子吧 我来杀她 一道低沉的嘶吼声传出 只见从白狐族的诸多强者当中 走出了一尊中阶顶级的白狐妖王 他化身为人形 却依旧透着强大至极的白狐煞气 白皙的皮肤又隐隐闪烁着金色的光泽 给人极强的威胁感 我来杀她 又有一道锋利声音传出 诸强者目光转过 看向了另外一人 那是至尊剑派的强者 上官剑衣 中阶顶级先王天骄 战斗力极为强大 剑法无双 之前她见秦问天 竟然以剑术诛杀太阳圣教强者 她倒要看看 在她的剑下 秦问天的剑 如何能够称之为剑 她羞辱我天狼无人 岂如此 我成全你 沙天 就是她祭拜了你 打尽了你的锐气吗 一位天兰仙国的超强先王 往前迈出一步 隐隐有镇压天帝之威势 可怕到了极点 人群之中 有九皇先国的强者在 一位先帝人物 对着黄沙天问道 黄沙天看着自己的老对手 只感觉心中悲态 他努力修行 试图重新能够将秦问天击败来 却没想到 秦问天走得如此的快 越走越远 他已经是天赋极为出众的存在了 这才多少年岁月 他强势踏足了先王境界 为的就是求得对秦问天的胜利 如今神山降临世间 当神迹消失的时候 秦问天终结先王 这种修行之速度令人绝望 我不如他 黄沙天闭上眼眸 发出了一道极为痛苦的感慨 他一生无双 在九皇先国同辈 一直无人能够比肩 甚至在前辈之中 少有人能够相提并论 天道圣院开 他认为属于他的时代 终于降临 他也确实瞩目无双 直到他遇到了秦问天 他命中注定 似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以更加耀眼瞩目的姿态 从此后超越了他 随后一路将他甩在身后 让他心生绝望 沙天 你乃是我九皇宣国最为出众的人之一 怎能妄自菲薄 如今你武道之心 已蒙手沉口 而此人正是你的心魔 他不能留 只见那先帝人物 对着黄沙天开口说道 目光望向秦问天的时候 闪过一抹沙发之光 正是这仙玉东部的一个后辈人物 在天道圣院中 将他九皇仙国的年轻一代 三位最杰出的天骄人物 踩在脚下 三大强者中 黄有敌死 黄沙天到心受损 没有了以前那一往无前的锐气 无论是为了报仇 还是为了让黄沙天找回自我 秦问天都必须要死 我去替你诛杀他 只见旁边有一位中阶先王开口说道 他中年模样 身上气息磅礴 极有威严 只见他迈步而出 也朝着那边走去 杀气朝着秦问天所在的方向 弥漫而出 白虎族 至尊剑派 天蓝仙国 九皇仙国 诸多势力 先王强者 皆都迈步 走向秦问天所在的方向 仿佛要争谁 来诛杀秦问天 这一幕 引得周围无数强者聚集于此 凝望那从神山之巅 走下的青年先王身影 他一人 竟引得如此诸多大势力的先王 想要他的性命 许多大妖强者 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真是太有意思了 没想到在这里 能够看到一场仙玉的中阶仙王强者争锋 这若是放在寻常时候 绝对是一场盛宴了 哪怕是这里强者如云 仙玉以及蛮荒猪强都来了 对此战依旧是让人极感兴趣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呢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44集 裴卿默然地看着这一切 似乎想看勤奋天是怎么死的 勤问天的嚣张 他是领教过的 如今得罪了这么多大势力 这些人都有杀他之心 只见勤问天目光一扫 站出来想要杀他的身影 冷漠道 究竟谁来 此言一出 诸强者哗然 没想到他竟还是如此的狂妄 消给我吧 天兰仙国强者开口道 他身躯流露出极为霸道之意 强横无边 他的命是我的 至尊剑派上官剑衣 淡淡说道 身上剑衣疯狂席卷而出 杀意磅礴 他当年使我白虎族 必须付出代价 将成为我腹中之时 白虎族先王往前踏步而出 不肯让步 都想亲自要秦问天的命 秦问天看到一道道身影走出 竟放肆大笑了起来 他身体傲力徐功 气势席卷而出 身上神华流转 视天下英雄如无物 狂妄开口 不如你们一起上吧 免得那么麻烦 你说什么 天兰先国的先王大喝一声 秦问天的话 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 扰死 白虎族先王强者 眼眸珠喷出火焰 四大强者同时前行 我说你们四个废物一起上 省下我不少麻烦 秦问天重复说道 四人几乎都无法忍住 就要出手 然而又都顾及面子 没有直接杀法 否则就真的是围攻秦问天了 简直是耻辱 战又不战 滚又不滚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秦问天看着四人停下 讽刺说道 须得一声 上官见义 见弃外放 一剑斩出 虚空仿佛都被斩破 他的剑从秦问天身旁划过 可怕到极点 你可以找三个人帮忙 一起杀 上官见义冷冷开口 秦问天站在原地 动也未动 看着上官见义笑了起来 道 你也配 只见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 秦问天后面 小混蛋一摇一摆地 从空中晃悠而来 在这严肃的氛围中 显得格外的滑稽 问天 你怎么可以这么看不起人 别人都是大势力的天之骄子 好像都很厉害 你说一个人要占别人四个 这样别人怎么会答应啊 小家伙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 使得四人冷横一声 虽然他们本来就很废 但要是四个一起上 还被你击败 岂不是显得更加废物 你让别人面子往哪里放 都是大势力的先王 丢死人呐 猪人一愣 不少人甚至吃笑了起来 这小家伙可真够损的 哪来的小畜生 信不信我一口吃了你 白狐族的妖王低声吼道 吓死宝宝了 问天啊 要不我们一起上 这样我们两个对付四个 他们输了 面子上也好看点 小家伙奶声奶气地道 在这样的场合 他的声音显得格外的滑稽 不过秦问天却笑着点了点头 道 好 那就上吧 你先上 我为你鼓劲 小混蛋挥动着小爪子说道 嗯 秦问天点了点头 随即他体内一股 更加恐怖的气息绽放出来 哗啦啦的可怕声响传出 血脉奔腾 仿佛要燃烧起来 刹那间 一股无上的王者之威 君临天下 要万众匍匐 血脉天赋 焚变 这一刹那 秦问天身舟 笼罩着可怕的光幕身影 他的气息疯狂地攀升着 小混蛋烈嘴一笑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再加上 那毛茸茸的雪白身躯 更显滑稽 既然他们求死 成全他们吧 上官剑一道 嗯 既是他自己所求 不要说我等欺负他 懂说吧 几人淡漠说道 只见至尊剑派 上官剑一 朝着他这边 斩出一剑 只一剑 极致的快 劈开了天地虚空 降临勤问天面前 轰的一声 剑斩路 轰在了焚变血脉天赋的守护光幕之上 那光幕 隐隐化作了一尊玄武神龟身影 上官剑一的剑 竟破不开防御 这 诸人心头颤动了下 虽然只是随意的一剑 但至尊剑派上官剑一的剑 竟然连撼动秦问天都没有 细思极恐 真强呢 秦问天笑了起来 守护光幕 疯狂变化 妖气直冲云霄 化作了一尊巨大无比的神像 神龙的一首 秦问天往前踏步而出 虚空颤抖 神像规则领域释放 整片天地压抑到了极致 整片虚空都被镇压 无比沉重 四大强者眉头微皱 只见一股志强威压笼罩身上 隐隐要将他们压得无法动弹 东北上 秦问天踏步而行 那庞大至极的神像虚影 也随之踏步 虚空颤动不停 这片被镇压的天地 由万千毁灭剑光 从天而降 诛杀向四大强者 动手 四人都隐隐感觉到了 一股强大的威胁力量 顿时有一人出言道 话音刚落 上官剑一的规则领域便已降临 万千至尊剑威 笼罩天地 他身后出现了剑之心魂 手指朝着秦问天 猛然间一直点出 只一刹那 仿佛由无尽至尊重剑杀戮而出 发出了恐怖的呼啸之音 天兰仙国的强者身后 则出现了可怕的神像 由神像之王发出惊天怒吼 天地咆哮震动 天地间出现了一股可怕的场景 万象杀伐 践踏虚空 压踏天地 毁灭秦问天 白虎族强者以及九皇先国的中阶后期先王 纷纷发出恐怖的攻击 一时间 天地间充斥着一股狂暴至极的力量 要将秦问天的规则领域 以及守护神像直接碾碎 秦问天体内 焚变之后的血脉力量 犹如长龙般卷了出去 融入到了神像之中 神之手激发而出 那庞大无比的守护神像 每一个部位都闪烁着夺目的符纹光泽 不可摧毁 至尊重剑 天蓝仙国强者的万千巨像 白虎族的虎王 九皇仙国的黄道仙光杀发而至 轰在了神像躯体之上 砰砰砰的惊天巨响声不断 虚空狂暴震荡 神像身影颤抖 守护神像之上的无尽符纹 绽放出可怕的光泽 隐隐有一条条血色线条出现 仿佛是裂缝江线的征兆 但即便如此 这样的一幕依旧震撼到诸人无言 四大强者的攻击 竟然只是让秦问天的守护神像出现了一丝丝的缝隙而已吗 此子释放血脉力量之后 他的防御力是有多么的惊人 好强大的血脉手段 难道和妖界王族一样 这是属于血脉天赋的神通 诸人心头颤抖 只见秦问天继续往前一步迈出 咚的一声 巨大无边的力量震动着这片天地 四大强者只感觉身体更加的沉重 天地间呼啸杀来的巨剑和方天化吉 透着狂暴的魔威 还有毁灭和镇压的力量 蕴藏其中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45集 秦问天的脚步并未停下来 他连续踏步 磨微冲天 席卷天地而动 整片天地都被压着 你们要如何杀我 秦问天口吐声音霸道无比 犹如妖神后裔 军临天下 他脚步跨得极快 直接横跨空间 降临到天兰仙国强者身前 一拳出 守护神像完全和他手中的动作一起 发出攻击 犹如真正的神像 震杀而出 和天兰仙国强者对抗 天兰仙国强者大吼 手掌轰出了无尽光点 每一个光点都像是一尊巨像 强强碰撞 轰得虚空颤动 白虎妖王大吼而来 金色的身躯朝着秦问天的守护神像 轰杀而下 秦问天身边 只见一道幻影冲了出去 快若闪电 直接冲出了 秦问天的守护神像光幕 化作一头金色的吞天兽 浑身透着无上王者霸道乞丐 他张开口 刹那间吞天地之精华 吞万物之力 将白虎妖王的攻击 全部吞入腹内 若 许多不知道小混蛋本尊 乃是吞天兽的强者 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吞噬天地万物 这吞天兽的天赋 未免太霸道了些 吞噬了白虎妖王的攻击力量之后 小混蛋竟然瞬间就转身 对着那九皇仙国强者 发出的攻击吞噬过去 那片天地变得狂乱了起来 攻击到守护神像的力量 犹如一道道光般 直接被吞入小混蛋的口中 吞天王兽 金色漩涡 诸人望向那片暴乱的空间战场 小混蛋张口吞噬之时 天地会出现一片金色的符纹 化作金色漩涡 横跨了百里的空间 将一切力量全部吞噬 卷入口中 那么强大的攻击 他吞入体内 要如何消化呢 真正顶级的上手 天赋真的就这么可怕吗 哎呀 跟宝宝挠痒吗 这么弱的攻击 小白虎 你太弱了吧 你这样宝宝要吃你咯 小混蛋稚嫩的声音传出 将在场的白虎族的强者都气得是脸色铁青 他们白虎族也是强大的胜兽 竟然被这样羞辱 而且对方也是妖兽 简直岂有此理 白虎妖王连续发出三声咆哮 发出更强的白虎大妖神通之术 但小混蛋依旧疯狂的吞噬着 天地间铺满了金色的浮光 化作吞灭一切的漩涡 另一边 天兰仙国强者和至尊剑派的上官剑一 围剿秦问天 秦问天的守护神像都有了裂痕 上官剑一的攻击确实厉害 他站在虚空 身后进阶剑之心魂 手掌挥动间 万千剑光 犹如诸天星辰之剑 同时诛杀而下 疯狂落在秦问天的守护神像须隐之上 蒸蒸而鸣 那些杀伐而下的万千至尊剑 像是组合成了一可怕的图案 插在了守护神像的每一个角落 趁着秦问天和天兰仙国先王战斗之时 他要破了秦问天的防御 我这剑术 既然要组成超强剑术 人群心中惊讶 上官剑一果然可怕 不愧是至尊剑派的绝代人物 不过这秦问天更是可怕 血脉爆发之后 守护力量竟然强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比他高境界的强者 竟然需要清尽全力才能破开 只见那万千利剑化作的金色图案中间出现了一个点 上官剑一手掌一招 天地间万千剑之星辰光芒出现 一柄刺痛人眼睛的力剑降临 他直接朝着剑阵中央的那一点指出 刹那间整个剑阵都动了 而虚空那一柄诛杀天地之间横跨虚空 降临在守护神像之上 只见上官剑一口中吐出了一道寒冷声音 刹那间那守护神像出现无数裂缝 不断地撕裂开来 最终崩溃破碎 那剑阵也随之消失 秦问天的身影终于暴露在他们的面前 可以直接攻击到了 上官剑一迈步而出 一剑杀法 秦问天抬手一拳将之轰灭 却见上官剑一站在了高空之上 冷傲无双 道 失去了防御屏障 你如何抗衡 秦问天却忽然笑了起来 上官剑一眉头微皱 看着秦问天道 你笑什么 笑你无知 秦问天讽刺笑道 这么久才仅仅破开了我的防御 竟还洋洋自得 真为你至尊剑派感到耻辱 这样的人也是至尊剑派的绝代人物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刚才尝试了防御力量有多强 接下来就让你们领教下攻击 说着秦问天坟灭激发的气息 秦问天大笑说道 狂妄至极 这一刻上官剑一和天兰仙国强者神色僵硬在哪 看着那守护大妖只感觉浑身一阵冰凉 下方猪强者也都愣住了 这中阶先王顶级的战力人物竟然连他的防御都破不开 秦问天的守护大妖可持续释放 这意味着什么诸人清楚的明白 这意味着除非你的攻击能够在一瞬间破开他的防御 让秦问天的防御没有任何守护作用 否则的话他可以源源不断的防御 这还如何战胜 刚才只是陪你们玩玩而已 接下来该我攻击了 秦问天双手伸出 顿时无尽魔威笼罩天地 有万魔呼啸 神之手领域包裹着恐怖毁灭魔威 秦问天身周的守护大妖 则是化作一尊巨大的大鹏身影 犹如金翅大鹏鸟般 翁磊声 一道大鹏闪遍呼啸而过 秦问天的身躯直接消失不见 那守护大妖竟然像是一尊真正的金翅大鹏鸟一样 划过虚空 大鹏妖术击杀而出 雷霆万军 朝着天兰先国先王扑杀而下 那天兰先国强者踏步往后退 手掌往前一按 万象震杀而出 却见大鹏直接撕裂出一道口子 直接冲向了天兰先国先王的身体 直接无视了其他方向到来的攻击 防御力至强就是如此的嚣张 天兰先国先王大吼 却见大鹏冲到对方面前之时 突然间又变换为神像 伴随着秦问天一步踏出 空的一声恐怖巨响 震得天兰先国先王身体都无法动他 守护大鹏能够瞬间变换 甚至替代秦问天 发出攻击力量 犹如他本尊攻击一样 好可怕 人群心中想着 那上官剑一都在后面看着这一幕 内心掀起了惊涛 随后他看到神像踩踏天地 疯狂碾压向天兰先王 当对方全力以赴的时候 守护神像之内 秦问天祭出了一柄巨大乌边的魔刀 直接斩杀而下 这一刻 那魔刀斩破了虚空 秦问天一人 仿佛能够同时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 像是两个超级可怕的人物 在同时战斗 而且是配合完美的两人 嗨 我是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第1846集 当天兰先国的强者挡住神像镇压攻击的时候 中间出现了一柄毁灭魔刀 天地间仿佛有一道黑色魔刀闪电 劈杀而下 随即那天兰先国的强大先王 直接被一刀劈开 身躯炸裂 陨 一位中阶巅峰的先王人物被一刀劈杀 魂飞魄散 秦问天 霸道如斯 天兰先国朱强者脸色沉重 难看至极 一位中阶先王巅峰的人物 战力超强 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极大的损失 而且还是王族人物 他们挑衅秦问天 围攻秦问天 却被当场格杀何等的荒谬 此次必须要死 一定不能让他活着 秦问天越是强大 他们对秦问天的杀念就越强烈 随着双方的仇恨加深 秦问天必然会仇视他天兰先国 不能让他再继续成长了 他成长太快 先遇裁决之前 他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但这才短短多少年 他竟然已经能够杀中阶先王顶级人物了 而且伴随着他的成长 身边的势力也在变强 就连女帝都亲自表态 这要是继续留着秦问天 将来会不受控制 越来越难杀 另一边 小混蛋还在疯狂吞噬白虎族强者 以及九皇仙国强者的攻击 两大超强人物联手 想要快速杀死这吞天兽 竟然没有办法做到 而是看着秦问天在另一方战场驰骋 诸灭天兰先国的先王 随后转身面对着上官剑衣 此时的上官剑衣身上剑威依旧狂暴 周身有剑木护体 犹如剑中至尊 在他的身体周围 每一缕呼啸的气息 都蕴藏着强大的剑衣 但这一刻的上官剑衣 目光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之意 他看着秦问天 那双锋利的毛子 有着极为强烈的忌惮 再无一丝的侵蚀和狂傲 只见他双手凝硬 体内的血脉仿佛也咆哮了起来 天地之间呼啸着无边无境的剑之剑气 将浩瀚虚空笼罩 威压至强 使得浩瀚虚空变得无比的压抑 上官剑衣的双手凝结出无比玄妙的秘印 随即他一直指向虚空 只一刹那风云变化 上官剑衣付出一道声音 万物化剑 天地间的每一律灵气 仿佛都化身为剑气 朝着秦问天杀法而出 身为至尊剑派的顶级天才人物 哪怕是感受到了秦问天的威胁 但他依旧必须要面对此战 他不能退束 至尊剑派的至尊剑阵马 诸多强者心战 秦问天身上的守护神像依旧 弥漫着可怕的符文光芒 咚咚咚的震荡声响不断 力剑诛杀在光幕之上 发出恐怖声响 同时秦问天周围的虚空 不断有至尊之剑杀下 包裹着秦问天的身躯 数百里之地密密麻麻 仅仅是远远的看着 就足以让人心惊胆颤 嗡的一声 神像再度化身为朋友 双翼张鸽 犹如一道金色的闪电般呼啸而出 阴影有穿梭虚空之感 双翼比利剑还要疯 不断将这片浩瀚空间的剑斩断来 直接杀向上官剑一所在的地方 上官剑一见到秦问天前行 他双手凝结的鼓印 朝着秦问天击出 只见笼罩空间的无尽利剑 发出了可怕的力效之音 随即化作滔天剑阵 亮起了璀璨剑之图形 那图案璀璨到了极致 有一柄剑之虚影烙印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这一刹那 秦问天隐隐感觉自己被一股志强剑威牢牢锁定 他感受到了一股危机 看来上官剑一是要发动最强的攻击了 剑一不愧是剑一 至尊剑阵 召唤真正的至尊之剑 此剑即已将秦问天锁定 万千利剑之威将聚在一起化为一剑 无限杀不死他 至尊剑派的强者看到这一幕松了口气 为上官剑一而感到自豪 剑阵臣鬼神哭 秦问天已被锁定 再劫难逃 看着秦问天不断冲破剑之防御 杀向身边 上官剑一的眸子中 闪过一抹极为果决的意念 他眼眸望向虚空 怒喝道 至尊剑出万物皆灭 剑阵城鬼神灭 这一道话音落下 那可怕的剑阵召唤出了一顶无上利剑 此剑似从虚无中而来 又或者说只是一道虚幻的影子 若隐若现 直接出现在了秦问天的上空 有剑影映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牢牢将它锁定 此剑落 一定是落在秦问天的身上 没有任何悬念 这一剑将会将秦问天诛杀 喝 秦问天冷喝一声 顿时神之手规则领域中的无尽掌印 汇聚成一诛天大手印 合拢在秦问天的上空之地 杀 上官剑一大喝一声 杀念席卷天地 话音落下 无尽剑之图案发出了无穷光滑 召唤至尊之剑 一柄剑影从虚空而来 穿透一切和那巨大无比的掌印 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将之诛灭 第二 上官剑一再喝道 那庞大无比的剑之图案 光滑依旧璀 秦问天抬头 眼眸霸道无比 他一拳轰出 只见守护大妖化身天鹏 击出天鹏妖术 一尊尊大鹏鸟席卷而出 呼啸着朝天穷而去 和召唤而生的至尊剑碰撞 再次被破碎 第三上 上官剑一大喝一声 踏步往前 剑阵之威更加强烈 此剑阵威力无穷 没有休止 这是上官剑一 唯一能够诛杀秦问天的办法 只有这源源不断的最强攻击 才能无视秦问天的超强防御 秦问天疯狂攻击 挡住一切轰下来的利剑 但他知道剑阵不灭 这威胁便无法解除 我看你要如何等 上官剑一冰冷喝道 下方围观的诸多强者内心震荡 如此强大的一战 绝对是非常罕见的 难得一遇 这上官剑一的实力好可怕 比之前那天兰仙国的 中阶顶级先王战力 何者强大一筹 甚至不在一个层次上 秦问天听闻此言 瞳孔中闪过了一抹傲然至极之意 他血脉觉醒 增幅战力 何止强大双倍 再加上修德的绝学 种种神通 哪怕是上官剑一 修为比他高又如何 哪怕是剑阵超强又如何 他当一往无前 直接以利破之 欲杀他之人 唯有震杀诛灭 威慑诛强 谁说我要抵挡 秦问天大喝一声 天地间魔微翻滚 浩浩荡荡 魔神般的虚音出现 秦问天手中出现了一柄魔刀 他眼眸中意志志强 举起魔刀朝天批杀 一道黑暗闪电划破虚空 和到来的利剑碰撞在一起 一起毁灭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47集 简收 上官剑一冷冷喝道 任你攻击再强 我自一刀斩灭 魔刀意志变得更加强大霸道 无视一切存在 他手握魔刀 天地之力进阶呼啸而至 万剑之意都在乌烟 要沉浮于魔刀之下 喜 秦梦天又是一刀斩出 带着绝世刀意 斩灭了又一道剑尾 他脚踏天地 走向对手 距离上官剑一更近 上官剑一脸色难看之际 这样的剑 都杀不了他吗 我不是 上官剑一抬头说道 轰隆隆的巨像声传来 天穷上出现了一柄 巨强的剑 释放毁灭天地之光华 朝着下空诛杀而来 秦梦天手中的魔刀 激荡出最强的魔光 神指手催发而动 他眼眸望天 抬手斩出 八尊大妖随刀光一骑 呼啸地冲了出去 轰的一声 尖穷之上发出了一道 至强的碰撞 秦梦天面无表情 他看向前方的上官剑一 开口道 你要杀我 那么 你只能死 说着 他一刀斩了出去 上官剑一脸色惨白 他手中的法印杀出 剑气如龙 挡住秦梦天的魔刀 但几乎在同时 一缕无形的刀翼 直接穿过了一切 刺入了上官剑一的脑海之中 这一刻 他只感觉灵魂颤抖 身躯摇摇欲坠 身上的无穷剑碑 似也要消散灭掉 又是一道刀光 闪耀而显 上官剑一的身体 被拦腰斩灭 随即在那股 狂暴至极的力量之下 直接化为虚无 剑一 至尊剑派的人看到此结局 大吼出声 另一方 战斗同样无比的激烈 吞天兽大战两大强者 吞噬诸多攻击力量之后 小混蛋竟然对着杀来的白虎 烈嘴一笑 随即他张开口 发出了一声惊天大吼声 这一道吼声落下 无穷的杀伐力量 从他口中吐了出去 化作毁灭一切的风暴 直接将那头白虎大腰 淹没掉来 只有一刹那 那从他口中吐出的 无比可怕攻击力量 竟然有白虎族的力量 还有九皇仙国的力量 仿佛他将刚才他吞入腹内的攻击 在这一刹那间吐了出来 用来对付对方 生生地诛杀了一位白虎族妖王 这才是我族王族的天赋啊 这样与身俱来的天赋神通 只有王族拥有 不远处 一尊苍老的身影感叹地说道 无比的激动 哪怕是比吞天兽更强的力量 他都能够吞噬掉了 寄存于体内 提炼其中的力量 在需要的时候 还能够直接吐出来 化作攻击 不仅是秦问天厉害 一头妖兽 竟也可怕到这等地步 所有人都被深深地震撼着 不好 九皇仙国的强者吼道 他们看到秦问天和小混蛋 一起朝着唯一剩下的九皇仙国 先王杀了过去 休战 九皇仙国先帝一声冷喝 想要阻止战斗 放肆 南皇女帝冷喝一声 一头凤凰虚影直接出现 挡在了他的面前 不允许有人打搅这场对决 没有片刻 只听一道惨叫声传来 九皇仙国的先王 殞灭 四大强者 进阶被诛杀 秦问天和吞天兽 傲力虚空 不可一世 只见秦问天深情一闪 来到了吞天兽的背上 后面的炼狱也深情一闪 身材火爆 美丽动人的他 乖巧地站在秦问天身后 还有谁要挑战的 奉陪到底 来多少我杀多少 不敢来就滚开 秦问天大鹤说道 吞天兽朝前而行 无视一切 准备离开神山之地 神山古道强者如云 先帝妖帝都有不少 然而此刻的风云人物 却是秦问天 他刚踏入中阶先王不久 竟然挑战四大顶级势力的 四位超凡中阶巅峰境先王存在 和他的妖兽伙伴一起 将四大人物全部诛灭 一个不留 刚才那一战 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他的血脉力量 神通之术 还是规则领域 都强横无比 威力无穷 这样的战斗力 绝世无双 还有那吞天王兽 太可怕了 实力惊人 拥有无上的潜力 将来若是等到他成年 不知道会有多可怕 成长到妖帝境界 怕是蛮荒十万大山的各大圣兽王族 都要望而却步 无法抗衡 好在吞天兽极为罕见稀少 不成种族 保护这头吞天王兽的 只有一尊吞天兽妖帝 但也是极为恐怖 庞大的身躯 九颗头颅 一眼望去 就令人感到可怕 有意思 和秦闻天一起踏入过神山之巅的一些强者 面露笑容 不愧是能够踏入神山之巅宫殿中的人 战力就是非比寻常 铜镜足以横扫 紫玉 你倒是没有看错此子 他果然厉害 如今已经超越你不少啊 江氏一脉强者聚集之地 江子华对着江子玉说道 嗯 江子玉点头 他天赋超凡 但依旧被秦闻天渐渐甩开 不过他也并不气馁 他相信 自身天赋非常强的 只要稳固前行 将来先遇 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九皇先国方向 朱强愤怒 黄沙天站在人群之中 看着那非凡身影 心中无言 且不说秦闻天 就连秦闻天的妖兽伙伴 都已经超越了他 这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 再想要对秦闻天完成超越 怕是不可能做到了 他身旁的先帝 看了黄沙天一眼 脸色不好看 他之前见黄沙天气馁 因此让一人去诛杀 秦闻天 希望能够让黄沙天 恢复坚定信念 去不断探索先道 攀登巅峰 然而 事与愿违 不但没有能够诛杀 秦闻天 反而成为了 秦闻天的舞台 他一人光彩夺目 压倒各大势力天交 于神山古道前行 宛若无双人物 人间罕见 秦闻天和小混蛋 一路往前而行 有南皇女帝 以及长青大帝等强者在 也无先帝敢轻易动手杀人 否则 女帝和长青大帝 若是愤怒 同样可以扫荡他们 各大势力 可是都来了不少人 一旦挑起战火 都会很惨 更何况 还有蛮荒大妖的威胁在 神山出现的十年间 不知道多少大妖在近乎 威胁到仙玉 若是蛮荒入侵仙玉 必然引发战火 看着秦闻天一路往前 女帝 以及长青大帝等强者 也迈步而出 仙玉诸多强者准备回归 如今神山神迹消失 该返回仙玉了 那些蛮荒大妖 矗立神山之上 眼眸锋利 凝视仙玉诸强者 眸子中 隐隐跳动着兴奋的光芒 很久以前 他们就想要看看仙玉繁华 如今 蛮荒出山 势不可挡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48集 就在此时 站在吞天王寿小混蛋背上的秦问天 豁然间感觉到了一缕威胁之意 他目光豁然间抬头看向虚空 下一刻 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 仿佛横穿了虚空而来 接着 他看到了一道拳芒穿透了空间 从空间通道中开辟而出 直接一拳轰向了他秦问天 那一拳仿佛来自虚无 拳芒却扫荡天顶 微压今天 要将那片天都击碎了 周围猪强者 进阶感觉浑身颤动 许多强者往后退 秦问天脸色难看 是谁在对他出手 这一拳的攻击锁定他的身体 贯穿天地而来 压踏一切 他根本难以抗衡这种至强的力量 这是地位 有先帝人物对秦问天出手 要将他诛灭 放肆 长青大帝冷横一声 他手掌朝着前方伸出 刹那间秦问天周身出现了一长青骨疼 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其中 扶摇而上 化作了巨大屋边的长青藤 全盲破空杀来 轰在其上 可怕的力量直接穿透长青藤 将之撕裂 但这一道攻击也被挡了下来 龙上 长青大帝冷漠开口 他话音落下 由数道攻击穿梭虚空而来 境界全盲 漫天权威 将神山古道都笼罩其中 许多先帝人物纷纷释放强大的力量 护住自己的后背强者 免遭余波毁灭 只见妖帝吞天兽往前踏出一步 毛子妖意无比 他怒吼一声 九颗头颅同时张开嘴 朝着虚空吞了过去 仿佛要吞食那片天 只一刹那 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黑洞漩涡 那毁灭而来的全盲攻击 全部被卷入黑洞之中 随即吞天腰地 一口吸入体内 可怕到了极点 东盛 秦问天目光一闪 东盛果然杀他之心强烈 只是东盛先帝 他凭什么敢在这时候出手 莫非他自信能够在长青大帝 以及南皇女帝的面前 诛杀自己不成 而且这攻击力量当中 拥有可怕的空间之力 东盛先帝 他并未修行空间属性的力量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东盛先帝 他攻击之时 借助了地兵法宝 就在这时 漫天全盲无穷无惧 笼罩在神山古道的上空之地 天地变色 无穷毁灭力量 扑洒而下 轰杀而来 长青大帝迈步而出 吞天腰地也往前而行 纷纷发出攻击 挡住这漫天权威 无穷的一声 就在这时 一道紫色光芒 横穿天地而来 碾碎一切 紫帝 请问天脸色难看 虚空中 隐隐出现了紫帝的身影 他长袍飘动 发出惊世攻击 女帝朝前一步迈出 有无上风姿 他衣衫飘动 纤细的手掌伸出 手掌往前一按 顿时一赤红色的大掌印 犹如凤凰心态 和那智强的紫色掌印碰撞 天地间诞生两道智强的光滑 化作毁灭的力量朝着八面扩散 那余波力量降临神山古道 瞬间撕裂这片山脉 出现无数裂缝 此地的攻击再度降临 男狂女帝冷横一声 挥手挡住 但就在此刻 一道光束直接穿透了一切 直接打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这一刹那 秦问天的周身空间 仿佛都被剥离了半 是夺天波 夺天大地的法宝 有人发出惊呼之声 秦问天的身体 直接被那道光束收走 朝着远处的空间而去 无视任何攻击力量 留下 长情大地怒吼一声 发出恐怖攻击 但夺天波已经发动 空间通道一声 天地错乱 一股至强的空间光束 横穿了天地 风云变色 受主 斗战圣族的强者大惊失色 小混蛋发出怒吼 炼狱脸色惨白 那攻击直接锁定秦问天 直接带走 太过霸道 男黄女帝神色冷漠 他身上那件长袍 仿佛都燃烧了起来 身上涌现无上神话 刹那之间 浩瀚无尽的神山之地 都仿佛燃烧了起来 化作了火焰世界 他双眸望向那夺天通道 只一刹那 远处那天地通道 居然间焚烧了起来 一尊古老的凤凰 横更于天穷之上 发出怒笑之音 要将空间通道都焚断来 好可怕的力量 无数人抬头看天 这场战斗竟有先帝直接出手 甚至背后有夺天大地的影子在 而男黄女帝也爆发出了她的绝食之威 夺天通道一声 却被恐怖的火焰打乱了规则 又是一道夺天光滑射来 男黄女帝脸色冰冷 他手捏法绝 凤凰羽翼遮天蔽日 挡住了夺天光束 无法抓活的话 便直接杀了 一道淡漠的声音传来 随即 那笼罩秦问天的空间力量 撕碎一切 变得更加的狂暴了起来 秦问天发出惨叫之声 浑身身躯都被撕裂 鲜血绽放 极为凄惨 他寄出宝顶 随即钻入其中 只听一道轻一声传出 给我乱 一声冷喝道 夺天光束扭曲 没有了明确的方向 秦问天躲入的宝顶 仿佛在空间通道中 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 随即 无尽扭曲的空间通道线 宝顶朝着某处方向飞走 男皇女帝手中 出现了一根凤凰淋雨 直接挥洒而出 只一瞬间 宝顶仿佛附上了可怕的双翼 直接消失不见 那股空间力量也被打乱了 接着 宝顶消失在了这片空间 不知去了何方 女帝这世界空间之力将秦问天送走了 而且 她直接打断了空间 这样 对方也无法锁定秦问天去了哪里 有先帝人物看到这一幕 心中暗道 女帝果然厉害 而且手段果决 男皇女帝 果然名不虚传 一道声音 穿透虚空而来 夺天大帝 你何等身份 尽对一位晚辈下手 女帝冰冷开口 哈哈 仙玉之人 谁不知我夺天是什么人 岂会被规矩道德束缚 我行事 天不能阻 夺天而行 那声音霸道无边 谁让东圣他求到了我身上 我自然要满足他 东圣 你为了杀秦问天 竟然不惜出卖了自己吗 长青大帝开口说了声 夺天大帝是什么人 的确仙玉的人都清楚 此人乃是大恐怖之人 向来无法无天 行事任意妄为 人称夺天大帝 也有人称夺天老魔 东圣要求他办事 必然要付出恐怖的代价 你们别胡乱说话 东圣已经败入了 本座门下了 夺天大帝淡淡开口 使得猪人无补行善 心想东圣这是疯了 堂堂先帝 一代霸主 竟然臣服于夺天老魔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49集 南皇女帝和长青大帝 都隐隐有些担忧 东圣太狠了 这绝对是在发疯 他可是中阶先帝 曾经东圣十三州的霸主 虽然率领的东圣先门 败给了千变先门 但他的修为却在那里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一方大人物 然而很显然 东圣的眼里只有仇恨 他的目标 就是要杀秦问天 杀白无牙 以及千变帝君 这些所有牵连他东圣先门覆灭 以及他子嗣陨落的人 秦问天背后有千变帝君 有长青 甚至还有羽帝南皇室 再加上秦问天 自己也非常谨慎 不给他机会 实力也在不断变强 因此他选择了败入夺天老魔的门下 哪怕是付出极高的代价 他也在所不惜 这次的话 他应该已经死了吧 东圣先帝的声音透过空间地兵夺天波传来 夺天老魔一击何等的厉害 哪怕是秦问天躲了起来 随后被南皇女帝送走 但那一瞬间的力量 应当也能让他殒灭 须体骨骼 怕是都已经被撕碎掉了 多天老魔 东圣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为了帮他 要和我为敌吗 只听南皇女帝冷漠开口 有些不善 南皇 你容颜角色实力强大 乃是仙玉本座极少能够看得上眼的人 不如你嫁给本座 我们联手 从此仙玉之大 谁敢和我们夫妻作对 夺天老魔笑着说道 女帝神色中闪过一道冷芒 老魔 今日之事 我记下了 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我夺天何时怕过人 南皇 你来找我的话 我会非常期待的 夺天老魔大笑着说道 随即光雾消散 那横亘于天地间的空间力量消散 夺天大帝和东圣先帝他们气息 随之消失不见 这片空间一阵沉默 长青大帝低声道 没想到东圣竟然败入老魔头的门下 这老魔极为贪婪 无视一切规则 没人奈何得了他 东圣真是疯了 东圣真是疯了 求到他身上 必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嗯 看来上次之战 让东圣疯魔了 如今也不知道那小家伙去了哪里 只能做到好运了 男皇女帝轻声道 长青大帝没语间有着一丝担忧 若是青儿知道这消息 必然会非常难受吧 看来暂时不要告诉青儿了 一道低沉的嘶吼声传出 小混蛋看着虚空 毛子都化作了金色 极为可怕 小家伙 以后 你继续跟着你的长辈族人吧 男皇女帝看了一眼小混蛋 低声道 那吞天兽妖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会照顾好小混蛋了 走吧 女帝轻声道 随即迈步而出 走下神山 诸多强者神态各有不同 天兰仙国和至尊剑派的人自然高兴 这秦问天可是杀得他们很没面子 东盛这家伙倒是够狠 竟然败入了夺天老魔门下 让夺天老魔为他出手 这次即便没杀死秦问天 也够他受的 黄沙天目光中流露出一抹异色 秦问天真的会陨落吗 朱强离去 欲空而行 神山化作了一座座山脉之地 就这么坐落于蛮荒大地之上 神奇不在 然而 这十年间 无尽蛮荒大妖 进化蜕变 这片区域聚集了太多的大妖 此刻万妖奇出 大地震荡 那场景简直害人 仙玉许多强者在虚空而行 看着遮天蔽日的大妖 心中浮现一缕缕担忧之意 恐怕仙玉人类所在之地 免不了一场大动荡了 辽阔无尽的仙玉大地 无穷无尽 在仙玉中部 强大的势力是最多的 飘雪圣殿 乃是仙玉中部的顶级大势力之一 真正败入飘雪圣殿的弟子 皆为女子之身 身为顶级势力 飘雪圣殿 手中自然掌控着极为庞大的实力 在浩瀚地域 有着极强的掌控权 寒冥仙玉 乃是飘雪圣殿的一处修行之地 此仙玉流淌着寒冥之力 极为适合飘雪圣殿弟子的修行 甚至寒冥仙玉所在的城池 都是以其命名的 便称之为寒冥仙城 寒冥仙湖位于寒冥仙城的中央区域 完全是属于飘雪圣殿独享的修行之地 守护强者极多 宫殿耸立 时常会从飘雪圣殿下来的弟子 在此处修行 不允许外人踏足 此刻 寒冥仙湖之中 弥漫着寒冥仙气 仙湖位居山中 山位于城中 得天独厚 仙湖周围的山上 有不少强者守护在那 都是女子 下方时常会有来自飘雪圣殿的弟子 前来沐浴 寒冥仙湖 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打脚闯路 也不曾有人敢如此大胆 寒冥仙湖 不少女弟子在 他们皆都穿着贴身衣物 藏在飘渺湖中 美妙的身躯若隐若现 身材都是极好 甚至有人穿着极为性感 几乎只有几块布料 在湖中修行 这样的话 能够最大程度的接触到 寒冥仙气 吸入肉身 躯体之内 这地方外人不能踏足 他们自然也不必担心 新衣 听说你的修文又进步了 如此拼命地修行 是受了什么刺激不成 只见这时 一位身材性感的游物美女 看着对面的一位女子 那女子闭着眼眸 浑身白皙如玉 肌肤完美 脸蛋也生得非常漂亮 与你何干 被称为轻衣的女子 吐出一道冷漠声音 我好歹是你师姐 问问都不可以吗 轻衣 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女子浅浅地笑着道 楚轻衣依旧闭着眼睛 仿佛没有听到伴 咔嚓一声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 虚空中 防御光雾仿佛破碎了 一道轰鸣之音传来 寒鸣仙湖中的女子 豁然间抬头朝着上空望去 眼神中闪过极为寒冷之夜 什么人 他们大惊失色 取出衣衫披在身上 将身躯裹住 脸色皆都大变 竟然有人敢闯寒鸣仙湖 找死吗 上空山脉的强者 一个个闪耀而出 然而那身影的速度太快了 犹如闪电般从天而降 仔细望去 竟然是一道人影 放肆 莫潇潇大喝一声 他手掌挥动 一股强大的寒冰力量 直接将那身影裹挟 朝着旁边甩动 顿时那身影改变方向 朝着旁边的山脉砸了过去 轰的一声 山脉都砸出了一个洞 一道道寒冰力量席卷而出 诸多女子纷纷穿上衣衫 身上透着强大的沙衣 莫潇潇顾不得和楚清衣斗嘴 而是朝着岸边走去 此人简直胆大妄为 竟然赶来此地窥视他们 找死 楚清衣依旧闭着眼眸 她的衣衫单薄 但却将重要部位都遮挡住了 倒也不怕他人窥视 至于那大胆之人 莫潇潇自然会解决 嗨 我是夏柳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那从天而降的身影赫然正是秦问天 东圣先帝都认为那一击会要了秦问天的命 可想而知 秦问天受到的攻击有多么可怕 虽然仅仅是一刹那 但他的身体都仿佛要被撕碎了 体内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冲入宝顶之后 他只留下了一缕意识 将宝顶收了起来 因为担心落地的时候会因宝顶引来杀机 此刻他落地之时 身体再次遭到攻击 体内更加动荡 意识渐渐地变得模糊了起来 眼皮无力地垂在那 看了一眼那些到来的身影 非常的模糊 他隐隐看到了一群身材性感的女子身影 都颇为美貌 当然也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寒意 下一刻 他眼睛闭上失去了意识 竟昏死了过去 不过秦问天倒不担心 自己会重伤而亡 他当年沟通第七星魂的时候 还有一种属性的力量 足以保证他不死 然而 他担心自己昏死过去后 会被人暗算 莫潇潇走到这边 看到秦门天颇为年轻俊秀的身影 眼神冷漠 道 承受我一击之力 竟然未死 这好色之脱看来也是仙台人物 杀了他 有人走上前去 浑身冷漠 另一边 楚清一的仙念扫过这边 当看清楚那道面孔之后 他的身体猛地颤动了下 大喝道 朱雄 身体直接从湖水中冲出 顾不得那曼妙的身躯被人看到 他直接冲向了山壁旁边 莫潇潇等人回过头看着他 道 清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见楚清一 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般 直接冲到秦闻天身旁 看着那昏死过去的身影 他的心头震动着 不知道为何 再次见到这张本该仇视的面孔 他的心境 为何会波动得如此的剧烈 不许动他 身体走上前 楚清一将秦闻天抱了起来 使得莫潇潇美眸愣住了 虽说楚清一单薄的衣衫 护住了身体重要部位 但依旧非常的性感 他就这么抱着一个男人 这可是非常不寻常 哼 清一 你究竟是何意 此人色胆包天 你竟还护着他 莫潇潇冷笑道 他是来找我的 楚清一 扫了一眼 莫潇潇的 随即 直接从他身旁走过 这一句话 应该足够摆脱 莫潇潇的纠缠 果然 只见莫潇潇的美眸 闪烁了下 随即 咯咯地笑了起来 露出了极为有趣的神色 找他的 莫非 楚清一早已经有了一中人不成 难怪了 只是 他的一中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可是很是让人失望啊 楚清一抱着秦问天 一路往前而行 走出了寒民仙湖 随后来到了一座宫殿中 他将秦问天放下 披上衣衫 看着眼前昏迷的身影 皱着眉头 秦问天的伤势极重 很可能是从虚空 被人轰下来的 绝不会是被莫潇潇击伤的 当年在天道圣院之中 秦问天就已经能够 和黄沙天一战了 莫潇潇的一击 怎么可能撼动得了秦问天 那只不过是他一厢 秦院的认为罢了 虽然不知道后来秦问天 有了什么际遇 但他的实力绝对比自己进步要快 积伤他的人究竟是谁 下手竟然如此的狠 我应该救你吗 楚清一看着秦问天 他的心境因秦问天的出现而被打乱了 无法平静 当年在天道圣院 他可是恨透了秦问天 因为他激伤自己 使得自己险些遭到侮辱 虽然最后被他救下 但后来他还将自己带在身边 不断地折磨 让自己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 然而如今他却恨不起来 甚至生出了想要救他的念头 挣扎了许久 楚清一将秦问天抱了起来 随即身形闪烁 离开了这边 秦问天重伤未遇 不知道是否会遇到生命危险 他自己没有能力救治秦问天 想要帮助他的话 只有将他暂时送入城主府了 这幽冥仙城的城主 乃是顶级先王人物 属于他们飘雪圣殿的附属势力 应该能够帮助秦问天疗伤 只是那地方他并不想去 但如今为了秦问天 只好走一趟了 寒冥仙城 城主府威严壮阔 楚清一带人前来 城主府无人赶拦 都认得他 楚清一自己进入了城主府内 来到了一处府邸当中 由一行强者闪烁而来迎接 为首的人乃是一名美貌的女子 她容颜秀丽 气度不凡 乃是城主府的千金小姐 和楚清一的关系颇为不错 清一 这是何人 女子见到楚清一竟然抱着一个男人前来 不由得开口问道 我的一位朋友 陆瑶 她伤势很重 你能不能帮我 楚清一美眸望着陆瑶道 清一 我自会帮你 我这里有一枚丹药 是父亲赠给我的 七品大还丹 应该能够保她性命无用 陆瑶 取出了一枚光滑闪耀的仙丹 香味扑面而出 使得楚清一颇为感动 陆瑶 我欠你一份人情 无妨 我父亲是练丹师 你也知道 我不会缺丹药的 陆瑶笑了笑 将丹药递给楚清一 随即便见楚清一 将之给秦问天服下 陆瑶看到这一幕 心中有诧异 她和楚清一认识了许久 很少见到 她会这么紧张一个人 七品丹药 可是足以救助 先王强者的丹药 她竟然毫不犹豫地 给了一位朋友服用 这丹药进入秦问天体内之后 刹那间 秦问天身体当中 弥漫出药箱 血脉流动了起来 肌肤隐隐有了光泽 不再那么苍白 看起来起作用了 放心吧 武秘修士都拥有 强大的自愈能力 再加上丹药的力量 她绝对不会有事的 陆瑶轻声说的 楚清一点了点头 你不放心的话 我再去熬制一些汤药 给她服用 让她早日清醒过来 陆瑶笑着走了出去 楚清一看着秦问天的面孔 一阵发呆 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的心情很复杂 直到陆瑶回来 她才接过熬制的汤药 喂给秦问天服用 服用完之后 秦问天脸上的血色 渐渐恢复 药效发挥更强了些 她应该很快就会醒来了 陆瑶轻声道 我出去走走 楚清一说了声 随即往外走去 清一 陆瑶一愣 喊道 你帮我照看她 楚清一声音传来 陆瑶完全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她站在秦问天身旁 看着这棱角分明的面孔 心中想着 清一的眼光 可是非常高的 她还是飘雪圣殿的圣女人物 看上的人 应该是非凡人物吧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此时秦问天体内的力量自行流转 没有过多久 她便意识恢复自主 睁开了眼眸 一张温和美丽的面孔映入眼帘 感受了一番体内 她竟察觉到了丹药的力量 她知道自己受了极重的伤 虽然凭借自身就足以让躯体慢慢恢复 然而这丹药显然加快了她体内力量的流动 使得她的身体飞速地复原 在短暂的时间就已经恢复了意识 我在何处 秦问天问道 这里是成祝福 你好好休息恢复伤势 大还待的药效应该还在 你不要浪费了 都吸收掉 对你有好处 陆瑶田每一笑 秦问天轻轻地点头 开始引动体内丹药的力量 融入血脉之中 流转于体内的每一处地方 转眼间 便是七日时间已经过去 秦问天这七日来 恢复得很好 体表的伤势渐渐复苏 已经能够站起身来走动了 体内的伤势虽然重一些 但也在渐渐地修复着 此时的她在院子里走动着 陆瑶的身影走了过来 对着她笑道 怎么起来了 走动走动 秦问天笑道 陆瑶 这几日来 多谢你的照顾了 我也只是受人之托而已 你不用谢我 陆瑶单纯地笑着 受人之托 秦问天好奇道 是啊 轻衣圣女托付我照顾你的 她自己倒好 一走了之了 陆瑶苦笑着摇头 秦问天愣了愣 轻衣圣女 你不知道吗 陆瑶有些疑惑地看着秦问天 飘雪圣殿的圣女楚轻衣 是她将柱上的你带来我这里 让我帮忙照顾 楚轻衣 秦问天目光一闪 渐渐响了起来 脑海中浮现了一道身影 她的眼眸中露出一抹古怪的神色 当年在天道圣院中恨透了自己 被她折磨的楚轻衣 竟然救了她 而且托付陆瑶照顾她 楚轻衣让你帮忙你就帮忙 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 陆瑶抬头望去 便见一行身影 直接闯入了她的府邸 欲空而来 降临她头顶上方之地 陌生女 陆瑶见到陌瑶瑶到来 神色微微变了变 你给她服用了大环丹吧 陌瑶瑶冷漠地扫了一眼 秦问天以及陆瑶 秦问天记得 眼前的女子就是她昏迷之前 看到的身影 在她落地前 似乎也是此女攻击了她 是的 陆瑶点了点头 你放肆 莫潇潇冷斥一声 冰冷道 成主府练之大环丹 每年进贡于 飘雪圣殿的数量都不多 你父亲赠予你也就罢了 你竟然拿出来 给一个好色之徒服用 既是如此 何不直接进贡于 飘雪圣殿 圣女 这大环丹是我之物 我应当有权决定给谁吧 陆瑶抬头 看着莫潇潇的 陆瑶 你怎么对圣女说话的 还不道歉 莫潇潇身旁 一位非凡的青年 傲然而立 冷冰冰地开口 没错 为何道歉 陆瑶倔强说道 你知识越来越不像话了 为凶的话都没有任何用了 是吗 立即给圣女道歉 青年再次冷喝 陆瑶咬着牙 不服气 秦问天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皱了下 刚想要开口 便见远处 有呼啸之音传来 楚清一的身体闪烁降临 冷道 莫潇潇陆峰 你们两个人 欺负陆瑶是什么意思 哼 什么意思 楚清一 你自己偷人便也罢了 将自己的情人带进陆家 还利用陆瑶和你的关系 骗取大还丹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飘雪盛剑 每年对大还丹的需要数量 根本不够吗 你倒好 竟然浪费在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秦问天看到楚清一之后 便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竟然真的是她 楚清一竟然会帮她 清一圣女 莫潇潇说的没错 你身为飘雪盛殿的圣女人物 提出要求 陆瑶她当然不会反对 不过 七品的大还丹 都是极为珍贵 你为了你男人疗伤 而不是进贡给飘雪盛殿 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了 青年也开口附和道 你们诚心要我难堪对吗 楚清一神色冷了下来 这莫潇潇时常和她作对 如今竟然因为这件事 抓住不放 显然是故意要她难堪的 我说了 这枚大还丹 算是我楚清一 前路遥的人情 我自会还她 和你们没有关系 楚清一冷道 这枚丹药 是我服用了吗 秦问天走上前一步 开口说了声 顿时楚清一和陆瑶 都看向她 只见楚清一神色复杂 面对秦问天 她竟有些不知所措 若是我服用了的话 我自会补偿路遥的 无需其他人替我还债 秦问天开口说道 楚清一眉眸一颤 低着头 有些失落 秦问天依旧厌恶她吗 不愿接受她的一丝恩惠 你还 莫潇潇笑了起来 你可知道 一枚七品丹药大还丹的价值 就凭你 你拿什么还 青年也是笑了起来 讽刺地看着秦问天 我服用了你们的弹药吗 秦问天看着莫潇潇和陆峰 问道 虽是没有 但却和我们有关 莫潇潇冷道 没有的话 你们废话这么多干什么 秦问天吐出一道冷漠声音 莫潇潇和陆峰 听闻秦问天的言语都愣了下 随即他们笑了起来 两人的仙念 毫不客气地在秦问天身上扫视着 轻衣 我还以为你眼光很高 雷神殿的雷霸都看不上 没想到啊 莫潇潇咯咯地笑了起来 气息如此的虚弱 竟然还这么对我说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虽然不知道你修为如何 但现在的你 抬手就能拍死 你服用了我陆家的大环丹 还敢这么嚣张 陆峰也冷灭地笑着 楚清衣的脸色变了变 她可是清楚 秦问天是怎样的人 当年她在天道圣院中何等疯狂 力战天道圣院朱天交 面对各大势力围剿 依旧傲然无双 带领诸多强者和对方碰撞 杀得天昏地暗 甚至靠白虎为食 如今她虽然受伤 但她的骄傲 又岂是莫潇潇和陆峰 能够侮辱她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虎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走上前一步 楚清一来到秦问天身前 看着莫潇潇和陆峰两人道 莫潇潇 你们莫要太放肆了 她说的并没有错 没有用你们的大还单 你们有何资格站在这里说话 很好 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么只有请陆瑶的父亲来了 陆家炼制的大还单 应该和这成竹府有关了吧 莫潇潇冷横一声 我已命人去请了 陆峰淡淡开口 楚清一神色难看至极 看来这莫潇潇铁了心 是要将此事闹大来 用来损她的颜面 打击她 毕竟 他们两人同为飘雪圣殿的圣女 虽说是同门师姐妹 但竞争非常激烈 这莫潇潇向来都和她不合 再加上 这成竹府也是非常复杂 成竹府乃是飘雪圣殿领域之地的 附属势力 但一代代以来 成竹府送了不少人 进入飘雪圣殿之中 甚至有一些人身居高位 地位非凡 因此这成竹府 可不能当作平常势力看待 如今 成竹府在飘雪圣殿中的 一位身居高位的弟子 便是莫潇潇那一脉的长辈 关系非常好 而鹿瑶的姑姑 也在飘雪圣殿 则是楚清一的长辈 不过地位没有那么高 因此 成竹府偏向于莫潇潇 而楚清一 则和鹿瑶的关系不错 所以 若非是万不得已 看到秦问天重伤 楚清一 也不会将她送来 成竹府鹿家 果然 没过多久 一行强者 便浩浩荡荡荡而来 阵容非常强大 甚至有数位老一辈的人物 属于成竹府的长老人物 还有鹿瑶的父亲也到了 修为低阶先王进阶 他来到此地之后 立即明白了鹿瑶闯祸了 看来是得罪了莫潇潇 没想到 还是卷入了莫潇潇和楚清一的争斗当中 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伯父 楚清一对着陆瑶的父亲喊了一声 清一圣女 萧萧圣女 陆瑶的父亲 陆湛喊了声 陆湛 莫萧萧冷喝一声 一点面子都没有给 到 大环丹是陆家炼制 非你一人之功吧 自然 陆湛点头 他一人怎么炼制得出七品的大环丹 陆家每年都会将一些大环丹 送入飘雪圣殿 然而圣殿仁慈 不会全部取走 会留下一些给陆家有功之人 你送给你女儿也无可厚非 然而陆瑶他并没有自己留着服用 而是将之给了一个好色之徒 此人基于美色 竟然敢闯入寒冥湖之中 简直大捏不到 被我击伤 陆瑶竟然还用大环丹来救他 还出言不逊 说此事与我无关 你看如何 陆瑶不懂事 还望圣女冒要见快 然而 大环丹既已经被服用 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我身上还有大环丹一枚 愿意敬献给圣女 陆湛开口说道 父亲 凭什么 陆瑶不服气地说道 闭嘴 陆湛呵斥了一声 使得陆瑶满脸的委屈 还有呢 陆瑶瑶冷笑道 陆瑶无知犯错 我自会严加处置他 陆湛开口说道 伯父 这件事和陆瑶无关 是我问他讨要大环丹的 你无需责怪陆瑶 陆瑶瑶 陆瑶瑶 你想要做什么可以冲着我来 不必在那耀武扬威 楚亲衣目光冰冷 凝视陆瑶瑶瑶道 亲衣 你是我师妹 我自不会对你如何 只是你乃是我飘雪圣殿圣女 我怎能让你误入歧途 迷恋于陈世感情之中 竟然不惜讨大环丹 为此等好色人物疗伤 陆瑶瑶缓缓开口道 亲衣师妹 这件事情我自会禀明圣殿 你现在若是做出决定 还来得及 你要我做什么 楚亲衣眉头皱了起来 莫潇潇笑而不言 将她诛杀 以正道心 清衣 唯有如此 飘雪圣殿才不会责罚 否则哪怕是你天赋出众 如此肆意行事 圣殿必会对你失望 此时一道声音传出 说话之人 乃是一位白衣长发的青年人物 他俊秀非凡 飘然无双 翩翩公子 此人的修为 乃是仙台巅峰 颇为不凡 他名为陆展飞 和莫潇潇关系非常好 是属于那一脉的嫡系核心 天赋出众 是莫潇潇在飘雪圣殿的那位长辈的侄儿 深受整个陆家的器重 备受瞩目 他曾经追求过楚清衣 被楚清衣毫不犹豫地拒绝 心中气愤 一直想要将楚清衣弄到手 秦问天目光一扫而过 谋中隐隐有一抹杀意 此人竟然让楚清衣杀他 以正道心 他虽然此刻非常虚弱 体内受到重创 修为还未恢复 然而 区区一个仙台境界之人 竟然敢扬言要杀他 你确定你的话 秦问天冷眸朝着陆展飞扫了一眼 陆展飞看到了秦问天那深邃的眸子 竟感受到了一股非凡的目光 不由得感觉受到了挑衅 愣道 你还不配问我话 秦问天 陆家强者如云 这不是我的势力 是莫潇潇的天下 你不要冲动 否则他们真的直接下手对付你 我也无法拦住 楚清一对着秦问天传音道 你忍耐一时 我必会护你安危 秦问天听到楚清一的话 有些意外 问道 你为何这么做 楚清一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苦笑 没有回应 只是看向莫潇潇和陆展飞 冷漠开口 大还单 是我借陆瑶的 我自会还他 这件事也和陆伯父无关 我自会一力承担 你要秉明飘雪圣殿 随意 我等着飘雪圣殿的命令下来 至于谁敢在我面前 动我朋友分毫 就是和我楚清一劫下死仇 不死不休 话音落下 他冰冷的眸子扫向人群 用威蝎的目光 望向陆家的长者 哪怕这里是属于莫潇潇的势力范畴 但他身为飘雪圣殿的圣女 这些人想要动他秦问天 最好考虑清楚 是否要承受他的怒火 陆家之人 见到楚清一如此决然 不由得露出异样的光芒 莫潇潇则是笑了起来 他正乐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楚清一越是维护此人 越有趣 他倒要看看 楚清一怎么保护得了他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3集 城主的寿臣似乎快到了吧 莫潇潇开口说了声 是的 一位老者道 嗯 到时候寿宴之时 我师叔必然会回来 为城主他老人家贺寿 这件事情 就等师叔前来 接受在城主前拜寿宴之上解决吧 莫潇潇淡淡地说道 使得楚清一的脸色变了变 这几日 诸位好好看着清一师妹的野男人 不要让他跑了 莫潇潇冷冷地吩咐道 是 有人点头应命 随即 莫潇潇等人便闪烁离去 陆展飞一人留在这里也没有离开 他看着楚清一 又默然地扫了一眼 秦问天 道 清一 若是你能答应和我的婚事 姑姑必然不会追究此事 滚 楚清一吐出一道寒冷声音 竟然 竟然以此要挟他吗 陆展飞听到此话 脸色顿时非常难看 他冰冷的眸子扫了一眼 秦问天 道 宁可为了一个废物也不肯下架于我 我陆展飞已经在冲击先王境界 哪里配不上你楚清一 你会后悔的 哼 说吧 他冷横一声 拂朽离开 只剩下陆瑶的父亲 陆展他们一行人留在这里 陆展看着楚清一 又看了一眼陆瑶 只能叹息一声 伯父 这件事情由我而起 本和莫潇潇没有任何关联 没想到 莫潇潇会借此搭做文章 故意将事情闹大 累积陆瑶 我很抱歉 我会尽力挽救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劳烦伯父 帮我照看一番我朋友 楚清一对着陆展 嘱咐道 还有一些事情 他也必须去活动下 化解这次的危机 事已至此 你去吧 既然萧萧圣语说了 等到寿宴之时做决断 想必不会如何 陆展说了声 楚清一点头 对着秦吻天道 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等我回来 秦吻天看着楚清一 知道对方是发自真心 心如明镜 只能暗暗叹息 道 楚清一 你我昔日有些恩怨 我自此忘记 如今你并不欠我什么 无需如此 也不必去奔波 但是 我忘不了 楚清一笑了笑 似乎有些凄凉 随即转身离开 他知道 如同秦吻天这样的人 自一开始就厌恶于他 如今 必然也不会对他 有太多的好感 他也不求什么 只是遵循本心 不能让秦吻天 在这里有事 楚清一离开了 陆战看了秦吻天一眼 叹了一声 也随之离去 他是非常不愿 卷入飘雪圣殿 内部争斗中的 但还是无法避免 秦吻天淡默地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心中虽有祈福 却也没有太大的波澜 飘雪圣殿的圣女莫萧萧 要和楚清一斗 竟然选择拿她来开刀 这倒是件可笑的事情 将自己当作了 楚清一的突破点吗 她注定要失望了 你和清一是什么关系 陆瑶有些好奇地 看着秦吻天 听楚清一和秦吻天的对话 两人不像是好友 更不会是恋人关系 相反 两人的对话 像是有过一些恩怨 但既然如此 楚清一为何不惜 讨要大还丹来救她 什么关系都没有 秦吻天平静地说了声 陆瑶一愣 笑着摇头 你不愿说便算了 距离寿宴还有一段时日 你好好养伤 清一会想办法的 尽量保护你的安危 多谢 秦吻天对着陆瑶轻轻地点头 这女子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 答应照顾她 倒是个不错的朋友 至于她的安危 还轮不到他人来保护 她需要警惕的人物 是先帝禁的强者 而不是区区一座城主府 东圣先帝 请动了非常厉害的人物出手 这才是麻烦的事情 除非有超强的人物 随身保护着她 否则 她不能出现在 东圣先帝的视线中 不能让她知道 自己在何处地方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陆瑶对秦吻天照顾 倒是颇为尽兴 时常熬制一些丹药汤药 给秦吻天服用 秦吻天本不需要这些 然而见到陆瑶坚持 便谢过了陆瑶的好意 每次都来者不拒 同时自身身躯 不断恢复力量 一点点的修复 遭受重创的身躯 经济神渐渐的好转 受损的筋骨脉络 以及肉体 都在不断的修复 你疯了吗 竟然还在用丹药为他服用 难道你不知道 如今面临的局势 陆瑶雪的修为传闻 已经到了终结先往 这是何等修行速度 天资出众 在飘雪圣殿中 正受重视的时候 他前来参加寿宴的时候 必然引发轰动 届时到来的强者如鱼 你竟然还在照看此人 和陆瑶雪一脉的人为敌 他可是墨潇潇那一脉的 秦师叔啊 没错 立即将他拿下交给墨潇潇 忘记处轻衣 外面传来了争吵之音 虽然有些距离 但依旧渗入秦问天的耳膜之中 秦问天先念弥漫而出 随即他看到了一行陆下的青年 来到陆瑶这边 个个都是冷着脸 对着陆瑶呵斥着 极不客气 轻衣在的时候 你们怎么没有一人 站出来说话 如今轻衣将他托付给我 他自己有事离开 你们都大胆跳出来了 陆瑶看着眼前许多同辈中人 气得郊躯颤抖 被这些人的言语 给刺激到了 楚轻衣是飘雪生殿的圣女 我们不能和他正面冲突 如今他离去 或许他自己都不打算管了 你倒好 你在这里死撑着 更何况 我们将人交给墨潇潇和陆展飞他们 哪怕是楚轻衣回来知道了 也不能说什么吧 有一位女子冷冰冰地道 没错 我们可以对墨潇潇示好 毕竟在我们陆家 墨潇潇的能量比楚轻衣要大 有人附和一声 你们莫要忘记 轻易离开之事的话 你们想要讨好墨潇潇没错 但若是真的直接拿人交给墨潇潇 轻易便会和你们不死不休 这代价 你们考虑清楚了 陆瑶声音强势了起来 极为冷漠 使得诸人一愣 有些犹豫 只见一青年脸色难看 对着里面开口道 一个废人你都要保他 可能导致我这一脉 被家主责罚 陆瑶 你真是不吃食物 陆瑶 将来我们这一脉 若是有什么 你就是罪人 一行人拂袖离去 陆瑶气得胸口起伏 看着那些离去的身影 很是不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4集 一群势里小人 陆瑶生气地说道 既然知道 何必还要动怒 只见一道声音传来 陆瑶回过头 便见秦问天走了过来 不由得开口道 秦公子你都听到了 秦问天轻轻点头 道 放心吧 些许事情 不会影响到我 那就好 秦公子有伤在身 且没有动怒 你想恢复 秦医将你交给我 我即便不能让你痊愈 也就不能让你伤势加重了 陆瑶笑了笑 秦问天走到陆瑶的身边 笑了笑道 陆瑶 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你问这个做什么 陆瑶看着秦问天 有些好奇 你将大还丹给我服用 我说过 要还你这份恩情 自然说到做到 不过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便问你是否有什么心愿 看看我能否满足 秦问天笑言道 虽说有没有大还丹 他都不会有事 但他恩怨分明 两人萍水相逢 这份情自然是要还了 陆瑶却咯咯地笑了起来 透着几分淳朴阳光之意 你笑什么 秦问天一愣 我笑你傻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在问我有什么心愿呢 难不成你能替我完成得了 陆瑶白了秦问天一眼 虽说是不幸 但依旧给人舒服的感觉 我傻 秦问天额头出现了一条条黑线 还很少有人这么说他呢 难道不是吗 陆瑶看到秦问天尴尬的神色 俏皮一笑 倒是非常可爱 当然 我的心愿其实很简单 我想要在家族中多受一些重视 而不是被边缘化 不过我的天赋不算家族中最顶尖的 因此这心愿说简单却也很难 厉害的功法神通 炼丹之术 还有各种绚丽的神兵利器 大概都与我无缘 更重要的是 将来我的婚事 可能都无法自己做主 若是家族足够重视我 或许 我才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陆瑶目光 跳望着远方 有些感慨 不过很快 他又将目光收回 望着秦问天道 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 都是些虚妄之言 你可不许笑话我 不会 秦问天摇了摇头 或许我真能帮你实现这些愿望呢 算了吧 能够实现其中一二 我便心满意足了 陆瑶摇了摇头 这些事暂且不去想了 先渡个此次难关再说 这次老爷子的寿宴之上 恐怕不会让你好过 也不知道秦衣他 能不能想出办法来 不会有事的 秦问天低声道 希望如此吧 秦公子快去养伤吧 若是实在不行 看能否偷偷地潜出去 陆瑶说了声 秦问天没有多说什么 回了自己的房间 继续恢复身体 受到重创的身体 不断地好转 随着时间的过去 城主府陆城主的寿宴 终于来临 陆城主过寿宴 逢百年一次 满城震动 这一天 韩民先城震荡 各大势力强者纷纷降临 投来败铁喝收 还有诸多势力 送来贺礼 便直接离开 他们连入府 赴寿宴的资格都没有 真正被请入 陈主府的人 都有着非凡的地位 这一日 浩瀚的陈主府中 热闹非凡 各府邸都忙碌了起来 唯独秦问天 所在的陆瑶府中 格外的安静 无人问津 显然 最近那件事情 影响了这座城主府 使得陆瑶这一脉的地位 变得有些微妙了 陆瑶在心中暗叹 看来 他的心愿 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 距离越来越远 秦问天此时 则是走出了住处 朝着这府邸之外而去 站住 有人拦在了秦问天的面前 冰冷呵斥道 秦问天皱了皱眉 我的自由都被限制了 现在才想到要逃 晚了 逃 秦问天看着拦住他的人 我和陆家似乎没有什么仇怨吧 你们陆家真要打算杀死我不成 那就要看城主如何决断 总之 大还丹之事 未解决之前 你不许踏出这里一步 一人冰冷说道 秦问天冷笑道 很好 就怕到时候我不想走 你们会求着我走 说着 他直接转身回去 只见另一边 陆瑶的身体闪烁而来 眉眸自有几分交集之一 怎么了 秦问天开口问道 陆瑶雪到了 而且带来了不少票血圣殿的强者 包括和他同辈的人物 老爷子亲自出营去了 陆瑶开口说道 他看着守在那里的人 冷漠道 滚 你们这是在监视我吗 陆瑶小姐恕罪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一人冷笑说道 幸运的目光 看着秦问天两人 不用为难他们了 秦问天淡淡地说道 陆瑶神色有些交集 这时候 远处由破空之声传来 楚清一到了 陆瑶目光有些期待地看着她 却见楚清一走到这边 看着秦问天道 无论如何 我都会保住你 不惜一切 陆瑶听到此话 心却在不断地往下沉 秦问天看着楚清一 毅然决然的目光 对她露出了一抹笑容 谢谢 我们敷衍去吧 楚清一看到 秦问天的笑容愣住了 随即郑重地点了点头 好 这次前往飘雪盛殿 长辈让她不要插手 城主府的事情 只因为陆燕雪 在飘雪圣殿的地位 越来越高了 此时 宴会所在之地 聚集了诸多强者 他们的目光 都望向同一处方向 陆成主等大人物 亲自相迎 看着那一行闪烁而来的身影 他们每一人都逐而不凡 欲空而行 随即朝着这边降临而来 燕雪 你回来了 陆成主高兴地道 自然要前来为父亲喝寿了 陆燕雪 看起来三十余岁 颇为美貌 有着非凡气场 先王人物 他降落在地 挥了挥手道 燕雪恭贺父亲大寿 恭贺陆成主大寿 诸多飘雪圣殿的弟子 齐齐恭身 随即奉上大礼 陆成主满面笑容 道 燕雪 快请入座 好 陆燕雪轻轻地点头 师叔 莫萧萧站起身来 对着陆燕雪喊了一声 姑姑 陆展飞也喊道 陆燕雪看向哪边 对着两人微微点头示意 光彩照人 他直接坐上了主位之上 被众心捧跃 诸多强者 纷纷站起身来 拱手致矣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5集 宴会上来往宾客不断 然而最耀眼的毫无疑问是飘雪圣殿的人 飘雪圣殿乃是这座城的掌控者 在圣殿中走下的修行之人 地位超凡 此次 鹿城主的寿宴 竟有多位飘雪圣殿的弟子前来贺寿 能够坐到这等地步 唯有城主府一家了 诸人不由的感慨 虽然城主府只是飘雪圣殿的附庸实力 然而 随着一代代的过去 他们早已经融入到了飘雪圣殿当中 族中有不少弟子在圣殿修行 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鹿城主红光满面 意气风发 坐在主位的正中心 他的旁边就坐着他的女儿 鹿燕雪 其他子嗣位置则要偏一些 在鹿燕雪的身旁 坐着鹿展飞的父亲 下手位置则是鹿展飞和墨潇潇他们 坐到了这边 这些人属于如今鹿家最为核心的一脉 掌控着鹿家大权 鹿瑶虽然也是嫡系 但他虚称鹿城主一生大爷爷 是他父亲鹿湛的大伯 从关系上而言 鹿燕雪实则也是鹿瑶的姑姑 只是不是亲的 关系自然要疏远很多 尤其是鹿燕雪的亲侄儿鹿展飞 天赋很不错 再加上鹿燕雪和鹿瑶的亲姑姑 同入飘雪圣殿 两人一路往上走 无论是在家族内 还是在飘雪圣殿中 曾经都是竞争者 被两家的人拿来对比 只是后来鹿燕雪渐渐甩开对方 如今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遇 鹿家前来拱和鹿城主大寿 只见一道爽狼之声传来 随后便见一群强者被人引来 为首之人龙行虎步 身躯威猛 气势非凡 一看便是超凡强者 此人乃是武家的家主 武不凡 老家伙你竟然亲自来了 快请上座 鹿城主站起身来 豪迈笑道 武家的家主竟然亲自来喝手 不愧是鹿城主 能量就是大 是啊 武家家主的修为可是非常可怕 据说已经到了中阶先王的巅峰了吧 在这座城中 除了城主府外 就属武家最强了 诸人惊叹道 而且武家有一位后辈非常耀眼 拜入了一位先帝门下修行 被先帝人物收为清传弟子 极为出众 武天骄 他也来了 诸人目光看向武家家主 武不凡身旁的那位青年人物 此人容颜俊秀 双眸炯炯有神 非凡强者 他本名天骄 被寄予厚望 也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天骄 燕血先王也到了 早就听闻燕血先王大名 今日一见 幸会之至 吴不凡对着陆燕血 微微拱手道 哪怕是作为武家家主 都对陆燕血非常客气 毕竟陆燕血的地位 可比他这武家家主要高 若他不是城主府陆城主的女儿 陆城主的地位 依旧不如陆燕血 这一点 吴不凡当然清楚 嗯 只见陆燕血轻轻地点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武天骄 眉眸中闪过一抹异彩 仿佛他对吴不凡的兴趣 还不如武天骄 武天骄迈入仙王境了 陆燕血问道 前辈慧眼 天骄不才 确实已经迈入仙王层子 武天骄公身客气道 很不错 不愧是跟随在仙帝身边 修行之人 以后前途无量 陆燕血赞道 陆城主也笑了起来 天骄贤旨 果然非比寻常 武兄 快来上座吧 武不凡点头 也不客气 朝着主位那边而去 和武天骄两人一起入座 他今日带武天骄前来 有一个目的 希望和城主府一样 也和飘雪圣殿攀上一些关系 而攀关系最好的方式 毫无疑问是联姻 陆城主的寿臣是个不错的时机 诸位 都请随意入座吧 不必客气 陆城主对着人群挥手道 酒宴已经摆上 各强者纷纷献上鹤鲤 既然来了 当然要表示一番 和城主府打好关系 酒宴的气氛格外的热闹 这时陆瑶和秦问天他们 也来到了这边 看着这热闹的气氛 却有些格格不入 父亲 陆瑶看了一眼 坐在主位下端那一方向的 陆湛等人 随即走了过去 坐吧 陆湛低声说道 不过不少这一脉的青年人物 冷漠地扫视着陆瑶 以及秦问天 显得很不欢迎 陆瑶做的事情 会让他们陷入尴尬之中 他们不敢直接得罪楚亲衣 于是只能拿陆瑶 和秦问天撒气了 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个 秦问天身旁的楚亲衣 朝着陆燕雪那边的方向 看了一眼 只见陆燕雪目光一扫这边 只是一眼便将目光移开了 显得不屑一顾 这让楚亲衣神色略微有些不好看 也没有去拜见对方 而陆燕雪身旁的莫潇潇 则是笑道 怎么 清衣师妹 见到师叔也不拜见 楚亲衣目光一宁 随即对着陆燕雪 攻声道 楚亲衣见过师叔 陆燕雪没有看这边 直接将楚亲衣无视了 使得楚亲衣非常难看 而莫潇潇则是咯咯地笑了起来 吴家吴不凡和吴天娇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看来飘雪圣殿中竞争很激烈 吴天娇则更多的是看到了楚亲衣的美貌 虽然她身旁的莫潇潇也颇为漂亮 但当楚亲衣走入宴会之后 人群中最美之人非她莫属了 坐吧 楚亲衣见陆燕雪没有理会自己 对着身旁的秦问天轻声说道 嗯 秦问天轻轻点头 刚想入座 便听一道冷漠的声音传出 谁让你坐的 秦问天神色一宁 便看到旁边不远处 一位中年人物冷冰冰地看着他道 你来我陆家 服用了我陆家的大环丹 被陆瑶伺候得挺舒服啊 如今在宴会上竟还想要落座 看来你是飘飘然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了 叔父 陆瑶面色一致 看着那开口说话之人 怎么陆瑶 难道我说的不对 大环丹何等珍贵之物 你竟然说送就送了 哪怕是家主不惩戒你 我们也会惩罚 那中年冷冰冰的开口 似乎已经准备好了 给家主和陆燕雪一个态度 我已经说过 大环丹是我问陆瑶讨要的 而且我会还这份人情 楚清衣冷漠地看着那说话之人 毫不客气 清衣圣女无需将责任推在自己身上 那人平静地说道 不敢将楚清衣得罪得太死 但又需要给陆燕雪他们交代 很难两全 秦问天站在那淡淡地看着对方 道 自从服用了大环丹以后 我连陆家的大门都无法踏出去 如今陆燕做也不许做 你们将秦某当做什么人 哼 你岂知大环丹的珍贵 那中年冷横道 那又如何呢 你们是要我用命来递吗 秦问天反问道 你的贱命又岂能和大环丹相提并论 一切交由家主来定夺吧 中年对着主位之上的陆成主 拱了拱手道 表明了他的态度 无论家主如何 他都会遵从 不会顾及陆瑶是他这一脉的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56集 清衣是飘雪圣殿的圣女 燕雪 你如何看待 陆成主目光望向陆燕雪 问道 陆燕雪的眉眸 缓缓转过 这才落在了楚清衣 陆瑶 以及秦问天 他们这边 淡漫的眼神 扫了一眼 他们 陆燕雪的眉眸 陆燕雪的眸子 定格在了楚清衣的身上 他眼神漠然 没有任何的表情 甚至看不出喜怒 只是以非常平静的声音问道 我听潇潇说 有人闯入我飘雪圣殿的修行之地 韩明仙湖之中 被他击伤 本准备格杀 却被你所救 还带他来到我的家族之中 让陆瑶给了一枚大还丹 秉师叔 他无意闯入韩明仙湖 也不是被莫潇潇击伤 而是本就受了重伤 楚清衣 不卑不亢地说道 这么说 大致是没错的 楚清衣 你身为圣殿圣女 可以知道 圣殿圣女的名节不容玷污 无论她是如何闯入的 闯入圣女沐浴之地 你不杀她 反而救她 而且还讨要大还丹 你觉得 你错了吗 陆燕雪声音依然贫瘠 没错 楚清衣倔强道 她是我朋友 我自然要救她 哼 朋友 莫潇潇冷笑 是你外面的野男人吧 被人看到了 都不杀对方 还救下 朋友 莫潇潇 楚清衣冷冷地看着对方 哼 怎么 被我说中恼羞成功了吗 难道你敢说你不喜欢她 莫潇潇冷笑回应 喜欢又如何 回到飘雪圣殿 一切责任我自会承担 大还丹是我所借 我自会还 和圣殿无关 也和她无关 楚清衣非常强硬 要保秦问天 果然 莫潇潇笑笑了起来 这次 她就要让楚清衣名声扫地 让她得罪陆燕穴 前程毁掉 清衣 我曾表露过对你的心意 却没有想到 你竟然为了一好色废人 拒我于千里之外 犯下大错 陆展飞看着楚清衣 开口道 不过即便如此 我依旧可以不介意 若是你愿意改过自新 接受我 我愿为姑姑求情 相信圣殿也不会责怪 楚清衣扫了陆展飞一眼 露出厌恶之色 恶心之质 放肆 陆燕穴呵斥一声 眼神弹了下来 清衣圣女美貌过人 何苦自毁前程 为了一个废人 知道吗 此时 吴家的五天交 也开口说了声 有些感叹 她在一旁 已经将事情弄清楚了 为楚清衣感到不值得 这么美貌的圣女 若是能够拥有 倒是非常不错 吴不凡目光一闪 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随即笑了笑道 李雪 清衣圣女 要三思而行啊 楚清衣看向五家父子 冰冷地吐出一道声音 这又与你们何干 吴某向来对飘雪圣殿 这仙子轻悟 如今能够得见 楚姑娘的风姿 略有心动 不忍楚姑娘堕落 误辱其徒 吴天交说得冠冕堂皇 她以仙王天交的身份 说出此言 显得气度不凡 又夸赞了飘雪圣殿 还隐隐表露出了 对楚清衣的一丝侵慕 这让陆燕雪 眸子望向她 立即明白了 吴天交的心意 看来 吴家来此 果然是位嗜好 同时想要和飘雪圣殿联姻 不过 若是能够将楚清衣 嫁入吴家 倒也算是不错 楚清衣天赋本就非常出众 从天道圣院出来之后 静静神祖 已经在迈向先王层次 对他们那一脉威胁很大 若非处于先王境界的她 也踏入了天道圣院 并且跨入终结先王境界 压制了楚清衣这后辈的光芒 她会引来飘雪圣殿上面 更多一些的目光 此次 莫萧萧想要借这次机会 狠狠地打击一番楚清衣 倒是不错 压一压她的光芒 若是能够损她的武道信念 那就更好了 清衣 五天交乃是五弟清传弟子 天父出众 如今已如先王层次 陆燕雪淡淡地开口 随即对着五天交问道 天交贤职 可是对清衣有亲母之心 若是如此 我倒可以问问清衣的意思 如此的话 便多谢前辈了 五天交微笑着回应道 使得诸人目光一闪 看来这五家的人来此是有目的的 想要和飘雪圣殿联姻 而这五天交看中了楚清衣 不错 这里的女子中 楚清衣容貌上是最出众了 飘雪圣殿弟子的天父 自然无需多说 清衣 你也听到了 我便再给你一个机会 斩妃和五天交都对你有益 若是你意愿 我替你在你师尊那边去说 便证明你对这好色之人无异 我会让你亲手杀了他 以洗自己的名声 至于那大还丹之事 便算了 陆燕雪缓缓说道 做梦 楚清衣冷冷开口 你是我师叔 我敬你 然而我从未犯什么大错 不过只是借了一枚大还丹而已 你要杀我朋友 哼 宁丸不灵 陆燕雪冷横一声 目光转过 没有再看楚清衣 仿佛是已经给过他机会般 秦问天一直安静地听着 他有些意外 陆燕雪和楚清衣 同为飘雪圣殿的弟子 哪怕不是一脉 关系也不该如此之糟 看来 飘雪圣殿内部之竞争 非常激烈 陆燕雪明显是有意借此机会 狠狠地打压楚清衣 而他秦问天为他们的打压提供了一次契机 你们将我当作空气了吗 就在这时 秦问天的嘴中吐出了一道声音 他的目光看向眼前诸强者 诸人目光缓缓转过 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此人竟然也敢开口 陆燕雪只是扫了秦问天一眼 便没有再看 陆展飞则是讽刺地看着秦问天冷笑连连 至于莫潇潇 更是笑出了声音来 这还真是有趣呢 很好笑 秦问天看向莫潇潇 这些人在这里讨论着此事该如何解决 要楚清一杀了他以正清白 仿佛他秦问天 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想杀就杀 根本无需过问 完全当他不存在 一个耗碎之徒 侵入寒民仙湖之地 险些被我诛杀 依靠着大还丹才得以续命的人 竟然还想在这里让人重视你的存在 这难道不好笑吗 莫潇潇脸上挂着笑容 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在 清一师妹的伤后闭嘴 却唯独没有想到 你会跳出来讲话 你们在讨论着如何杀我 竟然没有想到我会说话 秦问天感叹 人命如草芥 这是遇到了他 如若换了一人 在这些大势力人物面前 寻常人的命 根本不值一提 这些人习惯了高高在上 俯瞰着众生灵 哪里会在乎一个普通人的死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暴更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7集 秦公子 这里的事 你就不要插手了 路遥拉了拉秦问天的袖子 有些紧张 秦问天这样 会让事情越来越乱 到时候 哪怕是楚清衣全力而为 也保不住她 路遥 你放肆 路遥的长辈 呵斥说道 此人性命 本就是你给的 竟然还口出狂言 看来真是活腻了 是吗 呵呵 秦问天忽然间笑了 她的伤势虽然还未完全康复 但却并不影响战斗 区区一个城主府 竟然如此漠视她的存在 既然你们认为我活腻了 那便是活腻了吧 秦问天笑了笑道 这是谁要来取我性命呢 秦问天 楚清衣目光已僵 传音道 路遥雪的羞位很高 中介先王 路程主更是厉害 你这时候不要逞强 交给我来处理 她脸上流露出极为担忧的神色 秦问天的性格果然还是合在天道圣院中那样 狂放霸道 没有任何人能够让她退步 陆家的人很快就将她激怒了 秦衣 你如此护她 她却要一心求死 根本不领你的情 这样的废物 你却如此待她 莫非你真的瞎了眼吗 陆展飞看着楚清衣和陆瑶两女 担心地望着秦问天 似乎在传音劝说她 摇了摇头 她天赋非凡 又是陆家天骄 对楚清衣有意 对方却一直无视于她 然而眼前的这样一个人 楚清衣却这般的紧张重视 这让陆展飞感觉很丢脸 楚清衣 就在这时 秦问天忽然间开口 神色淡漠 透着几分肃穆之意 楚清衣忽然间 感觉到秦问天在一刹那间 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那么平易近人 这一刻的她 锋芒毕露 高傲不可攀 她是秦问天 天道圣愿的秦问天 微微仰头 楚清衣看着气质蜕变的秦问天 竟生出了一股仰视之感 仿佛她在 便是这片天地的唯一 我已说过 当初之事 我已不再计较 这次我重伤落入寒鸣仙湖 是你带我疗伤 虽然即便没有大还单 我依旧不会有事 但依旧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秦问天平静开口 然而 大丈夫恩怨分明 你是你 但今日 飘雪圣殿之人几番辱 不可饶恕 我不会因为你 而手下留情 希望你能理解 楚清衣听闻秦问天的话语 身体微微颤了颤 这一刹那 她感受到了一股君临天下之气概 风华绝大 大丈夫恩怨分明 从秦问天口中说出的话语 仿佛便是金口玉虑 言出必行 楚清衣愣住了 她不明白秦问天的底气从何而来 但却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 从她身上流露而出的骄傲之意 她是秦问天 天道圣愿 以仙台七重境界 狂战九皇仙国黄沙天的秦问天 考白虎为时的秦问天 无论走到哪里 她都该是这般的耀眼 风华无双 没有人能够让她忍让 退步 那些辱她之人终将后悔 陆瑶也被秦问天的气势所设 她忽然间想起了秦问天对她说过的话 她问她有什么心愿 她或许会帮她完成心愿 秦问天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 那一直重伤 她用药物治疗的病人 这一刻变得不一样了 这家伙发疯了吗 莫萧萧愣了片刻之后 忽然间开口道 她看着秦问天 也隐隐感觉到一股不凡的气质 然而 她竟然敢说出如此惊人的话语 不饶恕飘雪圣殿的人 不仅是莫萧萧 前来赋宴的诸多宾客 也都看着秦问天 像是看疯子一样 此人是不是受刺激了 刚才说活腻了 让人来杀他 如今又说不饶恕飘雪圣殿的强者 我身受重伤流落于此 被服下了一颗大环丹 与你们无怨无仇 而你们却在这里讨论着我的生死 何其可想 秦问天往前迈步而出 走向了前方空地 她目光望向陆展飞 以及莫萧萧 就连你们这样的人 都敢对我出言侮辱 既然如此 你们口中的废物就站在这里 谁来杀我 找死 陆展飞站起来 她气度不凡 飘然起身 看着秦问天 又看了一眼楚清衣 既然她伤势已好 那么 楚清衣 我便证明给你看 你的眼光是多么的差劲 规则力量释放而出 陆展飞一剑杀猪 快若闪电 冰雪规则覆盖天地 埋葬秦问天的身体 一剑袭蓝 快若闪电 刺向秦问天的身体 好快的剑 陆展飞不愧是陆家天骄人物 诸人心中暗道 剑效之音尖锐刺耳 化作阴暴 威力可怕 小心 楚清衣惊呼出声 然而秦问天 却根本没有动的意思 她依旧安静地站在那 任由那柄惊人的利剑 带着毁灭的寒鸣剑气 笼罩着她的身躯 四向她的心脏 楚清衣和陆摇大惊失色 脸色巨变 然而就在这一刻 空间仿佛凝固了般 陆展飞的剑 刺在秦问天的身上 却无法刺入疯毫 那呼啸着的剑气 竟没有半点伤害到秦问天 你穿了防御铠甲 陆展飞脸色微变 秦问天怜悯的目光看着她 她伸出手 握住了陆展飞的剑 随即手掌捏住 刹那间 她的剑直接寸寸粉碎 一点点的化为虚无 看着那双冷漠的眼眸 这一刻陆展飞脸色轻变 心头狂跳 对 陆燕雪喊道 然而已经晚了 秦问天白皙的手掌伸出 直接扣住了陆展飞的咽喉 冷漠的眸子 看着眼前之人 悲悯地说道 是楚清衣瞎了眼 还是你瞎了眼 放开她 展飞 许多陆家强者大喝说道 纷纷站起身来 陆燕雪都站了起来 冰冷开口 若是你认为 以陆展飞作为要挟 想要离开这里 怕是不可能的 你放开她 我会给你痛快 到此刻 你还在想着攻心计 想着接下来的谈判 呵呵 秦问天笑了 这陆燕雪 大概会以为 他会以陆展飞的命 要挟这些人 放他离开 因此抢先开口 刻意给他压力 也对 像你这样 自以为是的人 也难怪 秦问天淡淡地笑了笑道 你根本不知道 我是谁是什么人 我要离开 需要借助他吗 秦问天说着笑了 他在手掌中 浮现恐怖的剑飞 只一刹那 陆展飞发出 恐惧无比的惨叫声 随即剑意肆虐 他的身体直接粉碎 化作了 轰轰轰的几声 一道道狂暴至极 杀意滔天的气息 席卷而出 笼罩在 秦问天的身上 却见秦问天 傲然站在那里 平静地感受着 这一切 吐出一道 狂妄无比的声音 之前想要离开 你们要拦着 接下 我要你们求我离开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繁乐 大家都转发 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8集 秦问天说吧 一缕缕强大的气息 从他身上 弥漫而出 君灵之气概 释放而出 此时的他 犹如不可一世的 绝代人物 他站在那 便是这片天地的唯一 之前 成竹府不允许他离开 如今 他要成竹府求他离开 多么狂妄啊 然而 秦问天 确实说得如此的自然 如此斩钉截铁 他重伤 被送入成竹府养生 服用了一颗大环丹 本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 因为飘雪圣殿内部的勾心斗角 竟然以他为中心 利用他来打压楚清衣 动不动就称他为废物 要他性命 仿佛他谁都可杀 多么嚣张 多么蔑视他的存在 既然这样 那么 就让成竹府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的存在 此刻 成竹府的人 并没有人在意 秦问天是什么存在 他们更在意的是 秦问天对陆战 陆战飞的杀法 在乎的是陆战飞的陨落 一道道身影 站起身来 怒火燃烧 战飞 一位中年人物 凄惨地喊了声 陆战飞是他的子嗣 竟然就这么被杀死掉了 他天赋义禀 将来必成先王 有一番大成就 正值属于他的时代 然而 就这么陨落了 前一刻还意气风发 下一刻就尸骨无存 他目次欲裂 杀念滔天 先王进 陆燕穴声音冰冷 秦问天虽然没有将气息全部释放 然而他却已经感觉到 这是先王强者才拥有的气势 楚清一 他喜欢的人 是一位先王级别青年人物 旁边的莫潇潇神色一江 他一直自以为是的认为 秦问天当日是窥视他们 被他所击伤 因此一直没有正眼看过秦问天 然而当秦问天诛杀陆展飞的那一刹那 他似乎才意识到 他理所当然认为的事情 实则并不是那么回事 拿下他 陆家城主冰冷开口 他的手掌拍打在桌上 刹那间酒桌震碎 他那双威严的毛子中 进阶杀念 是 许多声音踏步而出 气息可恶 前来贺寿的诸多强者 都露出吃惊的神色 没想到在陆城主的寿宴之上 竟然有人毫不客气的 诛杀了城主的孙子 这简直胆大包天 就在前一刻 他们还以为秦问天会 劫持陆展飞谈条件 下一刻陆展飞死 杀法是如此的果断 杀 秦问天看着朝他迈步而来的 诸多声音 吐出一道冷漠的声音 只一刹那 虚空中的毁灭剑碑 横扫而过 只一瞬间 扑呲的声响不断 一道道声音 进阶被诛 秦问天却依旧站在那里 动也未动 毫不留情 他在寿宴之上 直接开启了杀戮 哼的一声 陆成竹脚踩大地 地面都震碎了 怒不可接 竟然有人如此撒野 无视一切 直接在他成竹府杀戮 在他的寿宴上杀戮 这是个机会 吴不凡对着他的儿子 五天交传音道 五天交目光一闪 随即轻轻点头 这是一个机会 和飘雪圣殿 搞好关系的机会 只见他心念微动 刹那之间 有狂暴的杀伐规则领域 降临秦问天面前 那股风暴极为可怕 一刹那间 使得诸多强者 纷纷后退 以秦问天为中心 风暴中出现了一杆杆 金色的黄金长矛 刺破一切 只是爆发的光芒 就使得秦问天那片空间的地面 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进阶破碎 秦问天身上 则需要亮起光木防御 只要五天骄一声令下 那片空间 都将毁灭在 这黄金长矛规则领域当中 五天骄 仙王敬 仙王出手了 便是不凡 诸人心中感叹 强大 将仙王的力量 全部压缩在了 秦问天所占的那片空间 威力何等的惊人 哪怕是爆发而出的余威 都足以毁灭大地 撕开一条条可怕的裂缝 五天骄一步迈步 降临虚空之上 犹如神明般不可一世 但莫说道 诸位前往后退 他话音落下 诸人继续往后闪烁退开 将战场让了出来 仙王强者大战 波及极大 五天骄出手非凡 他背后背负着黄金长矛虚拟 光芒耀天 隐隐有一杆破天的黄金长矛 是无尽长矛的主宰 五天骄不愧是绝顶天骄人物 败入先帝门下为亲传弟子 果然绝代无双 有人惊叹 看来五天骄和飘雪圣殿的联姻想法 发生会实现了 他这是借杀此人立威 对飘雪圣殿示好 诸人心中暗闹 杀 只听五天骄话音落下 顿时手掌挥动 一柄柄毁灭一切的黄金长矛 犹如不可一世的杀伐神兵力气 好似闪电般降丽 直接轰杀在秦问天的身上 那可怕的速度快到秦问天 都仿佛来不及闪躲 眼看黄金长矛 直接刺破毁灭一切 杀戮降临在秦问天的身体 我 楚清一双眸通红 这毁灭的力量太可怕了 这可是先王境界强者的攻击 同时降临而下 秦问天 他从天道圣院出来才多久 哪怕是踏足了先王层子 天赋无双 但也不可能用身体抗衡这样的攻击啊 必死无疑 路遥双拳紧握 身上瞬间被汗水浸透了 呼吸都似要停止 目光死死的凝视着前方 轰轰轰的急声 一道道惊人的碰撞声音传出 那黄金长矛绽放的光环 几乎让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 全部刺在秦问天的身躯之上 然而 在诸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毁灭的黄金长矛中间 一道身影背负着双手 傲然而立 任由恐怖无比的攻击 轰落在身上 窥然不动 这怎么可能 诸人心头掀起惊涛海浪 秦问天 他仿佛连眼睛都没有扎一下 只是安静地站在那 身躯之上流转着璀璨光芒 不可一世 任何攻击落在身上 都被挡住 无天骄的神色同样难看 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 看来你们还是没有弄明白 秦问天淡默的声音传出 他看着虚空中的五天交 带着蔑视的目光 你想要和飘雪圣殿联姻 想要奉承他们都没有错 然而 你不该拿我来当着垫脚石 想要用我的命来讨好他人 这是你生命中最愚蠢的决定 你只想要和飘雪圣殿攀附关系 可曾想过 我 又岂是你们这样卑微的存在 能够侮辱他 话音落下 他抬手伸出 刹那间 虚空出现一只可怕的大掌印 无天骄大吼一声 黄金长矛杀法而出 却直接被大掌印拍碎掉 那恐怖掌印砸落而下 轰隆一声巨响 扫荡在五天交的身上 只是一瞬间 那恐怖掌印 竟然将虚空中 不可一世的五天交拍死 生生的震杀当场 天交 吴不凡悲愤大吼 他身体腾空 刚想有所动作 随后就看到了那一掌落下 他只来得及 接住一具冰冷的尸体 体内的一切 都被粉碎抹灭 包括生机 嗨 大家好 我是韩寒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59集 而这一刻 只见秦问天的身体 腾空而起 先王的威势 席卷而出 东京先王的强大气势 刹那间笼罩了 整座城主府 所有人都惊骇地抬头 看着虚空中的年轻身影 他竟然如此的强大 不久前 诸人还以为 不可一世的绝代人物 五天骄 一掌被直接拍死 终结先王 陆燕雪抬头看着虚空 他身上的衣扇 随风而动 强大的气息 席卷而出 请问天 竟然是一位 终结先王 身旁的莫萧萧脸色惨白 终结先王 他口中的废物 被他一击捶死的人 竟然是一位终结先王的存在 这是何等的讽刺 何等的打脸 他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难怪楚清衣拒绝了那么多人 却唯独对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感情 原来眼前之人竟是如此的不凡 如此的出众 他并不知道 此刻的楚清衣 自己也处于震撼之中 他虽然知道 秦闷天的天赋绝顶 知道他将来必有无上成就 但他绝对没有想到 他这么快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踏上了 终结先王的路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路遥也感觉一阵梦幻 还有路战 以及路遥那一脉的所有人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冷嘲热讽的人 竟然是一位终结先王 若是早知道如此 莫说是一枚大环丹 即便是两枚三枚又如何 能够就一位终结先王 这样的恩惠 岂是几枚丹药能够比拟的 然而如今 那已不再是恩惠 而是仇 一颗丹药 竟然被当作玩物吧 被认为想杀就杀 我秦某的命 竟还不如一枚丹药 秦问天冷笑一声 环室周围 只见鹿燕雪的身体 缓缓地腾空 他身上的寒鸣冷意 释放而出 可怕至极 吴不凡同样腾空 金色的光滑耀眼 杀气漫天 你可知道 刚才你杀的人他是谁 吴不凡冰冷开口 他是五弟侵传弟子 哪怕你是中阶先王 哪怕是你来自非凡势力 但你在我面前如此放肆的杀戮 如我飘雪圣殿 你今日依旧该死 陆燕雪冷漠开口 直接将飘雪圣殿抬了出来 准备诛杀秦问天 因为他自己可能意识到了 得罪了非凡之人 眼前的青年很可能也来自不寻常的势力 而是他侮辱对方在先 因此他将飘雪圣殿抬出来 说秦问天辱了飘雪圣殿 以此为后盾 秦问天岂会不明白他的想法 但他却不明白 秦问天根本不在乎 他是否是飘雪圣殿的人 当然更不会在意他刚才杀的人 是五帝清传弟子 要他命的人 他没有必要手下留情 很遗憾 即便是此刻 你们依旧不明白 秦问天淡淡地说道 话音落下 哗啦一道声响传出 他的身体犹如一尊大鹏鸟般 有着极致的速度 快到不可一世 五步凡脸色瞬间变了 他身体想要退 但已经来不及了 秦问天手掌击住 犹如神灵般的手掌 直接将五步凡抵抗的金色光木 粉碎掉来 轰隆一声巨响 强大无比的大掌印 扣住了五步凡的身体 先帝弟子 你记不清杀过多少了 哪怕是先帝的子嗣又如何呢 秦问天讽刺一笑 既然你们还不明白 那么我就让你们明白 我是什么人 话音落下 他的手掌猛地拍打而出 轰隆一声巨响 五步凡的身躯 直接被拍打碎裂 一尊强大的先王 露出了绝望之色 他的眼眸是那么的绝望 先帝子嗣又如何 此人究竟是什么存在呢 这一刻他们才真正的意识到 这站在虚空中的青年身影 是何等可怕的人物 五步凡隐落 五步凡和五天骄父子两人 本想以秦问天为垫脚石 踩踏在秦问天的身上 攀附上飘雪圣殿的强者 他们站出来杀秦问天 以清静飘雪圣殿 可惜 这是他们此生中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 最愚蠢的决定 直接葬送了他们父子的性命 以秦问天的命来讨好飘雪圣殿的人 这里他想要讨好的人 又有几人的命 能够和秦问天相比肩 天兰先国 至尊剑派 九皇先国 白虎族 还有东圣先帝 子弟 等这么多可怕的人物 都想着要秦问天的命 为了杀他 东圣先帝不惜败入夺天老魔门下 这么多人都想要他的命 可笑的是 无不凡父子 却想着用秦问天的命 换飘雪圣殿一个好感 一击 诸人心头开始狂战 掀起了惊涛骇浪 看着那悬浮于空的绝带风华身影 此时 若是他们还不明白 飘雪圣殿和城主府 惹到了极为不凡的人物 那是何等的愚昧 城主府这次真是闹了个天大的笑话 还有飘雪圣殿的圣女莫潇潇 诸人心中暗道一声 莫潇潇说 此人是个好色之徒 被他一击重伤 借助了大环丹才活命 因此 他们借此机会 打击另外一位圣女 偶尔讨论下秦问天的生死 仿佛之前 那站在楚清衣面前的青年 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任凭他们摆布 想要如何便如何 没有人过问过他的意见 没有人在意他的想法 更没有人想过 他会是什么人 于是 有了此刻震撼人心的一幕发生 那罪不起眼 没有人在乎的存在 能够一击秒杀先王 诛杀先帝清传弟子 狂言 他杀过不少 先帝子嗣又如何 他面对飘雪圣殿 先王圣女 陆燕雪 借助圣殿威势威压 神色没有半点的波澜 仿佛他根本无需在意 陆燕雪身后站着的飘雪圣殿 楚清衣此刻都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美妙的身躯微微颤动着 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是真实的 那傲力虚空的身影 和当初在天道圣院之时 有几分相似 同样的风华绝代 同样的气概无双 但如今的他更加霸道 更加强势 当然实力更加的恐怖 秦衣 秦公子他 陆燕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悬浮于虚空 绝世无双的身影 真的是那位安静的疗伤 谦逊而温和 会和他谈笑风生的青年男子吗 他真的没有看错吗 这一切 恍若睡梦中 他名字叫秦问天 先于东部 千遍仙门弟子 传闻是千遍帝君的清传弟子 他是长青先国之主 长青大帝最宠爱女儿的心爱之人 他曾踏入天道圣院之中 那时我也在 他败雷霸 杀至尊剑派天骄 斩顶级妖族势力 白虎族强者 以白虎若为石 他仙台七重之时 大战九皇仙国仙台巅峰的 无双天骄黄沙天 他于天道盛宴之中 力战诸豪强 风华无双 楚清一声音透着几分肃母之意 缓缓开口 他说的没错 所谓先帝弟子 在天道圣院中 恐怕就不知道多少死在了他的双掌之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0集 楚清一知道 此事闹得如此之大 飘雪圣殿必会查明秦问天身份 索性说出来也无妨 还能让飘雪圣殿有几分顾忌 听到的人心头微微颤动着 辉煌的战绩 无双的狂事 这样的人物 竟在陆家被如此对待 这陆家的人真是瞎了眼 竟然为了区区一颗大环丹 闹得如此的大 还想要他的命 真是太可笑了 这样的人 仅仅只是值一颗大环丹吗 陆瑶那一脉的人 此刻已经不知道是何心情 就在不久前 他们还在讽刺挖苦秦问天 天道声源开辟了多少年月 他和你一起踏入天道声源之中 如此短暂的时间 踏入终结贤王境界 楚天一 你是在说笑吗 墨潇潇听到楚清一的话 内心微微颤动着 但他依旧不肯相信 这不会是真的 一个和楚清一 一同踏入天道声源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 跨入终结贤王 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等地步 楚清一目光一闪 凝视墨潇潇 冷漠说道 这世间有些人 他们天生注定不凡 让寻常人惊叹 让天骄仰望 他们一记绝唇 甩开所有同辈人物 永远走在最前面 这些人 是历史上的传奇 也有许多被称之为 古之大地 轰的一声 墨潇潇的心脏猛然间颤动了下 震撼地看着秦问天 道 我不相信 天道圣愿开辟 的确是象征着古之大地时代的来临 楚清一的话语 无疑是在暗示 秦问天 就可能是天道圣愿命中注定的那人 因此 他如遭奠基 身躯颤抖 在场的诸人 都内心狠狠地震颤着 没想到楚清一 对此人的评价如此之高 他认为 此人便是未来的古之大地 天道圣愿 遇事的传说的存在 我重伤坠入寒民仙湖之中 你直接再给我一击将我击晕 若说此事是个误会 我可以不去追求 然而之后 你数次欺我如我 为了要和楚清一斗 牵连于我身上 要我性 损楚清一致道心 你虽是飘雪圣殿圣 然而如此如我 你说 你该死吧 秦问天对着墨潇潇大喝一声 只见墨潇潇浑浑身 更是猛地颤抖了下 身躯竟然被这一道大喝之声 震得往后退了几步 之前 他在秦问天面前高傲无比 然而此刻 他却明白 在秦问天的眼前 他没有任何资本 他仙台人物 对方中阶先王 他寻常圣女 秦问天天赋无双 他就连楚清一的天赋都比不过 如何和秦问天比 无论是实力 身份 地位 他都不如秦问天 然而 他却肆意羞辱 想要杀秦问天 此刻秦问天问 他该死吗 陆燕穴神色极不好看 他此刻明白 哪怕是他的身份 都根本震慑不住秦问天 而且 对方的背后 似乎有两个超凡势力撑腰 对方在这两大势力中的地位 比他在飘雪圣殿中的地位 只会更高 此刻 陆燕穴骑虎难下 他看着秦问天道 你既有非凡身份 那么此事 暂且坐下来谈如何 你在说笑吗 秦问天眼眸扫过陆燕穴 冷道 有何可谈 哪怕你的确是非凡人物 但是在这儿 我飘雪圣殿的地盘 我陆家 你若一意孤行 依旧讨不到任何好处 陆燕穴目视虚空 迎望着秦问天 他身上的寒鸣气势 犹如风暴般席卷而出 威慑秦问天 楚清衣 我本欲给飘雪圣殿一些颜面 不愿疏敌 然而 此人到此刻 依旧如此态度 那么 你回禀飘雪圣殿 这两人 我杀了 飘雪圣殿若是想来复仇 这笔仇 我秦问天认了 若是飘雪圣殿不计较 那么 今日之事 权当没有发生过 秦问天话音落下 他的眉心之处 出现了第三支隐谋 只一刹那 邪神规则领域降临 直接笼罩 陆燕雪 以及莫潇潇 陆燕雪身上的寒民力量 冰封一切 然而 莫潇潇 却没那么走运了 规则领域降临 整片虚空 都将毁灭葬所 他区区 仙台之人 无人护住 如何抵挡 你放肆 你放肆 陆燕雪挡住 莫潇潇的身前 我要杀人 你能挡住 秦问天话音落下 恐怖的邪神领域卷动 毁灭一切 只一刹那 莫潇潇 发出残叫之声 随即 沦陷入 毁灭漩涡之中 空的一声 就在此刻 陆成竹 踏步而出 绽放惊人气势 顶级先王的气息爆发 何等可怕 你想我图成竹府吗 秦问天目光一扫而过 冷谋凝视陆成竹 他踏步而出 神像规则领域 爆发而出 轰鸣巨响声 震荡天地 压榻一切 这一刻 陆成竹竟然犹豫了 他身为顶级先王强者 在眼前之人面前 他竟然感受到 一股恐惧之意 此人太可怕了 他的气势 他的眼神 仿佛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他 他若是出手 整个成竹府 都将要陪葬 喷了一声 只见陆燕雪一声大喝 含鸣力量覆盖天地 天地飘霜 洁白一片 猪人冷得浑身发颤 他长发肥扬 怒吓一声 挣脱领域 朝着秦问天杀来 秦问天目光从城主身上转过 扫了一眼陆燕雪 神之手摧发身躯力量 规则力量凝聚成剑 看着陆燕雪杀来 他身形一闪 犹如鬼魅 快若大鹏 天下急速 杀 陆燕雪一直击出 寒鸣力量汇聚成恐怖的冰雪寒龙 朝着秦问天席卷而出 将之吞没入寒鸣力量之中 秦问天的身躯都覆盖上了寒鸣之力 但见此刻 那虚幻的身影展出了一剑 梦魔之剑 一剑声 陆燕雪只感觉天地白茫茫的一片 仿佛看不到剑 感受不到剑 只有他的寒鸣力量 他是这片天地之主宰 就在此刻 他主宰的世界 一柄剑应运而生 从寒鸣力量之中爆发 不 陆燕雪发出惊呼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那一剑 竟然让他入了梦魔之境 剑若朋友 人间急俗 斩过身躯断 不可一世 高傲无边的陆燕雪 一剑斩 此刻 城主还在犹豫 就看到了这震撼的一幕 他的心头无言 面若死灰 他闭上眼睛 道心都在颤抖 世间真有如此人洁 他奥利虚空 这天下 哪里容得了他人的存在 他 就是天地主宰 决定一切 俯瞰众生 这一刹那 城主仿佛变得苍老了起来 那一犹豫 道心受损 从今往后 他再难尽一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61集 只此一剑 陆燕雪 斩 陆燕雪 从飘雪圣殿走向 何等的风华 韩明先 遇各方强者前来拜见 除了亲近城主府之外 便是因为陆燕雪的关系 这城主府陆家之女 天赋绝伦 在飘雪圣殿中 取得极高的成就 地位非比寻常 许多强者 想要来拜会 陆燕雪 姿态极高 除他父亲陆城主外 无人能够被他放在眼里 他坐在那便是唯一的存在 可指点江山 决定人之生死 甚至他要为楚清一 决定婚配 让楚清一 在陆展飞 以及五天骄之间 选择一人 陆燕雪 他还要楚清一 亲手诛杀秦问天 以正清白 但如今 五天骄和五不凡身云 莫萧萧死 陆燕雪 一千倍诛 强大的顶级先王成主 因秦问天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竟然迟疑没有出手 道心受损 此刻脸色苍白 一瞬间 仿佛变得苍老了许多 今日 本该是陆城主的寿宴 大喜之日 朱强来贺 何等的荣耀 光芒死舍 然而此刻 喜事化为悲失 陆城主看到陆燕雪被杀 却依旧没有出手之意 陆燕雪的实力 他清楚 被秦问天一箭诛杀 眼前的青年 实力超凡 虽只是终结先王境界 然而 无论是气势 还是战斗力 都可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正如楚清一所言 有些人天生非凡 他们注定和其他人不同 他们能够将一切同辈天骄 踩踏在脚下 能战胜一切同境之人 甚至越境而战 这一刻 成主府之人 一个个内心颤动着 无比心惊 陆家之人 看着那虚空中的身影 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光芒 他们无地自容 自残行魂 不久前 他们竟然想着 要决定对方的生死 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 陆成主 我昏迷之时 被带入成主府 陆瑶为我扶下一颗大环丹 非我自主 我自会偿还这大环丹的恩惠 然而 我在成主府中 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陆燕雪他们口口声声 要定夺我之生死 我诛杀他们 你们 可有意见 秦问天目光丰锐 凝视陆成主 使得诸人再度心惨 哪怕是面对顶级先王 他都依旧如此强势吗 你们 可有意见 陆成主脸色苍白 心中悲叹 的确 算是他们陆家无眼 得罪了此等人物 他想起秦问天之前的话 你们 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我是什么存在 当听到这句话之时 他们甚至露出了讽刺的笑容 此刻再想起来 却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讽刺 这等人物 陆成主眼 陆某没有意见 陆成主心中虽无比愤恨 想要将秦问天 格杀当场 但也必须忍住 我之前想要离开陆家 被你们所拦 尽足于此 现在我秦某 能不能走了 秦问天冷冷问道 当然 陆成主每一句话说出 都感觉无比的沉重 诸人看着秦问天 心中感叹 果然 之前不准他离开 此刻要求他离开 秦问天不走 陆家的灾难 陆瑶 秦问天目光转过 望向陆瑶 使得陆瑶一露 看着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心中何尝不是 生出无限的感慨 他也没有想到 那温和俊逸的青年 竟会如此的不凡 堪称无双 那吴家的天骄 吴天骄 和他相比 简直如同乌鸦和凤凰对比 秦问天眼眸中 露出了一抹笑意 这一刻锋芒净烈 他手掌一挥 顿时一枚储物戒指 漂浮于陆瑶身前 他开口说道 陆瑶 你说过 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神兵力气 以及厉害的修行功法 这里面有我为你刻意挑选的 于我而言没有多大用处 但应该能够对你的修行 有所帮助 你不必推辞 陆瑶郊区威颤 确实 以秦问天的境界和战斗力 哪怕是他用不着之物 对于他 以及在场的许多人而言 都是至宝 我因被先帝追杀 不能久留 也不能为你做太多 这些日来 你尽心照顾 心地善良 我心中 已视你如我妹妹 当时你照顾我之时 你身边之人无人支持你 甚至对你冷嘲热讽 你所得之物 也无需给予他们 但可以授予对你好的人 秦问天缓缓开口 随即目光望向陆家诸人 开口道 我的话 希望诸位听清楚了 我是陆瑶如我妹妹 若将来 我妹妹在陆家受到任何委屈 拿你们试问 若有人敢觊觎他身上之物 对他下手 我必血洗陆家 你们好自为之 陆家之人心头无辜震动 他们知道 之前被诸人各种嘲讽的陆瑶 将会走上一条不同的路 他成为了陆家最幸运之人 从此陆家 谁还敢对他如何 陆瑶心中有着振振的暖意 他接过了秦问天的好意 只感觉眼眸微微有些发红 之前家族之人讽刺他的时候 他的确很难受 为了利益 为了讨好墨潇潇和陆燕雪 无人站在他一边 各种的嘲讽漫漫 难听至极 而如今 秦问天 却真的完成了他所说的心愿 他明白 秦问天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因为之前 他以为玩笑般的对话 然而这一段对话 却将成为现实 却却卿一 却卿一 秦问天再道 目光缓缓转过 落在却卿一的身上 却卿一抬头 看着秦问天 当年的他 尚且还能和秦问天 有并肩的资格 然而他发现 如今 他或许 只能仰望眼前的青年了 他心中的那一缕奢望 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他们生来就注定了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 而且 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样的人物 在他落魄不得志的时候 你能够和他 站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没有抓住 没有走进他的内心 而如今 当他已经高高在上的时候 你要再想接近他 楚卿一知道 这不现实 他只能在心中 存有一个念想 仅此而已 你是飘雪圣殿圣女 我并不知道 你缺少什么 你有什么想要我帮忙的吗 秦问天开口问道 楚卿一看着秦问天 缓缓道 你知道 我帮你并不是为了什么 我明白 秦问天点头 心中复杂 曾经 他恨不得将眼前女子诛杀 甚至羞辱过他 两人有过一段仇恨 然而 他也没有想到 如今 楚卿一竟会对他 生出情意 然而 秦问天却知道 他不可能因为 楚卿一帮了他 就接受这段感情 此之一事 无法勉强 若一切重来 我们可以成为 很好的朋友 秦问天开口说道 楚卿一 无论如何 谢谢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2集 楚卿一的美眸中 闪过了一抹温柔的小意 极为动人 之前 诸人以为楚卿一瞎了眼 竟然喜欢上了一个废物 然而此刻 他们终于明白 楚卿一喜欢了一个怎样的人 他们也明白 这段喜欢 甚至只是楚卿一的一厢情愿 飘雪圣殿圣女的一厢情愿 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 仿佛这很正常 只因那站在虚空中的身影 太过耀眼无双 陆燕雪被一剑诛伤 哪怕是圣女楚卿一 依旧和她不是一个层次之人 谢谢你 我自己都讨厌田道生宴中的自己 若非是你 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楚卿一 楚卿一笑容柔和 看着秦问天 那时我大概也和穆萧萧有些相似吧 自以为是 我要离开了 秦问天开口道 在这里大闹了一场 消息必然传出 虽然东盛先帝在极遥远之地 不一定能够传过去 但为了安全 必不能在此地停留了 嗯 楚卿一眉眸笑容更加的灿烂 秦问天对着她点了点头 随即看着陆瑶 陆瑶 再见 你说叫我当做妹妹 那我可以叫你哥哥吗 陆瑶看着秦问天笑道 当然 秦问天微笑着点头 秦大哥 以后你路过陆家 记得来看我 陆瑶甜美笑道 好 秦问天点头 随即转身 踏步离开 潇洒无比 楚卿一看着她的背影 缓缓开口道 虽然你我无缘 然而 我会站在平地上看着你 等着有朝一日 天下无人不识君 秦问天的身影 渐渐地消失 陆瑶看了一眼楚卿一 问道 秦大哥 真的能够站在星日之巅吗 陆瑶 你可曾听过 世间有人能在短短数十年间 从仙台境 他有仙王中阶 一剑 斩飘雪圣殿中阶 仙王后期圣女 楚卿一看着那离去的背影 微笑着道 陆瑶心头微瑶 摇了摇头 是啊 这天下 何曾有过这样的人物 他若不站在巅峰 又能有谁 秦大哥说 先帝都在追杀他了 可见 就连先帝人物 都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陆家之人 心意麻木 还有一些飘雪圣殿的来人 心中无言 不知是何感受 这陆家的寿宴 本该录成主 是主角 然而今日 主角却唯有一人 那被许多人羞辱 蔑视 想要置之死地之人 秦问天 遇见而行 一路出了寒民先城 既已暴露 此地不久留 更何况 他也无法预知 飘雪圣殿的态度 毕竟 他杀了两位圣女人物 飘雪圣殿 也是顶级势力 若迁怒于他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如今 秦问天已是 中阶先王境界 战力更是超越境界 妖剑若彭鸟 快若闪电 数月之间 秦问天跨越了 数座城池 在一座城池中 要了一幅详细的 遇潜地图 将仙域中部各大区域 都标注出来 极为清晰 甚至 对仙域中部的 各大地级以上的势力 都有另外的说明 不仅仅是那些顶级势力 还有各初阶先帝 开辟的势力 这幅地图价值不菲 但秦问天 却感觉物有所知 仙域中部区域 范围极大 聚集得强者如云 若是不算万魔岛 和蛮荒的版图 仙域中部 是各区域最大的 势力最多 上层次的实力更强 最为繁华 秦问天可以借天福 借通道 直接离开这边 然而他没有 他终究是要出来历练的 神山古道上的 那一次袭杀 让秦问天 有着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他必须要自身强大 方能应对 各种突发的危机 否则 哪怕是有递进 强者守护 都不一定 能够保得住他 此行 秦问天的目标 是古地之城 而路途中 作为历练 这些日来 秦问天也见识了 不少奇闻异事 看到了不少的 征伐杀戮 一日 城外的古老部落当中 部落中传来 凄惨的叫声 只见那里 有一位修行邪恶力量的 强大邪修 他身上涌现 无尽黑色气流 朝着下方部落的人群涌去 那黑色气流 在诸人的体内狂窜 带着人群的精气神 吸食干净 随即涌入那虚空中的 黑色身影体内 整个部落 一片毁灭迹象 只见一位老人 带着少女 朝着部落外狂奔 踏着黄沙而行 他们不敢腾空 怕被注意到 然而就在此时 呼啸的黑色气流 朝着这边卷来 那少女惊叫一声 爷爷 恶魔之气来了 你先走 老人豁然间转移 朝着那黑色气流 奔去 那少女惨叫一声 哭喊着道 爷爷 走啊 老人狂喊 黑色气流 犹如黑色的闪电般袭来 隐隐幻化出一张黑色的面孔 朝着老人吞噬而去 老人身上气息涌动 然而他自知根本挡不住 面露绝望之色 就在此刻 一箭袭来 箭笑当空 直接贯穿天地而下 扑辞一声轻响 箭刺入那黑暗气流化作的面孔之上 使之直接爆裂溃散 老人目光一凝 抬头望去 便见远处一道身影 欲空而来 飘然若鲜 风华绝大 爷爷 少女跑到老人身边 对着虚空喊道 姐妹 姐妹救救我们 阁下要多管闲事 远处部落中 那邪修目光转过 朝着秦问天这边望来 阎谋极冷 他修为强大 竟是先王之境 你修行之手段太过残忍 不该存在于时间 秦问天话音落下 妖剑暴击而出 犹如一尊大鹏鸟 割空朝着对方杀法而去 瞬间降临 那强者身上流动的邪气 化作黑龙 发出恐怖的怒吼 却见大鹏剑光 炽热无双 直接穿透一切 诛灭黑龙 虚空都仿佛炸裂 妖剑横扫而出 划破虚空天穷之上 仿佛出现了一道璀璨无边的剑光 扑呲一声轻响 那黑银惊骇地看着秦问天 随即身躯炸裂 直接殒灭 剑规落在秦问天的脚下 出谢前辈 求命之恩 老人跪拜在地上 少女看向秦问天 满是震撼和感激 部落中的人 也都纷纷跪地感谢 举手之劳而已 秦问天摇头 随即遇见离去 不忍接受他们的朝拜 仙欲太大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知反击 他无法做到用毕生力量 铲除邪恶之人 只能在遇到之时 略尽力量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 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呢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3集 又过了些日 秦问天来到了一片妖兽王国 这片妖兽王国 是妖的世界 一位妖帝开辟而出的力量 它统一方圆之地 聚集诸多大妖 于这片妖兽王国之中 无边无际 古树参天 此刻 在妖兽王国外围之地 有一群年轻的天象进强者 前来此地试炼 这一行人中 有男有女 都来自小家族势力 拜师与某一势力当中修行 前来试炼 路途中 他们诛杀了不少妖兽 还将妖兽的躯体收了起来 那些都是宝物 价值不菲 够了吧 继续前行的话 非常危险 有人说道 无妨 再诛杀一些妖兽 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历练而来 怕什么 有人建议道 虽有人不情愿 但依旧继续前行 他们找到了一处黄金妖园的老巢 本准备撤走 但却发现 竟有一尊黄金妖园 竟在缠子 于是壮胆前行 杀了过去 将妖园诛杀 并准备分割妖兽尸身 但就在这时候 远处传来了惊天愤怒大吼一声 一头可怕的黄金元降临 杀了过来 将他们一个个诛杀干净 那怂恿诛人来的人逃得最快 被他逃了出去 同时还有一位女子 也跟随他一起逃走 不过身受重伤 那男子觉得会被拖累 竟然心生歹念 看着那女子曼妙的身躯 斜笑着走上前去 你跟什么 那女子行动不便 身上有伤 看到对方的眼神 感觉浑身冰冷 雅儿 带着你不方便 与其死在妖兽手中 不如成千了我 男子邪笑 他话音落下 一道剑光降临 直接将他斩灭 女子神色一宁 抬头便看到虚空中 站着一道超凡身影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女子感恩道 青年迈步往前而行 却听女子道 前辈 能否带小女子一程 自己做的选择 自己承受后果 若非此人太过卑鄙 我根本懒得出手 一道冷漠声音传出 秦问天迈步离去 之前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中 对那些死去之人 没有半点的同情 秦问天迈步离开 在妖兽森林中 不断地往前而行 不过就在这时候 他脚步停下 道 出来吧 他话音落下 只见一头金色的玄鸟 闪烁而出 刹那间 光芒洒落于天地之间 这玄鸟乃是黄金鸟 是金翅大棚的一种 祖先流淌着金翅大棚的血脉 你吃了那头黄金鸟 秦问天看着这黄金鸟开口道 人类杀死了母猿 妖猿报复 诛杀人类 而它自己 却又死在 更厉害的妖兽手中 这便是丛林法则 也是整个仙玉世界的缩影 只不过在这里表现得更加直白 嗡的一声 黄金鸟张开口 吐出一道尖锐之音 只一刹那 顿时无尽金色的闪电光滑 朝着秦问天杀了过来 漫天金剑 那古树被切割 斩成粉碎 轰的一声 秦问天身上光滑流转 金剑不断积在身躯之上 他窥然不动 只见那黄金鸟身体 巨然间冲出 犹如闪电 黄金光芒璀璨无比 他化作一尊巨鸟 力抓扣杀天地 朝着秦问天身体撕裂而去 他的双眸桀骜无边 拧有金翅大鹏鸟的 桀骜气度 秦问天抬手一按 顿时一剑升 虚空中爆发出一道可怕的碰撞 只见那黄金鸟身上 绽放更加强烈的金色光滑 但身躯却仿佛不断被剑起船头 转身想要逃走 秦问天手掌一抓 直接将之握住 使得他无法逃离 嗡嗡的几声传来 只见一道道身影闪烁而来 竟是一行先王境界的强者 其中一位青年对着秦问天拱手道 在下玄铁地宗人 追杀这头黄金鸟也有多日 只是它速度极快 无法追上 没想到被阁下截拙 在下能否请求阁下做个交易 我必不让阁下吃亏 玄铁地宗 秦问天目光一闪 这次他路途中会经过一座城池 其中便有玄铁地宗 他本打算前往一趟 你要拿来练器 秦问天问道 看来阁下知道我玄铁地宗 实不相瞒 确实如此 这黄金鸟是上等的练器材料 青年点了点头 秦问天抬头望向森林深处 探道 你们猎杀妖兽练器 而据我所知 这里的妖兽 是由一尊妖帝统于 你们不担心这妖帝 杀入人类的世界报复 随着修为的强大 看到蛮荒十万大山的崛起 他的心境也略变得复杂了起来 妖兽和人 实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妖兽残忍暴虐 人类何尝不是一样贪婪残忍 人类和妖兽敌对是注定了 无法改变 即便我们不猎杀妖兽 妖兽也会出来猎人为食 只是双方都不去触奉对方的底线而已 传闻先于极北之地 蛮荒十万大山的诸多大妖已经出山 开始肆虐人类的地盘 他们要渗透入人类世界当中 如今已是生灵涂炭 有无数人类陨落在妖兽铁蹄之下 或许这是天生的敌对 没办法改变 那青年淡淡开口 秦万天点头 的确如同对方所言的那样 蛮荒十万大山的妖兽 已经出山了吗 秦万天目光眺望远方 南南地狱 这妖兽让给你没有问题 我也可以不必交换什么 你为我引荐玄铁地宗炼器大师 我需要炼制几件神兵 可否 秦万天开口问道 自然没有问题 我会为阁下引荐我认识的 最优秀的炼器大师 为阁下炼制神兵 阁下既有此意 那么一起同行 前往玄铁地宗如何 青年笑着邀请说道 秦万天能够擒拿这头黄金鸟 实力必然不凡 他们可是追杀了许多日 都没有能够得手 好 秦万天点头 嗨 我是 加特琳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64集 东陵仙城 乃是仙域中部区域的一座大城 这里虽没有顶级势力 但却有树谷地级势力 实力非常强大 一座仙城中 数大地级势力 这可是如同南皇仙城这样的超级大城才有的 而在仙域中部 这种城池不少 而且 东陵仙城 不属于任何中部顶级势力的附庸 他独属一脉 各大地级势力 各自为王 秦万天在预检地图中 清晰地看到了东陵仙城被重点的标注出来 有不少关于这座东陵仙城的信息 在古时代 这座东陵仙城乃是仙域中部最顶级的一大势力 曾有超级强者在此地立下道统 号称东陵圣殿 统于无尽疆运 强横无边 直到无数年前 东陵圣殿覆灭 这股势力瓦解 但这座东陵仙城 虽然削弱了很多 但从未真正沦为底层和附庸 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底蕴沉淀 使得即便是无数年后的今天 这座东陵仙城 依旧有其辉煌之处 在东陵仙城的东方之地 那里依旧有着东陵圣殿的遗迹 传闻 这遗迹之中有奇妙之处 甚至可能会开启 还有传闻 如今东陵仙城的地级实力 实则都是当年东陵圣殿遗留下来的产物 乃是东陵圣殿的后人 带着圣殿的圣术所开辟 他们依旧驻守于此 等待着有朝一日圣殿开启 重新古时代的辉煌 玄铁地宗 便位于东陵仙城 乃是几大地境势力中的其中一支 以炼器为名 历史悠久 甚至有不少先遇中部的顶级势力 曾数次想要将之收为麾下 让玄铁地宗成为他们独有的炼器势力 但却从未得逞 玄铁地宗和各大顶级势力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凡是顶级势力来人求炼器的话 他们都会答应下来 因此保持了一个平衡状态 使之没有被其中一股力量吞并 此时 玄铁地宗之外 秦万天跟随在妖兽森林中遇到的青年 一起来到了这里 看着这座由金色的器物炼制而成的灰红古老势力 犹如一座城池般矗立在大地之上 心中唯一有些震撼 玄铁地宗 只是这座宗门似乎便非同寻常 秦兄见笑了 这座宗门中各处都蕴藏大阵 而且许多建筑本身就是神兵利器 若遇到强者入侵 可直接借用御敌 秦万天低声道 青年微笑着说道 他名为封柱 自身也是一名炼器师 不过他更多的是注重修行 在炼器上的造诣不是太强 秦万天微微点头 一行人脉步而出 走入地宗当中 在仙域 上层的强者大多都是追求强大的实力 少有人愿意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炼器上 因此真正顶级的炼器势力并不多 地宗似乎有不少人到 身后一位先王人物轻声说道 封柱目光一闪 他的仙念扑出 同样看到了地宫中的不少宫殿 都有客人前来 不由得有些疑惑 去贤选那儿 封柱开口说道 只见他朝着某处方向迈步而出 不多时 来到了一座辉煌的白色宫殿之外 这里有不少强大的人物在 包括先王级别的守护强者 圣女在吗 封柱落在地上 对着一位先王女子问道 在等 我去通禀一声 那先王女子点头 使得秦问天有些好奇封柱的身份了 我妹妹封前选 玄铁地宗圣女 身份可是比我尊贵多了 封柱自嘲一笑 秦问天目光一闪 随即笑了笑 原来如此 在玄铁地宗 我的影响力和我妹妹相差甚远 我让他亲自帮秦兄引荐练机大师 如此的话 多谢了 秦问天道 片刻后 只见一位身穿白衣的曼妙身躯 走了出来 他气质非凡 姿态端庄 透着思思圣洁之意 相貌非常美丽 看了封柱一眼 不由地问道 大哥怎么来了 秦雪 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这是秦兄 之前我们一群人追杀黄金鸟而不得 秦兄出手轻易勤纳 便将之赠我 秦兄想要炼制几件神兵 我答应了秦兄为他引荐练气大师 封柱介绍道 封前选 看了秦问天意 随即轻轻点头 大哥既然得到了黄金鸟 我就帮你炼制一件防御铠甲吧 秦兄想要炼制什么级别的神兵律气呢 我秀为中阶先王进 只需匹配我的境界就足够了 秦问天的 这简单 我就能够炼制 既然如此 我就自己动手为你炼制吧 具体 你想好什么神兵 有何要求 风浅雪问道 我想要炼制几件神兵 可能要麻烦圣女了 秦问天说的 第一件神兵是面具 第二件是衣服 要求只需要隐匿改变我的气息 让仙念无法窥探就行 还有便是需要一柄刀 一柄剑 圣女若愿意帮忙 我会提供炼器报酬 嗯 我明白了 前两件神兵是为了隐匿身份 后两件神兵则是战斗之用 我没问题 至于报酬 你既然帮了我大哥 只需要提供炼器材料 所需要的等价物就够了 风浅雪轻轻点头说道 风浅有些诧异地看了 秦问天一眼 前两件神兵的炼制 显然是为了隐匿身份 看来 秦兄有厉害的仇家呀 如此的话 多谢圣女了 对了 浅雪 帝宗内怎么有不少强者前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风筑问道 大概是因为仙玉极北之地的蛮荒大山吧 仙玉中部临近各大区域 若是蛮荒大妖继续往前行进的话 迟早会降临仙玉中部地区 而且还有一些人 想要进仙玉北部历练 担心面对群腰的情形 因此 有不少强者前来 想要练着一些厉害的神兵对应 风浅雪开口道 秦问天问道 仙玉北部的形势很严重了吗 蛮荒大山神山降临世间 妖兽进化出山 他们要辱人类的世界 自然遭到人类的反抗 于是爆发大战 蛮荒大战的妖兽王族发出声音 他们要和人类一起筑立在仙玉大地上 要在人类生存的世界立道 风浅雪开口道 你应该听说过 蛮荒王族 帅领大妖出山 声势何等浩瀚 仙玉北部的顶级势力 即便联手 也不可能拦得住的 看来 仙玉要乱了 风筑南南低语 以往仙玉人类 和蛮荒十万大山 尽未分明 虽各有前往对方地盘历练的 但各不侵犯 仙玉之中 虽有不少妖兽势力 但依旧不多 只是仙玉西部 有几大顶级势力存在 而如今 蛮荒大妖要入侵仙玉 要和人类并存 仙玉必然将经历一段 长时间的动荡了 秦闷天眉头微微皱着 仙玉东部本就已经有些混乱 而且 整个仙玉都隐隐处于 微妙的气氛当中 如今 蛮荒入侵 秦闷天总感觉 仙玉真的可能要进入一个动乱时期了 这样的话 他更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应对仙玉之变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先不管这些了 秦兄 我妹妹的练起实力 可是顶尖的 她答应帮你出手练纸神兵 必能满足你的要求 丰柱微笑着说道 秦问天看到这里的先王守护 就隐隐能够明白 风浅雪的地位 必然非常之高 浅雪圣女 秦某想提一个非分要求 若是圣女觉得不合适 便直接拒绝 秦某必不会在意 秦问天开口道 秦兄请说 我能否观摩练气 秦问天开口道 她修行符文入道 一直坚定地认为 万法同源 大道同宗 观摩练气 或许能对修行有帮助 你要求过分了 只见一位守护 仙王女子冷冷开口 一面之缘 此人竟提出 如此过分的要求 每个练气大师 都有自己的练气手段 又岂会轻易示人 风柱也略显尴尬 秦问天便道 秦某越线了 抱歉 无妨 秦兄若是想观摩 便随我一起 风浅雪倒是不在意地说道 圣女 旁边的仙王女子连忙道 这可是练气大计 若秦问天 是其他练气势力派来的人呢 风浅雪摆了摆手 顿时那女子闭嘴 使得秦问天目光中 闪过一抹异色 眼前的女子 有着非凡的魄力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 只见一行强者 欲空而来 降临这边 这行强者 气度非凡 似乎乃是两大不同实力 眼眸一个个极为丰锐 环视下方 秦雪 只见最前方 一位老者开口喊道 风浅雪抬头 道 西叔有何事 这里 有两份炼气弹 你给我目下 老者挥手 顿时两道光芒 落在了风浅雪手中 他翻开看了一眼 眉头微皱 道 西叔 是要我炼气 嗯 中门已经接下 而两大势力的人 都希望最优秀的炼气圣女出手 秦雪 你来炼制比较合适 老者点了点头 行 不过需要不少时间 至少六月 风浅雪道 六个月太久了 你立即放下其他事情 着手炼制 一个月内完成第一份轻炼的炼制 其中一方强者开口说道 他们身上光辉闪耀 隐隐透着太阳光芒 非常夺目 我们那份清单 同样需要在一个月内炼制完成 不能等 劳烦圣女了 旁边一行人同样开口道 虽语气客气了些 但肯定的话语 依旧显得非常强势 风浅雪皱眉 道 我刚答应了一位朋友出手炼器 就需要一些时间 而诸位这些神兵炼制 需要更久 一月 即便我不眠不休也炼不成 你朋友的 就暂时放在后面 换尘球给其他人炼制吧 这不好吧 左方之人继续说道 风浅雪语气有些淡了 这些人直接就要求 将他朋友的炼器往后推 可是非常过分 圣女不必为难 让他自己点头不就好了吗 那人目光望向秦问天 开口道 高下 我们乃是太阳圣教之人 需要炼制神兵前往先于北部之地 你的神兵 可否推迟炼制 秦问天 抬头 看向这些人 难怪气息有些相似 果然是太阳圣教的人 秦问天又看向另外一行人 既然其中一方是太阳圣教的人 另一方要求同样待遇 一个月内炼制完成 想必也是顶级势力了 从地图上来看 距离玄铁地宗最近的两大超凡势力 除了太阳圣教之外 便是雷神殿了 感受到这些人身上的气息 应当是雷神殿的强者 我和圣女已经商量好 即便我肯推迟炼器 然而你们要求 圣女在一个月内完成六个月的事情 岂不是抢人所难 秦问天看向对方 平静问道 这可与你无关 你只需要答应推迟炼器便够了 圣女自会振作其他 那太阳圣教的强者 非常强势地说道 他们要做的事情 自然要优于一切 秦问天看着对方 身上流露出淡淡的傲然之气 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既然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尊重 那么我何必为你们推迟炼器 树南从命了 对方眉头紧皱 有些意外 秦问天竟然直接拒绝了他们 他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来自太阳圣教 尊重 一人笑了笑道 此人脑子似乎有些问题啊 他竟然在我太阳圣教面前要尊重 又有人笑了起来 讽刺地看着秦问天 阁下 我们来自雷神殿 你的炼器还是推迟的好 另一方的人开口说道 他们来请圣女炼器 不好直接仗势七圣女 只好从秦问天身上给玄铁地宗圣女压力了 希望他识相点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要求 炼制出神兵 六个月 他们没这么长时间在这里耗着 秦问天看着这两行身影 深邃的眸子中闪过一道冷漠之色 吐出一个字来 滚 此言一出犹如惊雷 两大势力的人脸色瞬间都变了 哪怕是风前雪的诗书都皱了皱眉 有些诧异地看着秦问天 他要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人滚 而且来的人可都是先王级别的存在 秦兄 风筑传音喊道 有些吃惊 风前雪也有些意外地看着秦问天 他们都以为秦问天会妥协答应 毕竟这是两大顶级势力 他们太强势了 根本不容他人拒绝 不要说我不给玄铁低宗面子了 此时只见一人朗声开口 他踏步而出 虚空中出现太阳之光 朝着秦问天射出 他手掌中透着可怕的炽热之气 化作恐怖风暴 不断地翻滚 随即只见他脚步再踏 刹那间整片天地化作了太阳火炉 无比的炽热 空的一拳击出 太阳先拳直接扫荡虚空 朝着秦问天轰杀而去 风暴可怕 烈焰摧毁一切 瞬间降临 要将秦问天吞噬 秦问天手掌笔直地往前伸出 轰隆一声巨响 就在诸人以为可怕的攻击 将会将它淹没的时候 秦问天身躯之上 却像是沐浴着太阳圣火 任由其疯狂燃烧 身躯不灭 犹如神体 沐浴神话 秦问天手掌一颤 只一刹那 虚空中出现了大手印 万千浮光流转 犹如神明之手 碾碎毁灭一切 瞬间杀至对方面前 那人脸色微变 身上瞬间涌现一轮轮太阳 周围的强者纷纷释放自己强横的力量抵抗 只听一声巨响 炽热无边的鲜花在虚空中爆发 绽放了一道至强的光滑 笼罩这片区域 使得玄铁地宗的许多人 目光朝着这边看来 他们看到了一道光束直冲云霄 怎么了 许多人心头一颤 这气息似乎爆发了大战 竟然有人要在玄铁地宗内大战吗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6集 战场中 那对秦闻天出手的人 被震退到很远 发出了闷横之声 虚空中 数位强者身上 皆都有太阳圣光护体 目光中 射出一道道 坟灭一切的光滑 朝着下方 傲然而立的 秦闻天望去 此人一击 可是非常强和 哪怕是他们站在旁边 都感觉到了压迫力 而他自己 依旧站在原地 窥然不动 不要站着从太阳圣教走出便嚣张跋扈 否则 分分钟教你如何做人 秦闻天淡淡地吐出一道声音 强势霸道 使得那人瞬间脸色铁精 你敢对我如此说话 那人身上气势狂暴 仿佛无法咽下这口气 要和秦闻天大战 果然是脑子有问题 不要再招惹我 否则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之后 才加入太阳圣教 秦闻天盯着对方 威胁说道 使得那人脸色微变 冷吃道 你以为 太阳圣教是你想入便入的 我一击就能杀你 你这等废物能入 我入不了 太阳圣教不要 这仙玉中部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顶级势力 你要不要试试 秦闻天脉搏而出 中阶仙王的气势 凶猛绽放 欲横扫一切 仿佛哪怕是占所有人 都不会有半点退缩 好了诸位 我问问前学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时 那玄铁地宗之人 开口说道 显然不想让事情闹大 这风浅雪的朋友 似乎不是寻常人 霸道强势 战力超凡 若是真在这里杀了圣教之人 对他玄铁地宗也不好 浅雪 能否尽快将这些神兵炼制出来 圣教和雷神殿之人都挤着要 那老者开口道 对着风浅雪使了个眼神 即便是我优先炼制两大势力的神兵 一个月也是不可能的 这样 诸位都不要争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都将神兵交付于诸位 风浅雪开口说了声 这些顶级势力的人最是难产 只好先应付他们 各位 浅雪说的没错 毕竟 我们也不可能交付一些 惨死神兵给你们 自然希望炼制出最好的效果 老者看着两大势力的人道 既然如此 我给你一个面子 那就两个月吧 只见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他似乎是太阳圣教的领军人物 淡淡地看了秦吻天一眼 你记住了 之前被击退的太阳圣教之人 扫向秦吻天的目光 蕴藏杀念 雷神殿的人 深深地看了一眼秦吻天 随即双方都随老者闪烁离开 风柱吐了口气 看着秦吻天道 秦兄 你可真是吓我一跳啊 这些人可是太阳圣教的人 你真敢动手啊 我实力不训他们 没什么不敢的 这些人好歹是先王强者 无法战胜我 本就是很丢脸的事情 难道还能去太阳圣殿 请动强者出马 他们和太阳圣教 丢得起这人吗 秦吻天不在乎地说道 这倒也是 看来秦兄 深谙其中道理 风柱笑了笑道 秦吻天若能够战胜这里的人 不杀对方 这些人也不会有脸去搬救兵 那等于是打自己的脸 些许小事而已 秦吻天不在意的道 只是 圣女两个月时间是否会太紧张了 若是紧张 就暂时先练制他们的吧 无妨 只好耽误几个月修行时间了 我依旧会先帮秦兄练制神兵 秦兄不必一直称呼我为圣女 叫我浅雪便好 嗯 那就多谢浅雪了 秦吻天点了点头 走吧 我带你去看我练气之地 大哥和我一起吧 风浅雪开口道 风筑点头 其他人离去 秦闷天等三人朝着古殿中走去 风浅雪先是开始收集炼气材料 炼气圣女的古殿之中 如同一个宝藏 能够取各类珍贵的炼气器材 应有尽有 收起完器材 风浅雪便开始了神兵的炼制 炼气房 整个大殿都刻着可怕的火焰 火焰大阵 当风浅雪催动体内火焰力量之时 刹那间整座大殿中亮起了璀璨无比的火焰神闻 犹如一道道神福般璀璨无边 朝着炼气阵中涌去 那一刹那之间诞生的恐怖高温 足以将先王强者直接分灭 恐怖的温度 秦问天开口道 那炼气阵的阵中心 一道道神闻交织成虚幻的炼气炉 化作璀璨夺目的图案 炼气材料在那里瞬间被熔炼掉来 秦问天以前也会炼气 但之后更主要的精力都在修行上 对于先接神兵的炼气 他没有接触过 炼气首先就得要火焰强度 浅雪他自身的火焰不够 唯有借助炼气垫中的大阵 使之更强 才能得心应手熔炼炼气材料 风柱道 嗯 秦问天点头 安静地看着风浅雪炼气 之前风浅雪身躯之上 浮现璀璨夺目的浮光 以仙念筑剑形 在他课神闻之时 秦问天发现 他体内都仿佛涌现了可怕的剑影 身躯之上 发出哗啦啦的可怕声响 一饼饼夺目的剑光飞出 直接落在那剑胚之上 这是星魂的铸造属性吧 秦问天开口道 浅雪的星魂的确拥有铸造之能 如今他能够在自身体内助修阵法 得心应手 因此 哪怕是他没有剑属性的力量 依旧能够助剑 只是在建议层次上 需要其他炼气材料来弥补 秦问天目露锋芒 这倒是和他一直修行的道路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炼神屠戮 天福宝典 神之手 都拥有相似之能 世间之大 果真是无奇不有 风浅雪 竟也有类似的非凡之能 在秦问天观察风浅雪炼气之时 太阳圣教的人 却和雷神殿的人在一起 他们封了院落 坐在一块 神色极为不好看 那人如此放肆 大逆不道 为何不束手之切将他诛杀呢 之前被秦问天击退的先王 有些咽不下内口气 别忘了我们这次是为什么而来 那为首之人 呵斥一声道 等到玄铁地宗归顺之后 届时那圣女 你想如何便如何 要杀那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那边的人什么时候动手 刚才那人冷冷地问道 随时可以 到时候我们配合演一场大戏 若是玄铁地宗还不肯就范的话 那就只有来强硬的 蛮黄入侵 仙瑜大乱将至 我们身为顶尖势力 必须要将各区域的势力全部同意 这样才有能力 面对仙瑜未来面临的风暴 处理不倒甚至更强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7集 数日之后 一座环境优雅的院子里 秦问天身前摆放着一柄剑 一把刀 还有一件神兵衣衫 他手中拿着一副面具 放在脸上 伴随着星辰之力涌入其中 这面具渐渐地融入到秦问天的皮肤内 进入肌肤完美的契合 秦问天身前 风柱和风浅雪兄妹 看着秦问天 只见对方的面容 略有些变化 透着几分妖艺的俊逸美感 随着那神兵面具 融入肌肤之中 甚至隐隐给人一种 神秘的模糊感 厉害呀妹妹 你这面具是如何炼制而成的 我都无法认出秦凶了 但他明明又像是没有戴面具 却给人模糊的感觉啊 风柱的 我借助了天幻兽的福古炼制 还有一些强大幻兽的兽皮 这副面具没有任何攻击作用 但用来隐匿 绝对是最为合适的 风浅雪笑的 哦 原来如此 难怪看起来 有几分妖艺之感了 竟利用了幻兽身上的宝卧 神兵衣衫也是 除了隐匿气息之能 还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能够融入肌肤当中 可轻易收缩 随着你的身体而改变 风浅雪指着衣衫道 嗯 请问天能够感受到 那件神兵衣衫上 弥漫着的淡淡的幻之力 不过并未立即去穿上 而是先取了神兵利剑 以及那把刀 双手分别握住 规则力量涌入其中 顿时刀剑中吞吐可怕的力量 这种神兵 果并未设定属性之能 毕竟我们的修行属性 各自不同 但在内部落下了许多浮阵 能够适合任何属性力量 并且增幅攻击 剑走轻盈 刀主霸道 你看可还好 非常好 秦雪 这次真的多谢你了 风浅雪对着秦问天道 秦问天感激道 面具和衣衫 都是为了隐匿他的身份 剑和刀 为了攻击 同样也是为了隐匿 自己以前用过的神兵 这样的话 不至于在外被人认出来 从而遭到东盛的追杀 对了 风浅 浅雪 此事还得请你们帮我保密 秦问天看向两人道 明白 风浅点了点头 知道可能是秦问天 有厉害的仇家 风浅雪也微微点头 不过 之前那些人见过秦兄的真容 会不会有些麻烦 风浅道 这简单 秦问天一笑 心念微动 顿时面具从脸上的肌肤中 缓缓渗出 秦问天手掌一挥 将之收起 笑道 暂时先用原来的面容 等到我离开之后 再伪装上 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这倒是 风浅一笑 谁 就在这时候 秦问天挥手将神兵都收了起来 眉头微皱 目光朝着远处望去 竟然有人利用仙念 窥视这边 这可是非常不友好的行为 风浅雪 眉头同样紧重 随后便听到了一道 漠然的声音传来 我太阳圣叫前来让玄铁低宗练器 玄铁低宗圣女倒好 接下练器任务之时 嫌我们给她期限太短了 如今却在这里花钱月下 这么有空 我答应的事情便会做到 你们需要的神兵 我自会练制 阁下以仙念直接窥视而来 是否有些过分了呢 风浅雪美丽的面孔上 覆盖着几分寒窗 这是圣女府 凭热力 无需设置什么屏障 也无人敢不经禀告 直接先念窥探 然而这些太阳圣叫的人 确实非常无礼 提醒你们一声 你们的对手来了 那声音冷横一声 风浅雪眉头皱着 先念弥漫而出 随后她发现 许多大殿府邸中 有强者闪烁而来 朝着某处方向而去 而在那边 有浩浩荡荡的身影降临而来 秦问天的先念渗透而出 先念同样看到了 那群浩荡身影 奔赴这里 气息极为可怕 都是先王强者 一个寻常的地级势力 出动这么多先王人物 算是非常罕见的了 是天宗教 神父公 以及金刚宗 风筑眉头皱着 眼眸中闪过一抹异色 东陵仙城的 另外三大地级势力 秦问天目光一闪 在这座古老的东陵仙城中 传承者四大地级势力 分别是天宗教 神福公 金刚宗 以及玄铁地宗 如今 另外三大势力 同时降临 这可是不同寻常 难怪那么多先王人物 竟然有三大地级势力 嗯 我们玄铁地宗的人 都赶过去吗 我们也去看看 只见风筑开口说道 三人迈步而行 风浅雪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之前在东陵仙城 有些传闻 看来这传闻 竟然有可能是真的 另外三大势力 很可能叛变了东陵 不多时 秦问天他们来到了 诸强者这边 只见这里浩荡的强者聚集 足以数百先王人物降临于此 阵容极为可怕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强者 也都纷纷到来了 他们立于两旁 仿佛只是一副 看热闹的姿态 浅雪圣女来了呀 只见天宗教方向 一位青年先王 目光落在风浅雪身上 毛子中 隐隐有着一抹金毛 透着几分心动 这风浅雪 可是极有名气 在东陵 许多先王天骄人物 想要征服他 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玄铁地宗一位老者开口 看着降临的三大势力强者 质问道 先封了这片空间吧 对方一位强者开口说道 随即只见其中一人降临虚空 刹那间 一道可怕的光滑直冲云霄 符文璀璨 化作一座巨大无比的金钟 从天而降 笼罩了浩瀚之地 那垂落而下的光芒 将这片空间封了 玄铁地宗的人 神色更加锋利了起来 凝视这些人 今日我们是来提亲的 有请玄铁地宗的圣子入坠 圣女下架 只听神福宫的一位强者开口 使得玄铁地宗的人 脸色难看至极 圣子入坠 圣女下架 他们玄铁地宗的圣子圣女不多 甚至可以说非常稀少 都是觉醒了天赋的 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那意味着什么 而对方 竟然要一网打尽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雨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不可能 玄铁地宗的老者 冷漠拒绝 我们东陵 四大势力虽有争斗 但向来还算和睦 你们这么做 是想要夺我玄铁地宗的根基 究竟异于何为 说过了吧 神福宫的人淡淡地道 我们四大势力 势大于东陵之中 得到圣书传承 虽然对外界而言属于秘密 但我们自己却很清楚 玄铁地宗 势大能够传承 东陵圣书之人 在炼器上 更是会有极高的造诣 这一代的圣子圣女 即便送入我们三大势力 又能如何 下一代 下下一代 你们依旧会出现不少圣子圣女 圣书 一旁的秦问天 目光一闪 没想到东陵的传闻 竟然是真了 曾经的东陵圣殿 哪怕是时至今日 依旧有传承保存下 而且在东陵四大势力中部的顶级势力当中 这并不属于什么秘密 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秘密 你们同样目与东陵圣殿的光辉 同样参悟圣书 为何来夺我玄铁地宗的传承之人 老者愤怒开口 诸强者一个个目光冷漠 盯着三大势力的强者 但能够炼器的只有玄铁地宗一家 神福宫的强者开口道 若我不答应呢 玄铁地宗老者道 不答应的话 那么东陵的传承 从此以后玄铁地宗不得染耻 金刚宗强者弹幕开口 那强者古铜色的肌肤 浑身透着刚硬之气 身躯如神兵铸就 威严至极 你们替人太深 玄铁地宗老者含着脸道 怒气释放 诸位何必如此大的火器呢 东陵一脉四大地宗 都传承自上古东陵圣殿 任何一脉丢失传承 都是东陵的损失 东陵圣殿传承的四大地宗 何不统一 归属一脉 重见东陵辉煌 只见这时 太阳圣教的那位为首之人 淡淡开口 使得各强者都望向他 东陵一脉 想要一同谈何容易 四大势力早已根深蒂固 若是一同 谁来掌控 谁又臣服 玄铁地宗老者道 我有个意见 不如东陵一脉一同 但却各自不干涉 同属同势力 但依旧平等 属于同级 而我太阳圣教 以及雷神殿 从中斡旋 帮助东陵一脉 发展更强大如何 那太阳圣教的为首强者继续道 这件已不错 我也认同 雷神殿的强者点头附和 顿时玄铁地宗珠强者 无不神色凝固在那 原来 这次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人 前来要求炼器是假 而是为了他整个玄铁地宗而来 图谋极大 而且这次是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达成了一致意见 若是他们掌控了东陵一脉 会一致抵抗来自其他顶级势力的压力 将这一脉吞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天宗教没有意见 神福宫也同意 金刚宗同意 三大势力陆续表态 玄铁地宗之人面若死灰 原来对方只剩下他们没有拿下了 三大势力都已经背叛了东陵 选择归睡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这三大势力臣服 要知道 他们东陵一脉 能够传承至今 一直没有被吞并 是有原因的 他们四大势力若是联手 可借助东陵圣殿的力量 但如今 三大势力臣服之后 他们似乎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鲜铁地宗 完了 秦文天心中暗道一声 这一局面无法逆转了 看来 这些顶级势力 已经开始着手统一更多的力量 使之臣服归水 以应对仙玉动荡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意思 可谓是极为明显 要吞并东陵一脉 三大势力皆都表态臣服 玄铁地宗 东陵一脉唯一的炼气势力 也是东陵一脉对太阳圣教 以及雷神殿吸引力最大的一股势力 毕竟他们身为顶级势力 不缺强者 而炼气势力却非常稀缺 能够掌控玄铁地宗 对他们以后有莫大的好处 玄铁地宗的强者都沉默了 看这态势 他们是不答应也不行了 怎么 我们无许玄铁地宗臣服 只是帮助东陵一脉一捅 走上更强之路 玄铁地宗这都不愿 那太阳圣教的围首强者 声音冷了下来 施加压力 此事乃是大事 我们无法做得了主 我地宗宗主一直在外修行 他不归来 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决定 那老者开口说道 使得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人皱着眉头 玄铁地宗的宗主的确是个大麻烦 他极少在地宗内 就是为了防备这些顶级势力的吞并 只要他在外面 能够借助东陵圣殿之力的他 就有不小的威慑力 那你们便通知他回来做决定便是了 天宗教的人冷冰冰地开口 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 哪里找得到人 玄铁地宗强者回应 这里的人都是非凡人物 许多先王境的存在 自然不愿屈居人相 臣服于对方 空间一阵沉默 气氛略显有些压抑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就当我没说 你们继续吧 那太阳圣教的围首强者 双眸似有可怕的太阳之光射出 扫了一眼人群 随即收敛目光 顿时天宗教三大势力 纷纷露出冷笑 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好先将 玄铁地宗的圣子圣女带走 等玄铁地宗宗主归来 做出决定了 再谈其他 我玄铁地宗的圣子圣女 乃是我宗之希望 臣可被你们带走 那老者冷横一声 双方瞬间剑拔弩 冬的一声 只听一道钟声响起 只见一位强者迈步而出 他身躯犹如一口神兵谷钟 符文流转 钟声弥漫 犹如大道之音 从他身躯之上传递而出 隐隐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震荡在诸强者的身上 钟旭 诸人目光一闪 此人 天宗教的圣子钟旭 实力非常强大 进入过东陵圣殿 经受洗礼 那么 只好有请诸位圣子圣女赐教了 只听一道声音传出 神福宫以及金刚宗方向 各有一道强者踏步而出 神福宫的强者浑身进阶大道符文 隐隐化作可怕的大阵 威力无穷 笼罩八方 金刚宗的强者 犹如一尊怒目金刚 体内一轮轮可怕的金刚光幕扩散而出 发出刚硬无比的当当之音 阵的诸人耳膜发颤 神福宫消雨 金刚宗法怒大事 玄铁地宗的人神色难看 这走出来的三人实力都非常厉害 号称东陵一脉 天赋最为优秀的那一批先王天骄存在 都是各教各宗的圣子人物 玄铁地宗竟然自视甚高 不屑与我等一统 那么只好求一战了 消雨冷漠开口 她话音落下 符文之光笼罩天地 化作一巨大无边的巨顶 能够镇压一切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更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69集 三大势力一齐而来 强者明显更多 对方只走出三人 明显是在给玄铁地宗一个机会 若是群战 玄铁地宗更没任何希望 但这三人 分别乃是三大实力 最为杰出的先王天骄 他们要出战的话 自然是需要派出同等级的人 很难获胜 这三人的战斗力 似乎都很强大 而且 都和我修行同一条道 以符文入线我 而且 这一条路上领悟非常深 秦温天看了一眼这三人的强势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战力之可怕 非寻常铜镜先王能够战胜呢 只见玄铁地宗 有一道身影踏步而出 他身躯上流动着可怕的规则符文 整个人 整个人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 杀意可怕 那么我先将你拿下吧 钟旭对着走出来之人一笑 随即身体腾空而起 朝着虚空而去 那玄铁地宗的圣子身形踏步往上 两人的气息 在虚空中交汇碰撞 发出璀璨夺目的光滑 钟声震荡天地 只见钟旭口吐鼓中 激荡出万丈阴浪 席卷天地 摧毁天地间的一切 我玄铁地宗的人 擅长练气 战斗力上欠缺一些 诸位三大势力的杰出圣子 挑战我一门 是否有些过分了 玄铁地宗老者冷道 同是东民一脉 既然你们承认自己不行 那就该淘汰 神福宫的先王圣子 强势说道 玄铁地宗的人脸色难看 又有一位先王圣子 踏步而出 直冲云霄 哼 萧宇一声冷笑 身体冲天 朝着对方而去 还剩金刚宗的法怒 无人应战 这法怒 修为中阶先王 战力极为可怕 在整个东陵仙律 都是非常有名的 先王人物 我来吧 只见风浅穴 脉步而出 倩饮腾空 反怒抬头 金色的光波 疯狂地从他身上 扩散而出 开口道 对付浅雪圣女 我自会手下留情 说吧 他身躯扶扬而上 直接就是一拳 轰杀而出 这一拳化作 怒目金刚法王 震杀一切 抬手便朝着风浅雪 拍打而去 将一方天地 都覆盖其中 秦问天看向 虚空中的三大战场 只见来犯的三大势力 释放规则领域 浩瀚无尽的空间 竟皆有着窒息的围压 他们躯体中 闪烁而出的浮纹之光 犹如一个个大阵般 激荡发出 威力无求 这三场对战 玄铁地宗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战场 能够占据主动 对方可是三大势力中 各自挑选出 最杰出的战力者 自然占据着优势 对方三人中 以金刚宗法怒 最为可怕 他身后出现 规则领域法相 笼罩浩瀚 一道眼神 便射出金色的符纹闪电 犹如闪电大阵 摧毁一切 他一口吐出 能够喷出可怕的 骨字震道 湮灭震杀一切 他一拳崩出 能轰出一尊震尸 吼动天地 吼碎山河 威力无穷 风浅雪的实力 虽也是非常强大 但面对法怒的攻击 依旧接连遇险 不足以抗衡对方 终于 只见法怒脚下 出现浮光 横跨空间 一掌击出 怒杂而下 带着无上金刚之威 风浅雪全力抵抗 依旧被镇压击中 吐出鲜血 身体朝着下空坠落 清雪 风柱身体腾空而起 站住 金刚踪的人冷横一声 一只金色大手横耿于空 挡住了风柱的路 轰的一声巨响 那大掌印直接破碎 只见一道身影 宛若大鹏鸟般 快到极致 横跨虚空 直接一手将风浅雪接住 同时抬手轰出一道大掌印 和法怒轰下的大手 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轰鸣声震荡虚空 秦问天借势 退回到了玄铁地宗的方向 看着风浅雪问道 没事吧 还好 风浅雪脸色苍白 嘴角有血迹 气息浮动 又是此人 太阳圣教之前被秦问天击退之人 眼中闪过杀念 这人似乎只是一个外人吧 近日关乎东陵一脉的密使人 他参与其中 玄铁地宗说该如何处置 玄铁地宗的人 诧异地看着秦问天 没想到秦问天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那身法犹如金翅大捧板 快到极致 东陵一脉之时 竟然有外人胆看插手 是否当初 太阳圣教的人强势说道 语气冷漠 东陵一脉之时 关你太阳圣教和雷神殿何事 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 按照你的话 是否当诸 秦问天回应说道 放肆 那太阳圣教为首之人脚步一趟 大地都直接熔炼化作火焰 恐怖至极 秦问天的话诸人都明白 包括玄铁地宗 但他们自己都不敢直接点名 虽然心知肚明 然而秦问天竟然敢说出来 简直找死 此人羞辱我太阳圣教 他是你们玄铁地宗的人吗 那为首强者没有看秦问天 直接凝视玄铁地宗的老者 老者看向秦问天 有些为难 一个外人敢插手这里的事情 你们玄铁地宗自己处置吧 给我们一个交代 那太阳圣教强者霸道无比 威胁玄铁地宗 要他们对秦问天动手 他不是外人 这时 风浅雪开口说道 使得诸人看向他 只见风浅雪 搂着秦问天的手臂 身躯微微靠着他 道 他是我心爱之人 见我受伤 自然愤怒 你们口口声声就要处置他 难道不许他反驳不成 秦问天目光一闪 不过也没说什么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如此的强势 要直接擒拿玄铁地宗的圣子圣女 如今玄铁地宗似乎面临绝境 风浅雪 风浅雪话音落下 许多道杀意的目光 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三大势力中 不少人对风浅雪 颇为有意 见着天赋杰出的 先王圣女 竟投入他人怀抱 不再纯净圣洁 不由得对秦问天 有些记恨 诸位 给我玄铁地宗 一个月时间如何 我们禀明宗主 那老者无奈说道 一个月时间太长了 七天 我需要一个答复 那太阳圣教的围守强者 冷冰冰地道 好 那就七天 老者无奈 点头印道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这里等七天 诸位就下回吧 太阳圣教强者 对着三大势力的人 法怒等许多强者 冰冷地扫视了秦问天一眼 杀意毕露 法怒更是传音道 七日之后 再娶你狗命 说吧 他转身而去 三大势力的人 也都纷纷离开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三大势力离去之后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强者 依旧还留在这里 一点没有离去的意思 只见那为首的太阳圣教强者道 你们速速禀明玄铁宗主吧 只有七天时间 说着 他们也走了 不过却并非是离开玄铁地宗 而是依旧在之前 地宗招待他们的釜底之中停留 监视地宗的动静 回玄铁大殿意识 虚空中的老者 也不方便在这里多说什么 开口说道 顿时诸人纷纷闪烁而动 玄铁大殿 乃是玄铁地宗的异室殿 寻常人物不得入内 此刻 秦问天随同玄铁地宗的高层人物 踏入了这座异室大殿 诸强者的神色都很凝重严肃 风浅雪和风柱 一直在秦问天身旁 只听风浅雪传音道 秦兄 此事伴与你无关 之前利用了你 抱歉了 无妨 权一之计 况且当时是他们想要对付我 你那样说 也是为了让他们没有理由对我出手 秦问天不在意地回应道 风浅雪眉眸 看了秦问天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天雪 此人 真是你的道理 此事为何我等不知 为首的老者 乃是地宗大长老 他看向风浅雪开口问道 大长老 秦兄只是路过地宗 让我帮忙练气 之前我胡言乱语迫不得已 大长老无关 风浅雪道 原来如此 大长老点了点头 对着秦问天道 说来这是我地宗之事 和你无关 却将你卷了进来 如今 你想要离开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人 也必不会放过你啊 想走都走不掉 对不住阁霞了 无妨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千辈无需客气 秦问天摇头道 今后 你要小心些了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人 对你杀意很强 大长老提醒道 随即望向诸人 此次 我们都未想到 东陵已迈的三大势力 竟然 皆都已经沉浮 看来这次 我玄铁地宗 也是难逃一劫了 即便 请示宗主 他也无力回天 我东陵一脉 受东陵圣殿传承 一直流传至今 独立而存在 如今让我们沉浮对方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直接将我们分化 而后接掌东陵圣殿 一切都和我们没关系了 只是成为他们炼器的工具 有一位先王强者说道 诸人点头 都明白他们的处境 是我沉浮 我不甘心 又由先王开口 大长老目光环视大殿 大多数人都是不甘沉浮的 先王人物都有自己的骄傲 你们都长所欲言 我会将你们的态度 秉明宗主 由宗主和太上长老来定夺 老者见还有人没有开口 又道 他需要知道地宗上下的意见 等到诸人都说完 大长老才挥了挥手 道 都回去吧 有了答案 我自会告知你们 是 诸强者告退 内心颇为沉重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压在他们的心头 无法喘息 秦问天跟随风浅雪和风柱 移到离开 路途中问道 东陵圣殿 存在什么秘密吗 你既已参与其中 告诉你也无妨 东陵圣殿 乃是上古时代的超然势力 自后来衰败 在岁月的长河中 渐渐被人遗忘 然而在东陵仙城中 一直有东陵一脉的传承 传承到如今 便是四大地级势力了 以往 四大势力虽有矛盾摩擦 但一旦面对外力 东陵一脉 能够一致对外 守护东陵传承 不被他人所夺 若是东陵一脉联手 即便是仙玉中部的 顶级势力 想要强硬拿下 也需要付出大代价 因此 我东陵一脉 一直传承至今 风浅雪 缓缓开口道 不过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这么多年岁月 东陵一脉 就没有出现过 绝颠强者吗 秦问天疑惑的 出一个绝顶人物 谈何容易 而且我听闻 曾经是出现过 一些非常强大的人物存在的 但似乎是被暗杀了 那些势力 是不允许东陵一脉 太过强大 否则无法控制得了 风浅雪苦笑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 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平衡 已经是不易 终究是要被打破的 他们必须要掌控 我玄铁地宗 以及东陵圣殿的传承之命 满荒的动乱 似乎监定了 他们下手的决心 东陵圣殿中有什么 秦问天好奇道 圣书 圣意 神兵 还有什么 我也不清楚 风浅雪声音速目 美眸凝望远方 对那神圣之地 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传闻上古年间 东陵圣殿中有诸多圣人存在 他们超凡入圣 以成大道 他们留下力量 可流传百事 风浅雪 南南地狱 圣人是什么境界 请问天有些好奇 不知道 或许圣人 就是我们仙玉常说的 古之大地一样的境界吧 总之 是超越了地经 具体到了什么层次 无法琢磨 风浅雪回应道 外界传闻 东陵圣山 如今已是普通的山脉 东陵圣殿 只属于传说之地 然而这圣殿 似乎一直存在着 根本不是传说 那么 为何是人不知晓呢 秦问天又问道 圣上应运而开 寻常人哪有机会看到 除非是有人强行破坏 在我地宗 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圣殿已经极其不稳定了 若是强行破开 圣殿可能坍塌 无法维持下去 传说之地将真的化为传说 沦为过去了 风浅雪继续道 这一次的事情 让她生出了一丝不妙之意 秦问天没有继续多问 回到府邸中嘱咐一声 好好养伤 嗯 风浅雪点头 虽然受伤不轻 但以她的境界 恢复起来很快 转眼之间 七日过去 玄铁地宗约定的时间 已经到了 这一日 东陵仙城三大地级势力 浩浩荡荡荡而来 无比威严 气势压迫而来 非常霸道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强者 也都出马 这一次 他们直接朝着玄铁地宗的玄铁大殿围去 不再给任何机会 玄铁地宗的大长老 站在古殿石阶之上 看向到来的诸强者道 宗主有灵传下 让我玄铁地宗之人 前往东陵 他也会在那出现 给诸位一个结果 去东陵 三大势力的强者神色一闪 这七日来 三大势力都有强者先念 监视着玄铁地宗的动静 不仅是玄铁地宗 整个东陵仙城都在监视范围 没有看到任何地方 出现过玄铁地宗宗主的踪迹 只有两位太上长老回来了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强者 眉头皱着 语气不善道 玄铁宗究竟是何意 这是宗主的意思 我也无可奈何 大长老摊了摊手的 那好 就去东陵 太阳圣教 围守强者冷横一声 出发吧 雷神殿的强者也道 顿时异形强者浩浩荡荡 朝着东陵方向进发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1集 东陵位于东陵仙城以东 东陵圣山如今显得格外的荒芜 难以想象 这座寻常的山脉 能够称之为圣山 诸多强者纷纷降临此地 秦问天也一起来了 看着东陵 那座朴实无华的东陵圣地 着实看不出任何的异常 有数道杀念在他身上流动 秦问天知道 有些人想要他的命 神色中同样闪烁着冷芒 玄铁建帝何在 太阳圣教强者不耐烦的道 这一代玄铁地宗的宗主 被称之为玄铁建帝 宗主已经在了 玄铁地宗的大长老开口道 你杀我 太阳圣教强者细袭狂暴 冷漠扑出 大长老微微摇头 居然间 那座普通的圣山之地 居然间绽放出璀璨的亮光 一道道可怕的光芒 仿佛要从山内渗透出来 一道道光束从内射出 渐渐的出现了无比耀眼的光辉 同时出现的还有可怕的剑气 轰的一声 一股志强的剑威席卷而出 山崩地裂 万丈圣光笼罩天地 这一刹那 许多人的眼睛都无法睁开来 那圣光太亮了 辽阔无尽的山脉在震动 那亮光之内 竟然出现了山中古山 那是一座陵 东陵 秦问天的手臂 遮挡在眼前 目光朝着那圣洁的光辉望去 这才是真正的东陵圣山吧 东陵出现 不知多辽阔 威严无比 遮挡在前方 似通达上仓 玄铁建地 一道道目光 望向那边的一道身影 虚空之中 一位中年强者 傲然而立 犹如人间帝王 你竟然 破坏了东陵圣山的平衡 天中教的人 发出怒吼 玄铁建地 你怎么可能 从东陵中出来 你一直躲在东陵 你疯了吗 你这是要 断绝东陵的传承 金刚宗的人 也怒吼道 闭嘴 那身影手掌挥动 刹那间 一道志强剑一斩出 轻轻一挥剑 一位先王强者的身体 直接被斩断了 瞬间被诛杀 刹那间 诛强者 静若寒蝉 身躯一个个颤抖了起来 拜见宗主 玄铁建宗的强者 恭声说道 没想到 他们的宗主 竟然一直在东陵内 上次东陵开 我便有预感 东陵的传承 怕是将走到尽头 我自封于东陵之内 参悟圣书天道 不成道 便不出东陵 自然也不会破坏东陵 下一次东陵应远而开之时 我或许会走出来 又或许不会出来 玄铁建地 缓缓开口 道 只是我没想到 我会以这样的方式 强行破开东陵走出 断了东陵传承 既然如此 那么 就让东陵最后传承一次吧 说吧 玄铁建地身上的光辉 释放到极致 天穷之上 风云呼啸 万箭随云而动 在苍天上流走 很快 整个东陵仙城的上空之地 都流动着他的剑影 东陵开 圣书入室 若想观圣书 可来东陵 一道声音传出 玄铁建地的声音 传遍仙城 东陵 圣书入室 传说中的东陵 竟然是真的存在吗 这一刻 无数人抬头看向天穷 感受着那流动在上舱之上的剑影 内心颤动不休 走 去东陵 无数道声音闪烁而动 朝着东陵方向而去 在天中将 神福宫 金刚宗三大势力中 有数位强者抬头看天 眼眸犹如出鞘之利剑般 没想到玄铁建地 竟然这么狠 消失多年 竟是自封于东陵 参悟圣书 一直不出事 脚步一趟 他们纷纷横跨虚空 朝着东陵的方向赶去 看来玄铁建地 是根本不打算臣服了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打算 必将落空 东陵的船程 将断绝了吗 他们心中叹息 玄铁建地 打开了最后一次船程 玄铁建地 你竟斩断了东陵船程 你将是千古罪人 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化作漫天的钟声 震荡于人群的耳膜之中 当你们背叛东陵臣服他们的时候 东陵一脉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是罪人 你们算什么 玄铁建地平静说道 剑意依旧流转于天地之间 玄铁建地 你要让玄铁地宗覆灭吗 雷神殿的一位强者身上 雷光滔天 狂暴至极 他愤怒无比 他们此行的目的 一是为了掌控玄铁底宗 二便是为了东陵 而且后者更重要 然而如今 这玄铁建地 竟然要将一切都毁掉来 玄铁建地 扫了那说话之人一眼 双眸射出可怕的利剑光芒 只见一道剑意 直接从他的眼瞳中 暴射而出 那强者惨叫一声 双眼直接瞎掉 此刻开始 玄铁地宗解散 诸位立即离开地宗 玄铁建地 声音传遍天地 降临整座东陵仙城 这一刻 玄铁地宗的人 无不心头震荡 许多强者仰望天穷而起 宗主竟然宣告 解散地宗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以及三大势力的强者 脸色终于变了 变得无比的难堪 他们没想到 玄铁建地 竟然如此的决然 毁掉一切 断东陵传承 解散玄铁地宗 这样一来 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不仅东陵传承不再延续 能够为他们炼器的玄铁地宗 也将不复存在 与死网破 许多人心中生出了一道声音 风前雪站在那 凝望徐空 心中暗暗叹息 秦问天站在他身旁 抬头看着那绝带身影 这就是建地的决心 递进人物 齐慧那般的简单 轻易臣服 被人控制 他们宁可抛却一切 也不让对方得逞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身为顶级势力 希望不要迁怒 我解散之门人 若做出如此天怒人怨之事 有损两大势力之颜面 而且我必将这座仙城中的 两大势力之人 进阶诛杀 虽死不悔 玄铁地宗冷漠威胁 同时天穷之上 有三股箭已流动 降临天宗教 神福宫 以及金刚宗的上空之地 将三大宗门笼罩其中 仿佛只要他一个念头 剑便能够吞噬一切 玄铁建地 你为何要如此做 天宗教的教主降临 乃是一位老者 虽然年纪很大 然而他步伐稳健 每一步踏出都引动天地震荡 钟声震天 玄铁建地深舟 竟出现一面面鼓中 恐怖的震荡力量击出 然而剑帝依旧傲力 剑意将终生全部撕裂 我为何如此 玄铁建地手掌一挥 剑意挥洒不尽 他开口道 你们心中都明白 若是臣服 帝宗将不再是帝宗 东陵一脉也将断绝 沦为附庸 既然如此 要之何用 不如解散帝宗断了东陵 你们三大势力 才是真正的罪人 既然如此 只有将你诛灭了 天宗教教主怒吼一声 天地震动 无尽浮光闪耀 朝着东陵圣山而去 刹那间 圣山似诞生了共鸣 随即无尽的浮光 绽放而出 耀眼无比 一座巨大的鼓中 破空飞出 朝着天中叫住而去 嗨 我是夏柳君 在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72集 神福宫的公主 同样迎古印 无尽符纹洒落天地之间 天穷有光辉降临 东陵圣山中 出现了一副棋盘 朝着它飞来 金刚宗的宗主 发出金刚怒吼 东陵圣山 有无尽金色浮光闪耀 只见一尊巨大 无边的金刚法像 朝着金刚宗的宗主飞来 笼罩着他的身躯 有着无穷威力 这就是东陵一脉的底气吗 秦问天看到这一幕 心头微缠 他们竟然真能够 借东陵之中的力量 而且 无论是谷中棋盘 还是法像 都威力无穷 乃是可怕的帝兵 你的剑哪 天中教主对着玄铁剑地 大喝一声 我便是剑 玄铁剑地淡漠开口 只见他身躯之上 涌现出无穷的浮光 他身躯竟仿佛变得晶莹剔透 隐隐有一柄绝势利剑 在他的体内若隐若现 好似他的身躯之中 是一柄剑存在于那 天穷之上 光辉洒落而下 星辰同辉 这无尽的星辰光辉之中 尽皆一柄柄呼啸之剑 震撼人形 星辰同辉 先帝和先王 虽处同镜 然而实力 依旧不可同日而喻 不在一个层次上 秦问天看到这一幕 南南地狱 这样的剑影 若是无人守护 轻易能够将先王诛杀掉来 毫不费力 哄开一声 只见这时 天穷色变 只见九天之上 隐隐出现了一道道紫色的雷霆巨龙 整片天地 都呈现了一副末日的场景 雷神殿的先帝强者 到了 又有一方 天穷出现了一轮轮太阳 坟灭一切的太阳之火 是如此的近 笼罩这片浩瀚空间 能够轻易将人焚伤 太阳圣教的先帝人物降临 两大势力 既然想要吞并东陵一脉 又岂会没有先帝人物坐镇 只是一直在暗处没有现身而已 他们是顶级势力的先帝 自视身份高贵 让先王直接和玄铁地宗对话 便足够了 然而如今 玄铁建帝 形势竟然如此狠辣果决 不留一丝余地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太可怕了 无数人聚集于东陵圣山前 内心掀起了惊涛海浪 整片浩瀚无尽的天地 呈现末日之景 若是这些人毫不顾忌地开战 能够让这片天地覆灭 成为废墟 哪怕是先王境界的强者 这一刻也是心惊胆颤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你们两大势力 如今已什么都得不到了 还要继续参战吗 玄铁建帝淡漠开口 他的声音也如利剑般锋利 玄铁建帝 你做出这等决定 还想活命不成 雷神殿的先帝冷冷开口 那就要看你们的实力如何了 玄铁建帝面对数位先帝 依旧傲然立于天地之间 他看向下方诸人 开口道 今日我断了东陵传承 然而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东陵仙城之人 皆可入圣山参舞圣书 我方任所有人进去 包括雷神殿和太阳圣教之人 你们也不得插手 如何 那要看看你有没有折腾实力了 太阳圣教的先帝冷傲开口 若是他们能够直接将玄铁建帝诛杀 何须允许其他人入东陵 玄铁建帝没有多言 天穷之上 无尽剑之流光 犹如剑河般席卷而出 同时朝着五人杀了过去 只一刹那 整片虚空流动着毁灭的剑翼 那太阳圣教的先帝冷横一声 太阳之火分灭一切 守护身躯 剑道天河不断撞击在他的身上 他却窥然不动 然而就在这时候 只见玄铁建帝伸手一指 剑河之中 居然间出现了一股至强剑翼 这剑翼轻飘飘的 刺在了太阳圣光之上 直接钻入其中 这一刹那 太阳圣教的先帝强者大惊失色 身体猛的后退 太阳之火更加可怕 扑翼 一道清响声传出 他怒吼一声 一条手臂被直接斩断 血流不止 其余数先帝人物都一阵心差 玄铁建帝似乎更加强大了 这些年来 他自封于东陵之中 看来多有参悟 实力可怕 我再问一遍 东陵先城之人无论是谁 除我们外 皆可入东陵中参悟 你们若有意见 我将大开杀戒 我们的人 一个别想入内 玄铁建帝傲然说道 你们同意否 朱先帝脸色难看 数位先帝竟然被玄铁建帝一人威胁 然而 以玄铁建帝刚才那一击之威 即便他们能够围剿战胜玄铁建帝 也需要时间将对方诛杀 而对方在这段时间内 的确足以将他们的人灭杀掉了 好 太阳圣教的先帝点头 我们同意 几位先帝都妥协了 只要他们的人能入东陵便也足够了 你们 去吧 玄铁建帝对着下方诛强者说道 顿时从各方赶来的强者 纷纷朝着前方而去 许多东陵先城的人 以前只听说过东陵传说 从未见过 如今 东陵的传说就在眼前 焉能不踏入其中 一道道身影闪烁而动 风浅雪依旧凝望虚空 玄铁建帝 有些担心 走吧 秦问天低声说道 风浅雪担心也是突然 根本帮不上忙 嗯 脚步迈出 风浅雪和秦问天他们 一起朝着东陵走去 这东陵光滑闪耀 圣洁无比 白色的光辉笼罩浩瀚之地 踏在东陵古道之上 便隐隐能够感觉到 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 有人跟踪 秦问天低声开口 不仅是他们 玄铁建宗的许多先王人物 踏入东陵之后 都被各大势力的人追踪着 其中 有不少人盯着秦问天 和风浅雪这边 譬如太阳圣教的树尾先王 包括当日被秦问天击退羞辱之人 还有那金刚宗的法怒 他的眼眸非常可怕 扫视着秦问天所在的方向 一股股威压落在秦问天他们身上 已经是毫不掩饰了 走 秦问天加快速度 拉着风浅雪以及风柱一起 犹如闪电般 一尊大鹏虚银出现 大鹏身法绽放 迅猛无比 走得掉吗 太阳圣教的先王大喝一声 朝前踏步 玄铁建地 以为放你们进来就有用 踏入东陵 依旧是我等手下亡魂而已 便由我来超度你们吧 金刚宗法怒 声音极举威严 不怒自威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73集 光辉闪耀的东陵神秘而辽阔 秦问天加快速度 犹如一尊真正的大鹏鸟 展翅翱翔 朝着东陵之地极致 诸多方向 各强者都开始往前飞速前行 你们三人去诛杀他们 太阳圣教为首强者 吩咐一声 指定了三位强者 追击秦问天他们 法怒大师也一起吧 那人又对着金刚宗的法怒说道 以法怒的实力 再加上三大中阶 先王进的强者 诛杀秦问天 三个人 应该不在话下 好 法怒点头 他的毛子都是金色的 极为锋利 扫了一眼远处 逃顿的几人 尤其是深深的 看了一眼风浅雪 眼眸深处 有着一抹贪婪之念 风浅雪 玄铁地宗的圣女 即天赋与美貌于一身 而他法怒 金刚宗的金刚圣子 实力超凡 但他一直觉得 自己欠缺了什么 若是能够得到风浅雪 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奴 伺候左右 那么金刚圣子之名 就更加完美了许多 更何况 金刚宗还有一门秘法 若是能够得到风浅雪 和秦问天他们 正好用来尝试 秦兄 你带着我们两人 速度耽误了太多 不如我们分开吧 免得连累你 风柱的实力偏弱 甚至不如他的妹妹 风浅雪 如今被人追杀 他明显会拖后腿 无妨 秦问天开口道 继续深入 大鹏展示便是百里之地 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们也深入到了东陵圣地之中 这东陵 不可测 秦问天心中暗道 聂冲 我说了七天之后 便会前来将你超度 还想逃跑 只见金刚宗法怒 一声大喝 声音犹如霹雳般 贯穿天地 降临秦问天三人的耳膜之中 这法怒的实力 的确非常可怕 哈哈哈哈 浅雪圣女 昔日一战未能尽情 本座还想带你回金刚宗内 和你好好大战一场 双修大战 哈哈哈哈 金刚宗法怒 狂笑道 似乎有意 要激怒风浅雪 贼僧 风浅雪脸色难看 怒吓一声 这金刚宗修行的力量 乃是佛门之术 算是佛修僧人 不过这金刚宗的人 形势向来都是非常霸道 从来不讲什么仁义 根本就是伪佛修 只修力量 不修心 更不修仁义道德 哈哈 浅雪圣女 莫非迫不及待了 法怒猖狂大笑 肆无忌惮 就在这时 前方的大鹏鸟 忽然间划过一道 优美的弧线 降落在地上 风浅雪和风柱 出现在他的两侧 都有些疑惑 秦问天竟然停了下来 追杀而来的 可是有四大先王强者 实力可怕 尤其是这金刚宗的 金刚圣子法怒 更是厉害无比 他们三人 秦问天和风浅雪 是中阶先王 只有两位 风柱出阶先王的实力 根本不够看 这样的阵容 无法和对方抗衡 金刚等四大强者 也都闪过一抹一色 秦问天竟然停了下来 这就有趣了 真是找死的 看来浅雪圣女 想要和本座双修 本座自要成全圣女 了了这桩心愿 法怒脚步停在 身上金色的浮光 闪耀无比 化作一道道 佛门光滑 遍及身去 宛若一座 真正的金刚法身 逃啊 怎么不逃了 太阳圣教 那曾被秦问天击退的强者 也追杀了过来 随同两位比他更强的 太阳圣教同盟 逃 秦问天扫了一眼对方 那种漠然的眼神 透着蔑视之意 仿佛根本瞧不起对方 这样的眼神 使得那太阳圣教强者 脸色铁青 非常难看 风浅雪本作要活的 死的就没意思了 法怒淡默说道 使得太阳圣教的强者 都露出冷笑 法怒大师竟然这么有兴致 这风浅雪 自然要留活口赠予法怒大师 无耻至极 风浅雪盯着法怒道 法怒大师速速解决吧 动灵圣天还有诸多奥秘 等着我们呢 一位太阳圣教强者 开口道 千雪 你先牵制法怒片刻 我解决那三位太阳圣教之人 秦问天对着风浅雪 传音说道 使得风浅雪美眸一致 秦问天 竟然想要一人解决 太阳圣教三大中阶先王存在 虽然他知道 秦问天战斗力非凡 很强大 但如此自信 是否有些拖大了 嗯 但风浅雪依旧回应了一声 虽然无法战胜法怒 但拖住他片刻 还是能够做到的 若是真要战败于此 那也是天命了 千雪圣女 坐来了 法怒笑道 抬起手掌 顿时可怕的金色浮光 笼罩天地 只见一尊大手印覆盖虚空 朝着秦问天和风浅雪压迫而去 同一刹那 太阳圣教的三大强者身体分散开来 瞬间将秦问天他们围了起来 防止他们再次逃脱 他们身躯之上 紧接流动着骇人的毁灭太阳之光 一道道至圣太阳光滑 犹如利剑般刺出 直奔秦问天而去 风浅雪身形一闪 朝着旁边退去 秦问天脚步一踏虚空 只一刹那 天地一声巨响 一股无上之威降临 镇压这一方天 使得这片天地沉重无比 在这股无比沉重的压力之下 秦问天身体动了 大鹏身法快到极致 直奔那日被他击退的 太阳圣教先王强者攻去 不知死活 秦问天冷漠地吐出一道寒音 邪谋出现 邪谋领域直接降临对方身上 他脚步再度一探 顿时可怕的毁灭魔剑 贯穿天地 杀戮一切 那太阳圣教强者 浑身被太阳包裹 却依旧被斩出了一道血迹 脸色居然间变了 烧 秦问天吐出一道寒冷这疾的声音 摩威翻滚 他手握魔刀 凌空一斩 犹如魔神将士 手持毁灭魔刀 从天穷披杀而下 贯穿虚空 那太阳圣教的强者 想要躲避 但却被领域压迫 刀光闪 扑呲一声 他身体直接被披伤 瞬间陨落 不堪一击 轰的一声 后方一道可怕的太阳手掌印轰来 眼看就要落在秦问天身躯之上 却见秦问天体表流转璀璨夺目的浮光 一尊大鹏鸟若隐若现 太阳掌印将之击碎 却没有伤秦问天分毫 容 只见两位太阳圣教的强者脸色变了变 刹那间一轮轮恐怖的太阳领域将秦问天笼罩在了其中 太阳之火焚灭一切 可怕的炎龙朝着秦问天卷了过去 炽热无比的太阳利剑朝秦问天杀法而出 威力无穷 轰的一声 秦问天身上气势暴涨 血脉守护出现 护住身躯 化作一尊符纹变体的玄武大妖 那坟灭一切的太阳之火无法将之熔炼 可怕的太阳利剑也破不开其防御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4集 秦问天眼谋 目视一切 扫向了两位太阳圣教的强者 冰冷说道 好 就凭你呢 太看得起自己了 话音落下 他手中妖剑出现 可怕的妖气席卷而出 君灵之威 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狂风扫荡而过 宛若大鹏划破苍穹 秦问天身上的守护力量 竟直接化作了一尊大鹏鸟 双翼斩了出去 一尊尊大鹏鸟呼啸扑杀而出 直奔两大太阳圣教的强者而去 嗡的一声 只见其中一人双手凝硬 不尽太阳光滑 汇聚而生 凝成一柄太阳圣剑 挡在身前 大鹏鸟杀来 竟接被太阳圣剑剿灭 另一人则是挥动可怕手掌 绽放太阳轮盘 吞灭一切攻击 秦问天降临那手持 太阳圣剑之人面前 腰剑杀猪 刹那间 犹如幻影般 使得对方眼眸 陷入了一股不真实的意境当中 似要进入魔障 剑诸下 直接将太阳圣剑绞碎掉来 一尊巨大无比的大朋友 挥动了毁灭翅膀 震碎了对方的身躯 直接斩灭 剩下那太阳圣教的强者 看到这一幕 心惊胆战 他身体迅速地往后退去 想要离开 虚空的一声 秦问天脚步一踏 神像领域强横无边 压榻虚空 将对方镇压得难以动弹 邪谋领域吞噬而去 秦问天的腰剑脱手飞出 直接划破虚空 从对方脑袋穿透而过 睁睁而鸣 随即回归到秦问天的手中 封住被眼前的一幕 彻底的惊呆了 他没想到 秦问天竟然如此的强盒 转眼间 连续诛杀三位 终结先王 而且 全部都是太阳圣教的先王人物 这简直逆天 这家伙 究竟有多强 秦问天身形一闪 直奔另一战场而去 法怒和风浅雪 也注意到了那边的情形 只见法怒神色连连变换 轰然一声巨响传出 他将风浅雪震退 自己也往后退去 看着走来的秦问天 你是什么人 法怒盯着秦问天问道 寻常人物可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力 将死之人 问那么多做事 妖剑 化身大鹏 扑杀对方 法怒大吼一声 金刚法相出现 宝相庄严 不可侵犯 他浑身流动 无尽浮光 化作璀璨大手 朝着前方拍打而出 和腰间碰撞 发出了尖锐的笑声 法怒脸色惊变 一剑之威 强横如此 此人的攻击 着实霸道 秦问天脚步踏天 镇压虚空 天地间出现了无尽符纹掌印 于诛天浮现 秦问天手掌伸出 无尽符纹掌印 汇聚成滔天大手印 他猛然间往前一按 一尊无上神之手 轰然砸落 和对方的金刚佛门大手印 碰撞在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法怒的金刚法身破碎 秦问天手指往下一按 妖剑急迟斩下 刺在法怒金刚身躯之上 法怒大吼一声 无尽符纹挡住妖剑 杀入身躯 上 秦问天脚步往下猛的一趟 只见金刚取出一串佛珠 朝着秦问天挥动 顿时佛珠化作无尽金色的手掌印 朝着秦问天碾压过去 秦问天一拳红出 镇压佛珠 他脚步连续践踏天地 每一步都仿佛踩踏在法怒的身躯之上 终于他闷横一声 吐出鲜血 秦问天再次吐出声音 妖剑怒笑 直接贯穿对方的身躯 诛杀 秦问天看着被贯穿身躯的法怒 雾光一闪 金刚宗的强者竟然比寻常太阳圣教的人还要厉害不少 看来这东陵一脉的传者果然非同小可 当然 法怒他身为金刚圣子 本身非比寻常 若是和太阳圣教的圣子人物相比 恐怕便要差了些 秦问天神色没有太大的波动 然而后方的风浅血 以及风柱 却深深的震撼着 以一己之力 袭杀三大太阳圣教的终结先王 再杀金刚宗的金刚圣子法怒 这秦问天的战力简直惊天 何其可怕 怎么了 转过身 看着两人的眼神 秦问天低声道 秦兄 你不觉得自己太妖孽了些吗 风柱叹道 有吗 秦问天一笑道 不过秦兄怕是有麻烦了 金刚宗还好 太阳圣教身为顶级势力 你杀了他们三大中阶先王 必然激怒太阳圣教 会有更强的人物出手对付秦兄 风柱提醒一声 之前炼制的面具和衣服 秦兄可以用上了 不急 先解决东陵之事 再改头换灭 至于太阳圣教的仇 多杀几个也无妨 圣子我都杀过 已经结下仇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秦问天云淡风轻地说道 却使得风浅血和风柱 一阵无言 太阳圣教的圣子 他都杀过 而且秦问天竟然说得 如此轻松 简直让人无语 太嚣张疯狂了 简直不将太阳圣教 放在眼里 秦兄非凡人物 只是 我有些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让秦兄需要隐匿身份躲避 风柱问道 有许多仙帝想杀我 没办法 我现在实力还弱 等出了这里啊 就需隐匿身份行走仙玉 哦 还有你们 最好离开东陵仙城 我担心啊 有人目睹我的足迹 会追杀到这里来 查到你们身上 虽然可能性不高 但还是要小心点 秦问天道 两人纷纷点头 都隐隐感觉到 想要杀秦问天的人 必然是超凡人物 很可能是和太阳圣教 一样的顶级势力 在追杀他 他可是说 有许多先帝 想要杀他 嗯 玄铁地中被迫解散 也不知道 宗主能否在 数位先帝的攻击下 坚持下来 此次 得罪了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东陵仙城 当然是不能留下的 风前学说道 我们快些走吧 我踏入过东陵圣地一次 这就带你们去见 真正的东陵 好 秦问天点头 东陵乃是圣人所留 自然非必寻常 东陵一脉 四大势力修行的力量 和他修行之道 有相通之处 若是能够有机缘 他正好借之感悟一番 风前学在多年前 踏入过东陵 参悟圣书 自然轻车熟路 上次东陵开启 乃是应运而生 这次却不同 东陵强行开辟 可能传承自此断绝 东陵一脉 将不再属于四大势力 而属于这次能得 东陵传承的人 或者说 将不复存在了 风前学叹息道 他身形极快 顺着一条骨道 不断往前 路途中遇到了许多强者 都是从东陵仙城赶来的强者 玄铁建地 召告了整座仙城之人 让他们前来东陵 仙城强者 怎会错过如此机会 全部赶赴东陵 络绎不绝 强者如云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 饰演秦问天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5集 轰隆隆的一声 此时 古路震荡 东陵不稳 虚空中 出现了一道道 黑暗裂缝 从中弥漫出 可怕的撕裂之意 宛如末日般 顿时诸人身体加快 不断往前而行 看到这样的场景 他们如何能够不明白 这预示着什么 东陵不稳 要崩塌了 必须要抓紧时间 风浅雪说道 他虽知道东陵不稳定 此次强行破坏 必导致东陵传承消失 但依旧没料到这么快 我带你们 秦问天 开口说道 双手分别拉着风浅雪 以及风柱 犹如闪电般 孤笑而出 由风浅雪引路 随着时间推移 虚空中诞生的黑色裂缝 越来越多 地面的震颤 也越发的强烈了 终于 秦问天 他们看到了前方 诸多强者身影 出现在了真正的东陵前方 在那里 有一座座灵 每一座灵前 都有石碑 神秘莫测 仿佛拥有无穷的奥秘 许多强者 开始在那参悟 东陵前方 有一叶天书 悬浮于天 天书震动 更是万千变化 无穷奥秘 赫然正是东陵圣书 看来前方有东陵一脉的 三大宗门引路 诸多强者都知道方向 来到这里了 风浅雪说道 太阳圣教和雷神殿的强者 站在最前面 还有天宗教 以及金刚宗等势力 除此之外 许多东陵仙城的先王人物 都降临了这里 你竟然活着 只见一道冰冷的寒音传出 有一位太阳圣教的强者 看向秦问天 他们这边 眼神居然间变得 无比的锋利起来 这三人活着 他们太阳圣教的 三位强者消失了 法诺呢 金刚宗 也有强者转身 望向秦问天说道 他们要杀我几人 如今 你说他们在哪 秦问天冷漠回应 使得一行强者 眼神中爆发可怕杀机 秦问天身上气息咆哮而出 直接祭出了腰间 做好了战斗准备 住手 那太阳圣教为首之人 大喝一声 回过头 冷漠地扫了秦问天一眼 随后对着他的人道 你们想要加索东陵的崩塌吧 天宗都在震动 没多少时间了 任何人在这里战斗的话 傻无赦 他话音落下 那些太阳圣教的人 以及金刚宗的人 都收敛气息 但他们的毛子 更是寒冷无比 盯着秦问天三人道 让你们多活片刻 很显然 若非东陵不稳 他们就直接出手了 此事了结 他们必出手 诛杀秦问天他们 天书就在眼前 竟不去观物 在此废话 你们真有闲情意志啊 秦问天讽刺说道 天书神秘莫测 那些石碑留下圣人意 都是无比强横 奥妙无穷 不是什么人都能领悟得了的 许多人根本看不懂 来了也是白来 风浅雪说道 那些人脸色 居然间一凝 盯着风浅雪 这是在讽刺 他们参悟不了天书 和石碑的奥秘 无论你参悟了多少 都将死在这里 所以 你们根本无需参悟了 对方回应说道 毫不掩饰杀意 无论如何 都要诛杀秦问天他们 不过此时 秦问天仿佛没有听到 他的话语般 走向了那一座座灵 目光凝望灵前石碑 传说中 这些石碑上蕴藏的奥秘 乃是圣人意 东林一脉对于天书的灵物 各有不同 有深有浅 但圣人意 几乎无人能亏视其中的奥秘 哪怕是宗主人物 或许 才能亏视其中奥秘之一二 极难 风前学对着秦问天传音说道 虽然他之前羞辱太阳圣教的人 但实则他自己也明白 圣书难悟 东林一脉 一直未曾崛起为顶级势力 除了先遇中部 一些顶级势力的打压之外 还有便是无人能够真正参悟 东林奥秘 秦问天暗暗点头 自然明白很难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座灵前石碑 那上面有一尊小塔 塔非常小 如同拇指一般大小 但当秦问天意识沉浸其中的时候 却感觉脑袋炸裂 闷横一声 脚步连续后退 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壮阔的景象 小塔依旧是那拇指般大小的小塔 但却弥漫出震天奥义 秦问天感觉苍茫天地 仿佛有一股无上镇压奥义 扑面熄来 天崩地裂 秦问天先念不愿退出 闷吭一声 嘴角一血 被强行震了出来 他终于明白 为何那些人还有闲情意志找他麻烦 原来有些人根本连参悟的资格都没有 秦兄 风柱看到这一幕神色一宁 秦问天这样天资超凡的人都承受不住吗 秦兄感受到了圣人意 风浅雪则是露出震撼之色 目光望向秦问天 秦问天看向风浅雪 道 那小塔中隐藏震天奥义 无穷力量 不可抵挡 风浅雪深吸口气 秦兄 你有机会能够真正地参悟出一两份圣意 如同东霖一脉的宗主一样 第一次便能感受到圣意的人极其罕见 你再看看其他灵前石碑 好 秦问天点头 他的目光朝着另外一石碑望去 那是一金黄色的小钟 当秦问天迎神望去之时 只感觉耳膜剧烈振扎 犹如大盗之音降临 他发出一声大吼 自抵抗那股力量 狂暴的气息扫荡周围 使得不少人望向这边 冷漠地凝视秦问天 能感悟到 风浅雪美眸中绽放金石光芒 再去看其他古碑 秦问天看向又一座碑 那里仿佛只刻着一个字 金刚佛门古字 然而秦问天却从中看到了佛门大道 震得他身体都要破碎 他没有停下 望向一根细枝 凝神之后 那细枝犹如绝世利剑 随意划过 虚空裂 天地开 秦问天浑身也随之释放剑意 却渺小无比 不可抗衡 直接被震了出来 浑身都是冷汗 那一刹那 仿佛被一剑斩为两半 好强的圣人意 秦问天内心震撼 旁边的风浅雪 比他更加震撼 石碑上的圣意 秦问天竟然能够轻易感受得到 领悟的第一步 便是要感知 若是你连感知都无法做到 弹河领悟 虚空之上 漆黑的裂缝 出现越来越多 东陵震动得越发厉害了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崩塌毁灭 秦问天抬头看了一眼 心中略有焦急 这些石碑中 蕴藏圣意 有着超凡可怕的力量 他想要好好修行感悟 但时间却不等他 东陵将他 想要关一座石碑都难 更何况这里有诸多的石碑圣意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景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6集 他目光望向风前雪 只见风前雪 对着秦问天道 快观圣物书 我玄铁剑宗 历代强着有许多踏入这东陵圣地 观圣书 参悟圣意 得出结论 圣书蕴藏大道智力 圣义 蕴藏圣人一职力量 圣书能够帮助 对十倍圣义的领悟 金兄 快 时间不多了 风柱抬头看了一眼虚空 对着秦问天说道 他希望秦问天 能够多领悟一些力量 变得更加强大 好 秦问天立即点头 目光朝着前方的圣书望去 他脚步往前走出 许多强者都站在那 勿于圣书之光辉 承受圣书洗礼 似在聆听圣书中的大道 感悟圣书中的无穷奥秘 当秦问天的仙念 朝着圣书中涌去之时 刹那间 脑袋似发出了一道轰的声响 随即 无穷玄妙 涌入脑海之中 脑海里出现了无尽的画面 好似天地初开 万物规则始现 那一幅幅画面波澜壮阔 纷纷出现在了脑海之中 蕴藏天道治理 不可捉摸 秦问天沉静其中 仿佛感受到了圣人之道 一条符文大道 万物皆福 浮化万物 似能够和天福宝典相契合 其中 还蕴藏大道治理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皈依 大道治解 秦问天仔细感悟圣书之力 沐浴圣书光辉 体内涌现无尽的浮光 笼罩身躯 神华四射 极为耀眼 他的身体犹如一尊宝体 果然 风浅雪看着秦问天 他之前就意外 秦问天为何能够轻易感受到圣人瘾 而且 他还观自己练气 原来 他自身也修行有相似的力量 和他们东陵一脉 非常接近 走同样的先王之路 当然 大道同源 所有武命修士的路 本质上而言都没有区别 秦问天沐浴圣书 感悟良久 随后再次妄想石碑 他看向那座小塔石碑 身躯震荡 体内符文流动不停 在疯狂交织 隐隐要化形为塔 然而过了些时刻 秦问天再次被震了出来 他闷横一声 稳住心神 体内血脉力量滚滚而动 继续参悟 仿佛这一点磨难 动摇不了他 他在做什么 有人目光望向秦问天 这里的许多人参悟不透 身上没有任何的动静 秦问天的躯体 释放璀璨夺目的规则华光 符文闪耀 体内甚至有哗啦啦的声响传出 动静很大 迎来了不少的目光 不知道 仿佛他能参悟石碑一般 有人说道 装模作样而已 就凭他能够参悟石碑圣意 只听一道讽刺的声音传出 乃是天宗教的一位强者 他深知石碑中蕴藏的圣意 有多难参悟 虽然这里有许多强者 踏入东陵 但能够得到东陵传承的人 几乎不会有多少 你自己不能参悟 又有何资格说他人也不能 至于参悟圣意之人 更是会极其罕见 几乎不会赢 封柱冷漠回应说道 他刚才尝试了一番 没有能够观悟石碑圣人意 但秦问天绝顶天资 他如今已经是极为佩服 而且亲眼目睹 秦问天参悟圣人意 自然看不惯这些人的侮辱 自己无能便也罢了 应该懂得欣赏他人 你是玄铁地宗的人吗 既是玄铁地宗弟子 自当明白这石碑是什么 是圣意 称人之意志 你以为 什么人 都能参悟得了吗 那天宗教强者 逢次说道 我叫你劝他 不要再白费功夫了 若他是假装的 那就更没有意义了 华中取宠而已 玄铁地宗的人 竟然如此的无知 真是可笑 神福宫的强者 也出言逢次 这几人都无法感受到圣意 心中不爽 看到许多人议论秦问天 自然更是不快 尤其是这还是敌人 免不了出言侮辱 更何况 圣意难误 他们本就参悟不到 也自以为是的认为 秦问天和他们一样 他们可不相信 秦问天有超凡之能 迥异于他们 你们 封住被弃得无言 他看着这些强者 一个个看似高傲不可一世 实则都是些 无法参悟圣意的人 用骄傲来掩饰无能吗 还借机讽刺他人 大哥何必和他们争论 鼠背人物 又岂知昆蓬之能 风浅雪平淡地回应了一声 由强者踏步而出 气势惊天 风浅雪神色冷漠 气势同样外放 若要加速东霖崩塌 你们就开战吧 当然 你们这些人无法参悟什么 恐怕恨不得让东霖早点崩塌吧 风浅雪 就让你再嚣张片刻 那些人冷笑 目光扫向了风浅雪美丽的容颜 眼眸深处闪过那一道道的邪芒 这女人一定要叫她好看 浅雪 东霖传承将要断绝 时间不多 你也无需和他们争辩什么 快速赶我圣书吧 风柱说道 她天赋最弱 为秦闻天和风浅雪护发 避免有人骚扰 风浅雪点头 看了秦闻天一眼 随即她的美眸望向圣书 先念弥漫而出 轰咔一声 天地暴乱 一道黑色的闪电 披在大地之上 东霖震动得更加厉害了 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坍塌毁灭掉 许多强者都宁神领悟 不敢有丝毫的耽搁 东霖一脉的人 更是都望向圣书 仔细参悟其无穷玄妙 哪怕是只能够参悟一丝 也不能错过这次最后的机会 此时 秦闻天身上光芒可怕 她体内动静更是极大 咆哮不断 万千符文之光 汇聚成小塔 然而 却难勾勒出 那股震天之为 圣人意 其中蕴藏的力量 便是符文大道 极高深的造诣 符文化规则 规则化大道 无尽符文之力量 可化为意 化为道 融入小塔之上 便是圣人意 由无穷威力 融入细枝柳叶之中 同样是圣人意 随意划过 能开天匹地 过了很久 秦闻天感悟良多 她吐出了几口鲜血 随后退出来 休息片刻 看到东霖崩塌加速 随时可能毁灭 她开始领悟 金刚圣意 这金刚圣意 和之前的小塔圣意 拥有异曲 同工之妙 也蕴藏着 无上的奥义 伴随着 秦闻天的领悟 她身躯之上 有着无尽 佛门光芒 好似有无尽 金刚骨字 遍及全身 轰入身体之中 淬炼身躯 她整个人 都隐隐要 凝聚出 金刚法身 使得不少人 露出一芒 是 一道贺斥之音传出 一股力量 直奔秦闻天而去 封筑挡在前面 抬手攻击 然而声音已久 将秦闻天阵醒 她脚步连退 吐出一口鲜血 抬起头 看了一眼 那赤贺之人 眸子中 闪过杀念 这人 竟然打断 她的领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 主要饰演的是 白秋雪 告诉你们 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 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 触发暴耕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7集 你竟然 悟出了一丝 圣意皮毛 不过我劝你 不要浪费时间了 哪怕是真的 悟出了圣意 也难逃一死 那人冷漠开口 乃是 金刚宗的强者 看到秦闻天 领悟一丝 他们金刚宗的力量 毫不客气地 直接打断来 怎么 你不服 想要动手 金刚宗强者 冷喊一声 道 我自会随了你的意 不过此刻 不是时候 等到可以战的时候 你就会是个死人 秦闻天盯着对方 冰冷开口 法怒被我诛杀 若是你再敢惹我 哪怕是东陵将崩 我也要诛你 既然你不考虑后果 我也不会计较 他威胁的声音 传入对方耳中 使得那人 神色更是难看 秦闻天 毫不理会 对方的神情 参悟那细枝圣意 这细枝圣意 仿佛是一道剑意 蕴藏无穷的威力 能够展开天地 沉入其中 秦闻天 再次仔细参悟 不想浪费 一丝一毫的声音 他体内 无尽符文之光流动 仿佛画作了一柄利剑 威力无穷 身上由剑意 弥漫而出 随着时间过去 他体内剑意 越来越巧 宛若剑合 滔滔不绝 发出哗啦声响 可怕到极致 然而 秦闻天 却并不满意 这并未质变 还是以前的剑意能力 这次秦闻天参悟时间最长 天穷之上的黑暗裂缝 不断增多 东霖崩塌的可能性 还在不停地上升 唉 一位天宗教的强者放弃了 他参悟不了 东陵将崩 这传承和他无缘 没有意义了 就在这时候 哗啦啦的呼啸之声传出 一道道目光转过 望向勤闻天方向 只见那万千剑碑 在疯狂呼啸 那位叹息的天宗教强者 冷漠讽刺 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得到了这等地步 还坚持什么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此刻他承受着很大压力 不如直接杀了他 免掉麻烦 神福宫的一位强者开口 就在这时候 无穷健威 在刹那间 没入勤闻天的身体之中 仿佛在一刹那间消失了 在勤闻天的体内 一道微小的剑 在游走流动着 柔软犹如细枝柳条 你终于放弃了吗 这么久才放弃 真是浪费时间 圣机难乎 有启示 你能做到的 三大势力的人 看到勤闻天终于要放弃 顿时纷纷开口 勤闻天目光 豁然间睁开来 眼神犹如世间 最为锋利的利剑 直接穿透对方的眼睛 那说话之人 惨叫一声 随即一道剑一绽放 一闪而逝 那强者 闷横一声 应声到地 这 说话的数位强者 目光震撼 看着他 倒在地上的身影 只见那人的眉心之处 有一个洞口 被利剑穿透 直接陨落身亡 被一击诛灭 然而 这怎么可能呢 勤闻天是如何做到的 刚才那一刹那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剑意 一闪而逝 比闪电还要快 抬起头 目光望向勤闻天 只见在勤闻天的深周 那无穷剑威 再度汇聚而生 剑意滔天 犹如毁灭剑盒般 剑盒中 蕴藏着他的各种属性力量 可怕的是 这剑盒当中 有一柄小剑在游走 微不可见 柔软无比 像是枝叶 又像是柳条 这柄剑太小了 在滔滔剑盒中毫不忌眼 然而此刻竟然所有的剑意剑威的力量 都似乎涌入其中 变幻无尽的符文光滑 最终汇聚成这柄小剑 在剑盒中流动游走 像是风中的柳叶 痴痴的声音传来 小剑发出了痴痴的声响 随即在勤闻天的身躯之上游动 带走他身上的符文光滑 秦问天目光可怕 穿透一线 射向诸人 眼神都如同一柄利剑 圣人建议 旁边风浅雪睁开双眸 他那双眉眸中露出了金石光滑 东灵一脉诸多强者无法感悟的圣意 秦问天轻而易举就能参悟 一眼能够看到感受到 东灵一脉四大宗门 包括宗主在内都难以领悟的圣人意 秦问天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领悟出一缕圣意 他目光静接金马 看着游走于秦问天身躯之上的那柄小剑 那小剑看起来如同细枝柳叶一般的微笑 几乎不可见 但他明白这小剑的凝聚有多难 乃是符文大道 秦问天将无尽剑影 以及各种力量融入到了这种道中 成就了这柄小剑 这就是他们东灵一脉的圣意 哪怕是秦问天此刻领悟而出的 只有一缕圣意 但威力依旧绝对是惊人的 能够让他的攻击力瞬间暴涨 你们自身无法有任何感悟 在这里打搅我出言不逊 简直不知羞耻 秦问天看向对面珠强主 此刻的他站在那 就如同一柄剑 锋利无比 他看向那神福宫的人 开口道 就是你 要在我修行之时将我诛杀 免得麻烦 那神福宫的强者神色已将 他终结先王境界 不一定能够抗衡秦问天的攻击 尤其是刚才秦问天那一击太惊艳 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在这之前 他是看到秦问天在参悟圣人意 而且参悟了一些门道 因此有些嫉妒 想要趁机将秦问天格杀 而此刻秦问天要找他算账 怎么 你想开战 那神福宫的强者依旧傲然说道 好歹是个先王人物 哪怕是心中有所想法 也能掩盖 装作漠然不惧 非常强势 我们这里如此多强者 杀你轻而易举 若非是担心东陵崩塌 你已经是个死人 若是你不顾东陵毁灭也要开战 我们必会在第一时间 将你诛命 神福宫强者冷笑说道 瞬间将身边周围强者全部拉上了 仿佛站在同一阵里 和你开战 又几回波及东陵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杀你轻而易举 当然 若是其他人不顾东陵崩塌要对付我 那就和我无关了 秦吻天脚步往前踏出 刹那之间 身上无尽剑合流动 朝着那神福宫的强者涌动而去 只一刹那铺天盖地 精准无比 剑威被完美控制 没有任何泄露 直接杀向那神福宫的先王 对方大喝一声 周身浮光赤声 化作了一尊巨大无比的骨顶 挡在了身前 任由无尽剑合杀来 发出可怕碰撞 朱 秦吻天手掌一挥 顿时那游走的小剑 犹如柳叶般斩出 轻飘飘的 从听而降 只一刹那 骨顶破碎 从中被劈开 下一刻 狂暴力量消失 那神福宫强者身体 被直接劈伤 被一剑斩断 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井然 我在剧中 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78集 剑意犹在 带着滔天剑河席卷而归 环绕秦门天身 短暂的战斗瞬间结束 并未对震荡的东陵 造成太强烈的破坏 其余诸强者 看到这一幕 都露出了忌惮之意 不愧是圣人意 好可怕 竟然如此的强横 然而 秦闻天并未就此罢休 他的目光 看向金刚宗的一位强者 刚才那强者威胁他 让他不要浪费时间 哪怕是误出了 圣意皮毛 也是死路一条 没有生路 你之前强行打断我的修行 说等到可以站的时候 我就是个死人 秦闻天看着那金刚宗 先王强者 开口道 使得对方眉头 微皱了下 心中有些担忧 刚才秦闻天强势一击 他看在眼里 神福宫的先王 被一击逐灭 而如今 秦闻天似乎想要对他出手 无论我是什么结局 是否领悟出了圣意皮毛 你都看不到 秦闻天话音一落 身形犹如闪电 正是大鹏身法 快到极致 上 一字突出 但一缕圣人剑语 直接强势斩出 金刚宗强者大吼 却来不及了 剑一劈下 一剑两段 诛 秦闻天首长将对方身体拍碎 毫不客气地取了对方的储物戒指 你放肆 金刚宗的不少强者看到这一幕 都怒吓一声 杀人夺剑 而且还是他金刚宗的人 当着他们的面 简直太放肆了 我就放肆 秦闻天扫过他们 小剑睁睁而迷 环绕周深 我已领悟出一缕圣意 我说过 我出手 不会影响东陵稳定 但你们 若是不顾忌东陵崩塌 我也不在乎 你可知 这是要和我金刚宗结下死仇 有强者怒目而逝 双眸犹如怒目金刚般 声音震得周围许多人耳膜都嗡嗡作响 笑话 你金刚宗的人几次想要杀我 如今说什么要和你金刚宗结下死仇 杀我的时候 你们没想过是在和我结下死仇吗 秦闻天冷笑一声 傲然说道 我警告你们 接下来我若是再听到任何一人对我指手画紧 狂言要杀我废物 我必大开杀戒 东陵崩塌 也在所不惜 说吧 秦闻天回到原地 没有再看他们 那些强者一个个脸色铁青 没想到这人竟然如此猖狂 简直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东陵圣书以及石碑前 有数位顶尖的仙王 听到秦闻天的话语眉头一跳 不过他们并没有动作 依旧尽心感悟 哪怕是只能感悟出一丝一毫 也绝不能错过此次机遇 秦闻天的事情 暂且往后放 只要对方敢一直在东陵领悟 就迟早是个死人 插翅南飞 东陵暴乱得更加厉害了 天穷上漆黑的裂缝不停闪现 东陵震动 一座座陵 以及陵前的石碑都在晃动 所有人都知道 东陵正在不断地接近崩塌边缘 随时可能走向毁灭 因此只要能够有所感悟的人 都抓住一分一秒的时间 轰咖一声 只见有一道裂缝出现 竟然出现在了一座林庞 那一面石碑都险些遭到了波及 秦闻天他时而观悟圣书 时而在凝望石碑 身上气息不再如同之前那般的绚丽 但那一缕圣人剑意 却依旧环绕周身 有着强大的威慑力 使得那些盯着他 想要下狠手杀伐的人 都有所忌惮 不敢再招惹秦闻天了 一声碰的巨响声传出 只见一处黑暗裂缝中 迸发出黑色闪电 披在了一座石碑上 那石碑炸裂不再完整 圣人一消散 使得正在参悟那面石碑的人 长叹一声 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吗 秦闻天安静领悟 他体内七尊心魂 镇守圆府之中 环绕一体 在中间凝聚心魂心像 乃是完美仙台所化 如今更是金银体头 完美无瑕 若是绽放 必定惊人 此刻 那流动者的无尽规则力量 竟接在汇聚 不断化作剑意流动 仿佛由无穷规则力量 汇聚而生 在交织无尽符文 化身震荡 最终汇聚成可怕的剑之心像 一道惊人的剑意 绽放而出 随即无穷力量 汇聚成剑意 化作了一柄轻柔的小剑 窜了出去 在秦闻天周身流转 两柄小剑 环绕秦闻天身躯 流动不息 使得那些看到这一幕的人 更是心颤无比 第二道圣意凝聚而生了吗 这秦闻天 未免太可怕了些 风筑深吸口气 震撼无比 一些敌对的强者看到这一幕 脸色铁青无比 难看至极 圣意难成 能够领悟一缕圣意 便已是超凡 秦闻天 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领悟了两道圣意力量 如今 他的攻击再度变强 更难招惹 实力必将可怕 秦闻天心眼飞动 顿时两道圣意散去 化作无尽剑光 洗涤身躯 使得他身躯之上 流动着无尽剑之气流 他放弃那一面石碑 朝着另外一座石碑望去 那小塔石碑 东陵阵洞 已有一面石碑 被击碎毁灭 他已领悟出 剑之圣人意 可以继续参悟 但其他石碑 必须在这里 借圣人意领悟 否则 纯粹依靠自己 难度何止千万倍 这小塔 蕴藏镇压力量 和他的属性力量 有契合之处 他希望能够 领悟此圣人意 秦温天心无旁骛 抓紧了一切石碑领悟 但随着东陵暴乱 有强者没有了耐心 一些对东陵无知的 强大仙王开口道 既然东陵将崩 那么大家不妨 直接取走圣书 搬走石碑 我先搬一座石碑了 他话音落下 朝着其中一座石碑 踏步而去 脚步一踏 镇的那座鳞 狠狠颤动 然而就在这一时 灵前石碑 释放一道可怕的圣意 一道恐怖的光华 闪耀而过 那人惨叫一声 头颅被直接冻穿 瞬间倒地而亡 惨死当场 东陵一脉的人冷笑 若是真有这么简单 东陵早被搬空了 还能够轮得到他 真是头脑简单 不知死活 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的人 无法保持平静了 毁灭的乱流 甚至扫荡而下 轰鸣之声不断 东陵不停地崩塌 只剩下不多的人 还能够静下心来感悟 都是能够感悟一丝 东陵圣意的强者 哪怕是很少 只要能够参悟一丝 都对自己的修行 会有所帮助 秦问天继续领悟小塔圣意 他周身无尽光芒流动 犹如一座宝塔 大到无形 规则可化一切心态 这是秦问天的感悟 他身躯之上 流动着镇压之光 身后出现了一尊小塔 非常微笑 但却有可怕镇压圣意 使得无人能靠近他周围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79集 风浅雪再次清醒过来 他看到了秦问天身上的变化 深深地吸了口气 就在这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运藏小塔圣意之灵开 顿时这座塔灵之中 释放可怕到极致的镇压力量 一座小塔飞出 秦问天自有所感悟 手掌一招 顿时那小塔朝着他飞了过来 此塔仿佛和那石碑上的圣意共鸣 蕴藏其中的力量 之前 玄铁建地等东灵一脉的四大宗主人物 借东灵之力量 召唤神兵利器 就如此刻我这样吗 秦问天看向风浅雪 开口问道 风浅雪目露震撼之色 看着秦问天 没想到东灵一脉 历代宗主 才能做到的事情 秦问天已经能够做到了 不过此刻 风浅雪已经渐渐麻木 见怪不怪了 秦问天就是个奇迹 颠覆了他的认知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天赋 都可怕到惊人的地步 传闻 这是圣人兵器 需要借助圣意其威力才强大 没有足够的圣意支撑 发挥不出来 若是东灵崩塌 这圣兵的力量 恐怕是会大打折扣的 风浅雪暗暗叹息道 如若东灵继续存在 以秦问天的强大天赋 也许有机会 在东灵仙玉再次开辟出一脉 独辟一枝 秦问天点头 周围轰鸣巨响声不停 他看了一眼一座座的石碑 发出叹息之意 可惜了 仙玉之大 果真是无奇不有 毕竟无数年来 这片天地诞生过太多的强者 有着太多奥秘 这东灵便奥秘无穷 还有其他诸多古遗迹 当然 他不可能都探索到 只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来到了东灵仙城 见证了东灵的崩塌 否则 东灵发生之时 他甚至可能不会有任何耳闻 东灵快要塌了 秦兄 这里很多人要杀你 包括其中一些在领屋的顶级先王 一旦东灵崩塌 他们必然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该离开了 风浅学对着秦问天传英说道 玄铁建帝宣布解散地宗 他们的敌人 有太阳圣教和雷神殿 还有天宗教 神福宫 以及金刚宗 他们无法抗衡得了 你说的没错 不过如今 他们的注意力 大多都在我的身上 你们悄然离去 我留下来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秦问天回应一声 使得风浅学美眸 闪过一抹一色 对着秦问天道 不可 你一人在此 又如何能抗衡得了对方 岂不是 你们留下来 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如离开 免得我有所牵挂 我一个人的话 即便无法战胜对方 也适合逃亡 秦学 你不要再整了 速速和封柱离开 秦问天认真说道 风浅学无言以对 的确 如若真的开战 他和封柱 不但无法帮上忙 反而会成为累赘 影响秦问天 上次 就是靠秦问天 护着他们 若是秦问天 一人的话 杀法怒和太阳圣教的 数位强者 会更简单一些 既然如此 就此别过了 秦兄保重 风浅学毕竟是 超凡先王人物 非常果决 知道秦问天 说的是事实 他立即准备离去 封柱也对秦问天道 秦兄 希望以后 还能见到你的风采 有缘再会 三人都在传音 没有惊动其他人 诸多强者的目光 都在崩塌的东陵上 没有多少人 注意风浅雪和风柱 在悄然后退 随后离去 不过也有盯着秦问天 他们的有心人看到了 是天宗教的人 不过只见秦问天 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他顿时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 想到秦问天之前的杀法 他怕激怒了秦问天 直接对他下手 风浅雪和风柱逃了又如何 无关紧要 但秦问天必死无疑 只要他不走就行 秦问天在风浅雪和风柱离取之后 继续修行 观悟天书 感悟那金刚石碑上 蕴藏的圣意 之所以选择这一面石碑 是因为此石碑上的圣意 拥有脆体之能 武道修行 虽讲究强横功法 但体魄是其根本 强大的体魄 方能容纳强横的力量 他对肉身向来非常看重 外界轰鸣炸裂之声不断 秦问天心无旁骛 独自领悟 天塌于前不变色 伴随着他的领悟 金色的佛门光滑 缭绕周身 那无穷符文 似凝聚成金刚法相 笼罩身躯 犹如一轮轮金色光幕般 从虚空洒落而下 一遍遍洗刷着秦问天的身躯 随着领悟的加身 只见一个个佛门骨字 浮现于虚空 从秦问天躯体之上流过 渐渐地 他身躯之上 尽皆无穷佛门骨字 每一道骨字 都蕴藏惊人的佛门力量 疯狂扫荡在秦问天身躯之上 竟发出可怕的轰鸣之影 这等可怕的攻击 若非是肉身强横无比 怕是会被直接洞传击碎 然而秦问天 却在借这股力量脆体 轰隆于身 此时 虚空中出现了一可怕无比的黑暗洞口 从中由金氏毁灭力量击下 竟直接轰在了圣书之上 迟一刹那 圣书上的璀璨光滑渐渐暗淡 玄妙不在 化作无尽的光点 消散于天地之间 圣书 消失了 诸人看到这一幕 只感觉畅然若失 他们几乎都无法领悟圣人意 需借圣书而领悟 如今圣书消失 意味着东陵的传承 已经崩塌了 轰隆隆的毁灭力量不断激响 裂缝无穷 圣书已散 东陵传承灭绝 无人能够怜悟圣义 游人长叹说道 我东陵一脉 自此断了传承 玄体见地 你是罪人 有强者感慨 看那边 此时游人惊呼 目光望向秦问天所在的方向 只见秦问天依旧在修行 竟还能借圣义参悟力量 沐浴于无穷佛门骨子光滑之中 犹如一尊神佛 他好像在领悟圣义 东陵先遇的强者 有人心中震撼 谁说圣书消散 就无人能够领悟圣义的 他不是人吗 有一位先王强者 开口说道 讽刺刚才说话的 东陵一脉的强者 看来还是要看天赋 有人低声说道 东陵一脉 只见之前那说话的 东陵一脉强者踏步而出 天中降临 能将人魂魄震碎 他抬手挥动 顿时那一面鼓中 朝着秦问天杀了过去 秦问天似有所觉 目光豁然间睁开 然而却并未有任何的动作 天中轰在了金色佛门法身之上 爆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伴随着一道轰鸣的巨响声传出 在秦问天身体周围 荡起了金色涟漪 身躯却并未动摇分毫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衔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0集 那天宗教的强者神色微变 他手掌朝着虚空一桩 顿时一座无比巨大的鼓中浮现 他看着秦问天道 我倒要看看你的法身防御 是真是假 他话音落下 便要继续攻击 秦问天眼眸闪过一道可怕的杀意 手掌挥动 一道轻飘飘的气息斩过 犹如柔弱柳叶 然而这一刻 却诞生出了一金式剑碑 劈开天地 扑刺一声 剧中还未落下 那人便直接被剑翼 冻穿头颅 鲜血流出 脸上写满了震撼之意 秦问天面无表情 漠然地扫了他一眼 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东陵 摇摇欲坠 就要毁灭 他身形一闪 犹如一尊大鹏鸟般 扶摇而上 朝着远处顿去 毫不留恋 秦问天自知这里想杀他的人还很多 当该走的时候 不会有半点的犹豫 直接离开 果然 在秦问天玉空的刹那 顿时有一道道目光朝着他射去 太阳圣教一位强者喝道 诸我太阳圣教之人 如今想要逃 说吧 便有人冲天而起 哼 金刚踪的强者冷笑 身体腾空 快若闪电 朝着秦问天追杀而去 金刚圣子法怒 都死在了秦问天的手中 焉能不杀秦问天 只见一道道强者腾空而起 快若闪电 纷纷朝着秦问天追击而去 使得许多人心中惊叹 这家伙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有如此多的强大人物追杀他 不过 刚才他击杀天宗教强者的一击 可谓极为惊艳 实力必然超凡 虚空之上 有一尊朋友 浑身流动着璀璨无比的符文之光 每一道浮光 皆如同一尊大鹏虚影 使得这尊庞大无比的鹏鸟 速度快到极致 展翅百里 令人震撼的是 这尊庞大无比的大鹏鸟 仿佛并非是真实的 在鹏鸟中间 竟然有一道人影出现在那 正是秦问天 在大鹏鸟身后 有许多强者追击 连成一片 足有数十位先王强者 来自不同的势力 他们修为皆都非常强大 甚至借神兵欲空而行 直奔擒问天 但看着前方快弱闪电的身影 他们的眉头都紧皱着 这家伙的速度 竟然如此的快 像是修行了极致的天鹏身法 能够横穿虚空 翅膀一颤 便直接无视空间距离 堪比他们借助神兵的速度 他是以强大的神通之术 维持这种身法 如此快的身法 消耗必然极快 我们一路追踪 知道他没有力气 闭死乌鹰 有一位太阳圣教的强者 冷漠开口 他身后宛若有太阳浮现 脚踏先兵 发出一道道阴暴之音 若是有人在此 耳朵都能震聋 虚空中偶有强者路过 看到这一行恐怖的身影 纷纷退避开来 心惊胆颤 哪怕是先王人物 都不敢拦住 让开道路避在一旁 看着这一行强者 穿梭而过 内心掀起波澜 这些人的实力好强 顶级先王就有数位 其余皆都是中阶先王 阵容堪称可怕 他们都在追杀 最前面划过的那人 这场追杀持续许久 横跨地域 秦问天速度太快 不让对方破解 但对方顶级先王 借助速度神兵之后 能够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不被甩开 并且以仙念锁定他 无法直接逃离 而且 一些追杀的人 因为速度无法跟上 被那些速度快的人 带着一起踏上仙兵 仿佛不杀秦本天 誓不罢休吧 前方庞大的大棚中间的秦本天 不断绽放自己的身法 毛子中闪过一道冰冷的寒毛 没想到这些家伙 如此的执着 竟然一路追杀自己 不灭自己 恐怕都不会回头 他找到脑海中的 仙域中部地图记忆 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后 随即豁然间改变方向 朝着某处 急驰而行 后方的强者 也纷纷改变方向 一路追杀 攻击能不能横挂空间 阻挡住他 有强者开口问道 追杀了这么久 还没拉近距离 他们也繁杂 那家伙的防御很强 如此遥远的距离 规则力量的攻击有限 以他的防御 根本不会有任何用处 想要阻碍对方 一丝都做不到 一顶级先王 沉生说道 之前他其实已经试探过 没有效果 这家伙逃命的本领 倒是厉害 难怪看肆无忌惮 那般猖狂 再猖狂 也要他死 那顶级先王杀鸡毕露 道 一行人继续在虚空中穿梭 仿佛永远无法停息 他们横跨了一座座仙女 但秦问天 依旧还在坚持着 使得追杀他的人 脸色格外的不好看 前面是哪座城了 太阳圣教的一位先王 开口问道 是一片山脉 我们好像快到乱石林了 乱石林 一位先帝的地板 号称乱石先帝 以师为阵 助教乱石林 犹如一座庞大无比的迷宫大阵 有强者皱了皱眉 先帝的地盘吗 只见这一时 仙念所在之地 确实出现了一片山脉 山脉中有通天巨石 迷雾飘渺 仙念都仿佛受到了阻碍 而秦问天竟然朝着那个方向冲去了 那家伙要入乱石林了 可能是误闯 进去了就很难出来 他们说着 仙念之中 便见化身大鹏鸟的秦问天直接冲入了乱石林中 瞬间没了身影 仙念无法被锁定 追杀秦问天的强者纷纷也来到了乱石林外 看着前方迷雾石林 通天巨石淹没天地 仿佛踏入里面 会让你上天无路 他误闯入了乱石林 怎么办 有人问道 这乱石林很可怕吗 进去了就会被困在里面 有传闻称 你被困在里面想要出来的话 就需要请乱石先帝出手 答应他条件 否则就一直将你困在里面 太阳圣教圣子 拜见乱石先帝 只见一位太阳圣教的顶级先王强者 朗生说道 对着乱石林高喊 想要借助自己的身份 让乱石先帝出面 乱石先帝脾气古怪 从不给人面子 有人传音说道 那太阳圣教的圣子神色难看 眼眸中闪过一道冷芒 他已自曝家门 乱石先帝还敢拿他们如何不成 走 进去杀的 说着他脚步一趟 步入乱石林中 身后的强者皱了皱眉 有雷神殿强者开口道 雷神殿之人 拜会乱石前辈 得罪了 两大顶级势力的人降临 哪怕是先帝 也要顾忌一番吧 秦问天踏入乱石林后 便陷入里面 他看到一根根通天的石柱 每一根石柱上都闪耀着无比的光滑 这些石柱高低不同 符文璀璨 能借天穷之力 抬头看向前方 那里没有路 先帝人物进来都有可能被困 他先念释放 遇到阻碍 只要遇到乱石 先念就被隔绝 无法穿透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烦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1集 这阵法厉害 秦问天按道一声 脚步往前踏出 在乱石林中穿梭 随后他找到一块巨石 攀膝而坐 安静休息 仿佛不是来避难的 而是前来休息 追杀他的人 纷纷进入了乱石林中 随后发现 被困在里面了 而且 全部都被隔绝开来 这乱石林太大了 大到他们仿佛走不出去 也没有能够找到秦问天 随着秦问天不断地修行 他身躯之上 流动着万千符文之光 剑河流动 犹如滔滔江水 青尊星魂在原府中闪耀 中间出现一剑形星象 从中流露出无穷无尽的剑意 纷纷被秦问天借用 他的身躯周围 由滔天巨剑 吞吐可怕剑意 最终 却凝聚成一柄轻飘飘的小剑 在身体周围不断游动着 如今 已有三道圣人剑意出现了 但秦问天并未罢休 继续修行 随即是第四道剑意 第五道 直到秦问天身上出现了九道剑意 蒸蒸而鸣 环绕周身 而他体内的力量都仿佛被耗尽来 心魂暗淡 原浮枯竭 但他的眸子中 却流露出兴奋的光泽 他站起身来 在乱石灵中行走 仙念一直弥漫在外 哪怕是遭到阻碍 依旧没有放弃仙念 然而就在这时候 秦问天遇到了一人 对方瞬间爆发可怕杀机 天中浮现 秦问天目光一扫对方 眼眸如同可怕利剑 随即手掌挥动 九道剑意释放 只见一道道 夺目无边的剑芒在天地间绽放 扑呲的声响传出 天中破碎 对方头颅被冻穿 浑身出现无数剑之洞口 眼睛死死地睁开着 瞪着秦问天 死不瞑目 秦问天没有理会对方的死活 直接夺了对方身上之物 继续在乱石灵中穿梭 终于 他找到了一处地方 感受一番 盘膝而坐 对着虚无开口道 前辈 借阵法一用 说吧 他身上涌现无尽浮纹 朝着地面不断打出 规则力量疯狂地涌动了起来 竟然连接了那些乱石 随即 从天穷之上 竟不断有星辰光辉 连接着乱石 朝着秦问天这边流动而来 浩瀚空间闪现出无尽浮纹之光 这边的强光太刺眼了 使得乱石灵中许多地方的强者 纷纷抬头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随后眼中闪过冷芒 脚步踏出 顺着那光芒朝着那边找了过去 率先找到秦问天的乃是一位顶级先王 太阳圣教强者 他身上涌现出恐怖太阳光芒 盯着盘膝而坐的秦问天 冷漠开口 不逃了吗 我为何要逃 秦问天看着他道 你战力非凡 若你认为自己能够战胜顶级先王 就大错特错了 竞价的差距 可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 那太阳圣教的强者傲然无双 一轮轮太阳出现在他的上空 秦问天冷笑一声 滔天剑河涌动了起来 只一刹那淹没天地 那在剑河中游动的鱼儿小剑 直奔对方而去 空的一声 太阳光护体化作护体圣光 挡住剑河 坟灭一切 那太阳圣教踏步而出 火焰坟灭一切 笼罩剑河 他风姿绝弹 冷漠开口 诸我圣教之人 接下来付出代价 将死之人也敢大言不惭 秦问天手指往前挥动 那些游动的轻柔鱼儿小剑 直接穿透了太阳光芒护体 那太阳圣教强者脸色变了变 接着滔天剑河直接冲破了光幕 伴随着那些鱼儿小剑 朝着他身体诸去 只一刹那将他淹没 那强者脸色巨变 想要抵抗 但哪里还能抗衡 直接被万剑穿透而过 当场殒灭 秦问天借剑阵 诛杀一位顶级先王人物 神色却没有半点变化 平静无比 那些鱼儿小剑 在剑河中游动着 游回到了秦问天的身边 周围巨石之上 浮光闪耀不休 不断有规则力量 涌向秦问天伸周的剑阵当中 没过多久 又有强者找到这里来 看到秦问天之后 眼眸中立即爆发出可怕的杀机 秦问天毫不客气 抬手一指 游动的轻柔鱼儿小剑 瞬间带着滔天剑河 朝着对方杀了过去 那些鱼儿小剑 爆发出惊天剑影 无人可挡 终阶先王顶级人物 不堪一击 瞬间诛灭 伴随着强者陆续到来 秦问天诛杀的人见多 地面上躺下了不少尸体 墨兰山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眼前一幕 神色无比的难看 他看到了他太阳圣教的数位尸地 被人斩杀在这里 非常惨 竟然擅长阵法 墨兰山眼眸中透着超强的杀意 那双毛子仿佛藏着太阳 喷出火焰 规则笼罩天地 坟灭一切 秦问天 他擅振 而且借助了乱石灵终的力量 诛杀他太阳圣教和东林一脉的强者 在墨兰山身后 又有强者踏来 是金刚宗的强者 看到眼前一幕同样震了震 脸色铁青 以你的天资应当不是无名之辈 你究竟是什么人 墨兰山道 即便你不说我太阳圣教要查 很快也能查出来 哪怕是你死在这里 我依旧会知道你是谁 仙羽东部 千遍仙门 秦问天 秦问天开口说道 在蛮荒之地 神山之上 就有你们太阳圣教的人 前来反我 被我诛杀 包括太阳圣教的圣子 没想到 在这乱石林中 又有太阳圣教人 陨落在我手中 你说可笑不可笑 原来是传闻中 被长青大帝看重 要收为女婿 引发仙羽裁决的人 墨兰山对秦问天的名字 略有耳闻 虽然他远在仙羽中部 太阳圣教 但身为圣子人物 必须知道天下大事 整个仙羽知名人物和势力 他都须知晓一些 而秦问天 最近颇有名气 尤其是在仙羽东部 太阳圣教圣子墨兰山 你死在我手中 不冤 墨兰山缓缓说道 哪怕是有长青大帝 为你做后盾 你杀了我太阳圣教这么多人 我还是要诛杀你的 又是一位圣子吗 为何你们每个人 都是如此的自信 最后却都陨落 秦问天讽刺说道 你会看到的 墨兰山没有多说什么 他的双瞳 爆发惊天纤维 只一瞬间 一股恐怖的太阳风暴绽放 天地间出现可怕的太阳漩涡 坟灭一切 朝着秦问天所在的那片空间 吞噬过去 秦问天 他看着吞噬而来的太阳风暴 心头唯一有些震惊 不愧是顶级先王圣子人物 果然就是有超凡造语 神通法术惊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阳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82集 是 秦问天首长一挥 剑河涌动 卷过天地 朝着那太阳风暴杀过去 然而 却被那通体赤红的太阳漩涡 吞没掉来 坟灭于虚无 鱼儿小剑爆发惊天剑威 破开一切 刺入风暴内部 将之穿透 继续朝着墨兰山杀了过去 领悟而出的圣意之能吗 墨兰山冷笑 他双瞳可怕 像是两颗太阳 双手凝硬 猛的一颤 顿时一柄夺目无边的太阳圣剑出现在手 这太阳圣剑瞬间爆发出可怕的剑木 挡住一切 鱼儿小剑斩在了光幕之上 竟无法斩破 破 墨兰山冷喝一声 前方的太阳风暴竟然直接爆裂 毁灭的气流席卷天空 这片天地化作末日景象 一切都将要摧毁 秦闷天的身体赫然处于这片风暴的中心 秦闷天身上吞吐无暇鲜光 只见他手指朝着虚空一按 顿时九道圣意小剑环绕 编织出可怕的剑之光幕 在他防御剑木中游动着 任何攻击轰来都被绞碎 破 墨兰山再次发出大壳 太阳之光撕开一切 他脚步往前迈出 走入秦闷天的剑阵当中 天地撕裂 大地出现裂缝 他强势无比 直接走向秦闷天的身体 身为太阳圣教顶级先王圣子人物 战斗力何等厉害 哪怕是秦闷天借了剑阵之威 也要将他诛杀掉来 看着对方走近 秦闷天神色冷漠至极 当太阳圣剑斩来之时 他祭出了那小塔 小塔圣意直接融入其中 朝着前方祭出 刹那间一股镇压天地之灰红气息降临 整片天地虚空都仿佛被镇压住了 要静下来 秦闷天站起身来 脚步往前迈出 竟和对方一样 毫不畏惧地走向了自己的对手 滔滔剑合随他身体而动 化作一柄露天之剑 整片虚空都呈现剑之形态 诛灭世间一切 朝着墨兰山杀了过去 墨兰山双瞳变得更加可怕了 一轮轮太阳漩涡出现 护在他身周 将一切坟灭掉来 他虽被镇压 依旧往前踏步 两人都是毫无任何畏惧 一往无前 逼诛对方于身下 我倒要看看你哪里来的自信 让我这样站 墨兰山大喝一声 先王强者 越靠近身体 规则力量越强 他们都是规则助体 先王之躯 身体本尊就是规则根基 爆发出的力量必然最强 杀你的自信 秦闻天朗生说道 面无巨色 坚定无边 仿佛必胜 你太高看你的剑阵了 墨兰山道 继续往前踏了一步 这片空间太恐怖了 仿佛真的在太阳之下 秦闻天身体都变得赤红 要被焚毁 规则都将被燃烧 秦闻天没有说什么 他一步步靠近对方 小塔镇压天地 影响对方行动 后面金刚宗的强者 看到两人的战斗 竟感到了一阵心战 太强大了 若他是墨兰山 早已经死在了秦闻天的手中 这样的战斗 他竟然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追杀秦闻天的时候 可没有想到秦闻天会这么厉害 如若墨兰山 也死在了秦闻天手中的话 将没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终于 走向对方的两人靠近 秦闻天身周的光幕 都仿佛在碎裂 被坟灭 他像是处在太阳风暴内部 墨兰山大吼一声 去死吧 话音落下 太阳风暴彻底爆发 淹没一切 秦闻天瞳孔中 却爆发出了一道智强冷矛 九道小剑圣意 携剑阵之威 朝前杀了出去 这一刹那 九剑合一 化为一体 只听扑呲一声轻响声传出 墨兰山的头颅出现了一个剑洞 又是一声轻响 他头颅炸裂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旧已被诛 陨落 当然 秦闻天也同样不好受 坟灭一切的力量 疯狂地冲入他的体内 使得他身躯都化作了火红色的 要焚烧起来烙印的通火 同归于尽吗 那金刚宗的强者 远远地站在后面 低声说道 这结局 可真够震撼的 然而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秦闻天的眼睛 朝着他看来 那道眼神 透着可怕的神采 漠视一切 使得他内心狠狠地震颤了下 接着他看到秦闻天的身躯 竟然渐渐地复苏 一点点地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犹如神魔之举 不可能 那金刚宗强者惊呼道 秦闻天的眼神是那么的冷 杀意释放 他看着那复苏的身体 大叫一声 为何是不死之去 说吧 他便转身逃顿离开 不敢继续停留在这里 怕秦闻天一怒之下 将他一道诛杀 此次太阳圣教的领军人物 圣子墨兰山 死也是白死了 秦闻天竟然没有被诛 看着对方离去 秦闻天身上的气息 也渐渐萎离下去 显得有些精神不振 他身形闪烁 朝着外面而去 准备离开这片乱石岭 你给我惹来了大麻烦 就这样走吗 一道声音传来 落入秦闻天的耳中 他心神微畅 道 前辈 晚辈也是无奈 还望前辈恕罪 你朕道从何而来 那没有现身的强者 开口问道 朕道既为修行之道 修行之道通了 朕道便也懂了 秦闻天回应说道 好一个朕道 极为修行之道 你可以走了 那声音飘渺 乱石岭竟出现了一条出口之路 多谢前辈 秦闻天对着乱石岭中拱手 随即身形一闪 离开了此理 在他走后 乱石岭中一位老者出现 赫然乃是乱石先帝 他看着秦闻天离去的身影 微微含笑 太阳圣交等强者来到我乱石岭被人杀死了 与我何干 他笑了笑 顿时阵法演化 里面的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了起来 很快那些还活着的人 看到了死在秦闻天阵法的那些尸体 一个个脸色苍白 惊得无言 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来追杀秦闻天 以为必夺秦闻天的性命 却不想竟然死了这么多强者 墨兰山都被诛伤了 有人看到一具无头尸身 开口说道 墨兰山可是太阳圣教的圣子 顶级先帮 实力地位皆都超凡 竟然死在了这里 他身上还留有剑意 显然被剑锁住 我们怎么办 有人问道 带尸体回去吧 如是冰报 诸人心中叹息 看向远方心乱如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吴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3集 东陵仙城之时 在一片区域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东陵开 传臣崩塌 圣书消失 圣意消散 玄铁建帝和数位先帝大战 竟然只是受伤顿走 甚至 他也伤了三位先帝人物 引得不少强者震撼 尤其是东陵仙城 掀起了一阵狂风 东陵一脉 玄铁建帝 自封东陵之中 实力竟然蜕变 除此之外 因东陵仙城发生事 导致了不少强者的陨落 其中 甚至有一位太阳圣教的 顶级先王圣子人物 这可并非是一件小事 在太阳圣教内 都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开始调查东陵之事 随后知道 杀人者 竟然是仙玉东部的秦吻天 他们下令搜捕秦吻天的踪迹 甚至将消息 传给了东圣先帝 使得东圣暴怒 当日妖神山上 竟然那样 都没有能够诛杀秦吻天 他还活着 而且活得很逍遥自在 跑到仙玉中部撒野去了 而常青仙国 和东圣先门得到消息 却是松了口气 按道秦吻天 这家伙真是命运 在妖神山嚣张之后 杀了太阳圣教圣子 又踏入仙玉中部 太阳圣教所在的地方 再杀圣子 以及数位太阳圣教强者 简直是个杀神 走到哪儿都掀起了心风血雨 不过 就在许多人都在追查搜索 秦问天消息的时候 秦问天却再次销声匿迹了 仙玉东部太大了 明山大川不知多少 土地之辽阔 简直无法想象 哪怕是先帝级别的强者 想要从仙玉中部找个人出来 都无疑是大海捞针 更何况 秦问天早已改头换灭了 当然 此事虽然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 但相较于整个仙玉而言 不过是小杀 如今 诸多强者的目光 依旧还都在蛮荒十万大山 妖兽身上 他们开始渗透入仙玉之地 从仙玉北部开始 不断扩张 直接在仙玉人类五秀的地盘 创建势力 正式入主仙玉地盘 要让整个仙玉 都成为妖兽的地盘 要比人类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有仙玉势力站出来反抗 很快遭到了蛮荒 妖兽王族可怕的进攻打压 直接碾碎 那些降临的妖兽王族势力太可怕了 强大到惊人的地步 这还只是他们展露出来的力量 蛮荒才是他们的大本营 没有展现的力量 还不知会有多巧 那些仙玉的顶级势力 都集体竞升 仿佛是默认了蛮荒入侵 于是整个仙玉自北往南 开启了蛮荒妖兽入侵潮 这些蛮荒的妖兽王族太可怕了 尤其是经历了妖神山的洗礼 他们都得以蛻变 一些王族胜兽 诞生出更强的血脉 超强的妖兽天赋 战力惊天 敢叫板仙玉顶级势力 最强的那批天骄 甚至让人隐隐感觉 蛮荒那些天赋最顶尖的妖兽更可怕 他们数量上也更多 沉寂了多年的蛮荒 一朝爆发 席卷仙玉 然而对于这一切 秦问天却恍然不知 当年他诛杀太阳圣教圣子就明白 太阳圣教必然会调查他 以太阳圣教之人 他相貌在哪 很容易查探出他的身份 他活着的消息 很快就会被传出去 东圣等仇人会追杀他 他的亲人则会松口气 知道他安好 他独自一人 步入了一座浩瀚山脉之中 隐匿修行 东陵之中 观物圣书 领悟圣意 感悟不少 虽筑成了九道建议 但依旧远远不够 在东陵的感悟 未能消化 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闭关 尽心感悟 隔离红尘 这五年来 他进步极大 领悟很深 肉身变得更加强横 境界也在中阶 先王境界极为稳固 附入了后期之境 实力提升了一个台阶 若是再遇太阳圣教圣子 墨兰山 秦问天自信 无需再如同当日那样 拼着自己受重伤 才将对方诛杀 同样 这五年来 仙玉变化也极大 当秦问天戴上 昔日风浅雪 为自己炼制的面具 穿上神兵衣衫 背负刀剑走下山脉的时候 发现仙玉中部 近已大变 短短五年的时间 蛮荒大妖入侵渗透 已经席卷仙玉 太快了 仅仅是五年而已 许多强者闭眼一修行 可能就过去了 但外界 却翻天覆地 他随意路过一座城池 都能够见到许多的妖兽 有一些妖兽 甚至非常猖狂霸道 东海之兵 有城名为望帝城 辉煌无比 强者如云 聚集了无数天骄人物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顶级势力驻足 却有不少先帝人物 在这座城中 时常能够看到超凡强者 可以说望帝城 是仙玉中部 能够见到先王以上强者 最多的城池之一 原因无他 只因望帝城 位于东海之兵 而踏入东海 横穿而过 便是古地之城 望帝城之名 也由此而来 这一日 望帝城中 一位背负着刀剑的神秘青年 踏入了城池当中 这青年衣衫朴素 毫不起眼 身上也无强大气息释放 却浑然天成 那双深邃的眸子中 偶尔闪耀而出的光滑 射人心魄 这青年面容 看似颇为俊秀 但却又给人奇怪的感觉 仿佛看不清洗版 透着神秘之意 给人一种幻觉 非常奇特 此人正是秦问天 终于到了 秦问天目光望向城中往来之人 低语一声 他的目标便是古地之城 一路行来 实力提升不少 他从未有半点耽搁 强敌环时 秦问天有强烈的危机感 迫使着他不断地提升自己 变得强大 轰轰的起声 大地轰 狠狠地震荡 秦问天目光转过 只见某处方向 几尊大妖在城中横行 那是魁牛巨兽 身体庞大 猙獰恐怖 迈步之时 大地生裂缝 无人敢挡在他们前方 放开 一尊魁牛爆喝一声 有人被震得耳膜流血 还有弱小人类直接震飞 遭到重创 那些魁牛视若无睹 横行而过 撵过大地霸道至极 秦问天眉头微微皱着 当魁牛走过 这边传出了一阵哗然之声 魁牛也是圣手一族 将领望帝城 这次古地之城 是要变天吗 蛮荒大妖入侵仙玉之地 对几个重要的地方最为看重 其中就有一个地方 是古地之城 没错 仙玉有天道圣院将领 蛮荒有妖神山县市 所有人都称 这是一个大时代 必将涌现诸多超凡天教 如今 很多人都想要争第一 成为最夺目的人物 败进天下地 唯有如此 才有机会成为妖神 或者古之大地人物 称霸天下 看来大家都相信 败进天下天教的人 最终能够绝世无双 正道天下之主 有人感叹说道 如今 仙玉流传着很多传闻 其中有一说法便是 大时代来临 天教无数 行走世间 最耀眼的人物 最终能够成为 大时代的王者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4集 古地之城 向来是天交争锋之地 引来强者无数 如今许多 胜受大妖降临 要说如此横行 践踏人类 终会没有反应 却在这里 讨论天下王者 是否太虚了些 有人语气冷漠 打断诸人一轮 他们目光望向一位青年 这人身穿洁净白衣 看起来非常年轻 他身旁还有一位少女 十五六岁 名谋好齿 纯净无瑕 但眼神中 却带着忧伤 兄台 这等事情 早已见怪不怪 妖兽横行先欲 顶级势力今生 谁敢多事 直接被碾压踏碎 有人回应说道 非是我等冷血 圣兽大妖 实力超凡 背后力量不可测 地境实力都不说话 我们能如何 错了 妖和人还是有争锋的 别忘了 在望帝城的古地宫中 每时每刻都聚集天骄无数 观望帝谋 以亏天赋 看谁能够为王 有人道 古地宫 不远处的秦问天 听到这地名 目光一闪 在地图中 特意提到了 望帝城的古地宫 传闻 那里是古之大地 历临过的地方 曾经有古之大地人物 坐在古地宫中 指点江山 考验门下天骄人物的天赋 古地宫中的许多遗迹 早已被人掠夺 只剩下灰红的地宫 但还有一处遗迹 一直留存在那 无人能够带走 便是地谋 关于地谋的传闻很多 有人说 那是古之大地的眼睛 也有人说 是古之大地的意志所化 更多人认为 那是古之大地炼制的一件法宝 将古之大地的意志 融入在里面 拥有无穷变化 时至今日 地谋已经拥有 考验天赋之能 许多前往古地之城的强者 都会到达古地宫中 以亏天赋 看来你们都已经麻木了 可悲呀 要说践踏我人类 不知多少无辜人惨死 我被修饰 却连反抗都不敢 耻辱 那白衣青年非常愤怒 你敢反抗 有人讽刺说道 兄台 我劝你一声 不要不乱说话 如今仙玉已非当年之仙玉 容易横死 有人阴策策地说道 人类竟堕落到如此低不冷吗 可悲 可叹 那青年悲叹一声 他旁边的少女也露出哀伤 他们的家人都死在了横行的妖兽手中 自然恨极了那些蛮黄之谣 扑的一声 就在这时 一可怕的利爪忽然降临 直接洞穿了青年的身体 抓裂了对方的心脏 对面一道人影走来 他脸色变化 化作了妖兽模样 竟是一尊妖兽 化形为人 诸人纷纷后退 果然应验了那句话 胡乱说话 容易横死 哥哥 那少女惨叫一声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不远处的秦问天 看到这一幕 目光豁然间闪过一道冰冷沙影 他一路上听闻不少传言 直到如今妖兽 已经渗透入闲狱 抢夺地盘 占山为王 开创势力 横行霸道 但没有想到 竟然霸道残忍到这样的地步 那是一头熊腰 利爪锋利 从对方的心脏抽出 沾满鲜血 随后又化作了人类手掌 将手指放在嘴角舔了舔 他腰衣的毛子 凝视那少女道 你想怎么个死法 哥哥 少女抱着青年的尸体 泪水流淌 周围的人类远远地避开 漠然地看着这一切 暗暗摇头叹息 轰的一声 那黑色手掌再度化作熊爪 朝着少女诸絮 却见此刻 一道见光忽然间从天而降 扑刺一声轻响 只听一道残叫声传出 那熊腰的爪子直接被斩了下来 鲜血不断地流淌而出 他身体颤抖 目光转过 看着一步步走向他的秦问天 你斩我手掌 那熊腰抱吼一声 化作本尊 变得无比庞大 秦问天抬手就是一剑 多目无边 犹如一道神华从天穷披下 只是瞬间 庞大的熊腰直接被诛命 倒在地上 从头到尾 秦问天都没有说一句话 只听一道吼声惊天 轰轰轰的爆响声传出 只见许多目光朝着秦问天这边射来 那些目光妖艺无比 刹那之间 这片空间刮起了狂暴的妖风 让人感觉浑身发寒 你找死吗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人群之中竟然走出了不少妖兽来 他们都是化形为人 混迹在人类当中 看来 蛮荒大妖 已经完全渗透入仙玉世界了 秦问天心中暗道一声 看了一眼周围人类 道 这群畜生都比你们懂得团结 诸人脸色顿时不大好看了起来 这是在说他们连畜生都不如吗 空的一声 一尊巨大无比的妖兽掌印 朝着秦问天拍打而来 竟是一尊先王级的大妖 岂是今天 欲压踏天穷 天地变色 秦问天抬头 漠然地扫了一眼那边 直接祭出背后的骨剑 一剑斩出 刹那间 一剑升 横于天地间 斩路而下 将掌印披杀 将那怒而出手的仙王 直接斩面 强势无比 仙王强者 此人 竟是一尊强大的仙王人物 诸人神色一颤 盯着秦问天 有些心惊 蛮荒妖兽 既然混迹人类当中 就当守人类规矩 若肆意屠杀 那么 人类必直接奉还 秦问天强势说道 踏步而出 震慑所有妖兽 没有妖兽再赶上前 然而 他们也未离去 只是冰冷地望着秦问天 眸子中 透着野性的光芒 蛮荒王族降临望地城 竟有人类在此 蛊惑众人 对付我妖兽 难道不该诸杀 只见虚空中 传来一道妖异的声音 诸人抬头看去 随即便见一行身影 漫步而来 这行身影 气质非凡 为首一人身皮白球 眼睛透着碧绿光泽 显得阴森冷漠 那么他杀人类 我诸杀妖兽 该是不该 秦问天抬头 凝视虚空中降临的身影 那白球身影 阴测测的一笑 随即的 呵呵呵 该 然而 你也该死 是吗 秦问天往前迈步 你若知错 愿跪下求饶为我奴仆 我可网开一面 饶你信 对方眼神阴冷 在他目光注视下 秦问天竟感觉有些难受 脑袋炫晕 轰的一声 秦问天身体冲天而起 瞬间降临虚空之上 甚至比对方更高 俯瞰那行到来的身影 冷漠说道 一群孽畜 也要人为我 我若答应 你们敢收吗 秦问天话音落下 只见惊人的毁灭飓风出现 可怕的黑色剑翼 直接洞穿虚空 降临那一行妖兽身前 那些妖兽神色微变 出手抵抗 却见秦问天手握利剑 抬手便是一盏 一剑断虚空 扑刺的声响传出 一尊妖兽先王 直接被诛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5集 放肆 那为首的妖兽 似感觉到了 秦问天的不凡 脸色变了变 我乃是蛮荒王族 举天族 坐下妖族 跟随举天族 同入王帝城 你敢对我们出手 斩 秦问天 突出一字 剑意降临 那片虚空 涌现恐怖剑河 湮灭一切 那说话的强者 直接被一剑斩断 他双目暴增 临死前 都仿佛不敢相信 秦问天 冰冷的目光 扫向其他大妖 杀意毫不掩饰 举天族强者 可不找 荒蛮王族 绝代天骄 正在望帝城中的 古地宫中 你敢 这般似无忌惮的屠杀 我荒蛮妖兽 不怕遭路吗 一人感受到了 秦问天的杀机 大吼说道 然而 秦问天根本没有理会 剑光死虐 剑气纵横天地之间 很快那一行妖兽强者 就被斩尽杀绝 诸人一阵心颤 看着秦问天 不知是何方人物 降临望地城 竟然这般的强势 哪怕是蛮黄王族都震慑不住的 对于蛮黄王族的手下 说斩就斩 毫不留情 一点也没有留守 所有妖兽 全部给我滚 秦问天 秦问天站在虚空大喝一声 顿时妖族强者 纷纷闪过冷芒 却都闪烁离去 秦问天 看了一眼地上的少女 依旧在她胸掌尸体面前哭泣 此时抬头看着她 道 谢谢前辈出手下注 秦问天叹息一声 顿时一道寻常仙念 从身上玻璃而出 落在少女的身上 道 此仙念并非是守护仙念 会自行消失 但也可护你一些时日 你安葬好你兄长 离开是非之地吧 前辈大恩 我以为报 女子就要躬身下拜 秦问天以力量降临 拖起对方 脚步一踏 直接离开了这里 她并非圣贤 只能帮到这儿了 望地城 古地宫 辉煌大气 强者如云 每日不知有多少强者 降临子弟 在古地宫的中央地宫前 有着一片古老的站台形广场 威严肃木 周围有身披铠甲的傀儡将士守护 不过这些傀儡仿佛尘封了板 已经很久没有动用过 中央地宫 悬浮于天 分八大方位 上有辉煌帝王宝座 坐在那上面 可直接看到站台广场的一切 秦问天 来到这里的时候 周围聚集了许多强者 不过都是站在地上 仰望虚空中的强者 那些坐在悬浮的中央地宫 宝座之上的人物 才是蛮荒和仙玉的顶级天骄人物 拥有强大的权势 古地宫 果然不凡 秦问天心中暗道 整个中央地宫 仿佛是被阵法拖起 悬浮于天 坐在上面看台的人高高在上 可轻易目睹站台上的情形 不仅如此 那些中央地宫的人 似乎非常享受 他们面前摆放着鲜艳 甚至有一些强大人物的身边 有美女相伴 依偎在身旁 毫不快活 更奇异的是 那悬浮宫殿中间的那站台上方 竟有夺目之光闪耀在那 笼罩着站台 上空有一双可怕的眼眸 犹如上苍之眼 奇妙无比 那眼眸便是传闻中的地眸 有传闻称是古之大地 以大神通造就 阁下 这里是在做什么 秦问天对着身旁一人问道 你不知道吗 荒蛮王族超凡打妖和仙玉顶居势力的人 都准备入古地之城 在此之前 汇聚于地宫之中 官来到望帝城的人 接受地魔考验 有人有妖 看他们的实力对比 一推测 如今是蛮黄妖族圣 还是人类武修圣 这些蛮黄王族和人类顶级势力中 要偶尔会走出强者 与站台争锋 设下赌注 比武论道 互相争锋 与此 已有多日了 旁边之人回应说道 秦问天抬头看向八大悬浮宫殿 其中 有四大方位 都是蛮黄妖兽聚集 而另外四大方位 则是人类顶级势力武修载 他目光略有些冷漠 只因秦问天 看到那些蛮黄妖兽身边 服侍的女子 都非常貌美 而且修为不凡 都是人类美女 显然是被这些蛮黄妖兽王族的人 胁迫侍奉他们的 圣哥 就在这时 秦问天眼眸一闪 爆发出一道锋利的冷芒 他在一尊大妖青年身旁 竟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南皇氏 南皇生哥 竟然被大妖所情 侍奉在旁 端茶地水 南皇生哥那如水的眸子中 透着一抹哀伤 像是无法反抗 他若反抗 后果很惨 这些蛮黄的妖族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再来一局 如何 只见这时 一尊王族大妖 开口说道 面向顶级势力的人 奉陪 顶级势力强者开口 双方之中 各有强者准备踏出 然而就在此刻 虚空中竟传来呼啸之声 刹那间 这片空间温度 居然间升腾而起 只见一行仙子身影 踏步而来 带着怒火降临这里 为首的女子 风华无双 宛若瀑布般的长发飞扬 秋水般的明眸 哪怕是带着怒意 依旧惊艳美丽 让人忍不住惊叹 好一位角色丽人 而且这仙子雍容华贵 头戴凤冠 浑身上下 无不透着高贵的气质 放了他 这仙子目光望向南皇 生歌所在的地方 冰冷开口 此女 赫然乃是南皇室传承圣女 南皇芸汐 在不久前 他已迈入先王之境 成就非凡 引得南皇室震动 凤族为他洗礼 时值满皇入侵 南皇芸汐出来历练 便想到了古地之城 却不想在这里 遇到了蛮横妖兽 强行将南皇生歌掳走 南皇生歌旁边的妖兽青年 端起身前酒杯 轻饮一口 没有理会 南皇室圣女的怒意 他妖艺的毛子 打量着南皇芸汐 随即露出了妖艺笑容 若非因为你是南皇室传承圣女 我上一次便将你一切掳来为弊 侍奉左右 没想到你竟不知好歹再次寻来 真以为我不敢这么做吗 朱强者一阵心惊 蛮荒妖族好大气魄 竟要将先王级别的南皇室传承圣女 掳去为奴为弊 侍奉身边 简直傲到极致 南皇云西神色冰冷 冷漠道 你蛮慌 入侵妖兽别也罢了 既然如此横行霸道 随意夺人 不怕激起仙玉之怒火 仙玉之怒火 那妖兽青年笑了起来 像是在讽刺 哈哈哈哈 我蛮荒入仙玉是大势所趋 是实力所致 难道你认为凭借的是仙玉的人词和礼让 你们人类有人类的规矩 我蛮荒有我蛮荒的规矩 在我蛮荒大山中强足为王 任何妖兽都需扶手扶扶侍侍奉左右 到了你们仙玉也一样 能让他侍奉在我左右 是他的荣耀 当然 若南皇室传承圣女 能够成为我侍女 更好不过 哈哈 我听闻南皇室的人体内 有针锋血脉 你若将他抓取暖床 诞生子嗣后人 可能会出现变异王族打妖 不如一试 另一座玄天宫殿上 有一尊妖兽大笑说道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青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南皇室乃是我仙剧南部的顶级势力 尊贵圣节 你们敢吗 一道声音传出 诸人望向说话之人 乃是人类午休 同为仙玉南部顶级势力的银氏一族 仙王强者 他说话之时并未有怒意 而是脸色含笑 仿佛刻意激将妖兽一族 这家伙 故意挑拨 游人道 这时候他还想着挑起妖族和南皇室的矛盾 同为南部顶级势力 嬴氏一脉和南皇室向来不合 人群中有低语之声 不敢 那妖兽王族的人冷笑 看着南皇云熙的 南皇云熙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派我族强者和你一起接受地谋考验 若你坚持的时间长 我放着你的属下 若是你坚持的时间短 那么你也一切 侍奉于我 怎么样 不可 南皇生哥 看向南皇云熙摇头道 这些妖族都是王族 非常厉害 天赋绝顶 任何一头妖兽都很可怕 他担心南皇云熙失守 当然 你自己不敢的话 可以派一人出来 只要双方约定同样的境界就行 你们不是喜欢讲究公平吗 我自己来 南皇云熙冷漠说道 我替你来 一道声音传来 浩荡人群之中 有一道清秀的青年身影 脉搏而出 他看起来非常年轻 身上却弥漫出先王为师 气度不凡 南皇云熙看到来人目光一致 有些惊讶道 君梦成 他目光望向君梦成身后方向 似乎想要看看 那人是否和君梦成在一起 毕竟他们出自同门 关系极好 然而 他却并未看到那身影 南皇云熙 我来替你出战了 斩一头孽畜 给你出气 君梦成走到南皇云熙身边说道 他修为 也是先王出戒 然而气息旁果 应当在出戒后期 找死 一些王族妖兽 冰冷蔑视说道 南皇云熙则看着君梦成 点头道 好 他相信君梦成的实力和天赋 当年 他就已经非常耀眼了 只是因为在那人的身边 光芒被掩盖了许多 但南皇云熙 曾多次和他并肩作战 自然知道君梦成的非凡之处 脚步一趟 君梦成走向站台 目光凝望 妖兽王族之人 道 滚出来 由数尊妖兽 踏步而出 那坐在中间的青年 目光望向其中一道身影 道 让奎兽一族出战 好 猪妖点头 只见其中一尊妖兽踏步而出 落在站台 顿时站台发出一道轰鸣巨响 虚空震荡 这降临之人身躯之上透着璀璨光滑 体内隐隐有轰鸣雷声传出 呼吸沉重 犹如雷鼓轰鸣 踏步之时 更是沉重至极 敲打在君梦成的身上 他的本体 乃是圣兽魁 王族大妖 实力恐怖 昔日我师兄靠白虎肉 今天我看看 有没有机会靠魁牛肉 君梦成踏步而出 走进地谋区域 那头魁踏步迈入 刹那间 虚空中的地谋 绽放璀璨无边的光滑 直接笼罩空间 一道道可怕的光芒 射在魁和君梦成的身上 万千符文之光 汇聚成可怕的毁灭攻击 直接碾压而下 轰击魁和君梦成的身体 魁抱贺一声 深周出现了恐怖雷霆力量 互助身躯 君梦成则是被一道光幕 包裹在其中 那光幕夺目无边 君梦成站在那 任由地谋的力量 疯狂攻击 袭刷着他的身体 窥然不动 犹如帝王般耀眼 君灵天下 地谋演化无穷力量 变得更加可怕 天地变化 化作星空世界 诸天星辰 由陨石从天而降 砸落下来 由无穷力量 能将人直接砸碎毁灭 威力不知多么狂暴 魁化作本体 无脚 一声大吼 犹如雷鼓敲响 粗大璀璨的雷声 与雷光暴击而出 空击在陨石之上 将之摧毁砸碎 君梦成身后 仿佛出现了一幅图圈 犹如一方世界 从中 一柄柄银色长矛 汇聚 朝着虚空杀法而出 犹如神威将士 粉碎一切 虚空中 陨石爆裂 这地谋 竟能不断演化 使得攻击越来越强 秦问天内心 有些心惊 能够在这里 看到南皇云西 和君梦成 他颇为意外 而且两人也都入了先王了 君梦成这小子 实力也变得更强了许多 得到了蜕变生化 这些年来 他显然没有白过 动的一声 只见那魁踏步而出 对着君梦成 发出了一道惊天吼声 吼动天地 吼出雷霆 本就狂暴的空间 诞生一片雷雨 冲向君梦成的身体 要将君梦成当场阁杀 我这些大妖的天赋 果然厉害 一火之力强横如斯 诸人心颤 君梦成同样一声大吼 刹那间 无穷银色长矛 从那副图卷中破空杀出 回天灭地 将雷雨粉碎掉来 只见那副图卷飞出 悬浮于天 刹那间 一股至上之力笼罩而出 化作领域 将这片空间全部卷入里面 人群生出了一种错觉 仿佛那魁陷入了君梦成的领域空间之内 许多强大的先王人物 看到这一幕目露锋芒 这是传闻中的那种力量 杀 君梦成一声大吼 图卷之中幻化出无穷无尽的银色长矛 朝着魁杀戮而去 魁大吼 雷霆劈碎天地 但银色长矛太多了 没有穷己 无边无尽 疯狂杀戮 魁疯狂怒吼 挣扎 动用各种攻击 想要脱离这片区域 却发现天地都被淹没 根本无法顿走 扑呲的声响不断 终于 魁身躯被击穿 惨死当场 这头魁牛我留下了 以后有机会烤着吃 必然是大补之物 君梦成说的 图卷消散 那魁牛 竟然也随之消失不见 许多强者目露锋芒 果然是大时代 强者辈出 这样的惊世之体 也出现了 你放肆 坐在玄天宫殿王座的 王族妖兽亲眼 冰冷开口 你才放肆 说不起吗 是不是该放人了 君梦成抬头说道 你们妖族不行啊 帝某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就被直接击杀了 有顶级势力强者大笑道 你们还是乖乖放人吧 南皇室 你们这些妖族 惹不起的 银氏一族强者 冷冷开口 是吗 那妖兽青年面露妖异之色 他手掌抓着南皇生哥 邪笑道 认赌服输 我这就放人 说着 他将南皇生哥 往前扔了出去 随即手指刺出 扑辞一声 南皇生哥 在虚空中吐出鲜血 生机瞬间萎靡 嗨 我是 加特林 在剧中饰演白轻松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87集 生哥 南皇云熙大惊 深情一闪 将南皇生哥接着 他取出一枚丹药 未入南皇生哥的口中 同时护住南皇生哥心脉 道 遇者先例 南皇生哥点头 两人沐浴凤凰之国 犹如在涅槃般 南皇室的人 冰冷地看着那妖兽青年 又冷冷地扫向 迎世一脉的强者 此人一直在刻意激将 妖兽王族的人 对他南皇室下手 简直卑鄙至极 不要脸 君孟臣身上怒火冲天 我只答应了放人 已经做到 那妖兽青年 冰冷地 还敢继续吗 有何不敢 君孟臣冰冷地 那好 妖兽王族之人 目光冰冷 透着杀念 那些人类顶级势力的人 则都是看热闹的姿态 嬴氏一族强者 笑着道 我人类一族 必献天骄 必能 横扫妖族 将妖族的人 斩尽 嗯 子子天赋不错 待我人类斩妖 森罗先国的顶级先王开口道 输了 便不肯罢休继续战 你们想玩 那就陪你们玩 只见一道声音传出 随即由数道强者身影脉步而出 秦问天看向那为首之人 乃是当年参与东盛先门 和千变先门一战的一位 先王领军人物 拓跋先王 拓跋圣天 施力超凡 君孟臣 是随数位天伏界强者 一起来的 算我一个 秦问天脚步踏出 拓跋圣天和君孟臣等人 都看向了秦问天 目光闪烁 他们能感应到 这是他们天伏界弟子 不过他们都没有见过秦问天 当然 天伏界很大 强者如云 有些人他们没见过 也很正常 只要知道是同门便足够了 拓跋圣天对着秦问天 微微点头 低声道 好 阁下如何称呼 刀剑先王 秦问天淡淡开口 他身后背负一刀一剑 这称呼的确比较气和 很不错 诸位都是我仙逆天骄 正好打压一下 要足气呀 玄空王座上的 银式一脉的人笑道 一副站在高处指挥的模样 秦问天抬头 望向银式一脉的人 淡漠开口 滚下来吧 那地方你们没资格坐 秦问天话音 犹如一道惊雷 响彻于诸人身边 刹那间 诸强者目光 全部落在了秦问天的身上 这仙王强者 竟如此大胆 一出来 便要银式一脉的人滚下来 银式一脉的强者目光眯起 坐在中间的那位顶级仙王 盯着秦问天 身上亮起了仙光 淡漠说道 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蛮荒妖族和仙玉人类争锋 你们却做了什么 挑拨妖族的人 对南皇室下狠手 你当所有人 都是傻子吗 秦问天抬头 看向虚空强者道 你银式一脉 和南皇室有恩怨 可放在后面清算 在这种时候使些手段 简直令人类强者蒙羞啊 说得好 君梦辰朗声说道 走出地谋曲 抬头看着银式一脉的人道 如同你们这样的卑鄙之人 有何资格坐在上面 指手画脚 仿佛是人类午休的代表 令人恶心的嘴脸 刀剑仙王的话没错 你们就该滚下来 没资格坐在那里 银式一脉强者神色更加难看 没想到竟然有人敢针对他们 他们之所以能够坐在上面的位置 是因为到来的阵容很强 包括一位非常可怕的 银式王族人物 银战天 银战天顶级先王 他坐在中间位置 双眸透着帝王旨意 神才奕奕 即便被秦问天和君梦辰羞辱 他依旧看起来很平静 只是默然地俯视着秦问天 和君梦辰他们 但莫道 想要我们下去很简单 拿出实力来 三场吧 低阶先王 中阶先王 顶级先王 各战一场 规则如同刚才一样 你们败 滚下来 秦问天平静道 没错 对付这些孽畜之前 先驱逐一些人类中的败类 若你们还有身为顶级势力骄傲的话 那么 应战吧 君梦辰傲然开口 刹那间 悬浮宫殿之上 迎视一脉的先王强者 气势席卷而出 威压惊天 使得许多修为弱一些的人 感到窒息 若是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 你们坐在那 那就是耻辱 南皇室一位先王 冰冷开口 诸人没料到 忽然间就成了内战 满皇大妖也没想到 这次轮到他们看热闹了 冷笑连连 他们坐镇于此 双方都是想要看看 对方的实力 到了怎样的层子 先遇人类天骄天赋如何 蛮荒大妖天赋如何 如今人类中似乎又出现了一些非凡强者 挑战迎视一脉的王者地位 要将他们从玄天的王座之上赶下来 好 迎战天淡莫开口 他名字叫迎战天 谐迎迎战天 可见对他的期望之高 迎战着天地苍穹 区区挑衅他如何会不应战 第一战 我出战 你们谁来 君孟臣手指指向虚空 狼声开口 银士一脉走出一位超凡人物 虚空踏步 竟有龙银之声传出 惊天动地 君孟臣身形一闪 进入地谋站台 银士强者一步步踏出 每踏一步 威势便更强几分 他身躯之中传出龙笑 使得金谷犹如真龙造就 神龙之躯不可撼动 他进入地谋区域 抬手便朝着君孟臣抓了过去 犹如天龙利爪 大道无边 能撕碎苍穹 缺缺小道 丢人现眼 君孟臣抬手就是一拳空出 威压可怕 天地震荡 扫荡虚空 轰得一声巨响 天龙利爪粉碎 银士一族强者凝硬 浮光璀璨 真龙护体 周身仿佛出现了 一尊尊可怕的真龙之影 身前龙印闪耀 朝着击杀而住 那龙印化身真龙 杀灭一切 瞬间降临君孟臣身前 这么弱吗 君孟臣大吼一声 身躯犹如神帝之躯 光滑闪耀 周身有神力护体 不死不灭 任由真龙撕裂而来 他身周光芒护他不灭 简直惊人 这是什么体质 有人惊叹 银士一脉的人 神色也不好看 倒是银战天很平静 以君孟臣的精识之体 战败正常 接下来 终结先王之战 胜利就足够了 至于第三战 他若出手 谁能抗衡 果然 胜负没有出人意料 君孟臣强势击败对手 若非是那 银士一族的强者 借助神兵顿走 便会被格杀当场 他离开战台 难看至极 废物 不堪一击 也敢高高再上 我若是你们 自己就滚下来了 君孟臣走出战台 昂首说道 嗨 我是佳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88集 迎战天神色冷漠 由寒光闪耀而出 大时代就是不同 当年天道圣月 就涌现诸多人节 如今蛮荒入侵 王族妖兽可怕至极 而现在 随意走出一人 都是京士体质 看来族中流传的那些生语 并非空穴来风 仙玉大乱 黄金时代降临 必然妖孽如云 强者被诛 诞生古之大帝 战斗还未结束 可接下来两场战斗 你们战败 我看你们如何猖狂 玄天宫殿上方 一王座上的先王 傲然开口 他中阶先王 站起身来 准备出战 你们 谁出战第二场 他高高在上 遥望下方 不可一世 我 秦问天抬头 眼眸中似有两道闪电 积舍而出 你既敢敢挑战 我嬴是一脉王座 那么此战 我会诛你 那中阶先王 严临颇大 气势沉稳无比 压迫而下 威严极慎 你现在跪地 忏悔 退出战斗 我可饶你不死 那强者 自想要体现 他嬴是一脉的威严 给秦问天一个机会 白痴 秦问天吐出两个字 随即转身走上战台 沐浴地谋 刹那间 地谋之上 由地光闪耀而下 击落在他的身躯之上 秦问天沐浴地位 竟没有以任何力量抵抗 直接站在那里 承受地谋洗礼 浑身璀璨无边 绝待无双 凝世一脉中阶先王 受到白痴二字的羞辱 他迈步而出 八条真笼环绕周身 威严无双 昏天逝地 他强势步入战台之中 漠视一切 你去找死 我承承 说吧 他直接朝着秦问天走去 龙笑振振 可怕到极致 秦问天身后的刀剑击出 左手握刀 右手握剑 仿佛人如其名 刀剑先王 左手抬起 秦问天一刀劈杀而出 没有任何花哨的手段 霸道至极的一刀 这一刀斩出 天地变色 虚空暗淡 磨威咆哮 毁灭之意 震荡天地 好似乱了苍穹 那银氏一脉的老仙王 一声大吼 八龙冲出 威压惊天 他沉浸这一境界多年 战力极强 否则不会由他来出战 刀和龙碰撞 天地动乱 秦问天脉步往前 右手斩出 一剑升 万法灭 剑意开天 扑刺一声 一道清脆之音传出 空间依旧还在暴乱 然而诸人 却只见血光飞洒 那老者身体僵硬在空 身体颤了颤 从眉心往下 鲜血不断流淌而出 身体朝着战台 坠落而去 陨 这一战 比之前那一战 更加干净利落 那神秘的刀剑先王 仅仅出了一刀一剑 银氏一脉的中阶巅峰先王 被当场阁杀 任凭他威慑滔天 抵不住这一击之力 闪电般的两连击 将他斩灭 银氏一脉的强者 纷纷站起身来 威压席卷天地 狂暴至极 朱强者寂静无声 不敢多言 银氏一脉 面对别人的挑战 败 而且是惨败 第三战 没必要了 秦问天淡漠开口 望向玄天宫殿 银氏一脉强者道 可以滚下来了吗 银站天 凝氏秦问天 若说君梦辰那一战 还能看清虚实 知道他 今世体质的话 秦问天这一战 他竟然 亏不出秦问天的 真实战力 无法推测 他的绝对力量 有多强 这样的人 不该是无名的先王 刀剑先王 他却绝没有听说过 有这号人物 有趣 我不懂人类的规矩 我若是你们 不能忍 蛮荒大妖开口说道 似乎有意挑起 银氏一脉的怒火 一副看热闹的姿态 听闻 银氏一脉乃是男女三大股 氏族之一 超凡势力 中阶先王当场被格杀 被指着鼻子喊滚下来 耻辱 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二人的战力 诸位看在眼里 的确很强 我银氏一族败的不冤 银湛天非凡人物 他淡淡开口 捧高秦问天和君梦辰 这样银氏一脉 不会太丢人 只是 两场胜利 却并不代表什么 尤其是在古氏族面前 你们确定 真想要坐我的位置 银湛天画风一转 看向秦问天道 怎么 不想认 君梦辰冷漠道 诸位也是准备 前往古地之城吧 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机会 这位置 不好坐 银湛天继续道 废话真多 君梦辰怒道 到底滚不滚下来 很好 古地之城再会 银湛天站起身来 随即道 我们走 他话音落下 顿时银氏一族强者 带着尸体离开了 他们没有脸继续留在这里 银氏一脉 竟然被出现的数位先王 从玄空宫殿中赶走 这倒是非常惊奇之事 只见君梦辰对着秦问天笑道 刀剑兄实力非凡 请 他心中却在想 天福界果然强者如云 这位不认识的师兄 竟然是 竟然这么厉害 只见旁边一座 玄天宫殿上 由强者冷漠开口 似乎认出了君梦辰 是千变仙门的人 秦问天和君梦辰等人目光望去 说话的人 是仙玉东部子弟之子 子道龙 除此之外 那玄天宫殿之上 坐着不少仙玉东部的顶级势力人物 至尊剑派 天兰仙国 太华仙朝等势力都在 仿佛他们是同一个同盟般 当年仙玉裁决一事 引发的争端 的确让仙玉东部一些势力 建立起了同盟 如今 他们竟也同来了古地之城 东圣仙门和千变仙门决战 他们都关注了 任得拓拔圣天他们 知道这是千变仙门的人 因此开口道 我们没有资格的话 你要上去和我试试吗 拓拔圣天抬头望向子道龙 一言不合便是宣战 使得子道龙目光一闪 有些忌惮着拓拔圣天 当初决战之时 拓拔圣天可是千变仙门 表现最耀眼的人物之一 仙王巅峰存在 绝不能小觑 坐在这上面 可不仅仅是看个人的战力 就你们的力量 还不够格 一位太华仙朝的顶级仙王 淡漠开口 拓拔圣天身形一闪 冲天而起 直接降临玄天宫殿之上 在王座上坐了下来 漠然的目光扫了对方一眼 随后 包括君梦辰在内的天福界强者 纷纷闪烁降临虚空之上 君梦辰还开口道 赵剑雄 诸位南皇仙子 请上来吧 请问天和南皇 芸汐等人 皆都闪烁入玄天宫殿之上 仿佛是在打子盗龙的脸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不知道区区千遍仙门哪里来的自信 至尊剑派有强者兵冷道 废话真多 要单挑的话随便你们挑境界 要比势力 在南皇室面前 你们哪个势力能抗衡 恬不知耻 君孟臣怒斥一声 那座仙宫之上传来强大为殃 一尊尊先王人物都不是擅长 气势惊天 要站的话就上站台 生死不论 君孟臣往前迈出一步 手指指向地谋站台取 阿拉 不必和他们一般计较 免得他人觉得我们以多其少 一位强者淡漠说道 随即看向诸人 还是继续看看诸位天赋吧 你们若是想要证明自己 也可上地谋站台 看能撑多久 一定会比你们强 君孟臣不客气地回应道 秦问天走到南皇芸汐身旁 看着好转了一些的南皇声歌 问道 南皇圣女没事吧 还好 多谢刀剑仙王前辈关心了 南皇声歌奄然一笑 笑容依旧柔美 身为仙玉午休 自看不惯 妖兽欺凌我人类同伴 只是 如今这望帝城中风云汇聚 诸位仙子还请小心些 南皇市锦这些力量 怕是有些不妥 毕竟 这里有很多畜生 不通人性 任何事情 都能干得出来 秦问天劝道 同时将之前那蛮荒大妖 羞辱了进去 疯的一声 话音刚落 狂暴妖气席卷而来 正是之前击伤南皇 声歌那边的蛮荒大妖 释放的妖威 此事还要怪我 想要前来谷地之城试炼 却不想如今 先于大势已变 念出横行 我已通知南皇市 会有其他前辈赶来 南皇芸汐有些愧疚的道 突破先王境界之后的她 就一直想着试炼提升自己 如今天下有动荡趋势 谷地之城风云忌讳 她便直接前来了 羞辱我族当诛 一道吼声传说 只见蛮狂妖族 一位强者踏步而出 天地间出现了 至强无上的妖威 那是一头竹笼 眼眸睁开之时 较日月无光 天地一鸣一暗 她伸出利爪 直接朝着秦问天 他们所在的地方抓去 她的利爪化作火红色 庞大无比 宛若岩浆之火 附在利爪之上 赤虹无比 直接延伸到秦问天 他们那边 一位天福界的先王 往前走了一步 浑身绽放 无尽符文之光 她一剑斩出 好似一道光 快过闪电 斩断虚空 轰在了岩浆般的火焰 利爪之上 竟直接斩了进去 却没有使之暴碎 天福界先王神色不变 手掌连续挥动 刹那间 仿佛斩出了万千剑法 不断有超凡剑意 斩在利爪之上 一声巨响 火焰死射 巨大的火焰利爪 直接爆裂毁掉 领风 竹龙扑出一道寒冷之音 那座玄天宫殿 瞬间覆盖寒霜 雪白一片 同时一尊真龙虚影 呼啸冲出 一击轰在了玄天宫殿之上 这一刹那 那座宫殿都直接爆裂粉碎掉来 寒冰之中 出现了无数道可怕的 妖龙神冲攻击 里面的所有人都要毁灭 秦问天批出一刀 真面一切的魔威席卷而出 寒冰粉碎炸裂 刀光破空 继续斩向那头竹龙 被对方利爪挡下 想开战吗 拓拔升天脚步一踏 霸道之为吉省 开战 蛮荒妖族的王座之上 有超凡大妖冷笑道 哼 你们还没有资格 退下吧 他吐出一道声音 顿时那尊竹龙退下 回到蛮荒大妖身旁 秦问天看向那些妖族强者 一个个气势磅礴无比 威势滔天 他们这边虽有不少强者 但的确无法抗衡这些蛮荒妖族 若是开战 必败无疑 兴致已经被打绞 没什么意思了 这几日地谋之下 仙羽之人的天赋看到了不少 不过如此 只是今日才见到几个 有趣的人类 希望这样的人类 能够多一些 否则 古地之城内 岂不是太过寂寞 那妖翼王族青年站起身来 随即迈不离去 对于其他一切 似都毫不在意 走了 准备踏入人类非常看重的 古地之城看看 悬空宫殿之上 蛮荒大妖纷纷冷笑站起 随即离开这边 晕淡风轻 仿佛他们没有将人类的武修 看在眼里 很快 这座古地宫中 就只剩下了人类强者势力 还在此地了 真是狂妄啊 这些妖狩 根本没将我们放在眼中 森罗仙国的一位仙王 冷傲说道 清是仙玉武修 必将付出代价 王座上 一位九皇仙国的王者傲然说道 身上黄道之气惊人 蛮荒幽兽嘛 摄日仙国仙王冷笑 双眸犹如神剑 能够射穿天穷 天下汇聚 这次古地之城热腾了 朱强者站起身来 也踏步离去 准备入古地之城 就都走了吗 没意思 我还想看看 这些高高在上之人的天赋如何 能在地谋中坚持多久的 看来是都有顾忌 怕坚持时间太短暂了 惹人耻笑啊 君梦辰笑着说道 入了古地之城 再看你能否笑出来吧 子道龙一抚一袖 随即 心欲东部的异形强者 也都踏步离开 我刻意前来古地攻一关 不过 却没看到什么 看来也只好等到入古地之城 再看仙玉蛮黄诸王的风采 秦万天平静地说了声 随即道 不过 怎么各大势力的王者人物 都会举于此 这和蛮黄动向有关 蛮黄大邀入侵 古地之城是他们最想前往的地方之一 这消息传出 仙玉中部的各大强者 首先奔赴这里 想要和蛮黄妖狩王族争锋 展露自己的风采 想要正道无双 成为无上人物 败尽天下之交 是必经之路 之前那些为首的人物 都没有出手过 胆度极微不凡 都是最顶尖的人物 原来如此 秦万天点了点头 他们踏步离去 将这座古地宫 让给了其他人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90集 回到一家客栈 隔绝外界 拓拔盛天 君梦辰 和南黄芸汐在 秦万天露出了真身 使得几人都是已惊 随即露出异彩 南黄芸汐微笑着 看着秦万天道 你越来越厉害了 中间先王都挡不住 你一己之力 真让人绝望 我就猜哪位师兄如此不凡 秦师兄 你可骗得我好惨啊 君梦辰大笑道 当年我们天象境界的时候 就曾在古地之城 并肩作战 没想到如今 又走到一起了 必在古地之城 占个天翻地覆 孟辰 这次我准备单独而行 否则容易引人注意 猜测到我的身份 秦万天说道 也是 东射那老贼 竟然败入了 夺铁老魔门下 上次在妖神山 那样对师兄你出手 仙玉中部那些人 都想杀你 的确不能大意 君梦辰点头 不过 既然知道师兄 你安好就够了 入了古地之城 也可以相互看到对方 嗯 秦问天点了点头 对着南皇芸汐问道 芸汐 升哥怎么样了 还好啊 若是那丫头知道是你 一定会非常高兴 想要来看看你 南皇芸汐忧怨的眸子 看了秦问天一眼 使得秦问天大感吃不消 如此高贵美人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 可是迷死人呢 哈哈 南皇芸汐 你别说声歌 你自己是不是也想念 我秦师兄啊 君梦辰大大咧咧的 顿时南皇芸汐 眼神闪躲 轻声道 哪有 南皇芸汐圣女 竟然脸红了 秦师兄 厉害啊 君梦辰佩服说道 秦问天满头黑线道 滚犊子 哎呀 这是要赶我和拓跋师兄走了 唉 君梦辰叹息道 秦问天无语 不过也知道 这口无遮拦的家伙 是在开玩笑 几人相聚 自是开心 数日之后 南皇室有强者赶来 一行人准备出发 古地之城 东海 辽阔无尽 前往古地之城的必经之地 此刻 东海岸上 秦问天等一行人出现在此地 眺望辽阔无尽的东海 传闻 只有帝王人物 方可自行穿梭东海 降临古地之城 上次前来 是被送来 这次自己前往古地之城 不知会遇到什么 君梦辰低声说道 随即迈步而出 朝着无边无际的东海走去 秦问天等人相继迈步 南皇云西等南皇室强者 随之走出 在东海上空前行 城 古地之城 是一片独立的空间 位居东海之内 如果从高空之上前行 是看不到古地之城的 师姐 你以前来过 可这具体情形 有南皇室强者 问旁边一位顶级先王师姐 东海有灵 妖帝镇守 帝王人物踏足 会有独立通道 那女先王沐浴仙华 威严无双 南皇云西通知南皇室之后 便有一批南皇圣女奔赴此地 一起入古地之城看看 观风云之变 说话之时 他们在东海上空呼啸而过 随着深入东海之中 海浪席卷天地 越来越狂暴 扶摇而上数百里 可怕至极 有人 满荒妖族强者 此时 他们望向远方另一方向 一行强者 乘坐在太阳战车之上 那太阳战车 璀璨无边 黄金铸酒 太阳之火将海浪蒸干 乘风破浪而行 霸道至极 此时 那边的人也有所察觉 远远地朝着这边看了一眼 火焰眸子穿透虚空 犹如太阳之眸 只一瞬间 竟让秦万天等人 感觉置身于狂暴太阳之中 非常可怕 是太阳黄金族的强者 太阳神鸟金屋和黄金族融合而诞生的超强变异王族 秦问天眼谋 看破虚妄 一眼看穿对方本体 很强 南皇室圣女说道 蛮荒纵横 横行霸道 他们有着强大的实力之声 那些王族大妖 真的很可怕 可比尼仙玉最顶级的势力 太阳战车加速前行 穿梭虚空 渐渐消失 速度惊人 期待啊 这次古地之城 不知道会有多少顶级势力的王者人物 以及蛮荒王族强者 君梦臣跃跃于诗 到了古地之城小心一些 无论是各域顶级势力强者 还是蛮荒王族都不好惹的 乱世将来 杀伐更加直接 不讲规则 一位圣女提醒道 嗯 我知道 我的实力 在古地之城第三层的话 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弱的 争锋的同时 自会注意自己的安慰 君梦臣知道圣女好意 点头道 一行人不断前行 终于来到了那片 毁天灭地的风暴区域 在这片虚域 黑暗笼罩东海 由漆黑的毁灭之光肆虐 上空乌云盖顶 从中劈出了可怕的雷霆力量 击垮一切 诸人规则之力 在身躯之上流转 规则之体强横无边 互助肉身 承受着狂暴的攻击 快到了 君梦臣目光一闪 上次千遍帝君 就是将他和秦问天三人 送入了这片区域之中 随后黑龙出现 将他们送入古地之城的 轰的一声 一道恐怖的毁灭雷威 轰击在诸人身上 犹如劫灭之威 震得他们身躯都在颤动着 的确 若非是王敬强者 踏入这片区域 是必死无疑 古地之城 只有帝王能入 后辈想要进来 需要帝王强者护送 因此即便古地之城 第一层的人 也都是帝王之后 身份不凡 秦问天目光 看向从海中 延伸到上空的黑色古风 当初他曾看到 有人坐在上面修行 借助这股可怕的力量 来淬炼自己的肉身 这种修行方法 非常狂暴直接 用承受攻击的方式 让肉身更强 轰隆隆的声响不断 撕裂一切的风暴 不断杀来 南皇芸汐境界稍弱 他身躯竟有些不稳 旁边顶级先王圣女 为他护发 秦问天也深深地感受到 这股力量的恐怖 寻常的先王 都不一定能够走得进来 寿女前辈 上次是龙帝建议我入城 帝王人物是如何进入的 君梦辰问他 走出这片区域 会有规则古道 通往古地之城 那曾来过的圣女答道 秦问天目光一闪 开口道 你们先行前往 我在此修行一段时日 再入古地之城 南皇芸汐看着秦问天道 这片区域很危险 哪怕你境界颇高 然而这毁灭力量强若不等 强大的毁灭力量 可能会对你造成危险 在南皇芸汐的美眸中 有着一丝关心 很紧张秦问天 让南皇室其他圣女 颇为意外 嗨 我是夏柳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爆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91集 吴夫 这力量奈何不了我 你们自顾去吧 诸位仙子 入了古地之城 多加小心 秦问天说道 随即迈步而出 走向那黑色飓风 南皇芸汐一漏 直到无法劝得了秦问天 这家伙 竟然在这里修行 秦师兄 你多小心 我们先走了 君梦辰对着秦问天 暗暗传音一声 只有他几个人知道 秦问天的身份 你也是 秦问天回应道 君梦辰他们继续往前 在这片灰色的风暴中 很快消失了 秦问天却来到了 黑色鼓风之上 盘膝而坐 他竟然渐渐卸下规则防御 轰咔一声巨响 毁灭的风暴 砸落在身躯之上 秦问天闷横一声 身躯震颤 他却闭上眼眸 身上涌现一道圣意 刹那间 金色的符文之光 笼罩身躯 金刚圣意出现 那无穷符文 犹如一个个佛门骨字般 在他身躯之上流动着 毁灭的风暴 疯狂地撕裂在 秦问天身躯之上 每一次攻击之后 这股圣意便会洗涤 秦问天的身躯 以此淬炼肉身 使得他身上泛着 一缕金色的光泽 在东陵之时 秦问天领悟三种圣意 柔弱如柳叶 却又无间不摧的 剑之圣意 镇压天地的小塔圣意 还有便是这金刚圣意 前两者是攻击圣意 秦问天领悟更快一些 而金刚圣意 他参悟时间最长 乃是防御炼体圣意 他当年斩了数位金刚宗的 先王人物 夺了他们身上的宝物 知晓一些事情 这圣意可炼佛道不灭身 灰色的风暴空间 毁灭力量 疯狂地袭在秦问天的身躯之上 他没有借规则守护 只是在练不灭身 一道黑色闪电 从头顶击下贯穿身躯 秦问天闷坑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却依旧盘膝不动 身躯之上 绽放更加璀璨的浮纹之光 体表泛着的金色光泽 越发强烈 数日之后 秦问天承受无穷的攻击 身躯之上的金色符纹之光 犹如一张大网般 使得他纯粹的肉体都可怕至极 能够承受毁灭力量 那体表流动的光滑 自会直接泄去攻击力量 一缕缕金刚圣意流动着 渐渐地 秦问天坐在那儿的身躯 竟有宝像庄严之感 犹如佛门高僧一般 如此炼体 可谓是极为狂暴直接 数月之后 秦问天的体表 绽放了无穷的金色符纹光滑 照亮这一方天空 似有无形的金刚发身浮现 任由狂暴力量积在身上 窥然不动 金刚圣意 仿佛化作了躯体的一部分 秦问天睁开双眸 夺目的金色光芒耀眼无比 他站起身来 神华璀璨 身躯如金刚古佛 体表有符纹大阵 肉身越来越完善了 如今 我纯粹的肉身 犹如金刚 能够承受超强攻击 力量也会极强 秦问天南南地狱 随即身形一闪 离开了黑色鼓风 朝前而行 这一刻 他不动用规则力量 任由狂暴攻击 落在身躯之上 竟没半点反应 秦问天不断往前而行 终于看到了一缕光明 暴乱地带 出现了一条规则古路 横跨空间 通往古地之城 上次秦问天降临古地之城后便知道 古地之城有三层空间 不同境界 所能降临的空间各自不同 没有任何犹豫 秦问天直接踏入了规则古道 一路往前而行 空间规则波动 弥漫而来 随着秦问天不断地迈步往前 他感觉自己在穿梭虚空 终于 伴随着一阵强烈的规则降临 他一步迈出 直接走出了规则古路 下一刻 秦问天身体悬浮于虚空之上 这一步 直接迈入了古地之城当中 空的一声 一股恐怖规则力量震荡而来 将秦问天身体震退 他目光一闪朝前方望去 神色瞬间凝在了那里 只见前方 有两尊强大庞大无边的身影 高达万丈 一人一妖 妖兽画形本体 乃是一尊白银巨猿 空体荧光闪闪 咆哮之时惊天动地 攻击之时天崩地裂 和他战斗的是一尊躯体同样庞大的巨人 犹如地狱之王 身躯竟焚烧着不灭之火 规则领域笼罩天地 浩瀚无尽的虚空 都化作了森罗地狱 全部都要毁灭 这应该是仙羽中部 森罗仙国的强者 秦问天目光一闪 他又看向另外一处方向 同样有一场大战 都是仙王存在 一尊金色的大鹏鸟 金鹏 身形快弱闪电 双翼一展 威力无穷 犹如幻影 他对面一尊强者 手持神剑 浑身进阶神化 箭矢破空横穿虚空 洞穿一切 无视空间距离 积在了金鹏身躯之上 哪怕金鹏身体极快 都没有用 那神剑能将他锁定 金鹏只能用力量 将之击碎 鹏族的金鹏 摄日仙国超凡强者 秦问天望向这片空间 许多人在观战 他身形一闪 朝着下空降落 来到一位女仙王身旁 开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刚从规则古道 入谷地之城吧 女仙王看了 秦问天一眼 笑道 如今在谷地之城中 这样的战斗 每天不知爆发多少 强者如云 天骄俱集 同径问鼎 绝代人物必争 若有跨境无双人物 古之大帝人选 寻常先王 沦为看客 秦问天目路锋芒 古地之城的争夺 竟然如此激烈吗 他自然明白 此刻他降临的地方 并非是第一次前来的地方 虽然都是在古地之城 但不在同一层中 这可能是第三层 王境强者 所能够踏足的地方 这时 秦问天又发现了一个异象 这里的先王人物 背后都有淡淡的帝王光滑 而虚空中战斗的四大强者 身后的帝王光滑更是浓郁 隐隐释放出霞光 光彩夺目 犹如神华 地狱 女先王录出神王之意 古往近来 多少帝王人物降临古地之城 他们为何而来 地狱 乃是古地之城第三层 独有之契约 这座地城 孕育而生 愿是耀眼夺目的人 身上地狱越是璀璨 地狱凝实 可开启古地之城 秘境之地 传闻 先与先帝 不少超凡神通法术 皆出自古地之城 更有绝学从此流传而出 而如今 天道圣愿出现 妖神仙将士 大时代来临 罕见稀缺的绝学 都将陆续出世了吧 女先王目光夺目 道 好好享受吧 这个时代 必然不会让你失望 这将会是寻常 先王如蝼蚁的时代 这也将是绝代人物 要九天的时代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剑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 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 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92集 如今 整个仙玉 都认为将迎来大时代了吗 请问天南南地狱 当然 比起无数年前 古之大帝争锋的时代 仙玉的确已经沉寂了多年 天道圣院出现 本身就是一种预兆 又有妖神山将士 就连如今的古地之城 都发生了一些 妙不可言的变化 甚至这种变化还在加剧 如今已经有很多人称 古地之城 感应到了朱强降临 感应到了大时代 拉开序幕 将配合这个时代 重现曾经古之大帝 与此争锋的辉煌 古地之城 都变化了吗 请问天心战 看来 这场变化 是真的席卷 整个仙玉了 多谢阁下想告 秦问天拱手谢道 不客气 就算我不说 你依旧很快会知道 举手之劳 当然 若是以后我没有争锋的话 我不会客气 女仙王美眸含笑 秦问天点头 自当如此 此时 虚空中有一场大战结束 摄日仙国强者 连环神剑 威力无穷 将金鹏射落 重创对方 秦问天看到 他身后地运 更亮了些 而金鹏的地运 则衰弱了不少 一胜一摔 先去拿权 杖身底 秦问天心中暗道一声 随即对女仙王 告辞离去 他当年离开上古之城的时候 和那里有着一缕联系 黑龙让他修为强大之后 再来拿权杖 这次来古地之城 他便是为了取地城三层空间 天骄无人能拿走的权杖 秦问天心无旁骛 向着一处方向 急驰而去 路途中 他看到了无数的天骄争锋 王者大战 空的天地变色 虚空狂乱 有强者身后 地运无双 璀璨无变 极其厉害 他还看到了一些秘境之地 一座通天石柱之上 一位地运极盛的强者 盘膝坐在上面 似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传承 周围方圆百里之地 无人能够踏足 那通天石柱的周围 有恐怖的结光规则 毁灭一切靠近之人 各种奇妙景观 呈现于眼前 秦问天深感古地之城 这一层的不凡 许多日之后 他来到了一处地方 荒芜之地 上古之城悬浮于天 周围强者如云 有大妖展翅于天 在这上古之城周围盘旋 却踏入不了里面 关闭了 古路为何关闭啊 有人不甘说道 他耀眼无双 头顶上有璀璨神华 背后地运惊人 却也进入不了里面 叹息一声 他身形一闪 带着失望离去 但依旧有很多强者在等 有些不甘心 当年他们来的时候 都可以有机会闯古路 如今却关闭了 黑龙前辈 曾答应我关闭宫殿 看来果然没有欺骗我 秦问天暗道一声 一路往前 朝古路踏出 来到前方 不用走了 古路关闭 无人能入其中 有一位强者 淡漠开口 秦问天继续往前 那强者闪过一抹冷笑之夜 随即 秦问天步入古路 这一刹那 璀璨光滑闪耀 古路开 秦问天一路往前 畅通无阻 周围强者目露锋芒 纷纷朝着秦问天望去 怎么会这样 为何他能进入 有人开口道 冲入古道 然而古道闭合 不让他们踏足 他是谁 一道道锋利目光 朝着秦问天射去 只见他直接走上了 上古之城的入口 随后步入其中 无人知道 秦问天再入上古之城 直接入神底 来到了那座神像前 他看着那权杖 目光灼热 你来了 只听一道声音传出 光芒璀璨 黑龙显化降临 前辈 如今 我应该有资格拿权了吧 秦问天说道 如当日所言 我关闭神底 等你很久了 黑龙平静说道 秦问天微微攻身道 多谢前辈 先别急着谢我 我等你前来 是昔日答应过你的 但还有一事要向你说明 这权杖 你暂时不能带走 黑龙说道 为何 秦问天疑惑问呢 如今我已先王 还不够资格吗 若非如此 若是按照当日的情形 如今的你 已经够资格了 但是现在 黑龙缓缓开口 他眼眸射出 夺目之光 神像亮起 权杖之上 有可怕的光泽 刹那间 秦问天只感觉 他和权杖的 那一缕联系 被强行抹除掉了 使得他神色连连变换 略显不大好看 前辈这是何意 现在又何不同 秦问天皱眉问道 你也知道 外界风云变换 现在时代不同了 规则变了 一切都将重来 你若想要再得权杖 需要重新再来一次 黑龙淡淡开口 重新从宫殿之外打进来 通过星空古道 秦问天问的 并非如此 和古地之城 朱天交争锋 等到你有资格来的时候 自会明白 黑龙道 宛辈依旧不明白 当年我已得到 前辈也已答应于我 为何规则说变就变 秦问天质疑道 感觉被戏弄了 心头不快 你再外都看不明白吗 如今天都变了 规则自然就改变了 古地之城三层空间 当年不少人没有 闯入星空古道 你因为境界偏弱 反而占据优势 所以成功 但现在不同了 古地之城规则大变 将诞生超凡绝世的要孽 因此要重来一次 你需要和他们争锋 黑龙缓缓开口 当然 你身负超凡血脉 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入先王 天赋卓绝 希望依旧很大 只是需要重新争取资格 当年通过重重危机 走到最后 甚至有生命危险 拿到传承 前辈却直接推翻 让我从头再来吗 所谓传承 不是得到了 就该属于我吗 我还是不解 这权杖究竟是什么 前辈要推翻规则 秦闻天语气有些冷漠 当初他闯上古之城 绝不容易 说是重来 但实质上 就是取消了 他当年得到传承的资格 谁能不怒 你怎么如此明万不灵 黑龙听到秦闻天的声音 也有些不快的 时代不同 将诞生出超凡妖孽 你若有自信 就当重新争风 我明白了 前辈是认为 我天赋虽好 但如今这时代 可能诞生出超凡人物 可能胜过于我 因此取消我的传承 让我再去争夺 是吗 秦闻天直接道 说白了 便是这意思吧 正是如此 黑龙点头 直接了当地回应 晚辈能问一声 这权杖是什么吗 竟让前辈如此 当年的古之大地人物降临 真的只是为了这神底吗 秦闻天问的 这权权关乎传承道统 并非是这个世界的传承 关乎极大 因此我是慎重考虑 做出的此决定 至于传闻 可信 也不可尽心 你会知道的 出去吧 黑龙逐客的 好 晚辈告辞 前辈送我出去吧 秦闻天这时 反而平静了下来 黑龙吐出一口气 刹那间 秦闻天只感觉 一股规则力量 将自己笼罩 下一刻 他被送出了上古之城 回到了那座城的外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 饰演秦闻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 爆羹和奖片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93集 他出来了 不少人目光 豁然间望向秦闻天 有些惊议 这家伙身上发生了什么 古路重开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又有惊呼声传说 然而 秦闻天 却仿佛没有看到般 也没有再去踏古路 他转过身 背对着这座上古之城 直接迈步离去 不曾再看一眼 神底 权杖 是传承着道统吗 并非是这个世界的传承 以为着古地之城 有着其他仙域的奥秘了 这传承 可能源自其他仙域 迫切而来 在此寻找道统传人 难怪 曾有古之大帝 遗迹在此 甚至在这里开战 看来古地之城 有着大秘密 不过 即便如此 那又如何 来自其他仙域的 传承道统 就能够背弃一切 取消他的资格吗 让他重新再去争夺 既然如此 不要也罢 秦问天抬头看向虚空 这充满秘密的古地之城 他为权杖而来 却不想 竟是这样的结局 只因为时代不一样吗 难道在这样的时代 他就无法走向绝颠之上吗 秦问天大步迈出 头也不回 就要离开此地 阁下留步 此时 身后有声音传来 只见一尊强者闪烁而来 一步跨越 竟拦在了秦问天前面 有事吗 秦问天眉头一条 神色略显冷漠 他心情很不好 此人又这般的无礼 直接拦住去路 我想请教阁下 之前为何 你能入那所宫殿 里面有什么 莫非阁下 得到了什么传承 这强者开口问道 对秦问天充满好奇 不仅是他 身后有数位强者闪烁而来 走在秦问天身后不远处 似乎都在等待着秦问天的回应 无可奉告 还请让开 秦问天继续往前而去 想要绕过对方的身体 然而只见那人身形一闪 依旧挡在秦问天身前 道 还请阁下 说清楚来 没错 我们也都好奇得很 身后 由强者开口说道 他们在想 秦问天在里面 是否得到了什么 传闻 这如同上古之城的宫殿 是一个传承之地 曾有许多先帝人物 为其而来 甚至陷入其中 如今 秦问天来去自如 轻易进出 他们当然要问清楚 抱歉 诸位的好奇心 我满足不脸 秦问天继续往前 挡在身前之人身上 气势澎湾 凶猛爆发 他终结先王境界 气势磅礴 犹如一尊 洪荒巨兽般 盯着秦问天 看到这一幕 秦问天眼眸中 闪过了一道冷芒 他身上 刹那间亮起了 璀璨无比的符文之光 金色光滑闪耀 遍及身躯 宛若金刚法阵 脚步横跨而出 无视对方 直接踏步 哼 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人冷横一声 一声爆喝 抬手轰出兽影 朝着秦问天 碾压而去 轰隆隆的一声 恐怖的攻击 落在了秦问天的身躯之上 竟没有动摇秦问天分毫 随即 秦问天拔剑 剑斩出 天地开 扑呲一声 那人直接被斩 秦问天迈出的步伐 没有任何停留 直接走了过去 身后的强者脚步 僵在了那里 恶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内心掀起狂澜 在秦问天身后 诞生了一缕地狱 虽然微弱 但依旧有霞光笼罩 使得他更是不凡 他神色没有任何波澜 继续往前迈步 准备回到古地之城 中心区域 他不知道古地之城 有多少秘星 他也不知道 古之大地人物 想要争夺的究竟是什么 这片仙域之外的 所谓传承道统 又是什么存在 然而 既然黑龙要他重来 背弃了承诺 那么他会在古地之城 走出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路 今日 船城弃他 将来 当他登临巅峰之时 这船城放在他面前 他也会弃之如履 脚踏虚空而行 秦问天步履坚定无比 往前指使 古地之城 依旧石油战斗爆发 天穷之上 偶有璀璨之光 降临古地之城 宛若天外来物 此时 秦问天脚步停下 抬头望向虚空 只见在那里 有一位超级先王 对战数位蛮荒先王大妖 超凡无比 浩瀚空间 围观先王诸多 太华先朝太子果然超凡 地运磅礴 光芒耀天 华云生 他修为 顶级先王前妻境界 天生先王 万年难得一遇的体质 定无双 哪怕是三尊 蛮荒大妖 连手都遭到压制 我太强大了 确实厉害 以他的天资 或许有争夺 古之大帝席位的潜力 有人开口 他们说话之时 画云生身后的地云 竟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仿佛滋生更强了般 秦问天看了一眼 目露一茫 此战斗之人还未取胜 仅仅是得到诸人的承认和认可 被人崇敬 也能让地运变强吗 很快 画云生轰出了一道绝杀古音 击穿了一尊大妖身去 威力惊天 那一瞬间 画云生身后的地运 出现了显著增长 似乎印证了秦问天心中所想 战斗强大 可生地运 被人崇敬收割信仰 竟也能够增长地运 着实其妙 云生太子 胜来非凡 天赋异禀 他先天为王 能够宁万千古印 同时攻击 化作千虫浪 威力何等可怕 三头孽畜虽然厉害 但又 其实太子的对手 必然割杀当场 有太华先朝强者 傲然说道 为画云生收割信仰 轰了一声 就在这时 天穷之上 似有一轮太阳降下 只一刹那 战场被太阳光泽笼罩 坟灭一切的火焰降临 使得画云生 目光一闪 放弃了和两头大妖的战斗 他抬头望向虚空之上 冷漠道 哪来的孽畜 他话音落下 从天穷太阳之上 驶出一辆太阳黄金战车 里面坐着一身披 黄金太阳铠卡的 无双青年 只见他双眸如同火焰般 直接笼罩画云生 但莫开口道 退下 此言一落 顿时活着的两头大妖 乖乖退下 闪烁到一旁 华云生身上硬法出现 华身磅礴力量 朝着天穷凶猛杀法而出 威力无穷 然而几乎在同时 黄金太阳战车之上 一柄柄黄金太阳长矛 爆射而出 直接击在那些法硬之上 将之粉碎掉来 黄金战车依旧是来 从太阳中走向 越发可怕的太阳之光 笼罩画云生 只见战车之中 作者的青年站起身来 一步迈出 横跨虚空 直接携带太阳降临画云生面前 长矛刺杀而出 空间暴乱 洞穿一切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然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94集 话云生怒吼一声 万应其诛 然而对方一击 带着惊天之危 穿透一切 坟灭一切 长矛直接破开攻击 穿透画云生的脑袋 直接诛灭 霸道无双 没有一丝犹豫 哪怕对方是太华先朝的太子人物 这 诸人心头狂跳 随即只见那青年转身 回到战车之上 淡漠的眼神 扫了一眼下方 他身后的地运 也如同太阳般耀眼 随即 黄金太阳战车 驶离此地 哪怕是他在离开 身后的地运 也在一点点的增长着 是他 王静最绝颠的人之一 诸人心颤 古地之城 地有地道 王有王道 先王之中 有一些超凡脱俗的最耀眼无双人物 他们到来不久 便明镇古地之城 收割地域 无人能比 其中就有一人 是太阳黄金族的强者 便是此人了 他们收割地域 犹如探囊取物般 极为容易 就如此刻 这强势一击 诛灭太华 先朝太子 收割了不少地域 这些人 太狠 太霸道 当然 也太强 秦问天目光 看了一眼那离去的黄金战车 之前古地之城外 他亲眼看到 太阳黄金族的强者 降临不少人 然而如今对方 一人横空杀来 不可一世 显然 踏入古地之城后 对方单独而行 横扫一切 只见一道道强者 朝着这边虚空 闪烁而来 其中以太华先朝的强者最多 他们脸色铁青 难看无比 云生太子 被诛杀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盟友 天蓝仙国 至宗剑派等诸多强者 没想到会遇到此人横空杀来 云生太子不幸 诸位节哀 天蓝仙国的强者劝道 这些人实力极强 突袭下杀手 并非太子实力差 哪和对手境界战力都强大无比 不过这次太华先朝 踏入的强者诸多 还有太子人物在 若有机会 必找太阳黄金族讨欢 蛮荒的大妖太过霸道 我至尊剑派 不会坐视不理 此次我剑派 有数位顶级先王踏足 甚至有决定人物 即使遇到那人 也能战职 他日有机会 为云生太子复仇 还有我天蓝仙国 无双太子 纵横一方 有机会为云生太子复仇 诸人安慰太华先朝之人 同时还不忘夸奖一番自身 走吧 走强者正汇聚在 紫道龙那边 看他斩魔女 斩了那些魔修之后 再寻蛮荒之妖猪之 下方的秦吻天 听到这些中阶低阶 先王的狂妄之言 不由地吃笑一声 继续迈不离去 被人诛杀了 竟然还如此洋洋洒洒的谈论 真是可笑 嗯 先王感知何等敏锐 有强者听到吃笑声 目光转过 便见到秦吻天的身影 顿时眼眸中射出了杀伐之光 道 是你 你给我站住 一道道目光转过 望向秦吻天 随后都认了出来 竟然是在望帝城中的古地宫中 遇到的那刀剑先王 这人当时可是非常的强势霸道 言语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秦吻天没有理会 继续往前走出 却见这时 一道凌空剑翼 直接展览 秦吻天抬手击灭 豁然间转身 瞳孔中射出了一道寒芒 极为冷漠 之前你大言不惭 如今既然遇到 就不用走了 一强者走向秦吻天而来 神色中有着杀念 斩了他 太华先朝的先王 瞳孔中有怒火 四江对那黄金战车上的怒意 迁怒了过来 他们人数众多 先王不少 杀秦吻天 自然不在话下 走来的至尊剑派先王 双手一指 顿时万剑齐发 星空暗淡 剑灭天地 不敢追击他人 在这里口出狂言 如今倒要杀我出气 秦吻天冰冷开口 他虚空迈步 同样一剑斩出 穿透一切 绝世剑光 从虚空披下 势如破竹 斩灭所有阻挡之物 扑刺一声 对方一分为二 直接被斩灭 毫不留情 秦吻天继续往前迈步 身躯如捧鸟 快到极致 又是一剑斩杀而出 这一剑生物 似诞生幻境 志强剑意降临 无所不灭 又是一次扑斥的声响 鲜血飞洒 一位天兰先国 先王被横斩灭杀 你们既然自命不凡 我给你们机会证明 秦吻天脉步 冷漠说道 杀意灵天 周围观望先王 无不心神俱缠 秦吻天心中怒意 无处发泄 天兰先国和至尊剑派的人 和他也早已是死仇 竟然又惹到他身上 焉能不大开杀戒 既然黑龙岩时代不一样 古地之城天骄无尽 重新争锋 那么他就以刀剑先王的身份 再战一个轰轰烈烈 杀了他 至尊剑派和天兰先国等诸仙王 瞬间围杀而来 他们身上气势滔天 不同的规则领域降临 刹那之间 秦吻天周身天地变化 日月无光 毁灭之剑 犹如从星空沙来 灭沙一切存在 秦吻天置身其中 犹如处在末日之中 秦吻天身上 涌现无尽符文之光 金刚圣意炼体 他体魄无双 刀剑出 只见他一刀开天 魔威化妖龙 震碎了天地 诸多强者轰杀于他身上 却轰不灭他的身体 他是什么旗帜 防御力怎么这么强大 诸人震撼说道 那些杀来的先王 心神颤动 刀剑出 直接破空斩了出去 犹如一道闪电般 披向了一位先王 那先王大喝一声 周身次出现惊人剑阵 席卷而上 然而秦吻天手掌往前一抓 顿时一股镇压一切的力量 压在对方身上 使得剑阵都受到了限制 一刀劈杀 化作了一尊朱雀 将对方斩灭 他右手中的力剑 再度朝着虚空划过 剑中蕴藏无上之剑意 横冠虚空 斩断山河 一位中阶先王 被劈成两段 这 短暂的战斗 让周围先王心头掀起了惊涛骇了 这战斗力也太可怕了吧 秦吻天身后的地运不断变得璀璨 越来越亮 双手持刀剑 绝代风华 站在围攻的朱先王中间 犹如有不灭神体 任何攻击都轰不破 他的防御 他刀剑一出 必有人亡 转眼之间 那围杀他的先王 被杀的是极为惨烈 剩余之人心头狂颤 道 我们我们走 话音落下 有数位先王 竟被杀得不敢再战 准备逃亡 秦吻天对着他 第一个转身逃亡的人 直接就是一剑挥斩而下 一道仿佛来自亘古的剑意 从天而降 那人身体瞬间僵硬在虚空之中 陨落 被斩 你疯了 竟然敢这样杀我们顶级势力的人 有一位先王怒吼 秦吻天神色漠然无比 没有任何的情感 又是一剑斩出 那说话之人 眉心出现剑痕 一路往下 灭 这些人倒也可笑 之前要斩了他 如今说什么敢杀他顶级势力的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锦燃 我在剧中主要饰演的是白秋雪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只要大家多多转发 订阅和评论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呢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快来吧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还剩最后一人 他诅咒怒吼道 看着秦问天的眼神 犹如看着魔鬼般 此人简直是煞神 根本毫无顾忌 在他眼里仿佛唯有杀戮 胡子一声倾向 毫不留情 斩 至尊剑派 天兰仙国 太华仙朝等诸多势力 在此地汇聚的仙王 被斩杀干净 一个不留 简直触目惊惊 疯了 诸人看着那手持刀剑的绝带身影 他们没想到 会有人大胆到如此疯狂 虽说是对方要杀他在先 但如此毫无顾忌的杀戮 简直不计后果 这太疯狂了 在以往的古地之城 诸人战斗都会手下流行 尤其是面对超然势力的强者 绝不敢做得太过分了 但如今 刚才那太阳黄金族的强者 驾驭太阳黄金战车 从天外而来 直接诸杀不可一世的太华先朝太子 如今一个路人刀剑先王 斩各大顶级势力先王人物 于刀剑之下 这样的古地之城 太疯狂了 先王如草剑 横尸片野 勤问天神后 地运辉煌 扶摇而上 变得非常耀眼 刀剑依旧在手 他目光一扫周围 先王诸多 竟无人敢和他对视 只见他身形一闪 开始清理战场 诛杀了那么多先王人物 他们身上必有不少宝物 不能浪费 好狠哪 至尊剑派等势力要吐血了 有人心中暗道 为何不见顶级先王 秦闻天目光望向诸人 开口问道 还有 他们口中所说的展魔女 又是怎么回事 秦闻天又问道 仅是有一场大战 关乎咸语东部不少势力 和万魔党魔军的战斗 有人回应道 具体呢 秦闻天问了一声 说起来 此事是那魔女挑起 那魔女秀卫虽然不是很高 然而地位非凡 传闻乃是万魔岛超凡大势力的女祭司 像是决才魔殿 她踏入古地之城后 便率人追杀紫盗龙他们 双方爆发此处大战 后来 紫盗龙联合先与东部同盟势力 欲将魔女斩杀掉 那人说道 至于事情的起因 似乎是因为 陷于东部的秦闻天 具体不是太清楚 轰的一声 秦闻天身上气势寒冷无比 凶猛爆发而出 冷意席卷天地 秦丫头 秦闻天心中低语 此刻 他如何不明白 是谁到了古地之城 必是秦丫头来了 他对付紫盗龙 是为自己出气报仇 昔日在妖神山上 东盛先帝隔空杀人 子弟也在 这并非是什么秘密 很多大势力的人都知道 很多人甚至认为 自己已经死了 秦丫头若听到这消息 必然愤怒 他追杀紫盗龙 必然是为了自己 在何处 秦闻天问道 那边方向 那人手指指向远方 秦闻天转身 直接脉步而出 仙念扑洒开来 朝着极遥远的地方 笼罩而去 只见在那边 一股惊天杀意袭来 恐怖至极 远处的虚空之上 万箭流动 席卷而出 朝着这边呼啸 天地变色 周围猪人一阵骇然 好强的威势 这是顶级先王降临 带着无尽杀伐之气而来 威能惊天 好可怕 那股剑意流动太快 转眼间降临 天穷之上 漫天剑杯 天地化星辰 流动着的星辰 利剑席卷过来 数之不尽 不知有多么可怕 在那星空剑意之中 有着一位至尊剑派的 顶级先王 虽然是前期境界 但也是战立 今天的天骄先王人物 他双眸之中 仿佛也射出了利剑 直接刺入 秦闻天的眼眸当中 锋利无边 能够杀人 来得好快 这刀剑先王惨了 必死无疑啊 许多人惊道 这刀剑先王战力无双 但毕竟是中阶先王 来人是顶级先王 若是寻常顶级先王 还可能有一战之力 但这样的威势太可怕了 绝对是战力超凡的顶级先王 天地间流动的星辰利剑 皆都是至尊之剑 屠杀我至尊剑派之人 凡是与你有关系之人 我都将灭杀调来 那人声音寒冷至极 他手指朝着前方一指 刹那间 天穷之上的星辰利剑 加速而来 笼罩了千百里虚空 又以秦问天为中心 剑意最为可怕 周围诸先王纷纷闪避后退 躲开这可怕的杀戮剑意 暗暗为秦问天感到可惜 这样一位厉害的先王人物 被杀了确实有些可惜了 星辰之剑葬灭一切 朝着秦问天包裹而去 只见这一时 秦问天周身符纹流动 犹如金刚不灭之体 不仅如此 一道道剑意 在金刚法身中悄然游动着 化作金刚剑木 他双眸朝着虚空望去 手中刀剑紧握 眼眸可怕 嗡的一声 万剑冠创而下 埋葬一切 诛灭一切 许多人都悲叹一声 这样的绝杀之威 秦问天无力回天 根本无法挡住 这太狂暴了 轰轰轰 星辰力剑诛杀而下 将秦问天身体 都埋葬在了那片剑木之中 虚空中的至尊剑派顶级先王 傲然而立 望向诸人 谁知此人是谁 哪一个势力之人 秦问天 竟然敢对他至尊剑派的人 进行屠杀 那么他唯有杀回去 诸人不知如何回答 然而就在这时候 那被毁灭之地 突然间涌现了一股 不属于至尊剑派顶级先王的剑意 他们目光 果然间望向那边 随即就看到那里 爆发出了一道金式剑意 剿灭一切利剑 秦问天身影再次出现 他被包裹在金刚剑母之中 窥然不动 他目光傲视天地 夺目无比 这 诸先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大 这样的至尊杀伐剑意 都灭杀不了他的防御 这刀剑先王 究竟是什么存在 那至尊剑派的顶级先王 眉头皱了起来 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怎么会呢 他的至尊剑尾 竟没能将秦问天直接诛杀 他有什么防御法宝不成 你的剑 也配称为至尊剑 秦问天口中 吐出了一道霸道冷漠的声音 随即抬手 一剑挥出 这一剑斩出的刹那 天地间诞生了一条剑河 贯穿虚空的剑河 剑河之中 有着无双剑意 能够斩灭诸天星辰 统破万丈虚空 至尊剑派顶级先王 神色大变 护体剑意 疯狂绽放 剑河降临 直接碰撞闪灭 随即剑河中的 灵天剑意爆发 贯穿他的身体 哭辞一声 他身躯直接被斩灭于 虚空之上 在那股绝世剑意之下 化为虚无 尸骨不存 那剑意贯穿了天地长河 在远方消失 诸天星辰剑意 也已经散去 至尊剑派顶级先王 允 一击诸灭 秦问天身后的地运光滑 变得更加璀璨无边 周围目睹这一站的 诸先王目光呆着 只感觉呼吸急促 至尊剑派顶级先王 一剑被诸 此人 刀剑先王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繁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报庚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刀剑先王 为何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 这样的绝代人物 不可能鸡鸡无名 此人之风华 足以名动一方 能够诸杀 至尊剑派 顶级先王天交人物啊 此人战利天赋 能够和古地之城 最优秀的那些人媲美了 若是境界再强大些些 那便真能和那树人争锋了 诸人在一刹那间 心头涌现出诸多的念头 无不被秦问天的强大惊艳到了 只见秦问天身后的地运 越发的璀璨夺目 显然 这里诸仙王都对他极为憧憬 信仰之力都被他给收割走了 使得他的地运增加 再加上 秦问天之前的辉煌战绩 他的地运 已经超越了古地之城 许多非凡先王人物了 哪怕是刚才那到来的 至尊剑派顶级先王身后的地运 都没有此刻 秦问天那么耀眼 只见这时 秦问天直接迈不离去 朝着远方而去 很快便消失不见 这一刻 这片空间哗然已停 请教诸位 有人曾听闻过 刀剑先王此人之名吗 有人好奇问道 没有 没 不知是哪一遇之人 诸强者纷纷道 有些惊讶 没想到竟然 真没人听说过呢 看来果然如同天下间传闻的那样 时代变了 从这古地之城中就能够看出来 这次天骄齐聚 必将涌现大批朝凡人物 不知道会有多少精彩绝艳的爵士天骄出现 纵横古地之城 由人低于 是啊 太华先朝的太子人物 被贯穿天地 从黄金巢帽直接入灭 至尊剑派的顶级先王 被一箭斩杀 出先王被刀剑先王取灭 这样的国地之城 完全不思往昔 太疯狂了 我等随位先王人物 也都是一方豪杰 然而如今 死都有些不够看啊 有强者暗暗叹息 即便是先王存在 生在这样的时代 也会觉得自身卑微 说的没错 看来这次古地之城之行 我们似乎只能论为看客 见证 朱好想崛起 他们纷纷生出了不同的感慨 在古地之城的这些日 都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时代降临 先语将迎来一个黄金盛世时代 秦问天自不知诸人如何想他 此刻他急于赶路 不断朝着那方向前行 他身如鹏鸟 犹如闪电划过天球 脑海中只有秦丫头 秦丫头从万魔岛来了 入古地之城 追杀紫盗龙 这一切皆都是为了他 这丫头每次都是如此 在背后默默付出 子弟之子 紫盗龙可非寻常人物 而且 先欲东部的那些势力 早已结成同盟 共同进队 必然会联手对付秦丫头 他自然非常担心 终于 秦问天来到了地城城区 前方一座座宫殿耸立 强者如云 站在各大方位 中间之地 巨大的空间战场中 数位强者正发生着 狂暴大战 魔尾逃天 紫气纵横 剑气挥洒 秦丫头 秦闻天目光直接 无视了战斗区域 落在了一座宫殿上空 矗立的一形身影 那一形身影 皆为魔修 正中方向 站着一道身影 风姿绝带 身披裁决长袍 头戴桂冠 血色的裁决面具 往上延伸 遮挡住了他的容颜 正是白晴 果然是他来了 这贼和尚也来了 秦闻天看到了 另一方的不戒 如今的不戒 黑色长发飘逸 深周有不少强者在 将他护卫左右 看来不戒这家伙 在万古魔殿混得很好 秦闻天心中暗道 只见这一时 一道目光朝着他望来 赫然正是不见 他感知敏玥 似察觉到秦闻天在看的 眼睛立即望向他这边 他的眼瞳 隐隐弥漫着 一缕缕金色的光辉 要看破虚妄 将秦闻天看穿来 然而此刻 秦闻天无论是面容 还是气息 都借助了神兵隐藏 不戒的修为 还无法看透 只是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随即将目光移开 继续望向战场 秦闻天 则是看向和白秦 对立的那些身影 果然正是紫道龙他们 还有至尊剑派 天兰仙国 等先遇东部势力的 联盟强者 当年古地之城 摩邪诛杀紫道阳 紫帝却将这笔账 一并算在了秦闻天身上 曾让紫道龙 前往常青仙国 以及南皇市去要人 后来 这笔账不仅没有算清 而且仇恨越解越深 武器 你身为温新寺的僧人 还俗便还俗 竟然修成魔修 自甘堕落 你身为温新寺末代入世的 三人之一 成为魔门人物 将温新寺置于何地啊 由强者看向不戒和尚 淡漠地问道 乃是和温新寺 同在仙域中部的顶级势力 九皇仙国的强者 温新寺实力超凡 每一代 只有三人入世行走 在外修行 不戒正是末一代的三人之一 可以说 是温新寺重点培养的人物 然而却成了魔修 被魔门强者护卫左右 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了 在温新寺师尊和诸位师兄 曾教导我 要体验终生疾苦 要走万里路 感悟人生 我入魔道修行 也是人生感悟之一种 是遵循师尊和诸位师兄教导 看佛魔不同 这样才能看破一切虚妄 一心向佛 不戒和等人物 出口就是狂语 要和他变道理 如何能变得过 更何况 他的无耻 秦闻天早已领教过 堕入魔道 竟还说得如此大意凌然 你简直是佛门耻辱 九皇仙国强者冷魔道 曾经我也考虑过 这样是否有被佛门知道 然而参悟多日 我终于明白佛门智力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入魔道 方能了解魔道 若能将魔道度化 将是不是之功 这才是佛之大道 我只好舍弃自身名誉 不戒声音肃目 宝像庄严 简直无耻到了一定的境界 佛门之祖 都要被他给感动 巧说如皇 若你这种人都能入佛门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九皇仙国强者 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听闻你时常闭关修行 静坐修行仆团之上 极为刻苦 方有如今成就 如今 你作物修行之仆团 都已有了意味 不戒平静开口 似说出一道 毫不相干的话语 使得那九皇仙国强者一愣 道 什么意思 不戒双手合十 宝像庄严 平静地吐出一道声音 你静坐仆团有了意味 自然是和我无关的 那强者一愣 没有反应过来 依旧不解 然而只见此时 有痴痴的笑声传出 似有人率先明白何意 那强者看向左右 恰好见到有人发笑 便问道 你笑什么 不笑什么 那人闭嘴 不敢多言 而这时 却听一道声音传出 你静坐的仆团 生出了意味 当然是 关你屁事 笑傻我也 许多强者一致 随即一阵汗眼 额头满是黑线 看着不戒和尚 这和尚 骂人都这么有哲理 嗨 大家好 我是韩韩 在剧中饰演凡乐 大家都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 报庚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 静无恒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897集 九皇先国先王 脸色是青一阵白一阵 盯着不见 然而不戒成为魔修的事情 问心思都未曾计较说什么 的确和他无关 他们说话之时 在中间虚空之上大战的强者 终于各自后退 回到了自己的阵营 都没能够奈何得了对方 有几人身上负伤 气息却依旧狂暴 隔空凝视对手 我从未得罪过万魔岛势力 而身为裁决女祭司的你 竟然为了秦问天对付我 若说裁决魔殿知晓 恐怕也不会认你如此妄为吧 看来九皇仙国的人说的没错 秦问天必是你的情郎了 真是可笑 裁决魔殿裁决女祭司 偷情仙玉午休 这样荒谬的事情都能发生 裁决魔殿真有意思 紫道龙冷漠开口 讽刺白秦 之前白秦带人追杀他 他完全不知所以 后来遇到九皇仙国的人才知道 原来当年先遇裁决之时 在魔山之上 裁决魔殿的裁决女祭司 和秦问天乃是旧相识 当初上了魔山的那些人都知道 于是紫道龙明白了这些魔修 为何要对付他 秦问天听闻紫道龙侮辱白秦 眼眸中射出冷意 白秦漆黑的眸子 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旧透着冷漠气息 盯着紫道龙 你老爹身为顶级先帝 竟然还偷袭诛杀一个 比你都年轻 不知道多少的后辈人物 天下皆知 裁决魔殿再有意思 也不会有你老爹那么无耻啊 不戒和尚 含笑说道 紫道龙眸子中射出紫光 看着白秦和不戒的 千万天大你不道 对前辈不敬 他必死无疑 即便如今不知在河地苟延残喘 只要敢现身 我也是必杀他的 至于你们想要为他出头 可以挑战我 你顶级先王 要我们挑战你 不戒和尚看着紫道龙道 果然 有其父必有其子 一个更比一个无耻啊 只要我在 一定会杀死你 白秦嘴中吐出寒冷声音 透着一股强大的决心 仿佛只要他在 就会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紫道龙 无论用什么手段 紫道龙眼睛眯起 紫光流转 看向深州朱强者 道 诸位 这些魔秀向来很辣 比门荒大妖还要残暴 我仙玉和万魔岛 也是势不两立 不如趁此机会 将他们斩杀于此 如何 诸多强者听闻紫道龙的话 都沉默不言 他们都是先王强者 哪有那么容易被忽悠 虽说仙玉和万魔岛对立 但这是紫道龙和万魔岛 裁决魔殿的恩怨 他们可不会愚蠢到插手其中 没错 诸位都是来自仙玉各方 解脱是仙王豪杰人物 此次万魔岛裁决魔殿的人 在我们古地之城猖狂 将他们斩杀于此 以绝后患 免他再出一个蛮荒 将来入侵我仙玉 天兰仙国强者 自然和紫道龙 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这时候开始动摇仙玉珠强 望帝城中蛮荒妖族肆虐 也不见你们这些人站出来 号令抵御蛮荒妖族势力 如此大意凛然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阴谋算计 可笑 一道讽刺的声音传出 紫道龙等强者目光转过 看向说话之人 正是当日在古地宫中 见到的秦问天 他们眸子中 瞬间闪过杀意冷毛 多嘴 紫道龙冷灭一笑 没想到这时候 秦问天敢站出来 为摩羞说话 简直是找死 身为仙玉武修 竟为万摩岛摩羞说话 如此叛逆之人 焉能不灭 去将他诛杀 紫道龙声音冷漠 顿时旁边一位强大的 仙王人物走了出去 直奔秦问天 之前秦问天和千变仙门的人 待在一块 他就想灭了对方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独自出现在这里 还敢站出来多嘴 简直找死 诸人纷纷目光一闪 看向紫道龙 不愧是顶级先帝 子弟之子 此人只是多嘴了一声 紫道龙就要秦问天的性命吗 这还真是够霸道的 那走出的强者 乃是子弟清传弟子 修为强大 他身上规则力量咆哮 紫气东南 霸道无比的力量弥漫 他抬起一拳 轰杀而起 竟犹如一头紫色巨龙 朝着秦问天轰杀而去 威猛无比 无比强横 秦问天拔剑 一剑斩出 剑气纵横 直接将紫色巨龙披杀 那强者继续迈步 直接走到秦问天身前不远 双掌同时拍打而出 虚空发出惊天怒吼 猛烈的紫色钢锋撕裂一切 两道紫色大掌印摧毁一切 犹如龙印 只见秦问天身形一闪 犹如闪电般冲出 他身体轻盈 速度极快 连续斩出两剑 虚空中出现夺目剑意 将掌印切碎 随即他眼眸凝视对手 剑挥出 刹那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降临 使得对方只感觉 眼前天地都在变换 犹如置身梦境之中 不好 他神色大变 当他挣脱出来之时 便见一道剑光 从上空斩下 直接披在了他的身上 他双目圆睁 没想到对方如此杀伐果断 直接将他灭了 你好狠 一道虚弱的声音传出 是那子弟弟子的最后一句话 随即身体朝下空坠去 被诛灭 紫道龙双红中 射出了可怕的紫色光芒 他气势席卷而出 旁边一人更是释放出强横的威压 朝着秦问天扑去 已经敢将他诛上 他们的身份非比寻常 此地传人 哪怕是想要秦问天的命 按照他们的理解 对方也不敢诛他们的人才对 我懂得意思 秦问天懒得理会 直接贯穿天地的一剑斩了过来 剑气横穿虚空 杀相说话之人 用霸道直接的行动 回应对方 你们都下令诛杀别人了 还说出这样的话 佩服 佩服 不戒拱手说道 使得紫道龙等人神色 越发的难看了起来 不戒的话虽是有理 但此人的胆子 确实太大了些 中阶先王的修为 竟然就敢直接抗衡紫道龙他们 要知道 对方这边顶级先王都有好些 这样的力量 足以轻易将他摧毁灭 轰的一声 紫道龙身旁的一位顶级先王出手 将秦问天斩来之剑 毁灭掉了 随即由数位强者迈步而出 他们气势磅礴 威压惊天 恐怖规则领域瞬间释放 朝着秦问天所在的地方 笼罩而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98集 去 白晴婚说道 顿时有数位强大的魔羞踏出 魔威翻滚 血红色的裁诀闪电 披杀而出 给那走向秦问天的人 强大的威慑 使得他们不得不转身 面对裁诀魔殿的魔王人物 动手吧 今日就将这魔女斩杀一次 紫道龙开口说道 顿时身边不少同盟势力的强者 纷纷点头 迈步而出 朝着白晴所在的方位 笼罩了过去 开战 狐介开口说道 他身旁的先王也纷纷踏出 一时间 这片空间的气势 变得无比的狂暴 各种毁灭的气势压踏一切 围观猪强者往后方闪退开来 看来要爆发猪先王的乱战了 这样的战斗必然波及极广 他们还是让开的好 这里好热闹呀 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 随即只见君孟臣和数位先王人物走向这边来 他们自然早已察觉到了秦闻天的存在 因此前来这边准备参战 怎么 千变先门的人也要插手 盼你先欲 帮魔修战斗 只听紫道龙 寒冷说道 他们各大同盟势力对付这些魔修是占据优势的 但如若君孟臣他们也参战的话 会将他们的优势一点点的蚕食 那样的话 哪怕战斗最终能够胜利 也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大的一顶帽子扣在我们头上 君孟臣大笑着道 你不要忘了 望帝城古地公 你们面对蛮荒妖兽的时候 可没有一致对外的意思 而是羞辱讽刺我们 现在话锋一转 你们就代表仙玉了 紫道龙 你老弟一把年纪 顶级先帝四处追杀我师兄 我已经以为够不要脸了 你果然遗传了你老弟的优点 这家伙真是胆大 敢这么直白地侮辱子弟 有人按道 子弟毕竟是顶级先帝人物 超凡强者 站在仙玉最上侧 哪怕他不在这里 敢侮辱子弟 依旧是要勇气了 不过君孟臣向来如此 天不怕地不怕 子弟一直想要灭千变先闻 杀秦问天 他焉能对子弟 有半点的尊重 谁去杀他 子道龙道 我去斩了他 一位强大的仙王开口道 朝着君孟臣所在的方向走去 找死 君孟臣眼瞳中 闪过极冷的寒芒 他身旁的拓拔圣天 往前走了一步 君孟臣和天福界弟子 都释放自己的规则力 这次就为秦师兄出口恶气 君孟臣冷冷开口 无论是子弟还是东盛先帝 他早就看不惯了 好歹是先帝人物 却极没有风度 当年如若不将子道阳的死 迁怒到秦问天身上 双方根本不会有矛盾 杀向秦问天的先王 被白秦身边的魔修截住了 战斗一触即发 但依旧有一位先王横穿虚空 降临秦问天面前 他来负责杀秦问天 怕以顶级先王来杀我 倒是真看得起我 秦问天转身就走 身法极快 那顶级先王冷横一声 追杀而去 刚才那般狂妄 如今想要逃命啊 吃人说梦啊 这顶级先王手掌朝着虚空一抓 竟然化作一可怕的天地囚牢 将秦问天囚禁在一片空间中 恐怖的重力压迫在秦问天身上 使得秦问天被限制住 好厉害的规则领域 不愧是顶级先王 秦问天心中暗道 这重力囚牢 融合了数种属性规则力量 化作领域 能够将同径的人囚禁起来 极大程度影响对方的战斗力 你怎么逃 那人讽刺一声 随即囚牢之中 爆发出锋利无比的 黑暗土黄色长矛 透着惊人的爆炸性力量 瞬间穿透空间 轰击到秦问天面前 轰的一声 秦问天身上浮现 璀璨独目的金刚符文 但身体依旧被狠狠地轰退 闷横一声 似乎遭受了重撞 哼的一声 对方踏步而来 直接降临囚牢领域之内 蔑氏的目光 俯瞰着秦问天的身体 虽是中介先王 但在本座面前 依旧不过蝼蚁一般的人物 竟然还敢讽刺地境人物 不知死活 说吧 他手掌中再度浮现了一杆 惊天长矛 不仅锋利 而且极为沉重 直接朝着秦问天的身躯 便刺杀而出 要将秦问天刺穿来 他对自己的规则领域 有强烈的自信 中介先王 在他的规则之下 行动都受到了极强的限制 而他的攻击 能轻易将中介先王碾碎 轰了一声 秦问天身躯 化作了不灭金刚法身 当长矛刺下之时 空在金刚法身之上 一路穿透而过 几乎在同时 秦问天抬手 一座座小塔 释放而出 却在刹那间 爆发出了 惊人的镇压力量 那顶级贤王强者 脸色瞬间一交 接着 他看到了秦问天 手掌挥动 展出了贯穿天地的一剑 滔滔剑河 穿透虚空 剑一斩落 他想要动 却发现极为艰难 他以重力束缚 秦问天 却不想被秦问天镇压 呼唤一声 一剑声 那位顶级贤王人物 看到这一刻 秦问天毛子当中 蕴藏的冷漠 那是一种漠视 仿佛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刚才的逃亡和受伤 都是伪装给他看的 只是为了更轻易地诛杀他 他身为顶级贤王 在对方的眼里 却只不过是个猎物而已 剑斩过 顶级贤王怒吼一声 随即身体被斩灭 囚牢都破开了 远处的人目光朝着这边望来 随即看到秦问天身体 冲出囚牢 他们的瞳孔 都是凝固在了那 这才是开始 秦问天神盲如电 可怕至极 紫道龙眼瞳中的紫光 更为赤胜强烈 他认为 一位顶级先王出手 去诛杀秦问天 必然不会有问题 然而 却断然没有预料到 秦问天假装后撤 却是为了猎杀那位顶级先王人物 这才战斗没有多久 顶级先王就死在了秦问天的手中 甚至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秦问天是如何做到的 一位顶级先王 哪怕是对于超凡势力 也绝对是中流砥柱 中坚力量 被诛杀一位 便是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他父亲子弟 并未如同天兰仙国 和长青仙国那样 开辟一方仙国大教派 只是在紫山 收了一些弟子门徒 教导培养 一位顶级先王允 紫道龙也忍不住肉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 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899集 此时 各方的战斗全面爆发了 那沙象军孟臣 和拓拔圣天 等天伏界强者的 先王人物攻击霸道 一时间 各种狂暴规则领域释放 然而这时候 天伏界诸强者 以拓拔圣天为中心 疯狂释放自己的 规则力量 刹那间 拓拔圣天 仿佛将所有天伏界 强者的规则力量同化 融入自己的规则之中 这是他的奇特能力 当年东圣先门 和千变仙门 决战的时候 拓拔圣天 就是凭借这种能力 纵横一方战场 看到那攻击而来的 朱仙王 拓拔圣天 直接轰出一拳 朝着那最前方的 一位仙王强者 同化的规则力量 仿佛叠加在了一起 这一拳绽放 天地怒笑 风云色变 方圆之地的规则 暴走流动 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一拳之上 直接碾碎了对方的规则领域 穿透一切 直奔对方身躯 那最前方的仙王强者 感受到这一拳之威 脸色大变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一拳笼罩埋葬 他怒吼一声 发出强大防御 然而 拳王降临 催枯拉朽 抹灭一切 一声巨响 规则横扫虚空 那一片空间都仿佛要坍塌崩灭 那位仙王强者 直接魂飞魄散 只一拳就被轰杀 后方的仙王脚步直住 一位顶级仙王开口道 此人拥有奇特星魂属性 同化规则力量的规则领域 攻击力叠加 还能借助其他人的规则 不能硬碰 朱强者纷纷止步 不敢冲动 他们也隐隐感受到了 拓拔圣天的这种能力 拥有这奇特能力的话 只要有一些强者在他身边 他就能够加持力量 而本身身为仙王巅峰人物的拓拔圣天 一旦再有力量加持 可就不仅仅是人数相加那么简单了 试想一下 他攻击力暴涨的情况下 谁承受得住他的攻击 那位陨落的仙王就是很好的例子 紫道龙挥手 更多的仙王强者准备支援 拓拔圣天的那一战场 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些搅局之人 这次他紫道龙联合同盟势力的强者 本打算解决万魔岛魔女的 另外两方战场 裁决摩天的诸位仙王 执掌裁决 都极为擅长裁决之术 而且联手作战的时候 竟能够相互呼应 裁决威力惊人 不借率领的万古魔殿的魔修 同样可怕 他们虽然是各自为战 但每一人都可借古魔之意志 甚至召唤出上古魔修 狂暴至极 在战斗爆发的极短的时间内 这片天地就开始暴乱了 天地失色 星辰光辉笼罩浩瀚无尽的区域 战场瞬间拉开到极大 远处的人都退向极远的地方 使得很多在远方的强者都赶来这边 知道这里爆发了大乱战 这么多仙王人物参与的大战 哪怕是在如今的古地之城 都是非常罕见 秦吻天诛杀那位顶级先王之后 返回这边的战场 锋利的眸子扫了战场上一眼 他双手一刀一剑 身躯规则流动 身后地运璀璨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亡者威严 九皇先国诛兄和我们也曾同盟过 此次能够再次并肩作战 帮我诛杀这些人 我紫道龙必念此情 紫道龙对着没有参战的 九皇先国数位先王说道 在这里的九皇先国强者虽然不多 但也有五位 其中有一位顶级先王 也是不可多得的战旅 若是参与进来 必对战局有重要影响 让他们一方更加主动 对方都是超凡实力 若是得罪 合不太好 九皇先国的顶级先王笑道 却也没有直接拒绝 这简单 朱兄帮我将此子诛杀 他似乎并不属于各大势力 紫道龙指着请问天道 那么此人战力也很厉害 刚才诛杀了一位顶级先王人物 那九皇先国的顶级先王又道 使得紫道龙心中暗骂这家伙 看来不给他许诺实际的好处 九皇先国的先王是不会出手的 这种级别的人物都是老狐狸 算我欠朱兄一个人情如何 将来若有需要 我紫道龙必会偿还 紫道龙说道 九皇先国的先王笑了起来 紫兄 何去这般客气 既然紫兄这么说 我们便为紫兄出手一次 诛杀此人 你安心去对付其他对手吧 好 紫道龙点头 朝着白秦那边而去 那边的战斗局势有些难以控制 他必须要过去执掌整个战局 诛杀那女魔头 秦问天这时正准备加入战局 便听到紫道龙和九皇先国强者的对话 随后那五位先王透着戏虐的杀意 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双手握住的刀剑 弥漫出强大的规则力量 冷冰冰地看着前方 你们若要挡我 杀无赦 好狂妄的家伙啊 本座陈静在顶级先王境 已有数千年之久 哪怕是你战斗力极为厉害 但如何敢在本座面前嚣张 更何况 我也不打算和你慢慢好 会直接灭杀你 那位为首的顶级先王盯着秦问天说了 想要围攻都说的这般冠冕堂皇何必呢 九皇先国要趟这浑水可得考虑清楚了 不借和尚的声音传来 似乎和九皇先国的人杠上了 不借你多数魔道 还是担心 问心寺清理门户吧 那位顶级先王冷灭开口 随即五大先王人物 同时绽放璀璨夺目的人皇先国 一时间 天地间亮起了刺眼的沙发仙光 能摧毁前方的一切 去死吧 九皇先国的五位先王 身上同时射出规则仙光 惊人的规则仙光 瞬间将前方数百里空间全部笼罩其中 宛若毁灭之光 秦问天也被规则仙国笼罩在里面 每一缕规则仙光 仿佛都如同一柄金色长枪般 无坚不摧 刺向秦问天的身体 寻常的终结先王 哪怕是这一层次巅峰的人物 也挡不住这样的攻击 秦问天手握刀剑 依旧傲立在虚空之中 身躯之上流动着夺目的金色符纹 那流动着的符纹 像是一个个佛门古字 由奇妙意志蕴藏其中 仙光入体却无法破开他的规则防御 这是他的规则仙体吗 这样的规则仙体 着实可怕 观望的仙王人物看到秦问天的防御 忍不住内心惊叹 但九皇仙国的仙王杀意不解 他们身上释放的仙光更加赤胜了 手掌朝着前方一抓 顿时规则仙光里面出现了各种神兵力气 金色的利剑 长枪 骨毛 破碎一切 穿透虚空 杀向秦问天 秦问天的身体动了 竟然没有任何犹豫的朝着这股毁灭的攻击冲了过去 任由那可怕的攻击力轰在躯体之上 直接将之无视掉来 这让九皇仙国强者眉头皱了皱 这肉身有些出人意料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古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0集 去 行闻 手中的利剑飞出 竟破空杀了出去 直奔那位顶级贤王而去 剑蒸蒸而迷 流动着毁灭的剑翼 能够诛灭一切 顺杀而至 那顶级贤王身体往后撤 利剑仿佛锁定了他的身体 跟随而至 九皇仙国顶级贤王 瞳孔射出仙光 双手挥动 顿时他身前出现黄者光目 挡住一切杀戮攻击 轰隆一声巨响 黄者光目都直接破碎 然而剑翼之危大剑 那顶级贤王冷横一声 挥手将剑震退 但就在这一剑追杀他的同时 秦问天的身体 冲杀到了另外四大仙王的面前 他脚步狠狠一趟 一股镇压天地苍穹的 大恐怖之力降临 这片天地似出现一股大事 镇压大事 仿佛由一座无形的镇天宝塔 镇压这片空间 四大仙王同时感觉身体 都不那么敏捷了 仿佛受到了强大的限制 刀斩了出去 朴实无华的一刀 坏到极点 锋利到极点 融入到了剑之剩意于其中 这一刀斩出的时候 四大仙王都感觉脑袋猛的一颤 好似灵魂遭到了攻击 中刺一身 鲜血飞洒 四大仙王同时被刀光击中 一刹那间全部坠落 触目惊醒 放刺 那顶级仙王看到这一幕 怒目圆征 大吼说道 四大九皇仙国的仙王 竟然在他退后的一刹那被秦问天一刀全部斩灭 我说过 当我者 杀 秦问天眸子中射出冰冷的光滑 他的刀再次抬起劈出 那位顶级仙王 只感觉有一道闪电 直接击中了他的脑海 穿透灵魂 他双拳举过头顶 同时轰出 黄道仙光 仿佛化作了一面黄者铠甲 保护身躯 使得刀光不破 但依旧让他的心狠狠地颤了下 感受到了秦问天身上强烈的威胁 秦问天刀举起 高高在上 一股恐怖意志直冲云霄 刀翼临天 这一刀斩下 仿佛虚空都要被批为两断 那位顶级仙王 只见天穷刀芒划破虚空 斩断苍穹 随即身体被劈开 又一位顶级仙王人物 死在了秦问天的刀剑之下 这一次 强势的刀剑仙王 连杀五大仙王强者 这少封魔呀 围观的诸强者都感到了震撼 九皇仙国的五大仙王人物 包括一位顶级仙王存在 全部被诛灭 一位中阶后期的仙王 连杀五大强者 而且看起来游刃有余 这铜镜简直无人能与他争锋了 这刀剑仙王从哪里走出来的 怎么会这么强大 而这是要在这古地之城和那些存在争锋 我惊天地狱成为无双人物了 有人感叹道 可是他如此狂暴 连尘九皇仙国五大仙王存在 九皇仙国的强者能放过他 不要忘了 在九皇仙国可是有一位妖孽级人物 那人可是超级可怕 他若知道这一幕 会直接前来隔杀刀剑仙王 太狠了 怕是难以活命 一次将九皇仙国得罪死了 再加上紫道龙和天兰仙国他们 结仇太多 他修为又还差些 怕是难活命啊 有人道 他们不怀疑秦问天的天赋 但是古地之城如今太危险 这就是你们无法耀眼的原因 一道淡漠的声音传出 只见人群中有一位仙王人物 他副手而立 身后地运磅礴 淡淡的道 我望近来 哪一个爵士人物不是征伐天下 败尽天下敌 那些古地之大敌人物 谁不是踏万古而成道 若他人要是杀你都不敢还手 一牙还牙 还有何资格在大时代当中拖映而出 也许吧 有人叹道 或许能有那等成就的人物 他们的气魄 确实非我们能想 地境都遥不可期 古之大帝 我却不敢苟同你的话语 哪怕是绝代无双的人物 在大事面前也当懂得隐忍才对 即便对方要诛杀他 他还未成气候又有超凡天赋 当隐忍才对 等到境界到了之后 再征伐复仇不迟 若是如此直接杀戮 即便有古之大帝的天赋 但也将在追逐的路途中陨落 有人说道 哈哈哈哈 古今多少天桥 能成古之大帝人物又有几人 真的是天赋不够吗 多少英杰 陨落在路途当中 如你这言 认为隐忍默默修行 就能达到那一境界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之事 那人大笑说道 多少帝王人物 为踏出那一步而陨命 一位先王 却又这等可笑相访 悲哀 与你论道 那都是一种侮辱 你 刚才那人脸色一寒 冷意弥漫 但却见对方依旧副手而立 傲益天丑 想到对方说的话 他终究没敢再说什么 旁边之人看到这一幕 都心如明镜 这就是两人心性的不同 那言隐忍的人 果然隐忍不发 没有敢动手 秦问天诛杀五大先王之后 身后的地狱 更加可怕了 隐隐要宁为实质的光芒 他再次返回那暴乱的战场 那片战场空间 到处都充斥着毁灭的规则乱流 他深情一闪 直接朝着白情所在的战场方向而去 先王强者攻击太猛 因此哪怕是群战 每一人相隔的距离 依旧是非常大的 即便是数万米的距离 他们只一步跨越 就能降临 秦问天 他的目光瞬间就锁定了其中一位先王 深情一闪 朝着那边而去 秦问天身法极快 犹如朋友 拥有极锁 那强者正在和一位魔修交锋 忽然间感觉到后方传来的危机 他目光陡然间转过 抬手就是一击发出 顿时一恐怖的陨石穿透一切 在虚空中化作一道流光 如同真正的星辰陨石般朝着秦问天轰来 若是砸在山脉之上 能将一片山脉直接摧毁 秦问天抬手就是一刀劈杀而出 斩断虚空 将陨石劈成两段 他身体没有一丝的停留 瞬间靠近随后剑斩而出 化作朱雀剑光 划过虚空 撕碎一切 对方看到那朱雀剑法轰杀而来 双手暴击而出 万千陨石轰得虚空犹如末日 但朱雀剑意之中 出现一股撕碎一切的圣之剑意 朱雀化身剑形 穿透虚空 将一切的陨石全部斩碎 平整无比 随后斩在对方身体之上 灭杀 中间仙王人物 根本没有人是他对手 承受不了他的遗见 之前秦问天一刀斩杀四大仙王的时候 诸人就明白 除非是和这刀剑仙王一样的绝顶妖孽人物出现 才能同静和他抗衡 否则就是虐杀 他出手就要斩杀 秦问天杀一人之后 身形立即闪烁 宛若大鹏于虚空穿梭 降临另一中阶仙王面前 一刀劈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子 在剧中饰演欧阳婷和舒软玉等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 喜欢太过神王吗 喜欢的话 要多转发 多订阅 多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 还有奖品等你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1集 任由他这样下去 这些人会被他斩尽 刚才紫道龙请九皇仙国的人出手杀他 怕是根本没有预料到 他这么强大 诸人心惨 虽然在战场中 有些人比秦问天还可怕 譬如那拥有同化规则力量的拓拔省天 但是没有人能和秦问天一样 给予诸人这种震撼 一下子成为焦点 吸引诸强者的目光 有些人的光芒 只要在战场上 是无法挡住的 转眼之间 秦问天又杀了一位仙王 死在他手中的仙王 不断地在增加 而且都是紫道龙的人 这对紫山而言将是噩梦 子弟麾下 仙王人物并没有那些仙国大教那么多 但秦问天可不会有任何的心词手软 就如不戒和君梦臣所说的那样 此地他不顾身份 身为顶级先帝和东圣联手隔空杀的 要取他性命 无论是东圣还是子弟 他们早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如若说当年两位先帝还会顾及身份 不会直接对他出手的话 如今若是再遇到了 那两大先帝不会再对他有半点留守 直接就杀 都已经视同水火 秦问天因会有半点人死 猎杀子弟的属下他怎会手软 你们挡住这里我去杀他 紫道龙开口说道 冷漠至极 深情一闪 舍弃自己的对手 朝着秦问天所在的方向杀了过去 他今日本打算猎杀魔女 本以为这场战斗会很轻松 却没想到战斗到此刻 局面竟然不受控制 已经有好些先王陨落被杀了 这让紫道龙的眼神极为可怕 紫谋中杀念滔天 凝视秦问天所在的方向 空的一声巨响 紫道龙身躯如龙 发出咆哮之音 宛若一头人形巨瘦 漫天紫光从他身上爆花而出 扶摇而上 笼罩浩瀚区域 那扶摇而上的紫光 仿佛化作一头紫色巨龙 双眸恐怖 盯着秦问天 紫道龙身为子弟子嗣 自然得到最多教导 传承子弟一波 岂会频繁 他修为虽是顶级先王前期之景 但其威势之狂暴 寻常顶级先王后期的人 都难以抗衡其威 他自信自傲 但却有这样的姿 轰的一声 隔着遥远的距离 紫道龙便朝着秦问天 轰出了一道龙之法印 威力无穷 透着磅礴大事 紫济东来 威猛无比 压踏一切 秦问天站在很远 就已经能够感受到 那股磅礴威势 当攻击降临 紫光淹没一切 龙印之中似有一头头真龙复苏 张牙舞爪 要将秦问天撕碎掉来 秦问天生出错觉 仿佛被龙吟笼罩 要被妖龙试杀撕裂 秦问天神色如常 冷芒闪烁 却依旧是一剑斩出 斩出的剑光之中 似有游动的小剑 蕴藏圣意 眼生滔天剑威 撕碎妖龙 斩碎龙印 你一心寻死 我成全你 紫道龙踏步而来 紫眸深邃 从中爆发出滔天的紫光 可怕至极 秦问天目光凝视对方 眼眸冷漠冰冷 却也有几分凝重之意 紫道龙身上的威势 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而且他无法知晓 紫道龙绝对的力量有多强 身为子弟子嗣 他必有诸多底牌 这绝对是他迄今为止 正面抗衡的最强对手 遥想当年 也是在古地之城 那时他和紫道阳争锋 夺登仙榜第一席位 岁月流逝 如今他对面站着的 是紫道阳的兄长 紫道龙 实力比之紫道阳 强大了无数倍 直见此刻 秦问天只见紫道龙眼瞳 宛若可怕的紫色漩涡 让秦问天有些警惕 紫道龙似乎擅长铜树 非常厉害 空的一声 忽然间 秦问天只感觉脑袋一颤 紫色的漩涡疯狂了起来 刹那间 秦问天似乎沦陷到了一个紫色的世界 一头头恐怖紫龙朝着他席卷杀来 威力惊天 幻法攻击 秦问天目光一闪 他双眸隐隐透着佛门金光 真我智力弥漫 看破一切虚妄 从那紫色的世界中脱离而出 但他依旧看到了攻击袭杀而来 的确是铜树幻法 然而 却实实在在的蕴藏着攻击力量 非常可怕 真真假假 让人难以防御 然而修行真我之力的他 不具一切幻法之数 斩 秦问天身上 剑意磅礴 将一切攻击撕碎 铜树主要是幻法 攻击并不那么强手 直接被剑意灭掉了 使得紫盗龙露出一抹异色 道 难怪你能诛杀多位先王 果然有几分实力 若非你杀了那么多先王 或许我能饶你不死 将你收入麾下 为我效命 真傲 诸人听闻此言 心中暗道 秦问天更是冷笑 吐出一道声音 紫盗龙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能否活着走出此地 都是问题 紫盗龙和秦问天 争锋相对 都是一样的狂傲无边 紫盗龙称 若不是秦问天 杀了他麾下多人 他可以考虑将秦问天 收入麾下 为他效命 多么嚣张 这么强的对手 竟还想收入麾下 至于秦问天 则是直接威胁 要将他诛杀于此 莫非 这刀剑先王 真能看横子盗龙不成 诸人有些怀疑 并非是质疑秦问天的强大 只是紫盗龙毕竟太非凡了 顶级先王修为境界 子弟之子 妖孽天骄人物 哪怕这刀剑先王战力可怕 但这一战 怕是依旧危险 数场战斗下来 看来你已经膨胀了 紫盗龙眼瞳紫光更甚 他伸出双手 掌心猛然间一握 轰隆一声 虚空都好似震荡了下 他身躯都隐隐透着紫光 躯体给人更加可怕的感觉 犹如不灭之躯 子弟绝学神通 子及圣仙公威力无穷 攻击至刚至强 霸道无上 有人低声说道 秦问天早已在很久以前 便领教过子弟的两大神通绝学之术 一是紫集圣仙公 二是千秋帝法 皆都有无穷悲能 当初从紫盗阳手中使出 便非常厉害 如今紫盗龙 发挥子弟的两大绝学 威力自不可同日而语 东的一声 脚步踏出 虚空颤抖 紫盗龙大步迈向其闷天 丝毫不在意对方的剑法攻击 抬起手掌 便直接印了出去 紫色的掌印 犹如神灵掌印般 湮灭一切 遮天蔽日 秦问天握刀 恐怖的规则力量 在刀上流动着 一刀劈出 虚空出现了一道毁灭的痕迹 斩在巨大紫色大掌印之上 发出恐怖的轰鸣之音 紫益 紫盗龙吐出一道寒冷声音 他那双紫色瞳孔变得无比的可怕 化作一方空间领域 只一刹那 秦问天陷入其中 这是一片紫气世界 一方规则领域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木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吴恒 领先演播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2集 秦问天双眸依旧泛着真我之光 看破虚妄 不被幻法迷惑 然而这一次 他发现 他并非是纯粹的幻法 而是真正的规则领域 对方同数铸就的规则领域 无法以眼睛看破来 在这片空间中 紫道龙仿佛化身一尊神灵般 俯瞰一切 他身躯巨大 凝视秦问天 双手挥动 天地间的紫气 皆多汇聚成无间不摧的紫色长枪 将天地覆盖 伴随着紫道龙手指一指 那无尽紫色长枪 破空而出 杀向秦问天 枪如龙 发出龙笑 每一柄紫枪 都如同一尊紫色的妖龙般 欲毁灭一切 破碎众生 无人能逃 秦问天置身其重 仿佛必死无疑 没有生路 根本无法逃出生田 紫欲 看来是紫道龙领悟的规则领域力量 以铜术为囚 化身独立的空间 他自身为其中之王 控制紫欲空间大小 诸人心颤 这等攻击 秦问天能扛得住吗 紫道龙终究不愧是顶级先王 子弟子嗣 子弟必然将自身所学都传授于他 包括对武道之理解 紫道龙岂会寻常 这一击就能看出他有多强大 若是寻常的顶级先王 怕是已经要落入下风了 不过这刀剑先王虽然只是中阶先王 但却真正杀死过顶级先王 连斩多位先王人物 他的全部战斗力还无法衡量 应该还有底牌 没那么容易就被诛灭 无尽攻伐力量贯穿虚空 降临秦问天身躯之上 只一刹那 爆发出惊天碰撞之音 紫气暴乱 诸人目光都盯着秦问天所在的方位 随即他们看到了剑光闪耀 璀璨夺目的剑木映入眼帘 那剑木将秦问天护在其中 剑气游走 透着金色光泽 那可怕的攻击力 竟然被这防御剑木挡下来了 这 好可怕的防御 紫道龙那双紫色瞳孔也凝了下 他再度挥手 紫气汇聚成形 化作一柄柄巨大无比的龙枪 朝着秦问天爆杀而出 哼的一声 龙枪落在了光雾之上 使得光雾颤动 那恐怖的长枪渗透到光木之中 然而却被其中的剑意一点点的撕碎了 那光木仿佛不仅仅是剑木 而是一种防御剑阵 透着无穷规则符吻 其中蕴藏的剑意更是无比可怕 碰碰碰碰的几声 诸多龙枪都遭遇了同样的一幕 紫道龙俯瞰着下空 但却见秦问天冷道 紫道龙 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 说是如此可远远不够 陪你玩玩而已 紫道龙神色不灭 默然开口 攻龙的巨响声传出 他身上的紫薇更加狂暴可怕 他身躯震荡 躯体暴涨 化身紫色巨人 犹如神灵一般 不可一世 一柄长枪出现在了紫道龙的手中 那是神兵长枪 大小可随意变换 此刻化作千丈 只是其中吞吐而出的威力 就能将人吓破赶来 你的防御能有多强 紫道龙声音滚滚 犹如神明之音 他手掌中进阶狂暴力量 将长枪攻法而出 笔直的刺向秦问天的身躯 这一刹那 长枪周围有紫色巨龙缓让 龙以枪为尊 神圣无比 这一枪能够贯穿天地虚空 破碎一切存在 远处观望的先王 都有种心惊胆颤之感 这一击太过强大霸道 哪怕是秦问天的防御剑墓再厉害 怕是也无法挡住这惊天一枪 挡不住 那便不去挡 笼罩于秦问天身体的剑墓 忽然间碾化 化作了一柄斩天之剑 在剑墓中游走的剑意 揭画巨剑 斩灭一切存在 直接迎向那从虚空杀来的惊天一枪 对轰 这刀剑先王根本没有打算防御 而是直接和紫道龙对攻 枪和剑碰撞在一起 一道夺目的光滑释放 只见紫道龙的长枪被震回 他的手臂都微微发散 看着秦问天握着的滔天之剑 那不再是秦问天那柄神兵利剑 而是纯粹由剑意铸就的绝世之剑 他的剑意已经超越了神兵之威能 朱强者心颤不已 修行之人所用的神兵 哪怕无法高出实力太多 但为了契合也会胜于本身的实力 但这刀剑先王绝对是个怪物 剑意竟然强大到这等程度 超越他的神兵 这一刻紫道龙的脸色有些变了 他竟然被秦问天的攻击震退 这必杀的一枪 在他看来要断绝秦问天性命的 哪怕是杀不了对方 也必将他重伤 然而没有 甚至被一剑震回 那种剑意 紫道龙感受着秦问天手中握着的剑 其中弥漫而出的剑意 使得规则之剑化作剑合流动 极为可怕 秦问天体内 凝聚而生的剑意凶猛扑出 涌入到手中握住的规则之剑当中 此一战面对紫道龙 必然需要全力以赴了 他双眸透着杀念 虽然动了杀机 想要将这子弟的子嗣斩杀于子 当年他没有杀紫道阳 都被子弟多次为难追杀 既然让他背了这锅 既然如此 那么就真正的斩子弟一味子嗣吧 翁的一声 身弱大鹏 秦问天身体冲天而起 犹如一道闪电般 对着紫道龙便直接斩出一剑 恐怖的朱雀 从剑法中绽放而出 毁灭一切 紫道龙怒吼一声 长枪如龙 暴击而出 直奔那剑杯 妖龙和朱雀剑碰着 一切崩溜 同时紫道龙身躯化小 庞大的身躯 更容易被剑法击中 痴痴的声音传来 一道笔直的剑光杀来 紫道龙只感觉 紫眸都一阵刺痛 那剑法蕴藏梦幻之力 使得他生出了一股 不真实的感觉 正是秦问天 以剑之圣意 发出创造的梦魔剑 轰了一声 惊人的鱼剑自杀而出 如神像镇压一切 紫道龙瞬间感觉 浑身被一股恐怖力量镇压 那透着毁灭性的爆炸剑尾 穿透而来 哗啦一道声响传出 紫道龙虽然避开 但依旧有一条手臂 被直接斩了下来 鲜血不断流出 紫道龙发出怒吼之声 惊天动地 他紫眸狂暴 席卷天地 周身出现恐怖浮光 子弟的另一神通绝学 千秋地发 释放而出 刚才那一击来得太突然 太狂暴 以至于他的力量 都还未爆发 就被斩断一笔 我叫你生不如死 紫道龙发出了狂暴怒吼 他紫眸幻化的空间 疯狂地旋转 要将秦问天身体都束缚住 手中的紫枪 直接脱手飞出 杀向秦问天 秦问天的剑快若闪电 这一次是龙剑术和对方对轰 秦问天持利剑杀了过来 连续斩出了数道剑法 然而紫道龙身前 出现了无尽符纹光芒 自行演化 竟然将秦问天攻击吞没 并反射而回 正是千秋帝法的妙友 嗨 我是嘉玲 在剧中饰演秦瑶和苏穆宇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触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03集 翁的一声 只见此刻 秦问天双瞳妖异无比 眼眸中射出一道道闪电 直接穿透对方的紫眸 刺入紫道龙的脑海之中 这一刹那 紫道龙只感觉他的灵魂之地 竟然出现了攻击力量 灵魂攻击 紫道龙只感觉浑身一阵冰凉 此人不仅攻击无双 竟还擅长罕见的灵魂攻击 他的千秋地法很强 但也只是普通攻击防御 不防灵魂攻击 这一刹那 紫道龙真正的感受到了一股死亡威胁之意 浑身发冷 此人是真正的大敌 能够夺他性命的敌人 秦问天身发极快 围绕着紫道龙不断的闪烁 石油惊人剑意爆发 坏弱闪电惊雷 威力可怕 同时强大的灵魂力量 凶猛的扑鼠 杀入对方脑海之中 使得紫道龙无暇塌顾 紫急圣仙弓和千秋地法 不再那么流畅强大 但他防御依旧超强 紫色的躯体 紫光浮扬而上 身后仿佛有一尊紫色巨人出现 双掌不断拍打而出 若是被击中 能拍碎一切 而他本身的手臂 只剩下了右手 紧紧地握着长枪 不断杀伐 他收起了之前的狂傲和轻视 变得极为谨慎了起来 紫道龙被困了 仿佛失去了之前 那种必胜的信念 战斗便保守了 这刀剑先王的攻击好强 越来越强 剑法惊人 剑意可怕 而且 以强大的力量催发 仿佛每一击都犹如剑阵一般 轰隆隆的一声 只见另一方向 由紫道龙的护卫 朝着这边杀过来 是一位顶级先王后期人物 他看到紫道龙受伤 被斩断手臂 立即想要过来护住紫道龙 虽然胜负还未分出 然而 若紫道龙真的失手 他们无法交代 挡住他 白晴冰冷开口 数位强大魔修 爆发出惊人的魔道领域 那片空间绽放血色 裁决天 遮挡一切 裁决天地 不让任何强者脱困 白晴之前便说过 避诸紫道龙 如今既有人可能会得手 他怎会让人有机会援助紫道龙呢 你们真要和紫山 接下大仇吗 一道咆哮怒吼之声传出 数位先王 想要脱困 你们紫山少主和人堂堂正正对决 若是被诛杀 是自身无能吧 之前他可是无比狂傲 要杀别人 如今搬出紫山 不借和尚 但我说道 我磨山之地 会拒你紫山不成 笑话 这边战斗依旧惊天 而紫道龙随着不断战斗下去 灵魂遭到的攻击越发的猛烈 他的信心不断被削弱 更可怕的是 他发现 秦问天的攻击还在变得强大 仿佛他拥有无尽的底牌 都还没有完全使出来 这一刻 秦问天双眸之中 爆发出了一道夺目的寒光 他身形一闪 左手伸出 只见一尊尊小塔 仿佛出现在了 秦问天的手掌之中 领域 一声冷喝 规则领域将这片战场空间笼罩 唯有星光 一切进阶被阻挡 他 他要干什么 释放底牌 杀紫道龙吗 有人看到这一幕 惊呼了起来 之前 他的规则领域一直没有释放 他是否还有隐藏的能力 不让人看出他的底牌 默默诛杀紫道龙 紫道龙大吼 心魂都释放而出 身后的紫色巨人手握惊天双枪 疯狂暴击而出 轰得天地暴乱 虚空都要坍塌掉版 可怕到了极点 情问天依旧在游走 他之所以封闭空间 依旧是为了掩饰身份 毕竟一些力量使用出来后 很可能被人找到根源 从而知道他的身份 紫道龙虽是他必杀之人 但一旦将他击杀 子弟必暴怒 以刀剑先王这身份诛杀他 能够省去一些麻烦 手掌中的小塔之光 越来越亮 秦问天猛然间踏步而出 一声巨响 规则领域爆发 镇压一切 同时小塔圣意外放 当当的可怕声响传出 只见一座座巨型宝塔 直接降临子道龙的身体上空之地 贯穿而下 哪怕是身后那庞大无比的 紫色身躯都被镇压 仰天怒吼咆哮 镇 秦问天大吓道 随即刀劈杀而出 仿佛直接批入了子道龙的灵魂 子道龙彻底暴走 但却仿佛被镇压束缚 以他的强大境界 竟然被困到这等地步 秦问天神色依旧冷漠 惊人的身法闪烁 这一剑直接刺向了子道龙的头颅 滚开 子道龙手掌取出一面惊天古镜 刹那间 天地间的一切力量全部被吞噬其中 秦问天只感觉手中的剑也要被卷入到里面去 子道龙暴怒一声 手掌印轰然砸落 结实地积在秦问天的身躯之上 只一刹那 秦问天闷横一声 口吐鲜血 古镜的光束直冲云霄 破开一切 天穷之上似有星辰光辉洒落而下 地兵气息 子道龙顶级先往 借助了地兵之位 诸人惊叹 子道龙竟然被逼迫到了这种程度了吗 然而 这里是古地之城 王有王道 地有地道 天穷之上 仿佛出现了一股无形的规则力量 犹如天怒般 瞬间将秦问天和子道龙所在的空间锁定住 那股恐怖规则 直接遮挡住了地兵之威 挡住了垂落而下的星辰光辉 甚至由无形规则直接轰落而下 积在古镜之上 降下惩罚 一声清脆的声响传出 地兵暴碎 星光疯狂扩散 刺痛人的眼眸 这就是古地之城的规则之道吗 地之力与地争锋 不得插手王境之战 滚开 紫道龙仰天咆哮 秦问天虽然受伤 但他再一次杀了出去 剑光夺目 直接映入紫道龙的眼睛当中 生出梦幻之境 杀 秦问天杀念陶天 这一剑夺命之剑 紫道龙大吼 双臂护卫在身前 身体往上冲出去 剑斩过 扑刺一声 鲜血绽放 毁灭的剑法 直接穿透紫道龙的胸膛 一道可怕的气息降临 随即一尊帝王身影忽然出现 威势惊天 一尊真正的大帝人物 傲力当空 怒气滔天 紫气疯狂环绕左右 正是子弟 帝之仙念 难道还能干涉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成 秦问天看着虚空冷下 哪怕是帝王出现 终究只是一道仙念而已 到了仙王层次 尤其是后面的境界 所谓仙念的作用 已经不那么有用了 终究只是一道仙念而已 更何况 这里还有古帝之城的规则 规则之力降下 子弟身躯有紫光护体 看着秦问天 放他一回 子弟知道他仙念 无法左右秦问天 因此并未太强势 然而秦问天冷笑地看着他 道 滚 此言一出 无数人震撼 疯了 这家伙真的是太疯狂了 子弟的仙念都敢骂 这是侮辱子弟 顶级先帝 嗨 我是夏柳君 在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4集 子弟脸色难看至极 规则疯狂蚕食他身上紫光 随即披杀在子弟身上 子弟的眼眸一直凝视着秦问天 那双眸子仿佛要将他看穿 要让秦问天生出恐惧之心 但他却不知道 秦问天本就和他是生死仇敌 怎会放过子盗龙 你若杀我 就是和整个紫山为敌 你上天无路 甚至你的亲人朋友 都将遭到紫山追杀 子盗龙威胁说道 子盗龙 你真是悲哀 身为顶级先王 竟然说出如此话语 我为你感到可悲 秦问天话音落下 眼眸再度射出灵魂攻击 他的剑刺出 滔滔剑意化作剑盒 席卷而出 诛灭一切 子盗龙大吼 那镇压的无形塔一垂落 这一战 他已无礼回天 他子盗龙 子弟之子 前来古地之城 争锋天下 欲败尽天下英雄 却不想要在此地 被一曾经的无名先王 诛灭于此吗 剑光降临 他双臂被斩 如何阻挡秦问天 子盗龙 紫色的毛子当中 有着浓浓的不甘 你为何如此 小不惜一切杀我 紫盗龙不甘地道 因为 我是秦问天 一道声音出现在了紫盗龙的脑海之中 他双眸瞬间爆针 剑光落 战战 诛 紫盗龙的眼睛依旧睁得很大 他死前终于明白刀剑先王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他死前还在震撼 为何秦问天已经能够诛杀他 当年 那曾经的蝼蚁人物 他前去问长青仙国和南皇室要的人 为何已经强大到可以杀他的地步 他注定无法寻找到答案了 当紫盗龙陨落的刹那 整片虚空都仿佛安静了下来 远处诛先王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无言 紫盗龙被斩下头颅 陨 那头颅上的眼睛还睁得很大 透着不甘心 他之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他身为顶级先王天骄 战力无双 子弟子嗣拥有地兵 但今日依旧命丧于此 在仙域东部 距离古地之城极为遥远之地 有一座紫山 此刻紫山之上 一道恐怖的威士席卷天地 由滔天怒火 紫气暴走 天地色变 化作紫色 紫山之上的午休 皆都震怒 看着那紫山中央天宫 心中震撼 子弟暴怒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轰隆一声巨响 子弟身体腾空 傲视天下 他顶级先帝 仙域难能有多少人 可以和他匹敌 然而 他连丧两位子嗣 子道阳 子道龙 他抬头 虚空中 仿佛出现了一双紫色的眼眸 望穿天地 紫山之上的修行之人 心神剧烈颤动着 所有人停止修行 不敢说话 子弟暴怒 必有惊天大事发生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 子弟如此暴怒了 紫山先往午休 出发 随我前往古地之城 去杀此人 子弟默然开口 刹那间 虚空中紫光变幻 化作一道身影 赫然正是 秦问天所画的 刀剑先王身影 子弟暴怒 下令紫山的先王出发 去杀一人 这人究竟做了什么 子弟子嗣子道龙 似乎就在古地之城修行吧 莫非 想到此处 他们身躯震荡 古地之城 战场周围 朱强者 依旧还处在 子道龙 陨落的震撼当中 杀了 这刀剑先王 竟然真的当场 隔杀了子道龙 他赤贺子弟先念 让子弟滚 随后斩下了 子道龙的头颅 之前子道龙羞辱他 想要灭杀这刀剑先王 如今 却落得被诛杀的下场 可谓极为奇惨 子道龙的死 甚至令其他战场的战斗都停了下来 毕竟 这场战斗的最核心人物就是子道龙 是因为他要猎杀万魔岛魔女 才爆发此次大战 子道龙死 这场战斗的核心人物殒灭 紫山的午休 一个个身躯颤抖着 死死地盯着子道龙的尸体 仿佛不敢相信 这会是真的 在仙域 一位先帝的子嗣 只要不得罪太可怕的人物 是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更何况是顶级先帝的子嗣 而且子道龙本身 也拥有顶级先王的修为 哪怕是子道龙得罪了超凡人物 对方也会顾及身份 不敢诛杀他 毕竟顶级先帝的报复 可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 但他惹了一个疯子 这刀剑先王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子道龙给当场斩了 莫说是子山的人 哪怕是摩山之上 和天福界的许多人 都有些意外 没有预料到 秦问天竟真的敢下这样的狠手 说斩就斩了 子道龙远 子弟必不会放鬼 子弟门下有诸多先王人物 恐怕会派人杀赖古地之城 阁下可能需要离开避一避了 不戒对着秦问天传音说道 秦问天目光一闪 看了不戒一眼 随即说道 之前在古地宫的时候 子道龙就羞辱我 没有资格踏上玄天宫殿 和他平起平坐 之前又想要将我灭杀 事实证明子道龙不过如此 既然想要诛杀本座 本座又怎会放过他 要杀本座的人 必斩 秦问天强势宣言 便是为了强化自己刀剑先王的形象 免得有人怀疑他和子道龙有其他仇恨 他以刀剑先王的身份 来到古地之城当中 争锋于此 必然会树敌不少 为了避免太多的麻烦 将刀剑先王和秦问天两人彻底的区分开来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你们 准备承受子弟的怒火吧 一位紫山的顶级先王冰冷开口 他身躯震颤 浑身透着冰冷寒意 我本就打算诛杀子道龙 这笔仇恨 你们无论如何也会算在我身上 所以继续杀 不必有任何留守 白秦当即下令 果断说道 他恨的就是子弟 他身为顶级先弟 竟然不顾身份 隔空想要击杀秦问天 既然子弟都要杀问天哥哥了 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 只有杀 他也不会再顾及得罪子弟 他本身就是冲着杀子道龙来的 好大胆 那顶级先王怒喝道 然而诸多摩修已经杀上前去 秦问天瞳孔冷漠至极 他身形一闪 配合诸摩修杀向紫山无休 对他而言更简单 这些人都将是未来会杀他的仇敌 现在能杀一个就是一个 我们怎么办 天兰先国和至尊剑派等几大势力 由强者互相对视 暗暗传音 紫道龙一死 局面就已经不受控制了 拓跋圣天和君孟臣 他们也都在传音 只听君孟臣道 拓跋师兄 这些紫山之外的武修在犹豫 恐怕是不想恋战了 我们挡住这些人 让秦师兄和摩山的人 安心对付紫山武修 好 拓跋圣天点头 他们的气息释放 笼罩天兰先国等先王强者 正如君孟臣所预测的般 这些人的确无心恋战 但也不好直接弃紫山的人离开 于是战斗之时 有意将战场拉开了 没有尽全力战斗 嗨 我是夏柳军 这剧中饰演白琴和若欢 大家多多转发评论订阅 就有机会触发鲍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 小宇宙 胡正剑 后期有时 第1905集 紫山的人被围攻 秦问天不断对一些先王进行猎杀 只听一尊顶级先王怒吼道 我们走 他话音落下 紫山先王朝着不同方向突围 但朱摩修和秦问天如何肯放过 裁决囚 镇压之力等各种领域释放 求助困杀他们 又诛杀了数位先王强者 最终逃走的先王 只有寥寥几位非常厉害的顶级先王人物 没办法留下来 至于天兰先国等各大先王人物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撤离了战场 走了 紫盗龙死的冤 这些人见紫盗龙死了 知道子弟必暴怒 就指望着子弟派人来灭杀这些人了 他们想着自保 哎 不同势力间的同盟 究竟还是不那么牢固 诛人窃窃思语 秦问天扫了一眼战场 看着白秦和不戒等诸多魔修道 诸位 之后务必小心翔 刀剑先王 你也小心 不戒提醒一声 毕竟并肩作战过 哪怕并不知刀剑先王就是秦问天 他们依旧对刀剑先王有好感 这一战之后 好像是朋友一样 告辞 秦问天拱手 随即看了君孟臣方向一眼 身行一闪便独自离去 道也不惧紫山午休 寻他麻烦对付他 刚才诛杀紫盗龙 想必足够震慑住不少超凡先王了 紫盗龙虽然只是顶级先王前期境界 但战斗力却是后期的 依旧被他诛杀 无论是谁再想要对付他 都需要颠量下 微观的朱强者各自感叹 随后陆续散去 紫盗龙陨落的消息 哪怕是在古地之城当中 依旧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尤其是在仙域的人群之中 毕竟紫盗龙还是有些知名度的 顶级先王子弟之子 却生生地被诛杀 使得许多超凡先王 对那神秘的刀剑先王充满了好奇 之后又有消息传出 这刀剑先王在诛杀紫盗龙之前 已经斩了数位先王 包括连斩至尊剑派的 一位顶级先王强者 一瞬间 刀剑先王名震古地之城 许多先王人物都在讨论 这疯狂的家伙 简直不将那些顶级势力 放在眼里 随之古地之城传出不少声音 有先王人物要去挑战刀剑先王 看看他究竟有多强 能够杀紫盗龙 有人称 这子弟的子嗣 紫盗龙看来是浪得虚名 堂堂顶级先王 竟然被中阶先王当场格杀 这可是非常不光彩的一战 若紫盗龙没死 也丢不起这人 当然也有人崇敬刀剑先王的勇气 还有人想要见见这刀剑先王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伙 能够在紫山朱墙汇聚的情况下 当场格杀紫盗龙 赫斥顶级先帝滚 赶杀至尊剑派 太华先朝朱先王 数日后 古地之城中的一座古老宫殿之外 站着数位强者 他们目光凝视前方古老残破的宫殿 神色中隐有锋芒 在古地之城中 隐藏着无穷奥秘 古地之城的强者都在不断地探索 他是谁 有人见到残破的古宫殿中 有一人盘膝而坐 似在闭目休息 好惊人的地狱 有人看到他身后之地运 不敢轻易招惹 那地运太耀眼了 光彩夺目 显然 这必然是一个拥有辉煌战绩 得到许多人敬仰和畏惧的人 这样的人 才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地运 刀剑 有人注意到 他背负在身后的刀和剑 顿时眼神中露出了饶有兴致的神色 如今 古地之城 有一人被传得沸沸扬扬 刀剑仙王 你是刀剑仙王 有一道声音传来 只见一些仙王 竟然让开道路 有数道呻吟漫步而来 然而 所有人都是以一人为中心 最前方的那人 这是一位女仙王 光彩夺目 人间绝色 只一眼 就能够感受到 他身上的高贵 这是一个 能叫日月失色的女子 她站在那 瞬间能够成为绝对的中心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许清尧 朱仙王看到此女 瞬间知道了她是何人 仙玉中部的顶级美女 许清尧 她太出众了 不仅美艳无双 她的天赋和绅士 也都惊人 让无数男人爱慕 女子嫉妒 情问天目光闭着 似没有听到般 这些日来 她遇到了不少人骚扰 或许是因为那一日 杀出了名望 许多人一看到 她身后的刀剑 就猜测到了她的身份 她仍在对你说话 如此无事 是否有些失礼了 许清尧露出一抹浅笑 容颜颠倒众生 她好奇地打量着秦问天 以为能诛杀紫道龙的 中阶先王 许清尧的境界 也是中阶先王 而且是在这一层次的巅峰 眼前之人和她同静 一日之日便民动古地之城 你要我如何回应 秦问天睁开目光 看了许清尧一眼 目光中闪过了一抹异彩 感觉到了一丝惊艳 眼前的女子 绝对是她见过的女子当中 最美的庶人之一 一席长袍 将修长身材 玲珑身段 衬托得完美无瑕 又有无瑕的容颜 人间角色 刀剑先王 我想与你谈论武道 难道不值得你开口 许清尧见到 秦问天波动的眼眸 笑得越为自信灿烂 秦问天暗道一声游雾 站起身来 笑道 有美女如此 谈论武道多伤风雅 不如你我谈谈风花雪月 岂不更美 诸人神色微变 看着刀剑先王 这家伙还是这么胆大 敢杀紫道龙 如今言语调戏许仙子 他难道不知道 许清尧是什么人吗 可不是他能够调戏的 曾经有顶级先王 调戏许清尧 后果很惨 甚至无需许清尧出手 许清尧美眸一致 有些奇怪地看着秦问天 他自然知道自己的魅力 很少有男人能够抵御 然而 凡是知道自己身份的人 哪怕是心中轻暮 也都是敬而远之 不敢对他不敬 然而这刀剑先王 竟要和他谈论风花雪月 美眸中笑意奄然 许清尧对着秦问天导 好啊 我们切磋一番 若是你能够战胜我 我们再谈风花雪月 身为中阶先王顶级强者 许清尧对着刀剑先王 有些好奇 想要看看对方的实力 而切磋 无疑是最直观的方式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品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太古神王 作者静无痕 领先演播小宇宙胡正健 后期有时 第1906集 仙子可莫要骗我 若是切磋之后 我胜仙子 可要和仙子畅谈 七日七夜的风花雪月 秦问天微笑看着许清尧 想要看他的实力 代价可不小 否则古地之城 时常有人来找他切磋 他岂不是要疲于应战 许清尧眸子中闪过一抹异色 却依旧笑道 那就要看刀剑仙王实力如何了 既然仙子如此想要和本座畅谈 那么本座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仙子小心了 秦问天身上 秦问天身上有符文闪耀 金刚圣意波动 笼罩身躯 许清尧身上 中阶仙王巅峰之气势 弥漫而出 笑看着秦问天 他伸出仙仙玉手 朝着秦问天一指 指一刹那 竟有一片花海出现 笼罩秦问天周身 秦问天置身于花海之中 他目视前方 只见许清尧飘然若仙 脸部轻移 曼妙身躯翩翩起舞 朝着他走来 浅笑奄然 佳人绝代 依人一笑 足以让人神魂颠倒 秦问天面含笑意 静看眼前眉景 同时手掌伸出 朝着前方 拍出一道金刚整印 犹如一佛门大手 压榻一切 无坚不摧 扑的一声 仙仙玉指 风润白洗 美不可言 积在金刚掌印之上 却直接使得 金刚掌印破碎 符文崩 骨字碎 掌印裂 如此美景幻境 令人沉沦 这般美丽手指 却发出如此一击 仙子好手段 秦问天眼眸化作金色 看破虚妄 花海消失 更没有翩翩起舞的 许青瑶身影 只有那一指之威 霸道刚猛 威力无穷 若非亲自领教 很难想象如此手指 能击出 这般强大的一击 若是寻常中阶先王 一指变灭 原来之前的场景 只是许青瑶的幻术 他人间角色 只需用自己 为幻境影子 给人的感觉更真实 他的存在 他的美艳 就是幻境的一部分 能让人沉沦其中 已经拥有佛门之术 许青瑶美眸 让人间失色 幻境再现 幻化出 诸多许青瑶的影子 美轮美幻 无止其处 刺出一道道 夺目惊艳的 规则指光 随意一指 皆都蕴藏 大恐怖力量 许青瑶 他身世非凡 父母双先帝 幻术能力 继承他母亲的能力 至于这碎天指 乃是他父亲的 一门神通绝学之术 修行到极致 一直绽放 能让天地结髓 拥有无穷为能 许青瑶将指挥 凝缩到一点之上 刺破一切 秦问天面含笑容 许青瑶和他同静静 幻术之静 如何能迷惑得了 他的破望之谋 他依旧盘膝而坐 一动不动 身躯之上 流动者的符纹 更加璀璨 他的身体 宛若一个浮道大振 浑然天成 焕发出无穷 金刚法意 犹如一尊 金刚王者笼罩 铸就不灭精神 仙仙玉旨 刺落在 秦问天的身躯之上 咔嚓的声响不断 连金刚法身 都出现诸多裂痕 这许青瑶的实力 确实不凡 但在同静 秦问天自信对方 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许青瑶剑攻击 竟难以破掉 秦问天的防御 眉毛中 闪过一抹异彩 这刀剑先王 能诛杀子盗龙 果然并非是浪得虚名 真正有着惊人的实力 只是这 展露出来的防御之能 就着实令人震惊 古道无情 含疾何其扫兴呢 秦问天笑道 左手伸出 似有塔翼绽放 镇压一切 刹那之间 想要抽身后退的许青瑶 被那股无上的镇压力量镇住 郊躯颤动 无法挣脱 仿佛由一尊尊宝塔之行 贯穿身躯 所以 仙子还是与我一起 唱谈风花雪月 何其妙赛 秦问天说道 右手伸出 化作了经销剑影 刹那之间 许青瑶只感觉浑身冰凉 似有死神靠近 合着刀剑先王 近身作战 纯粹是找虐 难道你忍心 拉手催花 许青瑶展颜一笑 魅惑众生 秦问天 被迷得一阵失神 索性 他修有真我之力 意志强大 不受其迷惑 继续笑道 我自不舍辣手催花 只是想要和仙子 畅谈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 说吧 他的手指击落而下 冲入许青瑶的体内 狂暴的力量洗卷 摧毁对方的力量 使得许青瑶闷横一声 嘴角一血 脸色苍白如指 黄色 一道道 先王强者 迈步而出 他们威压狂暴 席卷而来 然而 却见到秦问天 左手 将许青瑶一把揽入怀中 使得对方焦躯 依靠在他的身上 相风扑面而来 他手指轻轻落在 许青瑶的脸上 笑道 站在那儿别动 此言一落 那些释放威压的先王 全部停下 呆若目击 随后 他们眼眸中 进阶喷出了愤怒之火 仇视擒问天 这混账东西 竟敢侮辱青瑶仙子 许青瑶绝美无双 被无数先王人物爱慕 奉若女神 然而 此刻竟被这混账 揽入怀中轻薄 简直该死 许青瑶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之前含笑应对一切 只因一切 接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然而 这刀剑先王如此霸道 竟敢轻薄于他 他许青瑶何等人物 从未受过这样的待遇 许青瑶试图睁开 秦问天手臂 却用力地拦住他 手指在许青瑶的脸上划过 轻轻抚摸着他的完美容颜 含笑说道 仙子美若天心 能和仙子畅谈七天七夜 人间美事 刀剑先王 我是许青瑶 他亮出身份 想要让秦问天记得 青瑶仙子 嗯 人美名字也美 秦问天却仿佛没有听说过一样 手指依旧不老实 许青瑶身上冷意弥漫 道 刀剑先王你疯了吗 敢如此待我 仙子这是什么话 之前仙子已经答应 若切磋 我战胜仙子 便和我畅谈风花雪月 仙子 这是不打算履行承诺吗 秦问天眉头微皱 手掌抚摸许青瑶脸颊 缓缓滑落而下 落在了那天鹅般美丽的预警之上 甚至还有向下滑的趋势 许青瑶浑身一僵 身体不敢动弹风好 他脸色羞红 愤怒屈辱 他许青瑶人间绝色 天赋超凡 身世显赫 追求他的人物 谁人不是精彩绝艳 风华无双 然而都对他尊敬无比 然而今日有人敢这样对待他 言语轻薄 手掌不老实 周围围观的强者 也皆都目瞪口呆 看着这刀剑先王 肆意的轻薄许青瑶 圣洁完美无瑕的青瑶仙子 竟然惨遭此人毒手 这家伙绝对真是个疯子 敢诛杀子盗龙 敢这样对青瑶仙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胡正健 在多人有声剧 太古神王中饰演秦问天 大家多转发订阅评论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哦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 就有机会出发爆羹和奖片